第101章,射雕者 初时,柴少没将这三百人给放在眼里 毕竟,在动辄几千上万的战局里面,三百人实在是太少了 少到几乎对战局产生不了任何的影响 可是,当随着羞羞羞,空气里一支支雨间落下 然后,精准地在混战当中的人群里命中一个个大唐士兵的时候 柴少终于意识到了不妙 不好,这是敌军的射雕者 一旁,有惊艳的老兵们发了一声惊呼 射雕者 这是当年的匈奴丹于莫独所创立的一种称呼 能够被称为射雕者的,无不是士兵当中精打细算出来的兵王级别战士 他们射箭的精确度远超过常人的想象 如此,才所有着这种骇人听闻,让人几乎不敢想象的本领 才可以被人尊称上一声射雕者 而眼下,突厥可汉协力虽然没有复原这个称呼 但是,他手下去也有一批类似的人选 他们的弓箭水平极其高超 以至于,在这混战之中,竟然能够再远远地通过精确射击给唐军士兵们挨个点名 将军,怎么办?怎么办? 一旁的士兵朝柴哨问道 眼下,他们虽然身处于安全的箭楼当中不必遭受攻城的伤害 可是,问题在于外面肉搏的士兵可就没有这份待遇了 虽然他们身上穿有盔甲 但是,那些个射雕者们手上的弓箭不只是威力巨大 而且,这些箭矢还极其地精准 往往能够直接地射中他们没有任何的遮挡的面目或是盔甲的缝隙剑 可以说,每一支箭矢的落下,几乎都带走了一个唐军士兵的死亡 哈哈,看着远处的战况,协力大笑不止 看来,用不了多久,这个幽州城就会被我们拿下了 是啊,大汉 一旁,响起了一众突厥将校们的喃喃声 只要拿下了这个幽州城 咱们便可以肆意地在整个河东进行劫掠了 一直能够到达中原去呢 中原啊,可汗,那里的附属 想必可汗是有所了解的 本可汗当然了解了 协力哈哈大笑个不停 与此同时,柴绍则已经从那些个射雕者们精确的射击当中回过了神来 他朝一旁看了眼 看到那士兵焦急的目光后 随之眼神里面闪过狠辣 不行,不能让他们撤下来 他们撤下来,成就守不住了 可是,可是让他们继续作战 那岂不就是让他们挨个送命 士兵眉头紧锁 而柴绍则是一挥手,大喊道 都战队 在 一时间,剑楼里面响起了一声幕后 数百个身穿着盔甲 手指着利刃或是利府的士兵喊道 然后,站起身来 前去督战 敢有退者 格杀勿论 是 一时间,这些士兵们鱼贯而出 然后,挡在了被射雕者们的箭矢挨个点名 想要后撤的唐军士兵身后 随之,手上的刀剑 不分对象 不问敌我的 乱砍着 虽然有些不尽人情 但是好歹 还是暂时地挽回了城墙上面的危局 而与此同时 远处的射雕者们 也停止了射箭 嗯 开弓拉剑 这可是一个相当考验体力的利器壶啊 尤其是这些射雕者们所使用的战弓 那都是拉力达到属实的 这种硬弓 一般人根本就拉不动 而射雕者们 顶多也就是射出十几支箭 便会停止射箭 因为 这个时候 他们大抵就 已经累了 双臂 也感觉有些乏力了 只有在休息几个时辰 或是明日 他们才可以继续地开弓射箭 倒不是说当下他们 射不了箭了 而是因为 在体力的耗尽的情况下 强行地开弓射箭 虽然可以达到一时的战斗力 可是 一旦今天结束 战斗结束 这些金贵的弓箭手 弓箭手里面 更加金贵的射雕者们 就会双臂因为肌肉拉伤 而持续数日不能战斗 所以 在古代 有经验的军队指挥官们 逼迫自己手下的弓箭手们 不停地射箭的 不过 虽然他们停止了射箭 但是 只他们刚刚这一阵的功夫 造成了近三千人的伤亡了呀 三千人的伤亡啊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再加上之前损失的 此时城墙上面 柴少手下的五万大军 已经伤亡了五千人左右了 相当于十分之一了 而这 才不过只是开战的第一天 第一个时辰罢了 当幽州城遭到突厥人们攻击的时候 茫茫的草原之上 李克正在率领着自己的三千百马一从 在快速地行军着 他们一路向北 已经出了长城近百里远的距离了 这时候 前面一个斥后 快速地打马回来 报 殿下 前面发现了一个突厥人部落 不知道殿下您觉得 当如何是好 当然 是将这个部落给包围 然后 一个部流 斩杀殆尽 随后 将他们的牛羊 马匹带走 带不走的 通通杀掉 放火一把火烧个干干净净 李克不假思索地便说 又下令道 不止如此 日后再遭到任何突厥部落 以及突厥人 一律如此对付 是 殿下 士兵们接令回去 而李克却是面色凝重 他们当下待着的地方 那是敌国境内 是突厥境内 是当下世界第一强国的国土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克 并非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所过之处 他不能让任何人 把自己还有他身后这支军队的行踪 给暴露出去 因为一旦暴露出去 突厥的大军前来围剿的话 他手下的这三千人 即便是浑身是铁 只怕是也得折在这片草原之上 而李克他与羽化田 即便是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一身武艺 在乱军之中得以生还 但是 没了军队 他李克一个人回到长安 还不是任人宰割的份 所以 李克必须残忍起来 骑兵冲 随着远处响起了一声嘹亮的大喊 无数的马蹄声骤然间如打雷似的 滚滚而来 随之 空气里惨叫声不绝于耳 这个部落 就此陨落在了草地上 第102章 突厥崖障 三日后 三千百马一丛 犹如一道疾风一般 在草原上面快速地掠动着 他们锁过之处 不留一个活口 今年才不过八岁的李克 在三千士兵的最前面 策马狂奔着 这是他们建立前所未有的工业的时候 历史上 普通有一个名叫获取病人 采取了与李克同样的战术 倾其突进 在茫茫草原上 长途奔袭了数千里的距离 然后 直扑匈奴王庭 而此时 李克同样如此 在使用着相同的战术 而他们的敌人 则是比匈奴更加强大的突厥帝国 殿下 前方便是突厥王庭 一旁斥后打马返回 朝李克一行礼之后 便高喊着说道 这些日子 由于他们突袭了无数个突厥人的部落 缴获了大量的战马 所以 眼下每一个士兵身后 都有七八匹 甚至十几匹可以换成的战马 而这些历史上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白马一丛 也都是个顶各的骑兵好手 他们骑马的水平 相当之好 以至于 完全可以在急速奔驰当中的战马上 完成换成马匹的一系列动作 更加牛逼的是 白马一丛们 还掌握了一件相当厉害的技术 在马背上睡觉 以至于 当下他们 日夜兼顾的刑俊 这才不过三日的时间 便已经产上了两千多里的距离 距离突厥王庭 已经不过百里远了 哦 李克没捎一扬 脸上带着激动与欣喜 他点点头 那好 即刻传令下去 全军暂时地休息 眼下是正午 休息四个时辰 是天黑 天黑之后 我军相用两个时辰 向前急行军 赶到突厥崖障境后 正是黎明将至的时候 到时候 发起突袭 争取一轮冲锋 便将整个突厥王庭给干掉 是 殿下 三千白马一丛同时大喊 随之 便在李克的命令下 翻字下马 然后 在草原上进行起了休息 与此同时 李克也迅速地下马 躺在草地上 进入到了梦乡 而在这个时候 远处的突厥崖障那里 仍是一片的祥和与宁静 所有的人 都不知道 危险即刻靠近 都不知道 自己的性命 马上就会没有了 游牧民族 由于其特殊属性 由于其本身就是 靠着游牧 来养活众多的人口的 所以 对于当下的草原帝国突厥来说 他们所赖已生存的 就是游动 而游动的情况下 自然也甭提建立起来 类似于大唐帝国那样 雄伟在城池 人口高达百万的长安城了 此时 作为突厥政权的崖障 作为突厥国家的首都 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迫的所在地 突厥崖障 却显得破败异常 看上去 入目所及 不过是一大圈 比其他地方的部落 要大上一些的帐篷罢了 城墙也没有 围着这片不大的区域 倒是有圈的土墙 这土墙显得格外的单薄 好像是用一个壮汉 用力一推 便可以将其给推倒似的 此时 在这单薄的土墙后面 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 危险已经到来了 数千名突厥最为高贵的贵族官员 及他们的家人们 正在这里面 肆意地玩耍着 作为突厥帝国的首都 这里 甚至连一些个守卫都没有 虽然这里 还留有一千多名的精锐士兵守护 但是 这些士兵地 却显得格外的从容 仿佛他们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似的 嗯 他们有资格 拥有这一份的从容 因为 自从魏晋以来 强大的中原王朝 已经很久 很久没有向大漠深处的草原帝国们 发起进攻了 即便偶尔有人 朝北方发起进攻 也不过是指不于长城外几百里的距离罢了 怎么可能会深入草原上千里 却袭击他们的王庭所在地呢 所以 极客西莱里克 以及他手下的三千年白马翼 从所汇聚而成的狂风暴雨的 是一座几乎 就不设防的城市 而相当于几乎没有设防的突厥王庭所在地 幽州城 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为直面突厥 直面草原民族的威胁 燕照门户的幽州 可以说是坚固异常 防御严密 三天的时间里面 突厥可汉协力 派出了他手下的士兵 一次次地发起进攻 虽然 他们的进攻给城里的军民 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可是 协力是什么货色 那些各入扣的草原民族 又是什么货色 生长在幽州的百姓们 还有他身后 所保护着的燕照男儿们 再清楚不过了 而汉唐男儿 武德充沛 远不是后世宋朝那些个懦弱的文人 所能比拟的 在当下 大军出征之际 有意从男儿随军出征 不图军饷 只图风气硬子者 不在少数 平常尚且如何 何况 是面对着敌军的强大军事威胁的情况下 虽然三天的时间里面 城墙上的守军 已经损失了近两万人 可是 柴少手下 竟然从幽州城后 河坚等州县那边 得到了近五六万青壮的支援 而城里也有数万青壮年们 主动地投入到战斗力 以至于 原本打算快速攻占幽州城 打开燕照门户 直入华夏 横扫中原的协力 陷入到了一阵的自我怀疑当中 特喵提 突厥勇士们不能打了 还是怎么着 这些日子 折损了多少人马 协力皱眉 看着城墙上的血战 无语地说道 回禀大汉 眼下我军 已经折损了一万人了 不过城墙上的唐军 损失只会更多 一旁的军官们禀报说道 一万人了 协力眉头挑挑 一万人的损失并不多 而且当下的突厥 可不是后世的蒙古 此时 由于气候较之后世 尤其是明清时期 要更加的温暖一些 所以 草原上的气候 倒还算可以 水草 也更加的肥美 可以养活的人口 也更加的多 外加突厥占有的地盘 也足够大 所以 整个突厥掌握的人口 虽然比不得上大唐帝国的近两千万人口 但是 五六百万 还是有的 第103章 不诈屈人之兵 五六百万人口 死上一万人而已 根本无足轻重 所以 协力并不会这些损失 而有任何的皱眉 可是 问题在于 他们已经顿兵在这里三天的时间了 再过几天 他是唐军的援军 就要赶到了 届时 等着协力的 无非是两个结果 一 继续攻城 然后冒着巨大的损失 而攻城不得 最终损失惨重 无攻而返 在返回途中 还可以被唐军给追击 这是下策 二嘛 就是现在尽力地攻打开幽州城 不顾伤亡 拿下幽州城 随后入扣截掠 通过突厥骑兵们的速度优势 甩开前来的唐军 然后一路保掠之后 从容地再自幽州返回突厥 这是中策 可是 协力也不会用 因为 这样的话 他的损失会非常的大 毕竟 强攻幽州城 不顾伤亡 拿下城池 至少也得五六万人的损失 足够让协力肉疼了 所以 只有上策可行了 今天去劝详了没有 协力皱眉 朝一旁的首相的问道 他的上策 就是孙子兵法里面所说的 不诈屈人之兵 让敌人主动地投降 可是 守卫幽州城的柴少 好像是一个再硬不过的亘骨头 他对于投降意识 从来不放在心上 一味地死战 以至于协力都有些猛逼 这柴少 是一个这么硬的硬骨头吗 不错 柴少正是 虽然他心里 有些个弯弯绕 虽然 协力的那个王位 很让他心动 可是 这并不能让他动摇 并不能 让他投降协力 以至于 当下的柴少 是打算死战到底了 尤其是 在得到了一大批的 轻壮一丛们的支援之后 柴少的手下 兵力已经不缺了 完全可以守住幽州城 在这种情况下 他干嘛要投降呢 这个时候 远处的协力 灵光一闪 有了 只听见协力喊道 大汉 您说什么有了 一旁的士兵有些猛逼 下意识地问道 嗨 你不知道 本客还说是有办法了 协力大笑着说道 他确实是有办法了 他现在的办法就是 你柴少不是一个忠臣良将吗 那么 我就让你不得不 被我逼着出来投降 而且 就说是你柴少不愿意 可是 我照样有办法 逼你身边的军队们同意 只见到协力大手一挥 奋出五万大军 把四周所有的百姓 给我全部的劫掠过来 是 大汉 协力身旁的突厥人们喊道 随之 便只见到五万大军 从幽州城下四散而出 朝四面八方扑了过去 这一幕 让远处正在举着望远镜 观摩着战场情况的柴少一猛逼 奇怪 突厥人这么是想干什么 他们奋兵是想干什么 莫非 是想去攻打别的地方 五万人 能打哪啊 一旁 副将曾奎咒眉难难道 柴少微微点头 五万大军 奋兵出去 是夺不下长城上任何一座城池的 而正当柴少疑惑之际 突厥的五万士兵们 已经开始在幽州附近的汉人村庄里面 开始了劫掠 不错 幽州城下 是有大量的汉人百姓 这些百姓们 世代生活在此地 由于这地界的水土不错 事宜耕种 所以 附近的百姓还真不少呢 这不是 突厥大军一动 立马便截掠了十几个村庄 然后将数千名的百姓 给送到了突厥大军里面 不够 再去找 至少给本克汗 凑五六万个汉人的百姓 一旁 邪力怒吼着 手下的士兵 头皮发麻 幽州城处于边关 而他们眼下在这边关外 能找来几千个百姓 就已经是不错了 五六万人上哪找去啊 不过 大汉的命令 是没有人敢不听的 经历过一个白天的辛苦寻找 这些个突厥骑兵们 好不容易是凑齐了 七千多个汉人百姓 大汉 只有这么多了 负责去抓百姓的突厥将军巴哈纳 此刻额头冒着冷汉 朝邪力禀报着说 生怕后者一生气 把他给砍了 那就这么多吧 邪力不耐烦地挥手 又看了眼天色已经晚了 便说道 把这些百姓好生堪压 不能让里面一个人死了 如果死一个 我砍你的脑袋 是 大汉 一旁的巴哈纳连忙地点头 正当邪力琢磨着 在这些个汉人百姓们身上 做文章的时候 突厥王庭 夜幕下 一支大军正在快速地靠近 李克还有他手下的大军 悄无声息地 靠近了突厥崖障不到一里的地方 在解决掉了 为数不多的几个突厥少兵之后 李克他大手一挥 三千个已经吃饱喝足 并且得到了长时间的休息 身体状态极佳的士兵 同时翻身上了他们那匹神骏的白色战马 然后 所有士兵 同时间举起了手里的弓箭 随着李克一声令下 三千士兵 快速地向突厥崖障那里扑了过去 随着马蹄滚动 声音犹如滚雷一般 一时间 突厥崖障里面 正处于休息的数千名突厥人 还有那些个突厥士兵 瞬间从自己的睡梦当中 惊醒过来 可是 他们醒来 却没有任何的用处 因为 在三千个身上 披着白色披风 胯下又是白色战马 这边扑来的 犹如鬼神一般的士兵 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抵挡的 随着距离的拉近 一时间 羞羞羞的 空气里 箭矢的破空声不绝于耳 三千百马一丛 那是最为精锐的士兵 他们射箭的水平 丝毫不逊色于当下的突厥人 而且 他们的装备 也绝非是后者们所能比拟的 攻上好好的脚弓 箭矢五步齐木箭 射法 则是极其困难的速射 后世经过速射练习的传统弓射手们 可以在几秒间 便射出一组箭 而眼下 李克与他身旁的三千百马一丛 同样如此 当他们骑着战马 快速掠近的那一刹那 还不等越过这一堵的土墙铜 所有的士兵便已经射出 缺了至少十几支箭 加在一起铜 那就是数万支的箭矢了 第104章 危险 如此密集的箭语之下 突厥崖障内 顷刻间便是损失惨重 毕竟 这里可都是帐篷啊 连个瓦房都没有 想要挡得住箭矢 那弹何容易 而一轮速射过去 三千骑兵并没有停下 马蹄声碎当中 三千骑兵同时的 从自己的马背上 取下了马朔这件 在后世十分著名的武器 随之便朝远处的土墙 及后面的突厥士兵们 发起了冲击 轰隆一声 随着三千匹战马 同时策马马蹄 随着那一条条 马朔戳在那土墙上面 片刻间 这单薄的不像化的土墙便被推倒在地 在他后面 刚刚赶到的几个突厥士兵 直接地被压死到下面 与此同时 三千骑兵不作停留 犹如是一阵风一般 在用中的马朔挑翻树人上面 好像是串糖葫芦一般 串了几个人之后 这时候士兵 包括同样在冲杀当中的里克 几乎是同时间地 丢掉了自己手中的马朔 然后 从自己的马背上 取下了血量的还手刀 还手刀 刀身锋利异常 这种诞生在战国时期的刀具 锋利度 却丝毫不逊色于后世吹的震天响 几乎可以一刀秒宇宙的日本窝刀 可以说 还手刀 就是日本窝刀的祖宗的祖宗 这种刀剑 说实在的 放在当下的大唐 有些不再合适了 因为 这种刀剑的破甲能力 比较弱 为了追求更加利索的杀伤效果 还手刀在追求锋利的同时 它的破甲能力 就弱了许多 因为它的刀刃前端 太过于单薄了 不过 这个问题 在当下已经不足道也 因为 这些个人他们屠戮的突厥人们 身上压根就没有人穿着盔甲 倒不是说他们没有 突厥人再不济 皮甲还是有的 之所以如此 纯属是因为 这些个突厥人 来不及穿铁甲呀 毕竟 大半夜的 谁特喵的穿着一身 重达几十斤的盔甲睡觉 穿着这玩意 谁特喵的 能够睡得着觉呀 于是乎 还手刀在当下 显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只见到 刀锋锁过之处 顿时便是血流成河 无数个突厥人 被直接地砍得断手断脚 甚至 整个人的身体 都断成了两截 一时间 不大片的空地让 血泊当中 是倒下了无数个人 空气里 惨叫声与三千百马蚁 从那震天的喊杀声 汇聚在一起 这声音 这动静 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之久 当战斗结束之后 地面上堆积着的是人马的尸体 地面上 草原上那肥沃的泥土此刻 被血水浸泡成了胭脂色 三千百马蚁 从却只有十几人的损失 这些系统赠送的兵马 有着他们的特殊之处 那便是 回血功能 嗯 听上去比较神奇吧 李克也惊呼 可是 这种功能却真切地存在 打扫战场 马上撤 李晨扫了一眼战场之上的情况后 随之便毫不犹豫地 朝一旁的士兵们下令到 嗯 必须得马上撤呀 因为他可是看见了 有几个突厥士兵 拼死逃了出去 这些人逃出去的时候 势必会将这个消息给传递出去 届时 突厥人前来围剿的大军 也会恰到时候的赶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不及时地撤退的话 很有可能会陷入到敌军万军从中的包围里 届时 李克他们可就危险了呀 原因非常简单 虽然白马翼从们本身 具有回血功能 但这不代表他们是不死之身啊 只是血比较厚 而且受伤了之后 容易快速地恢复罢了 可是 如果陷入到众多敌军的包围里面 那么 这些人来不及回血 他们照样得像那十几个刚刚死掉的人一样 死在战场之上 即刻打扫战场 烧掉这里的所有东西 杀掉所有的牲畜战马 然后撤退 李克高喊几声 当然得打扫战场了 别的不说 至少得把射出去的箭矢 还有刚刚混战当中 丢掉的弓箭马朔给捡回来啊 否则的话 接下来还怎么作战 又半个时辰过去 当打扫完战场的同时 原先的突厥王庭这里 也燃烧赶来了通天的大火 大火燃烧当中 李克等一行人 一路朝东南而去 与此同时 李克的脑海里面 也也已经浮现出来 熟悉的系统界面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现在发布奖励 黑火要配方 三千倍为军 名将岳飞 当听到自己所获得的 这三个系统奖励的那一刹那 李克的脸上 瞬间浮现出来喜色 随之 便选择了发布奖励 片刻过去 空气里一阵肃杀气息袭来 只见到 不远处的原野上面 三千倍为军 正均荣整齐地 肃立在原地 他们身上 带着那种隆重的杀气 所有的士兵 骑在战马上 无论马 揭披着坚固的铁甲 铁甲厚重异常 不止如此 士兵们的脸上 竟然还罩着面甲 这三千士兵 绝非是白马一丛 这样的东方传统骑兵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重骑兵 可以进行集群冲击的 只见到 这些骑兵并没有装备 刀剑之类的武器 只是每个士兵的战马上 都放着神臂弓 也就是宋朝时 大量装备的一种弩剑 而神臂弓一旁的马背上 还挂着铁锤 孤朵之类的盾兵器 而一旁 还有一根马朔 作为诞生在宋朝的军队 这支军队 相比于历代的军队 有些不同 那便是 他们的敌人 是与他们一样 全副武装到牙齿 浑身上下 几乎被铁甲给照的 没有任何缝隙的军队 在那个时代 像是他们 这样的军队 被称为铁浮屠 李克可以肯定 如果让这支铁浮屠 与他身后 这三千百马翼 从来一场对冲的话 那么 这些身上穿着 重达六十余金重的铁甲 马上又照着马甲 无论是马朔 神臂弓 亦或是他们 所使用的铁锤 铁锏 还有孤朵 这种破甲盾气的 被围军骑兵们 会轻轻松松的 便将李克他身后 这三千百马翼从们 给杀个片甲不留 这并非是 百马翼从不能打 而是因为 这是跨时代的碾压啊 第105章 五百内奸 被围军牛逼 至于黑火药的配方 那是个人都晓得 这玩意的厉害 也不必赘述 真正让李克欣喜的是 这系统给他的人物 岳飞啊 死人何许人也 不必介绍 因为华夏人都清楚 此刻 看着远处一身铁甲在身 身材高壮 面目冷峻的青年 李克心情大好 岳飞 陈在 后者连忙地翻身下马 朝李克行了一个军礼 让李克心情大好 他微微点头 好好好 跟着本王 日后好好混 说吧 李克由于片刻 扫了眼那三千的被围军后 又眺望了眼东南方向 这时候 系统再度地发布了任务了 宿主即刻前往幽州 夺回幽州城 等等 李克脸色顿时一变 幽州城 陷落了 一旁 系统没有回复李克的问题 这让李克一阵地皱眉 不过随之 他还是大手一挥 朝一旁的李存笑 还有月飞道 马上出发 目标 幽州城 是 殿下 六千士兵齐声大喊 而当他们再次地上路的时候 扶晓已经到来了 协力又恢复了一日的精神 他带着些许的激动 扫视着远处 那堆积了无数尸体的幽州城城墙 此时 心中生出了万千的豪放之气 将那些个汉人百姓 给本克汗带过来 随着协力一声令下 远处 七八千名汉人百姓 其中男女老少皆有 被突厥骑兵们 用鞭子驱赶着过来了 把他们用绳索穿在一起 让他们排成队列 站在到突厥勇士的前面 是 大汉 一旁 响起了突厥士兵们的声音 与此同时 远处柴少同样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举着望远镜观察着这边的他 顿时脸色大变 然后 慌张地喊道 不好 将军 怎么办 这时 一旁响起了士兵们的嚷嚷声 是个人都明白 这些个突厥人的想法 他们分明 是打算让这些汉人百姓们 充当肉盾牌 来逼迫他们不再抵抗 放下武器投降的 可是 看着远处的那些个汉人百姓 城墙上的士兵 却怎么也提不起杀意 怎么也 不想向他们动起刀子 正当士兵们犹豫之际 远处 响起了邪力的一声怒吼 给这些百姓里面 咱们安排进去的艰险 安排好了吗 回禀大汉 安排好了 一旁 响起了一个士兵的声音 很好 给我驱赶着他们 往城墙那边走 走近后 把他们手上的绳子解了 用弓箭手督战 让他们在那里挖城墙 对了 弓箭手少派一些 也看准一些 别伤到了 咱们自己人 突厥人 好像是让这些百姓们挖城墙 柴绍身旁的士兵说道 柴绍点点头 他当然听到了 听到了铁锤 或是铁铲在城墙下面 敲打的声音了 他眉头不惊的一锁 幽州城城墙确实坚固 但是 这玩意再坚固 也是铁柱的呀 这么几千号人 一块破坏城墙 那一准得把城墙给破坏了 可是 向这些百姓们射箭 或是朝他们身上扬石头 教精知的话 士兵们又下不了手 索性 柴绍一咬牙 来人 给本国公召集些士兵 本会一块地往城墙下面 甩绳子 多准备一些 至少得准备一千条绳子 本会一声令下 往下面甩绳子 弓箭手也开始射箭 压制突厥人弓箭手射箭 乔国公 您这是 副将曾回诧异一声 而柴绍却是扫了眼外面的突厥弓箭手 发现人数不多 只有一千多人 便吞出口气说 能救几个 救几个吧 救不回来 就让他们死在突厥人手下吧 也不能怨咱们了 乔国公英明 一旁的士兵纷纷拱手 他们也知道 下面的那些个百姓 死了最好 他们眼下 在挖城墙 是他们的敌人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那些人都是汉人百姓啊 杀了他们 实在是让他们于心不忍了 所以 这些人是迟迟不肯动手 与此同时 突厥军中 邪力正冷笑着不停 一旁的粮师 都在一旁拍着胸脯保证说道 大汉放心好了 派出去的那五百人 可都是我军中的好手 有他们混在其中 绝对可以突然发难 夺下城墙 届时 我军便可以从容入城了 那是自然 邪力大笑着说道 同时 随着上千条的绳索 便甩下城墙 空气里 也响起了幽州城守军们的大喊声 城下的乡亲们听好了 马上抓着绳子 往上爬 千万别犹豫 犹豫就会败北 如果你们不抓住这个机会 等会我们会射箭杀死你们 因为你们在破坏我们的城墙 闻言 一众百姓们大慌啊 毕竟 眼下不只是突厥人要杀他们了 城里的守军也要杀他们了 看着那甩下来的绳索 一时间 当即便有眼疾手快的人 抓住一根绳索 随之 城墙上的守军 感觉到自己拽着的这根绳索 突然一沉 便知道 是有人抓住绳索了 瞬间 三五个有同时用力 片刻间 便将一人给拽了上来 与此同时 远处突厥弓箭手们 也发现了不妙 他们快速的射箭 射杀那些个逃跑的人 这些人射箭 是长着心眼的 那些头上扎着头巾的 一个也没射死 杀掉的 全都是普通的百姓 随着惨叫声不绝于耳 柴少依挥手 几百个弓箭手们 顿时便探出夺口 一轮骑射便射了出去 随之 又是一轮 压制着那些个突厥的弓箭手们 而与此同时 一千多条绳索 也在快速的动作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便可以拉上来一个人 几分钟的功夫 便已经拉上来了五千多人 至于剩下的马 则已经没有了 都已经葬身在了突厥人的弓箭手中 或是 在被绳索拉上城墙的时候 由于体力不支 没能抓紧绳索 直接地摔死了 不过 看着那五千多个百姓 柴少还是忍不住地咧嘴 露出笑容 他觉得 自己干了一件大功德的好事 第106章 幽州城陷落 正当柴少咧嘴露出笑容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到 那些个被他们的士兵送到城下 准备临时地安顿起来的几千名百姓里 五百个头上 带着蓝色头巾的年轻人 朝四下张望了眼之后 和跟自己属于一路人的 同僚们使了个眼色 随之便走向了城墙 与此同时 远处30万突厥大军的军营里 当看到了这一幕之后 九宫幽州城 不下的邪力 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错不错 这下城门 肯定会被他们打开 说完这些 只见到邪力大手一挥 马上投入所有部队发起强攻 务必要趁着咱们的人 抢占城门之后 打开缺口 夺下幽州城 是 随着邪力的一声大喊 空气里顿时响起了 30万突厥大军的怒吼声 他们已经在这个幽州城 前九顿不下三天之久了 漫长的等待 还有那随着时间推移 而逐渐增加的死亡人数 都在增加着他们内心当中的怒气 以至于 当下的情况下 望着远处的幽州城 他们是抱定了必得知的想法 而与此同时 一直位于朔方城里的李靖 也终于接到了 位于长安城里的李世民的命令 立刻前去池圆幽州 聊聊几个字的诏书 可是 李靖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他是匆匆地便拨迎而出 事实上 这些日子 李靖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准备随时出击 去支援幽州的 奈何 当下的他是需要请教一个朝廷才成的 吴赵而调兵 那在大唐可是一个重罪 几乎够得上杀头的 即便是强如李靖 也不敢担这个风险 可是 事情却已经迟了 如果三天前 李靖再判断出来 突厥主力并不在朔方 而是在幽州的话 那个时候 他如果早早地率军前去支援 当下这个时候 李靖还有他手下 与统领着的五万大军 只怕是已经赶到了幽州城了 可是 当下去已经迟了 因为 眼下的突厥大军 已经攻陷了幽州城了 幽州城 此刻的幽州 俨然已经化为了一片尸山血海 无数具尸体堆积如山 雪流成海的情况下 大军还在继续地作战着 只见到 入目所及 幽州城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沦陷着 在五百个内奸 同时地拨出自己身上藏着的武器 然后发难于城墙下不多的几个士兵时 他们在短短片刻间 便夺取了城门 然后 又突袭瓮城城门 一举夺下了瓮城 在之后 柴少虽然组织了几次反击 奈何 协力在之前 已经将自己手上所有的部队 三十万大军 给投入到了战场上 轮番上阵的突厥士兵汉不畏死 以至于 唐军只能够勉强支撑 哪里有兵马 派到城下去啊 而与此同时 突厥大军也开始顺着城门 快速地杀入到城里 率先入城的是 协力手下的一万铁集 这一万骑兵入城 便犹如是狼入羊群 瞬间便杀入到幽州城里 然后 在城中四处地杀戮起来 也不管被杀的是百姓还是士兵了 此刻 这些个突厥的士兵 根本就不像是士兵 倒像是一个个从地狱里面杀出来的野兽似的 而面对着这样的野兽一般存在的士兵 柴绍他们 在城门已经失陷 大队的突厥士兵 已经顺着城墙的台阶 涌上城墙 向他们的背后发起攻击了 眼瞅着 自已还有城里的部队 就要陷入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了 再看幽州城 已经不可为也 失陷属于必然的情况下了 柴绍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他由于片刻之后 便一咬牙 下令城墙上不多的两万守军 还有三万多青壮同时撤退 撤退途中 为了免于资敌 柴绍还强行地给军中挑选出来的一批死士 下了一道死命令 让这两百个死士 拼死杀到粮仓 武库 然后在那里放一把大火 把城里的十几万弹存粮 还有武器 盔甲等装备 给一把火的烧掉 以免资敌 随之 他们则是在城墙上 且战且退 顺着还没有失线的南门 大军撤出了城里 当仓皇的 近乎是溃逃一般 在一千名负责断后的士兵掩护下 柴绍他们 成功地逃出了幽州城十里外 当停下脚步 下令休息的那一刹那 一路狂奔了十里的近五万士兵 瞬间便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 大传起来了粗气 这时候 几个幽州本地的士兵 也终于来的 急 回过头往幽州城里看了那么一眼 瞬间 这几个士兵便是双眼血红 眼睛几乎望出来血了 只见到 远处的幽州城里 火光通天而起 将整个城的上空都给染红了 很明显 这架势绝非只是粮食在燃烧 燃烧的 还有整个城池 很明显 破城而入的突厥活们 正在城里上演着一场屠杀 一时间 几个士兵是抄起家伙 便只为自己刚刚一路逃跑的行为 而感觉羞愧 他们抄起家伙 便要继续找突厥人拼命 可是随之 便被一旁的士兵给拦下来了 这时候 柴绍面色凝重地走了过来 古人云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眼下回城里 那是送死 传令下去 所有士兵 马上撤退 将来 咱们迟早要报这个仇 说吧 柴绍他翻身上马 随之 便策马飞奔而出 一旁的士兵 也被带着 离开了 一行人直奔南面的河间府而去 与此同时 邪力则是愤怒地看着面前 已经被烧毁的粮仓与武库 这些唐人 临撤退 也要如此对付我突厥 当真可恨 邪力愤怒地说道 与此同时 他下达了图城的命令 嗯 邪力身后 可是带了整整三十万的军队啊 还有数量 是其几倍的战马与牲畜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邪力大军 每天粮草的消耗 那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存在 每天消耗这么多粮食 又得不到补充 对于邪力而言 这可不是一个好事 他需要打下幽州城 然后抢夺足够多的粮食 就食于敌 第107章 图城 可是 当下的幽州城里 柴少在临走的时候 一把大火 把粮食给烧了 他协力 也只好将目标 对准了城里的百姓了 把城里的百姓一律地杀光 然后 抢夺粮食 事实上 压根就不必协力下令 这些个来自于草原上的蛮子们 便早早地 便已经开始了图城 幽州城里 一时间 是惨叫声不绝于耳 俨然是一派人间地狱模样 不过 突厥人可不会只不于一个幽州城 他们的野心大着呢 何况 突厥数百万人口呢 只抢一个幽州城 又如何能够让他们抢得过瘾呢 又如何能够 抢得到足够养活他们 突厥几百万人口的口粮呢 当一个上午 将整个幽州城给屠杀殆尽 只往下了几千名百姓 让他们负责修整城墙 然后 搬运城里的十几万具尸体 协力留下了五万大军 留守着他们的后路幽州城 然后带着剩下的24万大军 开始继续向南而去 华北平原上 数百万声鸣 还有数百个州线 此时 正向他们敞开情报 等候着他们的劫掠 苍州沦陷 冀州沦陷 齐州沦陷 兵州沦陷 行州沦陷 恒州沦陷 义州沦陷 看着奏报上的信息 李世民只感觉触目惊心 他双手都在颤抖 整个人 后悔莫及 他们把所有的部队 都集中在了太行以西 用来守卫长安城 哪成想 协力虚晃一枪 竟然将目标对准了太行以西 而太行以西 只有一个幽州门户所在 而幽州眼下 已经失陷了 以至于 短短五六日间 李世民便接到了 无数份的走报 整个华北平原 几乎都是危在旦夕 而且 突厥人还很有可能会一路南下 攻打汴州 郑州 然后 再行西境 攻打洛阳 甚至 还可以沿着同关天险 一路攻打长安城 想到这里 想到这些个严重的后果 李世民只感觉自己的心肝都在颤抖 他的手指颤动着 嘴里面喃喃道 这 这可该如何示好啊 李静 李静现在何处 回禀陛下 李静现在已经赶到了幽州 可是 他被困在了幽州城下了 一旁 想起了太监王海的声音 什么 李世民脸色骤变 怎么会这样 陛下有所不知 突厥人留下了五万大军 占据了幽州城 挡住李静将军 前去追击突厥人的机会 毕竟 一旦李静将军弃这五万人于不顾 万一大军启程这五万突厥军队突然间发难于他 只怕是李静军危以 太监王海甭看只是个太监 可是 唐朝的太监 却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牛逼的太监了 在唐朝末年 太监甚至已经有了权力 可以更换皇帝了 所以 眼下的王海说起军事来 那简直是头头是道 道理颇足 以至于 李世民都频频点头起来 纳成咬金 玉池宫 秦琼他们几个 又在干什么 回禀陛下 秦琼将军昨天不是被您派到了汴州城 而程咬金将军 则被派到了洛阳 至于玉池宫将军 陛下 眼下还在朔方吗 毕竟 陛下您也知道 朔方成呢 还有突厥人的一支偏师 一旦朝廷大军又全部到了太行以东 万一突厥人再次发难 那只怕也不好对付 这这 李世民额头上冒着汗水 他发现 自以特喵的现在 已经陷入了重重的危局当中了 并且 他貌似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大唐的兵马是多 跟突厥人比起来 人数大抵相当 可是 问题在于 大唐的军队 需要守护全国上下 两千多个州线 还有那万里长城数万里的边墙 可以说 对于此时的大唐帝国而言 兵力分散到如此广袤的国境线上 如此众多的城市当中 纵使大唐帝国拥有着再相辅兵 共计六十余万 但是 相对于需要防守的地方而言 这六十余万的军队 真心的不够格 而真正能够运用于机动灵活 用于各方支援的军队 那就更少了 只有不到二十万人 而眼下这二十万人 其中有十几万都已经奔着关东去了 可是这十几万的军队 能够挡得住突厥的二十多万大军吗 李世民的心里不敢打这个包票 因为问题非常简单 突厥人的军队 比他们大唐的军队 机动性更强 即便是打不过 也可以跑 装备着数匹战马的突厥骑兵 其机动性远不是装备一匹战马 或是仅仅只能靠着两条腿 去走路的大唐士兵所能比拟的 可以说 即便是此时的大唐帝国 拥有一支可以与突厥大军 进行决战的机动军团 但是 在没有解决速度这一问题之前 唐军想要与突厥大军决战 这件事 根本就不是唐军能够做到的 因为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在唐军手上 而在于突厥可汗协力的手上 罢了召集朝中大臣一事 李世民无奈地苦笑一声 挥手说道 不多时 朝中大臣被召集到了一堂 随着李世民将此事的战况 与大家说了一通之后 一时间 群臣愕然 大家都找不到一个退敌的好办法 就在这时候 人群里 响起了一声阴郁的声音 陛下 臣倒是有个主意 只见到人群里一个中年人站了出来 他一拱手朝李世民说 什么办法 李世民诧异地看去 向他问道 莫非 还是与突厥人议和 陛下突厥人 不会与咱们议和 一旁响起了房玄龄的苦笑声 只见到他无奈的手一摊说道 突厥眼下 已经拒绝了咱们的议和 这个朕知道 李世民点点头 内心里泛出一阵的苦涩 因为他连求和都做不到了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当下的突厥 已经丝毫没有对大唐 有任何的畏惧 如果他们对大唐 还心有畏惧的话 就会同意这个求和条约 可是协力并没有 因为他已经打破了幽州城 大唐复述的中原 已经向他敞开了怀抱 为什么还要接受唐军的议和呢 第108章 以水带兵 直接地率领着自己手下的 突厥铁骑去抢 不好吗 皇上您还是听臣说完吧 这个大臣犹豫片刻 一咬牙说道 此人不是旁人 他姓王 名叫王再奇 是太原王室出身 今年四十多岁 在大唐帝国充当刑部尚书一职 也算是大唐帝国的高级官员了 只见到他英策策地说道 眼下突厥大军已经不可抵挡 臣倒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突厥此番入扣的 二十多万大军损失殆尽 并且还可以将突厥可汉协力给留下来 什么 王再奇的一番话已经出口 一时间 朝堂上的一众大臣们脸色骤变 随之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王再奇 只以为后者是在说什么 天方夜谭 真的吗 这是怎么做到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可是二十五万大军啊 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啊 周遭响起的议论声 并没有让王再奇有任何的反应 但只见到后者 朝李世民一拱手说道 陛下请相信臣 不幸的话 您听一下臣是怎么想的 你就明白了 王再奇解释着 一众大臣们纷纷竖起耳朵 包括李世民同样如此 大家仔细地听着王再奇说话 不入过半个字 这时候 只听见王再奇悠悠地说 我的办法很简单 突厥大军 不是已经到了中原吗 中原有什么 中原有什么 李世民眉头一锁 中原有的东西当然多 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重心 还没有难移的时代 正当李世民思索着 斟酌着言语的时候 一旁的王再奇 已然开口 中原有黄河 汴州 洛阳城皆在黄河以南 黄河以北 虽然有一些州线 但是在微城看来 为了消灭掉突厥的 这二十多万大军 这些个百姓城池可以牺牲 王再奇说道 什么 他的话已经出口 一旁方玄陵 杜如悔 群臣恶然 包括李世民 只见到所有人瞪大眼睛 看着面前的王再奇 不由地 对后者的狠毒 而感到恶然 甚至感觉头皮发麻 原因非常简单 王再奇的办法 他们已经明了了 那就是掘开黄河大地 以水带冰 用滔滔的黄河水 淹死二十多万 来犯的突厥大军 当然了 在淹死二十万突厥大军 还有他们的可汗协力的时候 滔滔的洪水 还会顺便地淹死黄河以北 数百里的百姓 算一下死难者 估摸着不会少于几百万人 更甭提 黄河一旦绝口 想要修复起来黄河河底 那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想到这里 李世民陷入了犹豫 他不想这么做 但是思前想后 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 貌似只有牺牲掉黄河以北的几百万声明了 至于日后的事情 日后再说吧 李世民在心里如此想着 随之他朝王再起看了一眼 黄河大水真的能淹掉 协力的二十万大军 陛下放心 如果在之前或许不能 但是在现在绝对可以 后者拍着胸脯说 眼下马上夏天将至 雨季到来 届时天上一下雨 黄河之水必定充沛起来 一旦掘开大地 据微臣的估计 至少黄河以北 五百里的范围内 都将会被大水给淹没 臣觉得这大水 兴许能够一口气冲到苍州呢 嗯 不要小看了黄河之水泛滥的威力 历史上 花园口掘堤 就将整个玉东平原给淹没了 而史书上记载 黄河曾经难滴绝口 滔滔的黄河大水 甚至一口气冲到了徐州 把徐州城都给淹没了 可想而知 这滔滔的河水 有多么厉害 这也是为什么 历史上会有那么多人 选择以水带兵的原因 只因为 这大水的威力太大了 协力二十万大军的人力 面对着 滔滔的黄河之水 面对着来自于大自然的伟力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而李世民听着后者这么一说 也有些心动了 他眉头紧锁 思索许久 罢了 那就牺牲一下黄河之北的百姓吧 随之或许是给自己找借口 李世民嘴里面喃喃着 何况 经过突厥这一番劫掠 黄河以北 只怕是声明百步一一 我们所做 也只不过是他们报仇而已 陛下圣明 王在棋谱倒在的 曹李世民说道 他是太原人 任凭黄河怎么绝口 反正到最后 也淹不到他的头上 所以 王在棋会敢于出这么一个狠招 毕竟 反正淹死的也不是自已人 而同样 李世民也是如此 反正 绝开了黄河大堤 到了最后 大水也不会淹没到他的身上 幽州城 李静眉头紧锁 看着城里面前那坚固的城池 内心里 涌现出来一阵的悲凉 原因无他 他们已经进攻了三日了 可是 却始终没有打下幽州城来 而与此同时 当李克还没有赶到幽州城的时候 幽州城里的守将巴哈纳 却接到了一个 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 强大的突厥帝国的首都突厥王庭 竟然让一支唐军给攻破了 这件事 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 以至于 巴哈纳是急忙地派出了快马 去联系前去中原打草谷的协力 要将这个 让整个突厥都震惊不已的消息 给汇报给协力可汗 将军 将军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我们的北面 草原上刚刚赤后来报 说是出现了一支 规模在六千人左右的突厥铁骑 什么 李静脸色骤变 他现在本就已经打得够艰难了 由于兵力与城里的突厥人大致相等 而守城的巴哈纳 又是突厥人当中的一个 骁勇善战的将领 所以 李静他攻打了许久 却始终没有将幽州城给拿下 如今自己的援军没有等到 反倒是突厥人这边 等到了一支人数在六千人的铁骑援军 这让李静心里涌现出来一阵的悲凉 他甚至在想 莫非 五胡乱华的惨剧 又将在大唐上演一回 莫非 大唐又得跟当初的禁朝一样 来一回一关难度 第109章 配重投石机 正当李静心中忧虑不决的时候 远处 李克他已经接到了手下的急报 说是在前方发现了自己人 他瞬间脸色一洗 还以为幽州城还没有被拿下呢 可是 当李克带着大军走去的时候 却迎面发现了一支规模浩大 有万人之多的骑兵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蜀王殿下 李静端望远近 眺望到远处 那一个个熟悉的白马一从之后 又看到了李克 瞬间他脸色一洗 随之 吩咐下去 让自己手下的士兵不必紧张 这才匆匆地策马上前 陈李静 见过蜀王殿下 李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幽州城没事吧 李克朝李静笑盈盈地问道 后者听到李李克的问话后 瞬间脸色一变 殿下 幽州城 已经被突厥胡人们给占领了 眼下陈正率领着五万大军在这里 想要四级夺回幽州城 这 文言 李克脸色一变 他喃喃着说 这就有些不太好办了呀 是啊 殿下 幽州城城高强后 里面又有数万突厥大军守护 陈实在是想不到 可以攻破幽州的办法呀 本王也没有办法呀 李克无奈地苦笑一声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眼睛一亮 想到了一件事情 是啊 他可是拥有着黑火药配方的呀 不过 转念又一想 李克又摇了摇头 原因非常简单 他现在 是有黑火药配方 可是 兵荒马乱的 眼下又在城外 一时半会 还真找不到所需要的种种材料 所以 想要黑火药炸开幽州城城墙 至少需要五六天的时候来准备火药 兵贵神速 五六天的时候 太长了 这段时间 足够突厥人在中原肆虐许久的了 只见到李克他犹豫片刻后 朝李靖说 李靖 本王倒是有个主意 殿下请讲 李靖眼睛一亮 但只见李克朝四下打量着说 军中可有工匠 回禀殿下 自然是有的 李靖连忙地点头 眼下的时代 大军行军的时候 都会携带一些个工匠 其中有铁匠 木匠 为的 便是在行军打仗时候 为大军修建一些个工程器械 或是修整一下 大军所装备的武器 所以 李靖的军中 还真有些个工匠在 那附近可能找到木材与石块 李克再度地问道 当然 李靖不假思索 随之 眉头一挑 有些回过未来了 他诧异地朝李克看了一眼 然后嘴里面询问道 殿下莫非是要修建投尸机 正是 李克轻轻汗手 只见到一旁的李靖 顿时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然后嘴里面不屑地说 殿下 投尸机就算了 臣已经派人修建了 可是 不顶用处啊 幽州城城高墙后 上面本身就安装有投尸机 而且 他们在城墙上 本就居高临下 投尸机的射程 也高于我军 臣试过了 根本不行 只会徒劳地费些力气 牺牲些士族罢了 话不能如此说 李克轻笑着摇了摇头 本王的这个投尸机 跟你所说的投尸机可是不同的 本王的投尸机 射程更远 而且 威力更大 有这玩意在 明天 本王就可以让你 将幽州城给攻陷 真的 李靖一脸的激动 而李克却是不紧不慢的 喃喃一句 当然是真的 本王跟你直说好了 君中无戏言 本王绝对不会骗你弟 李克说道 随之 便与李靖一同到了 后者的军营 然后 直见到李克比走游龙 便在纸上画出一架 投尸机的图案 李克所画出来的投尸机图案 可不是一般的投尸机 李克画出的投尸机 在历史上 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回回炮 这种投尸机 与华夏原本的投尸机相比 要厉害许多 因为华夏原先的投尸机 说白了 就是靠着人力来拉动 提供动力 将石头给抛出去的 而人力有限 所以 投尸机的射程 自然也够有限了 可是 这种投尸机却不同了 这是配重投尸机 通过配重的土石 然后杠杆原理 提供动力 动力之大 远远超过人力 射程更远 威力也更大 历史上 蒙古大军就是靠着这玩意 打破了所谓的铁打的襄阳城的 可想而知 其威力之大 马上制作 制作上几百架 我就不信 还轰不开城墙 李克冷笑着 看着不远处的幽州城墙 他说道 一旁的李靖 虽然半信半疑 可是眼下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索性便派出军中的数百名工匠 还有几千个士兵 去制作这种投尸机 一连一个下午过去 数十架投尸机 便被摆在了原野之上 正对着不远处的幽州城城墙 此刻 看着这投尸机 李克露出个笑容 来人 试着打上几炮 李克一挥手 朝一旁的士兵说道 是 殿下 一旁的士兵不敢怠慢 而李靖 也恰到好处地走了过来 看着李克的投尸机摆放的位置 他不禁地眉头一锁 因为 李克此时 距离城墙 可是有一百多步的距离啊 这个距离 根本不是投尸机所能攻击得到的距离啊 想到这里 李靖不禁地想出言相劝 可是 就在这时候 李克手下的人 已经开始发射了 随之投尸机上面的投尸被制出 众人只看见 天空上一道肉眼可见的抛物线的形成 随之 只见到这石头 竟然被直接地 置入到了幽州城里 见此情形 李靖脸色顿时一变 片刻过后 他便发出了阵阵的大笑声 好啊 殿下 殿下 有了这东西 今天晚上 一夜的时间 至少能够在制作上三百架投尸机 如此一来 明天一块地朝城墙上的突厥人们发射 届时 我就不信 咋不死他们 李靖高喊着说道 随之 他恨恨地看了眼城里里面的突厥人 到时候 陈也好为幽州城的十几万百姓们 报仇雪恨 好祭奠 他们的在天之灵 第110章 城墙崩 当三百多架的投尸机 架设在幽州城的城墙正面的时候 负责守城的巴哈纳 尚且还没有意识到不妙 可是 当随之发现 唐军那数量众多的士兵 开始往投尸机旁边搬运赶来 从一旁的烟山山脉脚下运来的石块的时候 随着日头高高升起 炙热的阳光洒在大地上面 巴哈纳额头上 密出了丝丝的冷汗 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而与此同时 唐军的阵列里面 则响起了士兵们的耗子声 一 二 三 准备 发射 随着一声声号子声 投尸机上面的抛杆 在土石所产生的巨大重力下 被高高地抛射而出 然后在天窗上 以一道肉眼可见的轨迹 这投尸机抛出的石块 重重地砸在了不远处的城墙上 当然了 如果只是一个投尸机的话 那倒也无伤大雅 毕竟 幽州城城墙 可以说是坚固异常 区区一架投尸机 想要摧毁他们的城墙 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当下的幽州城外 唐军在一夜之间 可不仅仅只准备了一架投尸机啊 唐军密密麻麻地在地面上 摆放了三百多架的投尸机 最重要的是 远处还有士兵工匠 在源源不断地制作出来新的投尸机 然后 朝这边运送过来 三百多架投尸机 每一次发射 都能够抛射而出 数百块几十斤重的石块 这些石块 犹如雨点一般 砸在了幽州城的城墙上 瞬间 城墙上便是轰隆声不绝于耳 守军的士兵们 龟缩在城墙的夺口下面 却仍然在不能幸免于难 因为砸出去的石块 可以轻易地砸射夺口 然后杀伤他们 至于盾牌之类的防御武器 这玩意 防一防剑使 倒还可以 但是 如果让他们防那 从远处抛射过来的 几十斤重的石块 那特喵的 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呀 看着远处 那投尸机发射时的壮观场景 李静心里感慨万千 他朝一旁的李克说 殿下 这个投尸机好啊 只削两三个人操纵便可以了 而且 威力更大 射程更远 想必 用不到今天晚上 便可以在城墙上 砸出来一个宽阔百余部的缺口了 届时 我军便可以长驱直入 夺回幽州城了 那是自然 李克轻轻点头 又朝南面望了一眼 只是 眼下却不知道 南面的情况如何 更不知道 乔国公眼下 又在何处啊 乔国公眼下 好像是一直在突厥背后颈椎 可惜的是 乔国公手下多是步兵 根本就追不上 只能够挑选一些个小谷的突厥人发起进攻 眼下 据前些日子的军报 乔国公应该在齐州待着 齐州 李克眉头一锁 那地方 都已经 快到后世的山东了 再往前点 就特瞄地直接到山东半岛之上了 想到这 李克面露出来凝重之色 看来 既然是咱们收复了幽州 在前去与协力的大军决战 可却仍改变不了 我大唐 当下的颓势啊 更改变不了 中原已经被他们 给劫掠了的事实啊 是啊 一旁 李静苦涩一笑 这也没有办法的了 不是咱们僵士们不够用命 也不是咱们朝廷不敢与突厥人打 实在是 眼下朝廷中了突厥人的奸计了 竟然把军队都给集中在了太行以西 导致突厥人钻了空子 把幽州城给拿下 然后杀入到了中原 话虽如此 李克目光凝视着自己面前 在无数块抛出的石块的撞击下 已经呈现破损之项的城墙 他眼神里闪烁出来很辣之色 只要收复了幽州城 再把守好长城沿线的关爱城池 那么 此番来犯的突厥人 将会被困在幽州城下 届时 我大唐的各地军兵前来围剿 我就不信 还灭不了邪力 对 打下幽州城 邪力保掠之后 定要从幽州城返回 到时候 咱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 云集大军 来跟他打一场决战 把所有的突厥活们一举杀光 李静同样一咬牙说 随之 他看了一眼李克身后 那六千个骑兵 不禁的眉头一锁后 压低声音喃喃问道 殿下 您这三千铁骑 是从何而来的 这个嘛 是本王最近刚刚招募的 李克随口胡周说 又想起一件事 他一拍脑门 对了 眼下突厥人 应该很快就会回去了 为什么 李静有些猛逼 眼睛突厥人入口中原 才不过半个月的功夫 怎么可能会在 还没有大肆的劫掠之后 就撤出去呢 因为 他们的王庭出事了 李克冷笑一声说 突厥王庭 突厥崖障的所在地 李静眼睛瞪大 满脸的亥然 盯着李克 只感觉不可思议 殿下莫非 莫非已经把突厥王庭 给灭掉了 不错 李克置地有声地说 杀得一干二净 最后一把火烧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想 邪力再怎么着 也得回去看一看吧 毕竟 邪力可不知道 我已经率军返回了 他估摸着还以为 本王还在突厥那边待着呢 以为咱们大唐军队 正在草原上烧杀抢劫 所以 在得到了消息之后 就匆匆返回 这 这倒是有些道理 李静点点头 而与此同时 城里的巴哈纳 则是脸色铁青地望着 那些个城外的投石机 又看了眼身边 那些个征收的 操纵着城墙上 安放着的投石机的突厥士兵 心急如焚 因为 眼下他已经注意到了 那些被唐军投石机 攻击着的城墙上面 已经有了开始坍塌的迹象了 眼下 如果不能摧毁掉 唐军的投石机 那么 对于他们来说 将迎来灭顶之灾啊 问题如此的严重 他巴哈纳 又怎么能不上心呢 这不是 眼下巴哈纳 正在吵几个士兵怒斥着 为什么我们的投石机 没有唐军的投石机打得远 为什么 是不是你们几个 不好好卖力 第111章 出城 将军 您这可就误会小的们了 小的们哪有这个胆子 小的们明明是有多大力气 便是多大力气 哪里敢不卖力啊 可是咱们就是没有唐军的投石机打得远 您说说 这怪谁啊 士兵们满脸的苦笑朝巴哈纳说 后者面露凝重之色 随之 扫了一眼远处的唐军阵列 随之 便一咬牙 来人 点起兵马 准备出城 与唐军野战 务必要将唐军给尽数的斩杀殆尽 出城野战 听到巴哈纳的命令声 大部分的突厥士兵迅速的便嗷嗷的高喊了起来 原因非常简单 对于他们这些各纵横草原上的骑士而言 在城里面枯燥无味的守城 远远没有让他们出城 在战场上驰骋与战场来得痛快 他们可不愿意守城 眼下之所以守在幽州城里 纯属是因为可汉协力的命令罢了 不过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可不止汉人们懂啊 他们突厥人 同样懂得这个道理 毕竟 当下的时代 可不是后世信息通畅的时候 一个电话 便可以遥控全世界的了 当下的时代 没有快速及时的信息传递方式 对于相距甚远的军队来说 只能给统兵的大将 以更多的权力 才能够保证战士的进展 而巴哈纳 作为前线三军统帅 自然也是有这个权力低 一马当先 骑着一匹神骏的大渊马 巴哈纳率先地冲出了幽州城 随之 立马于城门下方 而他的身后 隐隐约约地 则是冲出了数万名的突厥骑兵 他们来回地在城门口掠动着 这下 远处里克他们的投尸机 就不能继续地发射了 毕竟 投尸机距离城墙太近了 虽然里克发明的配重投尸机 射程比原先的投尸机高了不少 达到了惊人两百多步 近三百米的距离 但是 三百米的距离而已 算到了什么 站马打马冲锋 十几秒便可以赶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投尸机如果继续地发射的话 极有可能会被敌人骑兵的 一轮突袭给全部干掉 而里克 李静也不是这个的傻子 他们二人 都是织兵之人 何况 里克身边 还有一个擅长对付骑兵的著名将领 岳飞呢 只见到岳飞眺望了 远远处的突厥骑兵之后 在大脑里面 做出片刻思索过后 他朝里克一拱手 殿下 眼下敌军 大军出去 且都是骑兵 而我军部军占多数 所以 陈以为当即刻集中全军部军 然后 再面对城墙列阵 列四方阵 用巨马 还有长枪紧扎银盘 大营四周 多撒铁吉里 嗯 他说的对 李静看了眼月飞后 不禁点头说道 那还愣着干嘛 胆紧行动啊 李克挥手道 不过 却也不急 因为 突厥骑兵眼下 只出城了 不过一两千人罢了 手上只有一两千人罢了 虽然说都是骑兵 可是 巴哈纳不是蠢货 唐军可不是那种弱师 而是天下一等一的强军 比之突厥勇士 丝毫不逊色 他要是敢真以一千多人的军队 就攻击唐军的大营的话 那简直就是送死 只见到巴哈纳 正身穿着一身锁子甲 来回的策马 奔走在两军阵前 不时地高喊一声 所有将士 即刻准备出战 务必要将这些唐人们 给尽数地杀绝 杀光他们 杀光他们 空气里 顿时响起了突厥骑兵们的呐喊声 作为当下世界上一等一的强军 突厥骑兵们 有这个自信 可是 同样 他们对面的唐军 也不是渣渣 同样是从隋末乱世里面杀出来的天下强军 战斗力之强悍 丝毫不逊色于眼下的突厥骑兵 他们与突厥骑兵比赶来 无非就是 他们是步兵 先天性面对骑兵 就占据烈士罢了 不过 华夏这么长的历史里 步兵对付骑兵的战力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 大军当中 自上到下 都是沉重着按照布置行动着 只见到 唐军在片刻攻附 便围绕着三百多架投尸机 组成了一个空心方阵 嗯 确实就是空心方阵 空心方阵 可不是西方人的独创啊 这玩意 又不是什么复杂的玩意 士兵们排列成一个正方形的军阵 这算得了什么难事 只见到 入目所及 无数辆军中用来运输粮草的大车 被临时地推到了两军阵前 然后 位于前排的士兵 长枪马朔架在大车上 列成一条长阵 唐军士兵 精锐异常 这精锐不只是体现在他们的战斗力上 还体现在大多数士兵的装备上 由于里克的出现 所以 唐军的铁甲是不缺的 原本批甲率就达到半数以上的唐军 眼下 作为李金所统领的大唐中央进军集团 这些各士兵的批甲率 更是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水平 最重要的是 唐军阵中的五万士兵 都是精锐士兵 这些士兵并没有专属的职能 他们既可以是长枪兵 又可以是刀钝手 每个人 都是多面手 精通各种作战 其中八成以上的士兵的背上都背着弓箭 虽然是简陋的单体木工 但是 这种弓射出去的箭 照样能够射死人 如此森严精锐的士兵 所组成的森严军阵 当呈现在远处的巴哈纳面前时 后者的脸色顿时凝重的 仿佛能够滴下血一般 无他 面前的这支唐军 不好对付啊 想到这 巴哈纳朝他的身后望了一眼 他身后 是已经陆续出城的五万余突厥骑兵 可是 面对着数些众多的铁骑 巴哈纳却不敢贸然地进攻 因为 是个人都知道 用骑兵去冲击坚实的步兵方阵 那就是找死 再厉害的骑兵 一旦冲到敌人阵前 被敌人步兵用长枪组成的枪林给挡住 陷入到混战当中 失去了战马优势的骑兵们 会迅速地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速度优势 最终被敌人的步兵 一个个从马背上拖下来砍死 以至于 巴哈纳现在 面临着那远处的唐军 心里都生出了一种无力感 第112章 主动出击 不过 任凭他心里 再怎么的无力 可是 该怎么打 还得怎么打呀 只见到巴哈纳一咬牙 随之 高喊道 所有的儿郎们 即刻准备 分成四部分 每部分一万人 朝远处的唐军空心镇的四面 发起进攻 我发挥出来我兔绝儿郎的本领 先用骑射消耗唐军 然后再发起冲锋 是 将军 空气里 响起了数万突厥骑兵的怒吼声 随之 战场之上 万马奔腾而起 无数个突厥骑兵 开始快速地朝远处的唐军阵列 冲了过去 不过 他们并没有直接地向唐军发起进攻 而是远远地掉在唐军附近 然后 朝唐军抛射与剑 而与此同时 唐军 也在如此做 而李克 却是指挥着三百多架投尸机 朝远处的突厥骑兵们 抛射石块 投尸机砸出去的石块 重达几十斤啊 三百架投尸机同时发射 一次性就是三百多块几十斤重的巨石 被抛射而出 这些石块威力巨大 砸在远处的突厥骑兵里面 顷刻间便是数个骑兵被砸倒在地 然后 死伤惨重 最后 不得已地丢了性命 见到这一幕 巴哈纳是猛拍大腿 他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事情 唐军的投尸机 可要比他们的弓箭 射程远得多了 如果让他们的骑兵现在冲阵 那只怕是 会让唐军的投尸机 给一个个活活砸死的重了 毕竟 唐军的投尸机 有三百多架呢 一回打出三百多颗石弹 一颗石弹再不计 也能干掉一个突厥骑兵吧 一次性 那就得报销了几百人 而且 投尸机这玩意的射速 却是极快的 一分钟能够打出去 至少三五颗石弹 跟弓箭的射速差不多 在反观唐军那边 巴哈纳面露出来凝重之色 因为 唐军士兵 由于人人身上穿着精良的盔甲 而这种盔甲 坚固异常 根本不是箭矢所能射穿的 想到这 巴哈纳只感觉一阵的头疼之鱼 又一咬牙 索性直接地发起冲击便是了 只听见 空气里阵阵的呜呜声响起 这是突厥的特色 牛角号角发出来的声音 随着这声音的响起 所有的突厥骑兵 顿时便大喜 随之便纷纷打马后撤 一直撤到城墙下面 这时候 巴哈纳的命令 在数十个来回奔走于突厥士兵阵前的传令兵 给传递到每一个突厥士兵那里 见此情形 唐军阵列里面 李克等人瞬间面露出来沉重之 因为 突厥骑兵后撤 并不是他们耸了 从眼下 巴哈纳他们的调动 可以清晰看出 此番的突厥骑兵 分明在那里进行整队 然后准备发走一锤定音式的骑兵冲击 只见到 远处 五万余兵突厥骑兵 正在列队 传统的东方骑兵 自然是打不出来后世的强势冲锋的 不过 这些个当下时代最为优良的骑兵部队 还是能够排列出来 大致以百人为队开明的小型强势冲击波 五万人 组成了五百个这样的冲击小队 又在城墙脚下 排列成了五列 组成了五队的冲击波 而距于最前面的 则是突厥军队里面装备最为精锐的勇士 他们身上穿着从唐军那里缴获的 或是突厥从西域诸国 或是从梁师都那里弄来的铁甲 五万骑兵啊 整整五万的骑兵啊 放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片区域都可以征服无数国度的强大武装力量 就这么的 呈现在了原野之上 正在休息着 等候着 等候着他们的主将巴哈纳下令 然后进攻的鼓角声响起 随后发起对唐军的致命冲击 而巴哈纳 却并没有主动地发起进攻 哪怕 唐军那边的投尸机 再朝他们发射着一颗又一颗的实弹 他们这边的伤亡也在不停地产生 但是 巴哈纳始终没有选择在这时候发起冲击 因为 骑兵冲击不同于步兵作战 骑兵冲击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人 还有所有骑兵胯下的战马 刚刚巴哈纳还有他手下的突厥骑兵 已经进行了一番战斗了 他们胯下的战马 有些个已经吐出来了白墨子了 需要休息一会 才能够恢复体力 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出来 骑兵军队的战斗力 而这 也给了李靖他们一些准备的时候 只见到李靖眉头紧锁 派出了自己身旁的五千短兵预备队 用来加强空心方阵薄弱处的防守 正着这时候 空气里面响起了岳飞 那沉稳又有力的声音 殿下 陈岳飞请求出战 你 李靖眉头一挑 看向了自己身旁的岳飞 而李克却是眼睛一亮 随之便一挥手 准 骑兵上马 当得到李克的手肯之后 岳飞瞬间大喜 随之 他大手一挥 朝身后的三千被围军骑兵喊道 莫将军 三千被围军骑兵 发出了一声大吼 随之 纷纷上马 三千的领先于当下时代 至少五百年的精锐铁浮屠 就此出现在了战场之上 看着这三千骑兵所产生的肃杀气息 李靖不惊地频频点头 当真是精锐啊 是啊 李克一是点头 这时候 唐军组成的空心方阵上面 已经让出来一条道路 随之 三千铁浮屠便在岳飞一马当先的带领下 率先地冲出了军阵 唐军骑兵 要跟我方骑兵对冲 见自己身边的士兵们 战马已经在短暂的休息里 回复了一些体力的巴哈纳 不可思议地望着远处的唐军骑兵 唐军的骑兵并不多 看样子 貌似只有三千人而已啊 而唐军的布阵 则是保持着空心方阵模样 始终不做动弹 见此情形 巴哈纳瞬间大喜 在他看来 唐军就是送人头 毕竟 五万骑兵 对三千骑兵 双方发起冲锋 谁胜谁败 还不好判断吗 吹脚 进攻 巴哈纳一声令下 幽州城下瞬间便回荡赶来了牛角号角 那低沉的呜呜声 与此同时 远处岳飞手下的三千倍围军骑兵们 却是面不改色 此时 三千骑兵排成了三列 正缓缓地走马朝突厥骑兵靠近着 第113章 铁浮屠显威 所谓走马 实际上就是一种骑兵战术 骑兵们骑在马上 马速放慢 从而达到可以带队的目的 而当下 岳飞就是如此做的 三千倍围军骑兵们 列成三道 宽阔约莫在七八百米的横队 然后 缓缓地行走在原野上 他们的队列非常密集 几乎可以达到了 人挨着人 马挨着马的地步 不过 这并非是学习方的强势冲锋 而是诵经之间 长期对峙下 在无数次重装的锯装马甲们 来回进攻的无数战力当中 各方摸索出来的战术 如此 才被称之为铁浮屠 而当下 突厥湖人们 却并不了解这种特殊的战术 他们此刻 正侧马 朝岳飞他们发起了冲击 速度之快 不可想象 可是 让人诧异的是 岳飞手下的骑兵们 依旧是不紧不慢的 马朔鞋指着地面 从容地 在那走马 仿佛 他们只是在行军 而并非是身处于万军之中的战场上 这一幕看在远处李靖眼里 让他急得 手心里都生出了一手的冷汗 而在巴哈纳眼里 这或许是因为 唐军骑兵统帅 并不了解骑兵的真正作用 事实上 在骑兵对冲的战斗里面 骑士本人 所发挥的作用 是极其微小的 真正担当起来战场主力的 是战马 以对冲的双方当中 战马的速度越快者 骑兵本身的速度 便会越快 便能够在战斗当中 获得更大的冲击力 如此 方可以重创骑兵 可以说 眼下岳飞这种慢悠悠地 进行走马的方式 放在巴哈纳这种草原上 生长着的汉将眼里 那纯属就是在送死 而狼们 唐军都是一群愚蠢的傻蛋 给我砍光他们的脑瓜子 巴哈纳激动地喊道 他仿佛看到了 胜利已经在出现在了自已这边 甚至 他连计划都已经制定好了 那就是 在击败这支唐军骑兵之后 败军定然会一股脑地 往自已家的空心方阵里面冲 届时 他手下的精锐骑兵 完全可以裹挟在唐军败军里面 顺势地冲入到唐军的空心方阵里面 从而盈利最终的胜利 可惜的是 巴哈纳却并不知道 自已面前的究竟是何许人也 如果让他听闻岳飞的鼎鼎大名的话 那么 想必巴哈纳断然不会敢如此的自信 嗯 岳飞自然不是傻子了 作为沙场汉将 作为凭借异义之力 便将整个金国给打得几乎溃不成军的一代名将 作为老百姓眼里的岳武木 岳爷爷 岳飞的实力 可不是巴哈纳一个 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所能比拟的 此时 岳飞的战术 非常简单 被围军的骑兵 是号称铁浮屠的精锐啊 每个士兵 身上穿着厚重到了极点 重量高达的近百斤的不仁甲 就这 还是减轻过的呢 而且 战马又着马甲 骑手身上 还带着马朔 铁斧 铁锤 或是孤朵之类的武器 再加上骑兵本人的体重 可以说 被围军骑兵胯下的战马 腹中那可是达到了惊人的三百斤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别说华夏的战马了 就是西方的大洋马 也不见得有扛的洞这么重的东西 这么多的重量 集中在战马身上 对于战马本事而言 压力也极大的 平常让马走赶来 都已经够费力的了 更甭提示打马冲锋了 一旦达马冲锋 顶多十分钟 战马的马力就会彻底的耗尽 所以 岳飞需要尽量节省战马的负重 这时候 远处的突厥骑兵 已经越来越近了 距离近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只有不过百米 而此刻 岳飞终于下令到 冲锋 空气里 顿时响起一声声 皮鞭抽打皮肉的脆响 嗯 在短距离让 让战马的马速提高到最快 只能够用这种办法了 果然 当一条条皮鞭落在马屁股上 这些个战马 瞬间便在吃藤之下 将速度给提高了一大截 扬开四蹄 便开始了冲锋 与此同时 马背上被围军骑兵们 却竭力地保持着 他们阵列的严整度 然后俯低身子 近乎是将身体给压在马背上 用力的马朔 也开始直指前方 形成了一道迅速移动着的枪林 枪林逼近 远处的巴哈纳 终于看出来现门道了 只见到 自家的骑兵 当与这些个移动着的枪林们 接触的那一刹那 便瞬间倒地死伤无数 而即便是侥幸未能死掉 但是 被围军的冲击波 可是有三层的 剩下的两波冲击波过后 三千被围军 那宽阔七八百米的正面上 所有的突厥骑兵 都化作了地面上的尸体 或是直接地 被马蹄给踏成了肉酱了 这这 跨时代地碾压下 巴哈纳目瞪口呆 嘴里面说不出话来 与此同时 望着那如此割草一般 在被围军骑兵的冲锋下 倒地的突厥骑兵 李竟哪里不明白 战场的胜利的天平 已经在朝大唐这边倾斜了 他当即便大声命令道 变阵 正对幽州城 便验行阵 不阵宽无理 正对突厥正面 骑兵分成两步 居左右 长枪马朔在前 刀盾居后 弓箭手压阵 密集的古典声将军令 传到了五万唐军士兵耳中 随之 训练有素的唐军 开始迅速地变阵 而此刻巴哈纳他尚且 还没有从惨败当中 回过神来 他愕然地发现 散兵游泳式作战的突厥骑兵们 在面对着如强 如灵一般 横扫而静 并且 浑身上下 包括战马 都让厚重的铁甲 给照得严严实实 直露出两只眼镜的 巨装马甲们的时候 俨然就是一边倒的屠杀啊 凭借突厥骑兵 拼死死战 却也无法对这些被围军骑兵们 造成任何的伤害 他们手下的马朔 可以说是再好不过的马枪了 弹性适中 而且 长度够长 挑死一人 戳死一人后 完全可以从容地利用马朔的弹性 将兵器给拨出来 继续地冲击 而反观突厥人这边 大多的骑兵 手上连跟衬手的马枪都没有 又如何与被围军骑兵相抗衡 第114章 收复幽州 一败涂地啊 巴哈纳自己都不敢相信 自己手下的突厥铁集 会败得如此迅速 会败得如此惨 那些个三千个被围军骑兵 几乎是无意损失 便将他手下的五万突厥骑兵 给冲了个七零八落的 在完成了一次集群冲锋后 这些个被围军骑兵们 分成了百人左右的小群 然后 开始肆意地在突厥骑兵里面 来回地绞杀着 所过之处 无死伤无数 以至于 巴哈纳都不由地心痛地想着 莫非 他们此番就要败了吗 正当巴哈纳如此想着的时候 远处 随着里克的一声令下 五万余堂军 爷爷已经动作了起来 这五万多唐军 在快速地布成了一个验行阵之后 宽阔四五里的阵列正面 无数的士兵 在雨点一般响起的鼓声里面 平端着自己手中的长枪 或是马朔 然后 朝突厥骑兵发起了冲击 而他们的左右两翼的唐军骑兵 同样也开始发起了包抄 一时间 巴哈纳脸色铁青异常 他想要让自己手下的 已经损失了数千人的骑兵们 退回幽州城里 可是 退回去可不是那么好退的呀 因为 幽州城的城门 就这么的几个 数万人买啊 想要通过那一个个城门 然后回到城里 谈何容易 要知道 刚刚巴哈纳他在大军 还保持着秩序的情况下 仍花了小半个时辰 才将自己手下的部队 给撤回了幽州城里了的 眼下 他手下的五万铁机 已经被三千倍围军骑兵给冲散了 秩序乱了 放眼望去 只见到无数的突厥骑兵乱作一团 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让这些个突厥骑兵们重新的恢复秩序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成功的撤回到城里 谈何容易 只听见 空气里阵阵的喊杀声是此起彼伏的 无数的唐军们 此刻正疯狂的朝突厥骑兵发起冲击 随着距离接近 唐军的弓箭手们 开始一轮接着一轮的朝突厥骑兵们 抛射箭雨 而这个时候 冲锋当中的唐军士兵们 手中的马朔 也长枪 在接近了突厥骑兵之后 密集的枪林 开始当中的唐军士兵 开始不断地 挥动自己手上的长枪 然后朝前面去刺去 并且 这些唐军们如墙而尽 他们所过之处的地面上 竟是被斩杀的突厥骑兵 当场枪兵大步走过 跟随在其后的刀盾手们 却是麻溜地挥动着手上的横刀 砍下了突厥士兵的人头 嗯 甭小瞧了这些突厥人的人头啊 这个年代的军队 那还是用人头来计算军功的 一颗人头就是一个军功 人头越是多 军功也就愈发的大 所以 唐军士兵们 可是十分地珍惜 每一个被砍下来的人头的 战场上 突厥士兵们 开始陷入到惨败的境地当中 巴哈纳看着远处 一败涂地的场景 他由于片刻 随之 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撤退 撤退 往北面撤退 随着巴哈纳的命令声 响彻在突厥军中之后 一时间 无数的突厥士兵 也顾不上其他了 是疯狂地朝北面打马而去 而巴哈纳同样是如此 但是 在唐军那整齐的 如强而近的军阵面前 突厥士兵们 想要逃出升天 谈何容易啊 大半的突厥骑兵们 根本就逃不出去 他们或是被砍于马上 或是 直接地被包围了 只有两万多人 仓皇地顺着唐军 尚且还没有包抄过来的 骑兵一侧 逃出了战场 不过 他们大体是逃不出去的 至少 大半数的人是如此 因为 在这些随着巴哈纳逃出战场的 两万余突厥骑兵们的身后 还远远地随着一支唐军骑兵 这支骑兵 人数不过三千余人 他们不是旁人 正是里克手下的三千白马一丛 此时 他们就正在追杀着远处的突厥骑兵 这些个白马一丛们 骑术了德 而且 从开战之初到现在 他们就一直处于休息当中 所以 所有士兵们的体力 保存得非常之好 以至于当下 速度飞快 迅速地便追上了远处的突厥骑兵 但是 明明是自己这边的人数占据了优势 可是 巴哈纳并没有敢让自己手下的骑兵们冲过去 然后 将这些个不过三千人左右的白马一丛给斩尽杀绝 因为 巴哈纳心里清楚 当下他的人数 是占据了优势 可是 用不了多久 当唐军解决了那些个被他们包围了的 人数不过一万多人的突厥骑兵之后 就会直扑他们而来了 届时 他巴哈纳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所以 此刻的巴哈纳并没有理会 身后一直在追击 射箭 或是直接地用马刀去砍 杀伤着他手下骑兵的白马一丛们 而是一股脑的 只管逃命 而他身旁的突厥骑兵们 亦都是如此 在他们心里 只有加快速度逃跑 才可能会逃出生天来 至于会不会死 这个不重要 只要他们跑得 比身旁的同胞们要快就行了 毕竟 唐军的体力终究是有限的 杀的人多了 这些个唐军骑兵们 自然会累 即便是他们不累 可是 他们胯下的战马 终究还会累吧 如此一来 这些追击在自己身后的 唐军骑兵们 自然会主动地退去 这是巴哈纳的想法 意识眼下 溃败当中的突厥骑兵们的想法 与此同时 李克看着远处的这一幕 不禁地在心里感慨了一句 兵败如山倒啊 刚刚还气势如虹的突厥骑兵们 已经失败 竟然犹如猪狗一般 只顾着逃命了 丝毫不顾抵抗 在李克看来 五万突厥骑兵 要是真是拼命地抵抗起来的 别说是五万个突厥骑兵了 就是五万投诛 那估摸着 也让他们杀上几个时辰的了 当唐军的步兵们 作为主力 去投入到战场上 绞杀着那一万多名 被包围的突厥骑兵的时候 岳飞却是带着三千被围军骑兵 纷纷地从战场上脱离了 这些个被围军骑兵 一脱离战场 便纷纷地下马 给战场解下盔甲后 又脱掉了自己的盔甲 第115章 此人当杀 然后 一屁股便坐倒在地上 大口地喘息着 而一旁的战马 亦是如此 不少的战马的身上 流淌着跟流淌似的汗珠子 刚刚那一番激烈的交战 不仅是人 就连马 都已经累得近乎是虚脱了 此刻 看着岳飞等人的情况 李克连忙地上前问候 岳飞 如何 损失几人 回禀殿下 末将手下的弟兄们 一人也没有损失 岳飞露出了个笑容 指了指身旁或坐 或躺在地面上的 三千被围军骑兵 说道 什么 这把一旁的李静给呆住了 怎么可能会一人都没有损失 这 这怎么可能 老脸 别激动 李克在一旁呵呵一笑 随之 指着远处地 被围军骑兵们脱下的盔甲道 你看看他们的盔甲 就明白了 哦 李静眉头一锁 随之 便诧异地 想要用手 拎起一旁 沾满了血污的宋代不人甲 可是 接下来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由于李静低估了不人甲的重量 所以 此刻的李静 竟然第一次 没有成功地将这盔甲给拎起来 反倒差点让自己一个跟头 给栽倒在地下 这盔甲 倒是够结实的 李静尴尬地轻笑两声 随之 又稍微地用力 轻而易举地将这盔甲给提了起来 然后 不禁地感慨道 果然是好甲呀 这份重量 还有他厚实的程度 最重要的 整套盔甲上面 只露出两只眼睛 而战马上又有马甲 这样的武装 简直可以是无懈可击呀 怪不得打了那么久 没有让突厥人伤到一个弟兄 那是自然 李克轻笑着点点头 随后 又朝一旁的岳飞道 好了 岳飞 先休息吧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们就好了 是 殿下 岳飞连忙地拱手 而与此同时 李克扫了一眼战场上的进展 此刻 战争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了 当最后一支顽抗的突厥部队 选择投降之后 幽州城外 再无任何敌人 不过 此番交战 唐军却仍然损失了数千人的部队 当然了 他们的斩首 却相当地可观 斩首超过了三万六千级 而且 这个数字 在随着那些个白马翼从门归来时 数量就更多了 眼下 距离近估算 至少有四万三千级 而且 相比于这些斩首而言 唐军还打出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胜仗 要知道 大唐与突厥交战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可是头一回 有过如此的辉煌战果呀 战果辉煌是一回事 而对于当下的大唐帝国而言 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 则就更大了 因为这场刚刚到达的胜利 随着这场胜利的到来 失现的幽州城 被大唐军队给重新的夺回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 眼下深入大唐中原腹地 据劫略的突厥军队 他们的后路当下 已然被切断了 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突厥的后路被切断了 意味着他们 在中原的所有努力 都白费了 眼下的他们 即便是 能够把大唐帝国的中原地区 给绞成的天翻地覆 可是 那又如何 当后路被切断了 这些个突厥军队 即便是劫略到来再多的人口 再多的财富 可是 后路被切断之后 他们连自己能不能逃出长城 都是一个未知数 哪还有功夫 去顾自己劫略到的东西呢 站在幽州城城墙上面 李靖感慨万千 他此刻 已经派出去了 自己手下最为精锐的士兵 去给李世民报劫去了 就在报劫的文书刚刚离开 李靖等人突然间收到了这么一封文书 这是李世民通过八百里加急 送过来的文书 撤退 李靖有些猛逼 随之 便看到了李世民的诏书上 那清晰可见的几行字 掘开黄河 以水带兵 嘶的一声 当看到这八个字的那一刹那 一时间 李靖整张脸变得惨白 他是大将 熟读兵法 了解很多经典的战力 而在中原大地上 自古以来 在军事不利的情况下 掘开黄河大堤 用黄河水来 作为武器 击败敌人的战力 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说 李靖对此再了解不过了 可是 了解归了解 但这不并代表着李靖 他愿意 愿意让李世民 掘开大堤 而与此同时 一旁的李克 也已经看到了 诏书上的所有内容 他脸色微变 与李靖相识一眼 随之 二人便将目光 聚集在了旁边 送信的骑士身上 然后 骑声问道 是谁提议的此策 一旁的前来送信的骑士 思考了片刻 好像是刑部尚书王在骑 此人当杀 李克啪的一声 拍了一下一旁的桌子 怒气冲冲地说 嗯 当然该杀了 提出这样的计策来 这特喵的是想搞什么啊 历史上 掘开黄河大堤 以水带冰的 哪个不是千古罪人般的存在 想到这 李靖与李克相识一眼后 只听见李靖提议 殿下 要不臣这就草拟一份奏折 用快马送回长安城里 请陛下收回成命 必须如此 李克不假思索地说 如果真要是掘开了大堤 突厥人能不能被淹死是两说 反正 咱们大唐至少要有数百万的声明 死于洪水之下 不知哪些 河北数百个州县 也将就此消失 是啊 李靖点点头 陈就着草拟奏折去 一定要规劝一下陛下 说吧 李靖便找来执笔 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 李克却是眉头一锁 喃喃着说 但愿还来得及啊 当一骑快马 带着李靖的奏折 离开幽州城的时候 李克犹豫了片刻后 朝面前的李靖说 李将军 咱们不能在幽州城里坐以待毙 眼下协力的三十万大军 已经入扣了 咱们必须得寻找机会 与其决战 即便是不能将其击败 也得尽快地 把他赶出中原 陈也是如此想的 只是 这幽州城里 不能没有兵马守卫啊 李靖就没说到 第116章 李克发明火药 这个好办 李克呵呵一笑 幽州城里 不需要留太多的兵力守护 留下个三五千人便够了 三五千人 李靖直接地便待住了 三五千人守幽州 这怎么可能 幽州城有多大啊 这么大个城池 几万人都不一定够 几千人而已 别说是守了 达子过来的时候 能不能把城墙给站满了 那都是一回事呢 所以 李靖不免的是有些怀疑 可是一旁的李克 却显得相当的笃定 他呵呵一笑 朝李靖道 咱们不是有偷是街 可是 有偷是街 也不代表几千人就够啊 李靖摇着头说道 而李克 却是轻笑一声 这么的吧 本王让你见识一件东西 说吧 李克便匆匆地派人 前去了城中的几个药店 嗯 幽州城虽然让图了 可是 突厥人抢东西 那都是抢粮食 抢铁器 或是抢别的东西的 他们绝对不会抢药店的 所以 药店的药材 倒还保存完好 而与此同时 派去药店的李克手下 也已经将李克所需要的东西 给带了过来 殿下 您要这些东西 是干什么用的 李靖诧异地看向李克 有些猛逼 他实在是弄不明白 李克派人找来了这些个药材 还有这些个木炭 是干什么的 这时候 李克已经开始 在一众人面前 示范了起来 他先是将火药砂石 硫磺 还有木炭粉三样东西 碾成了粉末 随后 便开始按照比例 倒在了一起 搅好之后 便装在了一个铜壶里 殿下 这是干什么 李靖看得一脸的猛逼 而李克 却是呵呵一笑 又用麻绳制作上面 包裹了厚厚的一层的火药粉之后 制作了一根影线 然后 插在了这铜壶里面 这才算是制作完成 他大手一挥 去抓几个突厥俘虏过来 这 李靖满脸的疑惑 而与此同时 突厥俘虏 则已经被李存孝给拉了回来 嗯 唐军不是铁打的汉子 会有人当俘虏 而同样 突厥人 照样如此 他们其中的俘虏数量 还不少呢 李克手下就俘虏了好几千人呢 眼下 都被关押在了城里 是杀是寡 全凭李克 还有李靖一句话 十几个突厥俘虏 被安置在了教场上的一块空地上 他们身上 还穿着从突厥人那边缴获的铁甲 此刻 正惶恐地看着远处的唐军 这时候 李克用火 将引线给点燃 随之 用力一扔 重达三四斤重的铜壶 便被他扔到了远处的地面上 正好落入了突厥人中央 大火把耳朵给捂起来 李克提醒着周围的众人 嗯 这爆炸的威力 产生的声音还是蛮大的 如果早有准备倒还好 如果骤然间听到这一动静 离得还特瞄得这么近 很有可能会导致耳朵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 他还是提醒一句为好 而一旁的众人倒也听话 闻言之后 是纷纷地捂起了耳朵 这时候 随着远处铜壶上面的影线燃烧殆尽 骤然间 空气里一声惊人的巨响传出 随之 远处的地面上 那十几个突厥俘虏 眼下 则已经尽数地化为了一具死尸 倒在了地面上 身上皆是插着几个铜片 有几个倒霉些的 甚至直接地被炸成了碎肉 然后 破碎的躯体 从天空上 以爆炸的中心为终点 洒落在周遭十几米的地面上 这这 李靖眼中 写满了骇然之色 这是和我 竟然会有如此威力 竟然 竟然可以这么地杀人 我大唐要是有了这种武器 那天下 何臭不定啊 嗯 不小瞧了一个黑火药啊 黑火药的威力 可是相当地惊人的 尤其是在公元七世纪 宋朝时 之所以研究出来了黑火药 表现得仍然那么地拉垮 那个原因在他们本身 而不在于黑火药 李克所调配出来的黑火药 那是严格地按照后世的配方 来制作的 威力比宋朝那种 还添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 玩意的黑火药 威力要大得多了 而且 李克这种炸弹的外壳 也是比较特殊的 是用铜来制作的 这也是为何 它会有如此威力的原因 这是本王研究出来的新武器 威力颇为巨大 有了这玩意 守住幽州城 不在话下吧 当然 当然 李竞重重地点头 他朝远处欣喜地望了一眼 有了这种可以爆炸的铜壶 只消有个三五千个 守住幽州城 断然不在话下 说吧 李竞又诧异地询问 只是不知道殿下 这此物到底是何等原理啊 为何几位药材配在一起 竟然会产生如此巨大之威力呢 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 李克倾笑一声说道 此药名为火药 威力巨大 是本王偶然发明的 所用的配方 也非常简单 我也不瞒李将军你了 不过就是硫磺还有砂石 还有木炭 此三者 按照一比一支比例 混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之后 便可以得知 制作吗 倒也简单 那还真的简单啊 李竞重重地点头 砂石 硫磺 还有木炭粉 这三样东西 本身就不是什么稀缺的玩意 有什么值得稀奇的 只需要弄来一点 便可以完成作战的需要了 这时候 李竞却是眉头一锁 此物按照殿下的意思 应该是密封起来 装在密封空间之中 然后 上面连接着火绳 用来引爆 如此 方可有巨大之威力 对吧 对 对 李克点点头 那为何 非得用铜来充当外壳 李竞眉头一挑 铜可是相当的珍贵的呀 在大唐帝国 铜式货币 是钱的象征 用钱来制作武器 便是后世最为有钱的漂亮国 也不见得会有如此的阔气吧 尤其是这种武器 还是消耗品的那种 以至于 李竞当下不免的事 有些舍不得 他眉头锁着 解释着说道 殿下 臣觉得 大抵可以用铁壶来代替一下吧 第117章 火药玉铜则猛 不行 李竞的话音落下 李竞当即便发出了异议 火药玉铜则猛 玉铁的话 威力会骤然降低许多的 哦 李竞有些猛逼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为什么同样的火药 玉了铜 威力就会变大 而遇到铁 威力就会变小呢 这时候 李竞见他不信邪 便一挥手 便让人取过来了些个铁壶 还有铜壶 然后 二者同时地装满了火药之后 进行了引爆 光结果出来之后 李竞不得不相信了李竞所说的话 确实 火药在铁制的窗口里面爆炸时 威力确实要比在铜壶里面 小得多了 至少 小了一半不止 同样的火药 同样的重量 威力却小了这么多 这特喵的 让李竞实在是闹不明白 这时候 李克则开始跟他解释了起来 老李你有所不知啊 这铜器 比铜器要更加具有韧性 火药爆炸 实际上不过是火药燃烧时 气体陡然间在密封之空间里扩大数倍 从而产生的威力 而铁气脆 所以 火药往往燃烧不充分 便已然将铁壶给炸开了 如此 威力变小了 而铜壶的韧性正好 所以 可以发挥出来真正的威力 李克所说的道理 大抵就跟后世的李云龙 嫌弃边区 造的手榴弹一样 边区造的手榴弹 弹体用生铁铸造而成 太过于脆了 里面的火药一爆炸 还没燃烧充分呢 外面的弹壳便已经炸开了 威力小得吓人 虽然明在先辈们 能够用这种劣质的武器 击败日本鬼子 可是 李克却不愿意让当下的大唐士兵们 使用这种武器 因为 他有更好的武器用啊 那便是用铜 铜这玩意 用起来 比铁墙的多了 如果李云龙他们领到的边区造 是用铜壳来铸造弹壳的话 那一准威力 要比原先的铁壳边区造要强 可是 问题在于 用铜成本高啊 边区本就穷 哪舍得用铜啊 有铜用来铸造子弹不香吗 干嘛用来制作手榴弹 可是 同样的道理 哥里克这里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克现在可没研究出来火枪啊 而且 大唐当下是世界GDP第一 工业产值同样也是第一 铜产量虽然大唐铜矿比较稀缺 但特喵的也是世界第一 论起加工技术而言 大唐再称一个第一 也不在话下 这么多个第一 搁着放着 大唐要是连个铜壶都用不起 那还当什么世界一个啊 早早地让突厥给灭了妥了 铜虽然贵 但是 这玩意又不是用了之后 就没了呀 李克正在跟李静针针教导着 说服后者想办法 用铜壳来制作炸弹 咱们打完了仗 这些铜壶的碎片 就在那战场上落着呢 就在那突厥虎儿们的身上扎着呢 咱们大可以派人去 把这些铜片给捡回来啊 完全可以重复利用 这倒是个道理啊 李静已经被李克给说服了 他点点头 眼下城里的铜壶不多 不过 几百个还是可以凑出来的 咱们先凑凑行吧 凑一凑是一回事 就是把城里所有的铜部给弄到这 顶多也就是铸造出来五百个炸弹了 不够用啊 李克摊开手来 朝李静说 而李静 则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些什么 他看向李晨 殿下 你有什么办法 就直说吧 陈一定照办 这便好了 李克哈哈一笑 倒也简单 直接的 把铜钱给毁了 不就是了 什么 李静闻言 脸色骤然一变 因为 在古代 华夏是长期的处于钱荒状态的 这倒与华夏大多百姓们的储蓄观念有关系 大多数的华夏百姓们都愿意攒钱 穷人们如此 富人们正是如此 大多数的富人们把铜钱给埋在地底下不用 百姓们也是一个铜子 一个铜子的攒钱 长久以往 便造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 明明华夏的历代政权都特喵的在不停地进行铜钱 每年都铸造了几十万贯的铜钱 可是 几百年 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下 特喵的 竟然还是闹钱荒 没有足够多的钢铁使用 割眼下的大唐 同样也是如此 也不知道 秦朝两汉魏晋南北朝近一千年的历史里面 铸造出来的那些个铜钱 都特喵到哪去了 闹钱荒 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 百姓们交易 只能够以物易物 甚至 用丝绸布匹来代替铜币使用 而钱荒这一问题 直到宋朝这种 每年铸造铜钱一百多万贯 甚至 三百万贯的时代 都没能解决 反倒是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 而愈发的严重 百姓们需要花的钱多了 钱自然也就少了 可以说 华夏历史 长期都是勿于通货紧锁时代的 这一严重的钱荒问题 直到历史上明朝中叶 大航海时代到来 大量的白银流入下国 才为之解决了 而在此时的大唐 这个问题可没办法解决 除非李克能够一年 铸造铜钱上一管 或是他能够改行纸币 而历史政权 为了保证百姓们有钱花 所以 对于毁铸铜钱这是犯罪 那可是严惩的呀 尤其是大唐 即便是李靖 都不敢轻易地担这个罪名 他面露凝重之色 若是毁铜钱来铸造铜壶 然后用来制作炸弹 大抵 需要半罐钱 若是要造个五千个铜壶炸弹 大抵 也就是两千五百罐而已 钱倒是不多 大军出征 别的不说 我军中的铜钱 便有数万罐之多 都是用来临时的赏赐将士们用的 可是 问题在于 这些毁铜钱的罪名 殿下 这个 李靖犹豫着 你不知 我不知 谁知道 李克见此 呵呵一笑 朝李靖几眉弄言起来 何况 即便是此事最后泄露了 咱们这可是抗击突举啊 为的也不是自己的私利 父皇是明俊 自然也会有攻断的 李将军还是不要太过于担心 嗯 如果不是李克眼下 手里压根就没有铜钱的话 他也犯不着找李靖了 自己就直接的铸造了 第118章 邪力的愤怒 那好吧 李靖一咬牙说道 他这也是无奈之举 毕竟 眼下兵力缺少 好不容易有了铜壶炸弹 这么好的武器可以使用 如果因为一些个限制 而无法使用的话 那可就亏大发了呀 嗯 既然如此 那便在城里留下些投尸机 而且 突举人虽然屠城了 可是 城里的百姓们 还有几千人存活了下来 可以让他们负责为我军专门制作铜壶炸弹 老李 你觉得如何 殿下所言甚是 臣觉得有道理 李靖重重的点头 俨然是以李克马首是瞻 李克相当满意 他微微汗手 那既然这样 咱们就马上行动起来 这些个炸弹的原料 倒也不是太难找 而且 本王还有一个增加他威力的办法 眼下 也得交给你们 什么办法 听到李克 李克竟然有一种可以提高炸弹威力的办法 一时间 李静眼睛一亮他连忙地问道 这个办法吗 倒也简单 李克呵呵一笑 无非就是把这些个火药 里面倒一些水 然后 再搓成大小一致的小丸 如此便可以使得这火药爆炸的威力 再增加一些 哦 文言 李靖眼睛一亮 而李克所说的这个马 不是别的 正式著名的火药颗粒化 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 但是 这个技术的威力 却非同小可 它可以使得火药的威力 凭空地增加一些 比之不进行颗粒化的火药 不知道要强了多少 处于好火药的事情 李靖便匆匆地派人 从工营里面 运送出来了整整五千罐的铜钱 用来制作这种大军所需要的铜壳炸弹 而城里的百姓 也皆被组织了起来 制作这种炸弹 一连两天的时间过去 整整一千个炸弹 被制作完成 李靖对此相当的满意 因为 有了这一千个炸弹 只要在再度与突厥人交战的时候 将这些个炸弹 给投入到突厥人的军中 那么 突厥人势必会损失惨重的 而这 也是唐军的一个机会 届时 唐军完全可以凭借着这种火药黑科技 大败突厥军队 想到这 李靖心里一阵的高兴 他将一千个炸弹 给尽数地装上了车之后 便朝李克一拱手道 殿下 沉眼下 就领军出战吧 务必要痛打一番突厥人 嗯 李克轻轻点头 而朝左右看了一眼 只是 不知道眼下咱们的奏报 送回长安城了没有 唉 闻言 李靖长叹口气 但愿已经送到了呀 否则的话 一旦黄河大帝绝口了 那么 咱们死不死 不知道 可是 中原的百姓 可就完蛋了呀 而李克也微微点头 与此同时 此刻的突厥人 已经快要靠近黄河了 不过 突厥人终究只是骑兵而已 而且 当下的黄河上面 可是没有大桥在的 所以 突厥骑兵们 是没有办法渡过黄河的 当接到了先锋们禀报说 自己的大帐 已经距离黄河不过百里的时候 邪力一张粗糙的面孔上 瞬间便流露出来浓重的喜色 他捋着一把大胡子 朝一旁的士兵们倒 到了黄河了 那也就是说 汴州 洛阳什么的 都不远了 我军此番 定要好好地截略一番汴州与洛阳 好让我大突厥 有足够的粮食 度过今年 是啊 可汗 一旁的一众抢得过瘾的突厥将校们 纷纷点头 这时候 远处一气少旗快速地飞马来报 报 大汗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少旗高喊着 鞋里眉头一锁 出什么事了 什么不好了 可汗有所不知啊 唐军 唐军趁着我们主力进出 他们 他们竟然袭击了我们突厥的牙障 眼下 我们突厥的王庭 已经被他们给攻破了 而且 他们还一路劫掠 杀了不知道我们多少个部落 什么 文言 一时间协力身旁的突厥将校们 眼睛都红了 无他 突厥那边 可是有他们的亲人 而且 向来受他们欺负的唐军 竟然跑到他们的老巢 在他们的老巢里面 一通的烧杀 这一下子 可把他们的火气给调起来了 可汗 末将请站 杀回突厥 把那些各入扣 我们突厥的唐军 给杀得干净 一个将领站出来 双眼喷火 怒吼着喊道 而协力 同样如此 原因非常简单 突厥王婷里面 可是有他的女人 还有几个孩子在的 可是眼下 王婷被屠杀了 很明显 自己的女人与孩子们 只怕此刻 早就已经遭到了唐军的毒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协力他怎么能不愤怒呢 可是 愤怒之后 协力的一双虎目 又僻腻起来了在场的一众突厥将校们 只听见他闷声说道 都激动什么 急什么 啊 不过 是让唐军烧了几百个破帐篷而言 杀了几千个人罢了 至于这么激动 可是 可汗 一旁 还有人不服 想要再说几句 可是 后来他们便被协力一个狠辣的眼神 瞪了一眼之后 便迅速地将想要说的话 给重新地咽回了肚子里面去 这时候 只见到协力 目光炯炯地扫了一眼远处的北方 随之 他恢复了淡定 然后嘴里面说 烧了就烧了 杀了就杀了 突厥王婷 听起来好听 可是 比得不上汉人们的一个小县城 甚至 小镇子的繁茂吗 我们一路上 攻破了多少个唐人的周县城池 数不清了吧 杀了他们多少人 抢了他们多少东西 眼下 不过是一个小帐篷让烧了 就拼命要回去 找唐军拼命 那就正中了唐军的计策了 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手段 让他们大军班师回仇 可是咱们 就不忠他们的计 就继续地待在这中原劫掠 气死他们 至于王婷吗 哼 本课涵的在哪里 哪里就是我突厥的王婷 协力气势颇足地 在对周遭的一众人说 第119章 高月送来的情报 对 课涵说得对 协力的话音落下 一旁便响起了梁师都的复合声 只听见梁师都解释 这女人没了 可以再抢 汉人的女子 不比突厥上的女人漂亮 至于孩子没了 还可以再生 东西没了 可以再抢 反正 这中原要什么有什么 何必非要 因为那个王婷 就跟中了唐军的计策呢 对对对 一时间 一众突厥人 也大抵反应了过来 他们频频点头 随之 见大伙的情绪 都夜 已经稳定了下来 协力他微微点头 然后朝一众人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速速地 给本科涵在周遭打草股吧 唐军既然敢杀我们的人 那咱们就让他们十倍偿还我突厥 是 科涵 群情激动 所在的突厥将校们 同时间地呐喊着 而就在协力如此响着的时候 这时候 一阵的马蹄声 骤然地在军帐外面响起 随之 便只见到一个骑兵 脚步匆匆地飞奔出来大仗 科涵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咯噔一下 协力心里暗道一声不妙 他眉头一跳 出什么事情了 这时候 只见到前来的骑兵 急忙地呈上来了一封书信 可汗 这是高距离公主高岳给您的信 哦 协力眉头一锁 此番他们入寇大唐 是曾经邀请过高距离一块钱来的 毕竟 当下的高沟黎 可是一个地区性军事强国 这个强国 在十几年前 还曾经击败过隋朝的百万大军的 可是 协力此番邀请他们 一块出兵大唐的劫掠的时候 高沟黎却是直接地拒绝了 所以 此番突然间接到高沟黎公主高岳送过来的书信 协力还真有些诧异 不过 他还是接过了手下呈上来的书信 一边撕掉书信上面用来封口的火漆 一边皱眉问道 你刚刚说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是何意思 可汗有所不知 小的听说了件事 请大汉 您不要责怪小的 说吧 协力呵呵一笑挥手是一道 随之 又笑盈盈的道 不过 你小子莫不是要说 唐军图了我突厥王庭这件事 这件事就不必说了 本可汗已经知道了 可汗 小的说的不是这件事 后者却是拼命地摇了摇头 然后解释道 哦 协力脸色微变 心里咯噔暗道不好 莫非 还出了什么事 这时候 这骑士则是额头冒汗 指着信件道 可汗 您看看信就知道了 据给我信的那个人说 信上的大底都是真的 唐人 唐人打算 打算趁着咱们突厥三十万大军 云集黄河以北的时候 掘开黄河大堤 把咱们都给淹死 什么 撕的一声 协力倒吸一口冷气 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而与此同时 一旁的突厥将校们 也是脸色骤变 黄河是什么玩意 他们当然明白了 他们也见过黄河 当然晓得 而他们见识到的黄河 还是位于中上游 水量还不是太过于惊人的黄河水罢了 就这那黄河就已经够恐怖了的 而眼下 这的黄河大堤要是人挖开了 那还了的 一众人不敢想象 在他们看来 黄河大堤真要是人挖开了 他们怕是全特喵的得让淹死了 这时候 协力率先反应过来 他迅速地扫了一眼信件 信是用汉语写的 毕竟 突厥还有高沟里 都没有字以的文字嘛 只看了那么一眼 协力便已经笃定了 信上所言的都是真的 他额头上渗出冷汗 真没想到 李世民为了对付我协力 竟然赶下如此之狠心 竟然把放大水 把黄河以北都给淹了呀 可汗 怎么办 要不赶紧地撤退吧 否则唐人大堤一掘开 咱们岂不是都得被淹死 一旁 有人皱眉说 脸上满是惊恐 而协力亦是轻轻汗手 可是 正当协力准备下达命令的时候 一旁 却又响起了 有人忧怨的声音 怕什么啊 他们真敢掘开黄河大堤 可汗 这不会是在吓唬咱们的吧 这个 协力一时雨色 貌似 还真特喵的 有这个可能啊 可是 随之 协力便一咬牙 选择了相信此事 嗯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吗 万一唐军真的掘开了黄河大堤 那么 他们只怕是全都要死囚了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种生死威胁之下 协力还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 拿自己手下 三十万大军的性命去赌 独立世民陛下 到底敢不敢掘开黄河大地 只见到协力 恨恨地看了眼南方 然后 一咬牙说道 撤退 传令全军 带上所有劫略来的人口牲畜物资粮草 沿着来时的道路 撤退 自幽州城出长城 回到草原 嗯 本看协力有些不甘心 但是 他此番入长城劫略的所得 还是颇为的丰厚的 掠夺到的男女轻壮 人数不下三十万人 至于牛羊牲畜 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就特喵得更多了 不止如此 他还掠夺到了近六七百弹的粮食 还有数量相当的金银 以及各种的珍贵珠宝玉石之类的东西 这么多的东西 足够为保他这个草原上 来到中原大地上狼仔子来 也难怪协力他愿意就此修兵 而当协力准备踏上龟城的时候 带着五万大军 一直尾随着突厥军队 一时袭扰一下后者 解救出来一批被俘虏的大唐百姓的柴少 此刻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因为 他发现 原本大多都集中在前面截略的突厥军队 眼下都在朝回走 而且 看着架势 不是为了找自己的麻烦 而是要全军撤退 这让柴少有些猛逼 因为突厥入口截略 哪回不是持续一个多月啊 这回怎么才半个月的功夫 便匆匆地要离开呢 不过 柴少虽然猛逼 可是他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原因非常简单 他手下的五万军队 真正的辅兵 只有半数不到 剩下都是才招募的轻壮 这些人 虽然和突厥人血海深仇 第120章 撤退 可是 临时招募的兵马 士气再怎么高昂 却也弥补不了 他们战斗力拉垮的事实 带着一支这样的军队 他柴少或许敢袭扰一下突厥的后勤线路 或是 打一下突厥人的偏师 但是让他去跟三十万人的突厥主力部队 在野战当中碰撞 柴少是万万不会这么做的 倒不是 说他有多少的怂 实际上 身为三军统帅 有时候 怂一点鼻蟒壮一点 要好得多 毕竟 统帅可不只是担负着 自己一个人的性命 那可是 关系到全军上下 几万人性命的呀 所以 在通过斥后们带回来的消息 察觉到了不妙之后 柴少顿时便匆匆地 带着士兵们连夜的波营离开 然后 一路北上 猫在了太行脚下的魏州 这里地处黄河之北 距离黄河有几百里 背靠着太行山脉 所以 一旦情况不对 柴少还琢磨着 带着五万大军 到太行山上去打游击呢 此刻 当进入到魏州之后 柴少还把自己手上 所有的骑兵给撒了出去 打算去探听一下突厥人的情报 正当柴少将这一切都给做完 并且匆匆地让魏州太守谢光斗 给李世民上了一封奏折 然后 又以拜君之将 罪臣的名义 向李世民上了一道请罪的奏折之后 柴少这才在魏州城府衙里面 安顿了下来 可是 他刚刚安顿没多久 外面便只到被他打发过去 帮他写奏折的魏州太守谢光斗 脚步匆匆 面带宁众走了过来 嘴里面还喊道 将军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柴少眉头一挑 莫非 是突厥人打过来了 不应该啊 魏州附近 顶多也就是几个突厥人的赤后罢了 不不是 乔国公不是这么一回事 谢光斗摇了摇头 是陛下的旨意 刚刚送到魏州 哦 柴少眼睛一亮 陛下是何旨意 陛下的旨意上说了 让咱们赶紧地尽数往太行山上撤 能带走多少百姓 带走多少百姓 实在带不走的话 就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眼下朝廷已经通知汴州那边 让他们掘开黄河大地 什么 文言 柴少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眼神里面写满了不可思议 废话 掘开黄河大地啊 他眼下即便是待在魏州城里边 可是 照样也得让水给淹了 所以 柴少怎么能不激动 他眉头一挑 朝廷这是打算以水带兵 迫使突厥人撤退啊 是啊 太守谢光斗点点头 可是随即 柴少又眼睛一瞪 可是突厥人已经退了 可不是 魏州太守谢光斗苦笑几声 朝廷已经说了 就在本月底三十日这天 掘开黄河大地 以水带兵 眼下已经不足两天了 咱们根本就来不及将消息给送回长安城了 如此一来 这黄河大地必然是要被掘开的 届时 只怕是 说吧 谢光斗低下了头 他来之前 已经派人去通知地方几个县城的县陵 让他们去派出衙衣们 组织百姓赶紧撤离 免得被黄河大水给淹死了 听了谢光斗的话 柴少点点头 是啊 两天的时候 自己派出去汇报消息的人 根本就赶不到长安城里 更接受不到李世民的旨意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能怎么着呢 就在这时候 柴少的脑海里面 突然间浮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朝面前的谢光斗质问 我问你 诏书上说的是 在汴州掘开黄河大地 是啊 巧国公就是在汴州 一旁 谢光斗重重地点头 那汴州距离这多远 四五百里吧 后者思绪了片刻后 喃喃着说道 这就行了 柴少大喜 四五百里的距离 虽然看上去挺远的 但是 岂不闻那句八百里加急 加急奏报 一天便可以行六七百里地 这四百多里地的距离 只削派出快马骑兵 让他们来回地换马急行 只一天一夜的功夫 便可以赶到汴州城了 届时 完全可以赶在他们 掘开大地之前 阻止这些人 谢光斗不是笨蛋 当然在片刻间 就明白了柴少的意思 可是随之 他有眉头一锁 乔国公 这可是抗旨的命令啊 您这个 怕什么 柴少冷笑一声 本国公都不怕 你怕吗 而且 本国公身为幽州城守备 眼下尚且没有被陛下革职 手中有亡命棋牌在 本就掌有便衣形势之权 眼下突厥大军已经撤退 再掘开大地 淹不了突厥胡儿们 只会淹了百姓 本国公这么做 也是为了百姓啊 那倒是 谢光斗长出口气点点头 有人担 这个责任就成 而柴少 却是匆匆地 便派出了快马 直奔汴州城去了 与此同时 李克正与李靖 带着五万余大军 飞速南下 此刻 他们携带了一千枚的炸弹 依我之见 咱们应该绕开突厥人的主力部队 避免与他们展开决战 李克朝李靖说道 他们只有这五万人啊 哪怕其中有三千被围军骑兵 还有三千百马一从 可是 却仍是如此 这个倒是 李靖轻轻点头 而李克 却是心中有些苦恼 他苦恼的不是别的 是一件事情 那便是 他完成了系统发布的任务 去收复幽州城 可是 眼下 这幽州城已然收复了 按理来说 任务奖励是已经发布了 而李克也知道 自己获得了什么任务奖励 嗯 李克获得了整整五千的大秦瑞士啊 荀子 义兵 语 其之计计 不可欲为之武族 为之武族 不可敌秦之瑞士 通过这句话 便可以明白 大秦瑞士 有多么的牛逼啊 就连魏国的特种兵魏武族 都比不是大秦瑞士 李克刚刚获得的五千瑞士 那将是何等厉害的存在啊 可是 问题特喵的尴尬的 就尴尬在当下的这个时候了 这个李克 眼下身处于这李靖身旁的大军军营里面 第121章 秦之瑞士 他要如此 才能够将自己的五千秦之瑞士 给从系统里面兑换出来呢 而且 更让李克有些无奈的是 相比秦之瑞士 李克还获得了 奖励到了一位在后世 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人物 沙神白起 此人的厉害 地球人都知道 否则的话 他也不配被人称之为 一生沙神白起 不止如此 李克还从系统获得了一件 让他十分想要的技术 赫贝斯火枪的全套图纸 赫贝斯火枪啊 甭小瞧了这玩意 这玩意是一种碎发枪 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种制式步枪 而这种步枪 在历史上面 英军在鸦片战争时期 就是拿着这玩意 打得满清军队满地爪牙的 可想而知 这玩意有多么的厉害 奖励虽然有了 但是 李克却一时半会 无法地将其给兑换出来 这特喵的 就跟你娶了一个娇滴滴的漂亮老婆 却特喵的只能看 不能碰一样 实在是让人心痒难耐 搞得是李克当下 都有些忧愿 就在李克心里忧愿至极的时候 这时候 李静指了一眼一旁的一个巨大城池说道 殿下那里 就是苍州城 苍州城可曾被攻破 李克眉头一皱问道 倒不曾被攻破 一旁想起了李静的声音 苍州城城高墙后 而且 此番突厥入扣我中原 图的是劫掠钱财而已 所攻陷的 不过就是那些个县城罢了 或是直接的对村镇里面的百姓下手 真正夺下来的周县大城 倒是不多 顶多也就是夺下来的几十个县城而已 李静摇了摇头 李克在一旁轻轻点头 这倒是正常 毕竟 当下大唐帝国的城市化率 还是太低 城市化率顶多也就是百分之几罢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多数的人口 大多数的财富 都集中在广袤的农村地区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除了要必须攻打的 位于长城要塞之上的幽州城外 突厥可汗血力脑子 只要没出问题 就不会去一个一个的攻打城池 那咱们就先到苍州城休息一会儿 明天再继续行军吧 李克看了一眼天空之后说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 李静点点头 一行人迅速地入了苍州城 苍州城太守 见到大将军李静带军进来 是激动异常 原因非常简单 苍州城就处于战争之中 可是城里却没有这儿八经的军队守卫 仅有的一些军队 还在前些日子 被途经此处的柴哨给全部拉走了 眼下 在这坚固的城池里 却是薄弱到令人发指的守备力量 弱大一座城池里面的守卫士兵 顶多只有三千人 而且全都是从城里边临时招募过来的轻壮 装备也差 训练更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 苍州城太守 是急得团团乱转 生怕哪一天 突厥人率军直扑苍州城 自己连同城池一块 被突厥人给杀了 所以 看到了率军进城的李静 还有李克之后 后者是激动异常之鱼 可谓是有求必应 要什么 便给什么 所求的 不过就是想请大将军李静 能够拨下来一些军队负责守城 可惜 对于他的这个要求 李静是不会答应的 原因非常简单 他的军队也不够啊 突厥人 可是整整三十万大军啊 他守在这五万大军 要去与突厥人应刚 即便是有炸药 这种黑科技存在 可是原始的黑火药武器 又怎么能够 抵消如此巨大的人数差异呢 故而 在当下这种用人之际 无论是李克 还是李静 都不会同意这个太守的要求 哪怕 人家这也不是无理之要求 正当李克等人 在苍州城里面修整的时候 协力手下的三十万大军 此时 则正在疯狂的北上着 刚刚 高岳已经送出了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情况 也不知道这个高沟黎的公主 到底是凭借什么手段 竟然刺探出来了 唐军掘开黄河大堤的具体时间 眼下 协力已经知道了 在后天早晨的时候 大唐便会掘开黄河大堤 放黄河大水来淹死他们 这还了得 对于协力而言 还有他们的大军而言 这意味着 他们只剩下了一天多点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们如果不能逃到一个足够安全些的地方的话 那么 滔滔的黄河大水 便会直接地将他们给全部淹死掉 想到这里 协力是脚步 是怎么着 也不敢停下来 一路北上 疯狂到了极点 甚至 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 他们还就地地将一些粮食 还有一些个俘虏 给尽数地抛弃了呢 为的便是能够更加快速地跑路 而与此同时 大唐皇宫里面 深夜里面 李世民接到了一封 自从他开战之初到现在 唯一一封告捷的文书 皇上 大姐 大姐啊 皇上 一声声大喊声传来 李世民从龙他上起来 他眉头一挑 一旁长孙皇后 连忙地给李世民 披上了一件衣服 而李世民 却已经在一旁的侍女的搀扶下 走下床去 怎么回事 李世民朝急匆匆地 进来的太监王海之问道 陛下 大姐啊 大姐 不只是一个大姐 是整整两个呢 两个呢 李世民脸色一喜 快跟朕说说 只见到王海 连忙地将手上的两封奏折 给承到了李世民手上 殿下 这两份奏折 一份是蜀王的 一份是李将军的 蜀王 李世民眉头一锁 李克不是去突厥那边了吗 怎么他的报捷文书 跟李静的一块到了 这时候 李世民已经翻看起来了奏折 瞬间 他脸色大喜 嘴里面连呼了三声 好好好 嗯 能不好吗 自己儿子李克 竟然把突厥王亭都给攻破了 把突厥可汗的老巢 一把火给烧了 把里面的突厥贵族全给涂了 这是 李世民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不高兴呢 只见到许久没有流露出来过笑容的李世民 面目满是喜悦之情 他又打开了第二份奏折 然后 细细地观看了起来 第12章 大黑锅 幽州城已经收复了 李世民脸色微变 他是打过许多仗的马上天子 自然明白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眼下 突厥人已经被大军给堵在了华北平原了 堵在了太行以东 黄河以北的平原之上 在这个时候 再掘开黄河大堤 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想到这 李世民脸色微变 现在是什么时候 回禀陛下 今天是4月29啊 一旁 响起的太监王海的回话声 不好 李世民按道一声 那也就是说 明天 幽州那边便会掘开黄河大堤了 是啊 皇上 这是前几天您亲自下的诏书 王海点点头 附和着说 眼下 太快马去是追不出来了 这这 李世民脸色有些阴沉 他无奈地苦笑一声 随之 额头上便密不起来了清惊 嗯 黄河大堤被毁 眼下肯定是要淹死不少的大唐百姓的 如果能够顺便地淹死一些个突厥军队的话 那倒也罢了 只能说是必要的牺牲了 可是 问题是当下 李世民大敌已经笃定 突厥军队 应该是后撤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在掘开黄河大堤 以水来带兵的话 他李世民 那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想到这里 李世民眉头紧锁着一团 因为 突厥崖障被毁 与幽州城 失陷两件事 按照他的估算 协力应该是已经接到了消息 在接到消息的情况下 协力断然是会选择回尸草原的 所以 接下来的黄河以北 很有可能 一个突厥骑兵都没有 届时 掘开大堤 那就是在杀敌了 那特喵的是在害民 这么一口又大又黑的黑锅 李世民可不能背啊 他是要当千古一帝的人物 哪里能够背上一口 掘开黄河大堤 然后致使数百万黄河北岸 百姓死亡的大黑锅呢 这种黑锅 割历史上 那都是有反动派背的 这个王再骑 该杀啊 听听见 李世民嘀吼着说 一旁的王海 匍匐在地上 不敢说话 与此同时 汴州城里 随着天亮大亮 一起快马 匆匆地到达了黄河北岸 此时的黄河上面 是没有大桥的 不过 渡船却是不少 只见到快马上的骑兵 在岸边一阵寻找 好不容易 才找到了一条路边的官船 便急忙地高呼道 八百里加紧 速速过来送我过河 否则 日后定言成不待 官船上的船夫不敢怠慢 匆匆地便划着船 朝岸边靠近 在这上面的骑士 还有他骑着的 还有用来换乘的 共计三匹战马 匆匆地变过了黄河 后者过河之后 便匆匆地往汴州城去了 汴州城 这里可是树巢之谷都啊 而在当下的大唐 这里仍繁荣异常 此时 城里一片的肃木 城中 两千士兵 已经准备好铁锹之类的工具 正准备妥当 要往黄河北过去 汴州太守张光路 此刻正站在众人面前 面色沉重地说道 皇上有旨 而等速速随本官出城 然后渡河过去到北岸 开始掘开大堤 是 一众士兵们 虽然有些不忍 毕竟 作为生活要变州的变梁子来说 他们就居住在黄河南岸 当然明白 那高高的 突出于地面的黄河大堤 一旦被掘开 后果将会是什么 黄河可是一条悬河啊 在平原之上 河堤却是要高于两岸的土地的 如此一来 一旦黄河大堤被掘开的话 那么 从大河里面奔涌而出的滔滔河水 便会以极快的速度 以雷霆万军之势 一口气冲出数百里远 将数百里范围内 所有的声明 全部淹死 这可不是在危言耸听啊 军不见 蒋公投着混蛋玩意 当初掘开花园口 是在什么时候 那年代的黄河 可是屡次断流的情况下 都能够一口气 把整个玉东平原给淹了 淹死了数百万声明 至于受灾百姓 上千万计 而在当下的这个时代 在水流充沛的情况下 一旦大堤绝口 正风雨季的当下 那无数的河水 兴许能够一口气 冲到苍州呢 可是 即便如此 他们却仍我执行 李世民的命令 而且 事实上在大多数的人 包括此刻 汴州里面的百姓们眼里 绝开黄河大堤 是必须要做的 原因非常简单 此刻 如果不能够绝开黄河大堤的话 那么 很有可能 在黄河北岸肆虐者的突厥骑兵 会挥师渡过黄河 然后 在汴州劫掠 可想而知 这对于汴州百姓而言 意味着什么 所以 他们才愿意 绝开黄河大堤 嗯 相比于自己的安慰而言 北岸那几百万人的生死 已经顾不上了 就在张光路 匆匆地 带着两千个手持着铁锹的士兵 准备渡过黄河 然后 一路前往大堤上面 挑选个合适的地方 在黄河上面 挖开个口子的李桥 远处 一骑快马 冲到了汴州城里 八百里加急 敢阻挡着 斩 随着骑士在汴州城里 那黄土泥地的道路上飞奔着 随着他那一声声嘶哑的呐喊声传来 当听到这八百里加急这几个字眼后 汴州太守张光路 随之便反应了过来 何事 只见到他匆匆地走出府衙 朝面前的骑士质问 是什么奏报 是军情极地 还是陛下诏书 都不是 骑兵抹了把脸上的油汗 随之 从自己的怀里 掏出来了一个用火器密封了好 且装在油纸袋子里面的信封 就是这个 是我家乔国公要给您的 说吧 骑兵又从自己的背后 掏出一面旗帜来 另外 乔国公还让我带了这个过来 这是 张光路定念一瞧 顿时脸色骤变 那是面旗帜 可是 这旗帜却有其的特殊之处 这玩意被称为王命旗牌 是朝廷颁发给那些个封疆大吏 或是边军重镇的将领用的 其作用 大抵相当于后世电影里面 比较拉风的上方宝剑 我家乔国公说了 汴州上下 如有谁敢不尊他号令者 皆可以让小的王命旗牌斩之 第123章 程咬金要北上 送信的骑兵 那质地有声的声音 回荡在张光路的耳边 他脸色微变 但还是匆匆地撕开了信封上面的火器封口 然后 迅速地扫了几眼后 他眉头一挑 本官自当遵令 说吧 又瞅了眼这骑兵 一身的泥水 明显是一路及时 顾不上休息 在过黄河的时候 沾上的 便说道 尊下也累着了 先到府衙里面休息吧 我让下人们去准备些热水 热汤 你且歇着 至于黄河大堤一事 暂且放下 本官定然会遵守 乔国公信上所说的 绝对不会擅自毁地 如此便好 骑兵长出口气 而张光路 也正如他所言 在得知了突厥骑兵们 已经退回去的时候 便放弃了毁堤之后 以水带兵的想法 毕竟 自古以来 掘开黄河大堤的人 哪个不是一丑万年了 如若不是姓名攸关 如若不是李世民 降下了旨意 他张光路 也不愿意这么做 而与此同时 张光路也派出去骑兵 给在渭州城里 等候着消息的柴哨 送去了一封吉地 让候着放心 自已不会掘开黄河大堤 张光路 你小子给本将军滚出来 快些滚出来 就在张光路 以为事情都安排妥当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阵阵的大吼声 吓得是张光路心肝一颤抖 也不敢怠慢 连忙地三步并坐两步 走了出去 程将军 您怎么来了 您这是干什么了 怎么突然间 发了这么大的火啊 张光路小心翼翼地 看着面前的程咬金问道 朝廷是不是送来了什么诏书 你怎么突然间不挨大堤了 程咬金问道 倒不是朝廷送过来的 是乔国公柴哨送过来的诏书 后者摇了摇头解释着说道 乔国公 程咬金眉头一挑 是他不让绝开大堤的 是是是 您且听下官慢慢道来 诉国公 张光路小心翼翼地 是后者程咬金 嗯 能不小心吗 程咬金 那可不是一般人 那可是国公演 他要是得罪了程咬金 兴许后者一生气 特喵地直接一斧头 就把自己脑袋给剁了 借给张光路十个胆子 他也没这个胆子 敢得罪程咬金这种莽撞的武将 那好 你说吧 程咬金大马金刀地 坐在一张椅子上 不耐烦地挥手道 别特喵地磨磨蹭蹭地 是是是 诉国公 张光路点点头 随之便开始解释 乔国公传令下来 说是突厥骑兵 已经开始后撤了 所以不必再掘开大地了 什么 突厥活们要撤了 程咬金文言 哪里还坐得住啊 特喵地突厥打子都得撤退了 自己竟然还待在汴州城里 不行 不行 这还了得 张光路啊张光路 你特娘的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到现在才禀报本将军 一误了战机 这算是你的责任啊 程咬金大喝不止 他随之便也顾不上太多 抄起了两把 被自己拍在了一旁桌子上的喧花板斧 随后便一挥手 朝门外的清兵喊道 愣着干嘛 牵马啊 一旁 一个士兵连忙地牵来了一匹精良的战马 随之 但只肩道成咬金 直接翻身上马 随之 便匆匆地到了城中轿场 点起了自己手下的五万大军后 也顾不太多了 连风奏折都没让 便匆匆地带着大军出了汴州 然后又征用了几百条汴州码头处所停泊的船只 直接地渡过了黄河 一路向北而去 打算去追击突厥 不求能杀死多少突厥人 只求能够救下来一批被劫绿而走的汉人百姓 当成咬金带着手下的部队出去的时候 此刻 李克则正与李靖出现在了沧州城南五十里的区域 可是 当赶到这片区域之后 李克与李靖便接到了前来赤后送来的一个消息 报告蜀王殿下 李将军前方发现了大量的突厥赤后 奇怪 突厥人的赤后怎么都跑到这了 李克眉头一锁 一旁的李靖思索片刻之后 随之 一拍大腿 朝李克说道 殿下 看情况 是突厥人要撤啊 他们估摸着 已经知道了幽州城被打破 或是宁灭掉了他们王庭的事情 眼下 正要带军回撤 这叫什么事啊 李克一拍大腿 他已经知道了 李世民要掘开黄河大堤 以水带兵的事情 眼下 突厥人已经撤了 那这水 到底是淹谁啊 莫非 淹大唐位于黄河北岸的数百万百姓 见李克如此 李靖哪里不晓得 后者担心的是什么 只怕是无奈的苦笑一声 殿下 也只能够进人室 听天命了 眼下 只求汴州那边的程将军 能够及时地 察觉到突厥人的动向 然后 主动地放弃掘开大地了 嗯 李克轻轻点头 确实 正如李靖所言 眼下一切可都指望成要惊了 不提这个 还是先琢磨琢磨 怎么对付这邪里的三十万大军吧 殿下 陈以为 不如咱们退吧 一旁的李靖思索了片刻后 喃喃说道 哦 李克眉头一挑 也只能够退了 退到苍州城里 守城吧 反正幽州城已经被守住了 只要能够把突厥人的后路给断了 届时 就是邪力再怎么厉害 那又如何 难不成 还能够突厥幽州城 那倒是 李靖汉守 只要幽州城不失线 突厥人的后路 就被切断了 所以 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 李克他们根本不需要主动出击 以他们这处于极度的劣势的兵力 去跟突厥人决战 他们只需要在苍州城守好城池 等着更多的援军赶到这附近之后 便可以以优势兵力 跟突厥人展开决战了 届时 完全可以斩邪力与马下 把入扣的整整三十万突厥人 给一网打尽 正当李克等人如此想着的时候 邪力也有些惊讶 他看着面前的赤猴 你们的意思是 唐军距离这里 不过百里了 是啊 一旁 士兵们点了点头 第124章 再夺幽州 不到百里 邪力眉头一挑 又朝身后看了眼 难难道 那也就是说 这五万堂军 眼下就挡在了咱们面前 苍州城武势力不到的地方 可汗说的是 士兵们点点头 而邪力思索片刻了后 又看了眼自己的身后 仿佛他身后 随时都有 可能有滔滔的黄河之水 奔腾而至 会把他 还有他身旁的三十余万大军 都给淹死似的 不必管他们 这五万军队 断然不敢向我军发起挑战 直接地从苍州城绕过去吧 直接地回幽州城 先回草原再说 可汗盛名 一旁 士兵们重重地败倒在地 可是 当次日中午 经过苍州城时 一个消息却是让邪力 只感觉到五雷轰顶 什么 你说幽州城失陷了 是啊 可汗 幽州上面竖的是大唐的旗帜 只怕是巴哈纳将军 已经战死沙场了 这这 协力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原因非常简单 幽州城失陷 意味着他们 需要重新地去攻打幽州城了 意味着他们的后路被切断了 这可不是件好事啊 巴哈纳这个蠢货 手下有五万图决勇士 竟然还能给本科汗 把幽州城给丢了 这个家伙 怎么不去死啊 协力愤怒地怒吼着 幽州城丢掉了 那可不是小事啊 想到这里 协力便是一阵的头疼 他无奈地苦笑一声 罢了 只能够再拿下幽州城了 说着 协力只感觉头皮发麻 原因非常简单 眼下的幽州城 可不是那么好攻破的呀 唐军肯定已经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绝对不会轻易地 被他们攻破城池的 而这时候 协力的身后 有快马匆匆地前来禀报 大汉 大汉 都到中午了 可是 还是没见黄河水流过来 咱们吃后来报 说是咱们很有可能 是被唐军给耍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 掘开黄河大堤的意思 只是为了将咱们 给骗走罢了 哦 协力脸色微变 不过旋即 他便大手一挥 就是假的 那也算了 不怕他是假的 就怕唐军真的掘开了大堤 那咱们 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嗯 协力这话 可不是胡说 当下的他们 如果真的被再次回去的话 那么 万一唐军真的掘开了大堤 那他们可就要被全部的淹死了 毕竟 眼下黄河大堤 可是在唐军手上的 战争的主动权 在唐军那边 如果唐军想要掘开大堤 那他们 可是没有任何的反抗手段 四日 当天亮大亮 苍州城里 李克眉头紧锁着 望着远处的南方 昨天 整整25万突厥骑兵 还有数量相当的 被他们劫掠而走的汉人百姓 以及大量的粮食 还有被劫掠而走的牲畜 都是从苍州城下被运走的 只是 看着那些个大摇大摆的途经 苍州城 还不时地朝城墙上的他们 做出侮辱的动作 甚至 还在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 留下了唐军勿送四个大字的突厥人 李克与李靖 却始终都没有 主动地出城作战 而一直地归缩于城池当中 而与此同时 幽州城下 协力已经带着大军的先头部队 赶到了幽州城 他所带来的部队 共计十万人 剩下的人 则还在路上 不过 当这十万大军赶到幽州城下之后 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更快地打破幽州城 然后 通过幽州城 重新地回到草原之上 以免在幽州城下太久 以至于被唐军的主力追击而至 到时候 陷入到父辈受敌的境地里面 协力此时 开始了疯狂地朝幽州城发起进攻 杀呀 无数的下马突厥骑士们 他们手持着弓箭 然后朝城墙上冲了过来 准备距离接近之后 便开始放箭 可是 就在这时候 正当这些个突厥骑兵 还没进入到弓箭射箭之内的时候 城墙上安装着的两百多架投石机 开始朝远处的突厥骑兵们 抛射起来石头 他们抛射的倒不是那种大块的巨石 而是被敲碎了的 大小约末 也就是拳头大小的那种石块 一架投石机 一次性能够发射出去一框 几十上百个 虽然精度实在是不敢攻卫 可是 架不住这无意的数量多啊 这铺天盖地的石块 还特瞄得没落下 鞋力还有手下大军 便齐齐地猛逼了 因为 他们可都没见识过 唐军的这种武器啊 唐军的投石机 发射这种碎石块 他们倒是曾经见识过 可是 什么时候 唐军的投石机 竟然能够达到如此射程啊 而当鞋力眉头紧锁着 尚且处于无尽的震惊当中的时候 远处被派出去的 五千个突厥骑兵们 已经顶不住了 不是他们不争气啊 实在是 头顶上那密密麻麻 不停地坠落的石头 只要让砸中了 那轻则是受伤断手断脚 重则 那就是直接地送命了呀 毕竟 拳头大小的石头 还是被配重投石机 给抛射出来的 那威力 可想而知 砸死人根本不是问题 这不是 眼下这五千个突厥骑兵 才片刻的功夫 还没到弓箭的射程之内的 便已经损射五六百人了 这要是继续这么折腾下去 怕是用不了多久 他们便要死光了 粮食多 而与此同时 鞋力业已经 默许了那五千个突厥勇士们 撤回来的事实 他挥手招来了粮食都 随之便朝其质问 为什么唐军的投石机 射程如此之远 这这 粮食都满脸的猛逼 他哪晓得啊 他也不懂配重投石机呀 许 许是唐军刚刚研究出来的 新式武器吧 粮食都小心翼翼地说到 惹得斜里一个大大的白眼 他当然知道 那是新式武器了 可是 他想知道的是 自己有什么办法 可以对付唐军这种 新式的武器啊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破解吗 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邪力朝粮食都问道 这个 后者陷入了深思 随之 还真让这家伙 琢磨出来了一个办法 只听见粮食都小心翼翼地说 第125章 铜壶炸弹显威 还真有个办法 这办法嘛 倒也不难 只是 只是什么 邪力有些不耐烦 你们这些汉人们 哪一点都好 就是这一点不好 平时干什么 都喜欢卖关子 眼下有什么不能说的 快说啊 那我就直说好了 后者呵呵一笑 办法嘛 倒也简单 只需要可汗您 敢于让手下的人 承受足够多的伤亡 便可以了 哦 邪力眉头一挑 什么意思 莫非是让我们手下的勇士们 一直站在投石机下面 挨这个汉人们的石头砸吗 说话时 邪力的证据 都已经加重了几分 突厥勇士那虽然多 但是也不能白白地 送到别人的投石机下面 当炮灰啊 他这个突厥可汗 要真这么折腾的话 怕是用不了多久 突厥勇士便会让他 折腾得绝肿了 不不不 可汗 您误会了 小王不是这个意思 粮食都摇了摇头 他当然不敢 让邪力把自己手下的 突厥勇士弄过去 当炮灰了 只听见他解释着说 可汗有所不知 这投石机啊 小王还是有所了解的 唐军眼下的这些投石机 虽然射程远了些 可是 依臣看来 投石机的一些通病 他还是具有的 什么通病 邪力眼睛一亮 意识到粮食都接下来 就要说这投石机的缺点了 而粮食都 自然也是知道这些的 嗯 他是汉人 又是一方征战沙场 多年来打出来的粮王 别的不说 这点东西 还是了解的 只听见粮食都解释道 这投石机之缺点 便是其与弓箭不同 有射击之死角 尤其是对于城墙上 安置的投石机而言 就像是远处唐军的投石机 只削让突厥勇士 靠近城墙之手 距离城墙三十步远 便可以反受这投石机的伤害了 原来如此 邪力恍然大悟 脸上流露出来喜色 随之 他便朝一旁的突厥骑兵喊道 听到了吗 马上再派五万人过去 让他们骑马过去 速度快些 在距离城墙三十步的距离停下 然后一半人用于进攻 而另一半人 则用于射箭 掩护士族们攻城 可汗盛名 粮食都笑着 朝邪力解释道 随之 在邪力的命令下达之后 突厥骑兵们也不敢怠慢 是纷纷地开始动作起来 一时间 空气里是万马奔腾啊 五万骑兵同时策马 朝远处的唐军那边攻了过去 按理来说 幽州城外是有护城河的 对于突厥军队而言 他们是需要通过一条护城河 才能够到达城墙脚下的 可是 问题在于 邪力在打下幽州城之后 进行的屠城当中 屠杀的百姓尸体 眼下可都埋在护城河里面 护城河已经被填平了 自然 也就不需要再想办法通过护城河了 所以 整整五万突厥骑兵 是一块地到了城墙下面 看的是城墙上的守军 心肝都在颤抖啊 而与此同时 邪力则扫了一眼 战场之上 那灵星分布着的几百具尸体 频频点头说道 还是骑马好啊 速度快 这段距离 唐军的投尸机只能够打上一轮 五万人 才折损了不过两三百人罢了 剩下的四万多人 轮番地在城墙下面攻城 我就不信了 还打不下来一个幽州城 邪力冷笑着 扫了眼幽州城城墙上 他早就已经通过观察 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便是 幽州城里的敌军守军 并不是太多 相反 幽州城里的唐军 非常少 比之前要少得多了 数量看上去 只怕是不超过万人 这么少的部队 在邪力看来 五万人足够将他们斩尽杀绝了 而与此同时 城墙上被委派到这里的守将陈锐 却是面露激动的潮红之色 他朝左右打亮了一下后 随之便大手一挥喊道 准备铜壶一摆 等到突厥胡儿们攻城的时候 一股脑都往下面扔 炸死他们 是 将军 一旁 响起了士兵们的呐喊声 而与此同时 城墙下面的突厥骑兵 也开始在极近的距离里射减了 嗯 三十步嘛 还是挺近的 这么近的距离 虽然铜壶炸弹的重量不轻 有着号五六斤重嘛 可是 问题在于 城墙可是居高临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扔东西 本来就占优势 而且 所以 守军们是可以轻而易举的 便将这些炸弹给丢下去 这不是 随着陈锐的一声令下 正当城墙下那密密麻麻的聚集着 人挨人 马挤着马 就琢磨着快下马 抄起弓箭 朝城墙上的唐军们射箭 或是抄起腰刀 用马尾巴上拴着的梯子给取下来 然后攻城的突厥骑兵们 在乱哄哄的动作的时候 随着城墙上的守将陈锐 一声令下 一百个从五千士兵里面挑选出来的力气最大 而且挑东西的时候 准头最好的唐军士兵 同时间在一旁的火盆里面 将手中铜壶炸弹上面的影线给点燃 随之便抡圆了膀子 然后 狠狠地自成墙上 将这铜壶炸弹给扔了出去 正好砸在了突厥军中 瞬间一百个铜壶炸弹 便将几十个突厥骑兵们给砸倒在地 而剩下的骑兵们 却是丝毫不顾这些被扔下来的铜壳子 毕竟 在他们看来 这些东西 又能砸死几个人啊 至于有些个机灵点的 发现了炸弹上面的燃烧的隐性的突厥士兵 却也不晓得 这是什么玩意 此时 正满脸的猛逼 就在他们正猛逼的时候 空气里 一声声有如天雷辽降下的巨响声陡然间响起 而在这巨响声响起的那时候 五万聚集在幽州城城墙下面的突厥士兵们 拥挤的人群里面所有的突厥 骑兵是被炸的人养马翻 毕竟 这么近的区域内 这么多的突厥骑兵 这么密集 还整整丢下去了一百颗的铜壶炸弹啊 这一下子 所产生的威力 在片刻间便报销到了 至少五六百的突厥人 而这些 则还不过只是开胃小菜而已 第126章 仿制投尸机 随着炸弹在突厥骑兵们的人群里面 爆炸开来 一时间 突厥骑兵的人群里面 无数的战马 在这巨大的声响作用下 一时间惊慌无比 嗯 大多数的战马 再没有受过对爆炸声音的训练的情况下 如果战场上出现了炸弹爆炸的巨响声 那对于骑兵的战马而言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灾民 只见到幽州城墙下面 那些个密集的突厥打子们当中 随着那些个爆炸声 骤然间响起 一个个的突厥打子们 瞬间是脸色骤变 随之 他们的战马 也开始在这巨大的响动声音当中 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一时间 无数的战马 开始挣脱骑兵的束缚 在战场之上 开始的狂奔起来 一时间 便是近五万匹的战马在乱跑啊 可想而知 这是怎么样的一副情景 因为 战马这玩意 这种大牲口 那力气可是不小 脆弱的人体 要是让急速的奔跑当中的战马 给撞伤那么一下 那可是要死人的 不止如此 战马在急速的狂奔当中 那所发挥出来的压力 可比一人要强得多了 尤其是这些马 还是兽精的情况下 动物比不上人聪明 一旦兽精的话 那一时半会 是绝对无法将其 给完全地控制起来的 所以 对于此刻的城墙下面的 突厥骑兵们而言 他们的噩梦 才刚刚的开始呢 只见到 随着无数的战马狂奔起来 因为兽精而在城墙下面 拼命地逃跑着 一时间 战马奔腾 是所造成的突厥士兵损伤 在片刻间 就达到了上千人之多 看的是远处的 邪力可汗 眉头紧锁成一团愤怒的 怒吼着喊道 这这是什么东西 唐军用的是什么 不知道啊 一旁的众人面面相去 嘴里面喃喃说道 嗯 他们不过是 公元七世纪的人罢了 哪里见识过火药武器的厉害 哪里见识过炸弹的厉害 此时面对着当下的情形 自然是猛逼异常之余 又惶恐至极 在他们眼里 唐军所使用的 甚至可能是某种天雷 来自于神仙的力量 以至于 不少人甚至已经开始向漫天神佛 开始祷告了 应该是一种新式的武器 这时候 人群里想起了梁师都的声音 作为人群里面唯一的汉族人口 梁师都还是表现着相当的理智的 只见到他眉头紧锁着 朝邪力一拱手 可汗 在我看来 这肯定是一种新式的武器 绝对不可能是天神的力量 更不可能是什么神神鬼鬼 我也觉得如此 邪力微微点头 他不是那种迷信的人 相反作为突厥可汗 邪力可谓是一代雄主 他向来不信什么漫天神佛 只信自己手中的弯刀与弓箭 在他看来 所有的漫天神佛 只不过是懦弱的懦夫 才会去祈祷的 真正的强者 应该自己去做神佛 可这是什么武器呢 邪力还是发出了自己的疑惑 与此同时 远处城墙上面 唐军在他们的将领 陈瑞的命令下 又一次丢掉了 整整一百颗铜壶炸弹 一时间爆炸声响起的同时 突厥士兵们是大乱不止 看得是远处的邪力 都有些心痛 他微微摇头 然后一挥手 下令 明经收兵吧 眼下在让士兵们 再做这些无谓的牺牲 是让他们去送死 随着阵阵的筋鼓声响起 远处的突厥士兵们 如蒙大赦 也顾不上去 寻找自己那兽精 而到处乱跑的战马了 是匆匆地撒开脚丫子 便往远处自家士兵的 本镇里面逃跑 而与此同时 见此情形 唐军将领陈瑞 则开始指挥着 自己手下的投尸机们 开始发射碎石块 至于珍贵的铜壶炸弹 他们并没有使用 毕竟由于原材料的限制 整个幽州城里 总共才不过是 四千多颗铜壶炸弹 刚刚就使用掉了二十分之一 整整两百的铜壶炸弹 而这旷日持久的守城战争 也不知道要进行到什么时候 如果早早地 就把自己的炸药炸弹 全部给用光了 那么 接下来的战斗 当如何去作战呢 难不成让城里面仅有的 五千士兵去突厥士兵肉搏 幽州城不好打 协力无奈地朝四周说道 一旁的众人频频点头 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毕竟唐军这种神奇的武器 还有他们那射程极远的投射机 都能够给他们造成极大的伤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又如何地与唐军进行战斗呢 可是如果不打 又能怎么样 眼下 他们可是在长城以内 而不是在长城以外 如果在长城以外的话 打不破幽州城 大不了就不入关截掠了 可如今 他们在长城以内 打不破幽州城 对于他们这来犯的 二十多万突厥骑兵来说 就意味着 他们死期将至 毕竟大唐帝国也不是弱国 大唐帝国的精锐辅兵数量 那可是高达 近六十万人呢 比之突厥骑兵的数量 只多不少 这些士兵装备精良 唯一的劣势 就是他们是农耕民族的军队 缺少战马 大多数都是步兵 所以 突厥骑兵们 可以通过速度优势 可以通过战略欺骗 来使得唐军 只能够跟在他们后边吃灰尘 可一旦突厥骑兵 被堵在幽州城下 而后方又是汉人的一座又一座城池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不能尽快地打开通道 及时地撤回草原之上 他们很有可能被位于长安城中的李世民 派出精锐的大唐府兵 然后 给围剿绞沙于幽州城下 到时候 所有人都得人头落地 包括协力 包括梁氏都 还有突厥骑兵 上上下下的军官将相 从别的地方出去呢 协力犹豫了片刻 南南说道 从什么地方 空气里响起了一声疑问 是啊 除了从幽州城外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突破呢 莫非我大军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协力不可思议地喃喃一声 就在这时候 一旁的梁氏都 却是凝视着远处城墙上的头石机 突然间眼睛一亮 可汗 我有办法了 我有办法了 第127章 纯王齿寒 您你有什么办法呢 协力诧异地看着梁氏都 结结巴巴地说道 可汗 您看远处 唐军的那些个头石机 我已经研究出来其中的门道了 梁氏都笑呵呵地说道 嗯 头石机这玩意儿 不是什么高科技武器 原理非常简单 尤其是配重头石机 可以说是看一眼就会的东西 此刻 梁氏都已经琢磨出来其中的门道 这些个头石机 咱们也可以自行制作 有的这些头石机 还怕轰不开唐军的城墙 这个 协力眼睛一亮 又扫了远远处的城墙 只是咱们造出来的头石机 能不能打到远处呀 会不会是在他们的头石机攻击范围之内 这个好吧 只需要把头石机造得大一些就好了 如此一来 射程也就远了 梁氏都捋着自己的一把大胡子说 一旁的协力大喜过望 与此同时 茫茫的北方平原上 被突厥骑兵肆虐过后 好似是千里无人烟 大多数的村庄都已经废弃 百姓们或是被突厥给屠杀 或是被劫掠而走 或者就是背井离乡 逃离这兵灾去了 在这茫茫的大地之上 一支大军正在急速地进军着 这是程咬金率领的部队 共计五万人的大唐金瑞府兵 与此同时 正当程咬金行军之时 远处一起快马飞奔来 肃国公 肃国公 发现了咱们的人 是正在向北赶来的 乔国公的部队 乔国公的部队 多少人 程咬金眼睛一亮 人数大约有五万人左右 眼下 我们两军的斥候遇上了 一番交谈得知的 乔国公眼下 正在向北赶来 眼下听说将军你也来了 应该马上就会过来拜访将军 好好好 程咬金文言 大喜 因为他不是糊涂蛋 虽然程咬金有些莽撞 可是 他也知道 自己手上眼睛所拥有的军队 如果真的遇上了突厥的大队人马的话 那是要败的 毕竟 他不过只有五万人的部队 而突厥人那边 可是有几十万人呢 两方如果相遇 谁胜谁败 那还用说吗 柴少有五万人 眼下里竟也有五万人 秦琼马上也过来了 加起来 一共就是二十万大军了 够了 能跟突厥人放开手脚 好好地打一场了 程咬金难难着说道 三日后 京城里面 李世民已经接到了 汴州没有掘开黄河大帝的消息 他是长出口气 又接到了秦琼等人奏报上来的消息 他们说 自己去追击协力去了 这让李世民有些心慌 不过 他还是尽力地派出人马 为这些军队提供吉仰不说 又尽可能地 把关中的军队 又凑出来了近十万人的部队 统统地派向了关东 想要在黄河以北 幽州城下 将被拦在中原的突厥军队 尽数地一网打尽 好报仇血恨 可是 当李世民如此想着的时候 平壤城里 一艘从大唐登来启程的商船 到达了这里 此刻的高沟里国王高建武 在王宫里面 见到了自己扩别了许久的女儿高月 女儿 怎么突然间回来了 高建武诧异地 看了眼自己的女儿高月 父王 马上派出兵马 派出兵马 前去幽州城 对幽州城发起突袭 怎么了 高建武让女儿急切地模样 给整个猛逼了 他满脸的疑惑 父皇有所不知重了 眼下协力入寇中原的大军 已经被堵在了幽州城下 如果他不能够攻陷幽州城 那么 随着唐军主力逐渐地感到 他协力一定会被唐军 给杀死在幽州城下的 协力死不死 关我们高沟离何事 高建武还没反应过来 一旁的高敏 见自己的父亲 竟然是这副模样 顿时感觉有些心急 自己的父亲 他连忙地解释道 父皇莫非忘记了 纯王齿寒的道理 突厥如果此番战败 那么势必会损失惨重 再也无力对抗大唐 届时 唐军会怎么对我们高沟离啊 怎么对我们高沟离 高建武闻言之后 脸色顿时一变 他意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 作为一个小国 高沟离虽然有曾经 击败过隋朝百万大军的战果 但是 那不过是侥幸而已 在那场战争当中 高沟离可以说 同样损失惨重 以至于到了当下 为了抵抗来自于 中原王朝的威胁 高建武的父辈们 甚至不顾他们高沟离 那弱小的国力 愣是在他们的边境线上 修建起来了一条 长达千余里的 高沟离长城 而这 自然也是为了抵抗大唐的进攻 想到这里 高建武看向自己 这个向来聪明的女儿高月 那你的意思是 父亲 马上派出大军 幽州城据我的人来报 守军并不是许多 只要咱们派出人马去偷袭 一定能够得手的 夺下了幽州城 就可以 让协力撤出关内 届时 有突厥这个强敌在 李世民自然不会 对我高沟离下手 我们高沟离 也可以永享太平了 高月不假思索地说 嗯 高建武微微点头 觉得有道理 那好 传本王命令 集中平壤城里所有的军队 立刻出兵幽州 随着高建武一声令下 公元七世纪的平壤城里 顿时一片的肃杀之气 高沟离是个小国不假 但是 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弱小 事实上 高沟离在当下的时代 一直都是一个东北地区的 区域性的军事强国 骑兵与步兵 都格外的精锐 尤其是骑兵 虽然数量只有三万人左右罢了 但是 这三万骑兵 却有着骑的特殊之处 这特殊之处不是别的 就是这些个骑兵 全部装备了马蹄铁这种黑科技 嗯 这可不是瞎扯呀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在后世的考古发掘当中 就曾经发现 高沟离骑兵们使用的马蹄铁 再加上东北地区 本来就不缺战马 而高沟离这个民族 本身就是 臣服于汉朝的东西 鱼猎民族 他们的马匹也不错 第128章 幽州城威矣 以至于当下的高剑武 竟然拥有着一支精锐的铁骑 还有近十万人的优秀步兵 此番 当这十三万步骑组成的大军 从平壤里面杀出之后 便一路地沿着国内城 然后过了鸭鲁江 然后直扑幽州城而去了 当然了 对于这些 对于自已凭空的 冒出来一个盟友 一支援军的事情 协力是并不知道的 他此刻 额头上的汗水 犹如流水一般 正从额头上流下来 眼下 协力的身旁 原本属于他的25万大军 已经不够了 只剩下了23万人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面 他就损失了2万人的部队 至于投石机嘛 也派上了用场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唐军同样也掌握着 投石机的技术 双方你来我往的 粮食度的所谓造大投石机 可以超过唐军投石机 设成的想法 无疑是失败了 倒不是说 这个想法不行 而是因为 他们城外攻城的部队 能够制作这种投石机了 可是 城里的唐军 难道就不能制作了吗 以至于 突厥骑兵的火力烈士 是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他们只能够冒着 唐军的投石机 所抛射而出来的石块 还有那些个 铜壶炸弹爆炸时 产生的杀伤威力 一次又一次地发起攻击 这些攻击 倒不是没有用处 这些个攻击 让唐军损失了不少的人马 此刻的幽州城里 据等于协力估算 估摸着 只剩下了3000多人的守军了 而且大部分身上都带着伤了 在协力看来 只要自己坚持下去 用不了五天的时间 他大抵 就可以攻破幽州城了 届时 就可以成功地 打通北上的道路 然后 回到自己的草原老家 过快活日子了 可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不是协力手下的军队 不能打了 更不是协力他们不想打了 而是因为 石剑的天平 已经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了 随着石剑的推移 协力手下的士兵 将一个又一个的消失 从南方给他送了回来了 共计有超过十几万的唐军 在朝这边起来 看着这侍后们送上来的消息 协力只感觉自己想哭 早知道如此 他当初 就不应该入口大唐啊 可惜的是 世界上唯一没有的药 便是后悔药了 即便是协力现在 再怎么地追悔莫及 可是当下 他只能够硬着头皮 死扛下去 唐军估摸着 三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幽州了 三天之内 如果夺不下幽州城 那么 后果不堪设想 梁师都朝左右看了眼后 悠悠地说道 协力轻轻汗手 一咬牙道 那就加快攻城 昼夜不停 我就不信 打不破一个小小的幽州城了 当协力在咬牙支撑着的时候 城里的守将陈锐 脸色却相当的凝重 因为 城里的守军 已经只剩下三千人了 当然了 这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 城里还有几千个青壮可以用吗 这些人都是跟突厥人 有着血海深仇的 有他们帮忙 守城的兵力 是绰绰有余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 城里的铜壶炸弹 已经开始见底了 虽然这些日子 这些个百姓们 搜索了整个幽州城 把所有的铜制品 都给找出来了 足够再制作几千个铜壶炸弹了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火药这玩意 已经没有了 这倒也是正常 城里药店的原料 加起来 又能够制作多少个炸弹 眼下 位于幽州城里的 铜壶炸弹的数量 只剩下了三百多颗 以至于 当下陈锐已经下令了 飞到紧急时刻 没有他的守令 不得使用一颗炸弹 可是 不用又怎么能成呢 突厥人的攻势浩浩荡荡 如果不用铜壶炸弹的话 怕是早就 守不住成了 他陈锐只能够 尽量地少用炸弹 而不是不用 一连两日过去 两天的攻城战里面 突厥军队 又增添了近两万人的伤亡 而与此同时 幽州城的 仿佛快要被攻克了 鞋力可以清晰地看到 守城的守军数量 越来越少了 可是 就在这时候 一个不好的消息 从协力手下的赤后这里 传递了过来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唐军的主力 已经赶到了 是啊 可汗 唐军的主力部队 十几万人啊 已经赶到了苍州城了 距离咱们 不过百里的距离 顶多一个昼夜 就可以赶到了 一旁的赤后 额头上冒着冷汗 朝协力说道 后者脸色凝重异常 随之 一挥手喊道 所有人 即刻准备 立刻 给本汉攻击幽州城 务必要把幽州城 与今天打下来 否则的话 我突厥威仪 随着协力的一声大吼 幽州城下的突厥军队 同样也不敢怠慢 因为 这些突厥士兵们心里清楚 一旦唐军赶到 他们将必死无疑了 毕竟 他们这些人 可都是双手沾满了 大唐百姓鲜血的刽子手啊 唐军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会放过他们的 他们唯一的生路 就是攻破幽州城逃回草原之上 与此同时 苍州城 看着陆续起来 从上午到下午 整整十五万大军赶到 李靖与李克 激动异常 当这些个大军赶到之后 几人在成功会师之后 便匆匆地在傍晚之际 于苍州城外 进行了一场简短的会谈 殿下 眼下接二十多万大军集中在这里 突厥那边 也不过是二十多万大军 咱们干脆打一场决战好了 即便不能够全间突厥人 可是 只要能够将他们的部队干掉一半 那么 至少二十年内 突厥是绝对不敢再难犯我大堂的 秦琼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李克解释道 那倒是 李克轻轻点头 就在这时候 程咬金派出去侦察的赤后们 疯狂地打马回来 同时 马背上还带着一个浑身是伤的士兵 这是怎么回事 是遇到突厥人了吗 程咬金见此 连忙地问道 不是 我们赶到的时候 这个兄弟被几十个突厥人追 弟兄们拼死把突厥骑兵们杀退了 然后我把他给带回来了 第129章 大秦瑞士出场 兄弟 兄弟 程里如何 文言 程咬金连忙地上前 将那些士兵给从马背上放下 就近地放到了一旁的一张软塌上后 用粗糙的手掌 拍打了下这士兵的脸蛋后 询问道 蜀王殿下 程 程快破了 我家将军说了 要是 要是今天晚上之前 没有 没有援军赶到 顶多 他们 他们绝对撑不过今天晚上 士兵有气无力地说道 随之 便昏倒了过去 文言 李克面露凝重之色 挥手示意一旁的士兵 把这个受伤的士兵给弄下去治疗伤势 随之 他面露凝重之色 朝在场的众人扫了一眼之后 询问道 各位 怎么办 殿下 眼下来不及啊 就算是派出骑兵过去 可是 能派出去多少啊 顶多也就是几万人的骑兵而已 即便是陛下 您的被围军骑兵还有那些的白马骑兵厉害 可是 白里的路啊 骑兵赶到至少也需要两三个时辰 两三个时辰过去 还得休息一阵才有力气打仗 这一耽搁 至少得几个时辰的功夫 不止如此 几万人的骑兵过去 突厥那边几十万人呢 再没有步兵大部队赶到的时候 这几万人过去的话 协力完全可以一边攻城 一边派人阻击咱们的骑兵啊 李静眉头锁成了团 程咬金等人面色沉重 心中暗道 莫非 他们这一番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突厥骑兵们 一个个在保掠之后 带着无数的财富 粮食 还有汉族百姓 从容地从幽州城回到草原去 正当这时 一旁的李克 却是猛然间 眼睛一亮 想到了一件事情 嗯 他想起来了 自己系统里面 貌似还有五千人的士兵 还没有从系统里面兑换出来呢 诸位不必担心 李克咧嘴一笑 朝众人说道 殿下这 一众几人面面相去 柴绍正是眉头一挑 他是李克的姑父 按理来说 是有资格呵斥李克几句的 只听见他说道 殿下 您可知道 这如果突厥人攻破了幽州城的后果 我当然知道 李克呵呵一笑 不过 本王在留守幽州城的时候 可不止在幽州城里 留下了陈瑞五千人的部队 殿下是说 您还留下了一只兵马 李静眼睛一瞪 不可思议的喃喃道 当然 李克点点头 这支军队人数五千人 眼下 城中情况危急 他们想必已经投入战场了 所以 我们不必担心 有这五千人的军队 幽州城在手上十天半个月 都不成问题 哪里会让突厥人攻破 这这 李静满脸的猛逼 只感觉李克在说谎 可是 看着李克这信誓旦旦的模样 他又不好反驳 而且 对于李克的人品 李静还是有所了解的 李克不是那种 会随便说谎的人 他此刻 既然已经说了 那就肯定是事实 只听见李静沉声地说道 有了五千人马 那咱们可以从容一些了 来人 即刻传令下去 所有将士就地休息 休息好之后 明天早晨出发 然后 明日行军八十里 赶到突厥背后 扎营休息 后日发起总攻 好 一众人纷纷点头 然后 便回去休息 毕竟 上阵打仗 尤其是冷兵器时代 那么 对于体力的要求 可是极大的 如果士兵们不能休息后 没有足够的体力的话 那大抵上了战场 也是当炮灰的料 所以 一众人士 纷纷退出军杖 准备休息 当众人都要走出去的时候 李静连忙地拉住李克 殿下 臣有一事要问 嗯 问吧 李克点点头 说起来 这事也怨我 当时也把你给瞒住了 主要是我招募的这五千士兵 没有得到父皇的首肯 所以 殿下不必多说了 臣只是疑惑 您这五千士兵 究竟藏在城中何处 就藏在我手下骑兵的军营里面 当初你瞒着你 是趁着晚上送到军营里面的 李克解释着说 李静虽然还是狐疑 但是却又觉得 李克说的有些道理 便也只好作罢 不再说话 与此同时 幽州城里 陈瑞已经陷入了弹尽梁绝的境地了 突厥人打得太猛了 尤其 梁师兜这个混蛋 竟然将守军的一大利器投尸机 给仿制了出来 并且在城外立起来了数百架 此刻 正在朝城里疯狂地抛射石头 这就给唐军守城 造成了更大的阻碍 此刻 陈瑞手下 包括城里的青壮在内 只剩下了两千人 其中 真正的士兵 只有五百人罢了 剩下都是青壮 这些青壮们 虽然有心守城 可是 问题关键在于他们 不过只是普通人罢了 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 可想而知 在守城时所能够发挥出来的作用 也就微乎其微了 此刻 随着突厥士兵越来越多的涌上城墙 仅仅一千多人的守军 瞬间便被淹没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瑞的内心里面 不免地生出了一种名叫绝望的情绪 可是 陈瑞却不知道 此刻 幽州城里的一个角落当中 随着百里外 李克的心念一动 一支军队 凭空地出现在了那里 黑夜里 五千全副武装的秦军瑞士 这些个一如后世兵马俑一般的金汉士兵们 身穿着黑色的甲胄 手中的长剑 长几此刻 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军队 这些个大秦帝国 征服天下六国的精锐士兵们 当一出现在这 便将目光 聚集在了他们前面 那个骑在战马上 手中按着长长配剑 眼眸里面 满是杀气的将领 此人 不是旁人 正是杀神白起 二三子 莫 五千秦军齐声吼道 随之 白起长剑一挥 直直远处地站得正汉的城墙 进 莫 随着五千秦军瑞士同时大喊 森严的军队里面 五千士兵步伐一致地 朝前面如临而动 速度很快 不过几分钟后 便已经赶到了城墙下面 第130章 援军已至 爆 正在城墙上休息着的陈瑞 突然间听到耳边传来了一个士兵的大喊 出什么事情了 是突厥人又打上来了吗 后者的脸色骤然一变 朝传临兵质问道 不是突厥人 是城里面 城里面 陈瑞脸色微微一变 随之 便循着一旁士兵的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入目所及 只见到远处的地面上 一队人数达到数千人 通体黑衣黑甲的精锐步兵 正朝自己缓缓走来 这些士兵 以陈瑞的眼光来看 无疑都是那种极其的精锐的士兵 他们装备精良不说 而且 自上到下 都流露出来一股浓重的肃杀气息 以至于 陈瑞面对着这一队 不知道从城里哪个地方冒出来的五千大军 面目难免地流露出来凝重之色 他喃喃道 这是什么人的部队 不像是突厥人的 那些士族的打扮 都是咱们害人的 一旁 有士兵说道 陈瑞微微点头 他连忙地高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从哪里过来的 凤属亡命 前来支援等 五千大秦瑞士的前面 骑着一匹河西战马的白起 冷峻地回道 除此之外 再无半句废话 而五千大秦瑞士 则纷纷地涌上城墙 然后 开始在城墙上面展开防御 继续进攻 城墙下面 随着邪力 又一道命令发出 无数的突厥士兵 再次地动作起来 他们扛着云梯 面露疲惫之色 费力挥动着武器 发出一声声有气无力的呐喊 眼神里面 满是九战之后疲惫之色 在军官们的一声声鹤令之下 匆匆地组成了攻击队形 然后 朝城墙上 准备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 望着那些个叙事待发的 攻城部队 邪力长出口气 他朝一旁的一众的突厥将校们 挤出了一个有些个难看的笑容 然后开口说道 看到了吧 咱们突厥的勇士 已经又一次地发起了进攻人 想必这一回 定能够一举地将城墙给攻开 是啊 一旁的梁师都点点头 然后 望了一眼身后 心里暗道 这一次 可真特妙的悬啊 差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与突厥可汗协力 还有他们身旁的这几十万大军 就要葬身于这幽州城下了 想到这里 梁师都不免地将目光 对准了远处一片黑暗 看不太清的幽州城城墙上面 在他看来 此番他们发起的攻城 大抵能够一举地攻破城墙 这倒不是他们在吹牛 而是事实 毕竟 他们交战了这么久 当然已经意识到了 城里的部队已经所剩无疑了 剩下的那些人 怎么可能再挡得住此番 数万突厥骑士们的攻城呢 正当一众人如此地想着的时候 城墙上面 白起看着自己面前的五千金锐 他锐利的双眼 冷冷地扫视着城墙下面 那快速掠动着的突厥士兵 然后 手中的琴剑高高地举起 只见到 城墙的夺口那里 五千的大秦瑞士们 手持着秦母 目光冷峻地端着秦母 瞄准了远处地面上 那逐渐靠近的突厥人们 秦弩的射程极远 达到了惊人的一百米以上 而且 弩剑者玩意 相比于弓箭 先天性的 便具有后者所不能拥有的精确度 而大秦瑞士 作为大秦帝国的精锐士兵 他们的装备不仅精良异常 而且 他们每个士兵 也都是多面手士兵 往往都是身被树杖 可以在战场上 充当不同的角色 就像是当下里克手下的 五千大秦瑞士们一样 他们每个人 都装备了秦弩 眼下 当五千张秦弩 对准了远处的突厥士兵的时候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当进入到秦弩的射程之内的那一刹那 一时间 摆起手中举着的秦剑 猛然间向下挥去 放箭 诺 一时间 五千大秦瑞士的怒吼声 响彻了整个战场之上的夜空 五千大秦瑞士们 同时扣动了秦弩上的扳机 片刻间 便是整整五千支三棱弩剑被射出去 这些弩剑 威力巨大 而且 弩剑的精确度 本身变高 再加上这些个士兵们 都是大秦最为精锐的瑞士 他们的射击精确度 那是杠杠的 于是火 战场上便出现了这样一副情形 随着铺天盖地的五千支弩剑 从城墙上射出的那一刹那 一时间 远处正在进攻的突厥士兵们 刹那间 位于前排的几排突厥士兵 便伸中弩剑 随口 发出了一声闷哼 倒在了地面上 刹那间 突厥人 组成的攻击洪流里面 便整整损失了三千多人 城墙上 夺口后面 当陈瑞正震惊于大秦瑞士们 那彪悍的战斗力的同时 五千名大秦瑞士们 却是在完成发射之后 迅速地躺下之下 然后 用脚完成了对拉力巨大的 秦弩的上弦 而这一过程 只持续了十几秒而已 当所有的士兵们 装填完毕之后 摆起手中的秦剑 再度地向下挥去 刹那间 又是数千名突厥士兵 倒在了秦弩那强大的杀伤力之下 远处 观摩着战场的邪力 脸都已经绿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眼瞅着 战争就要胜利的情况下 敌军竟然还能够发射出来 如此密集的弩箭 给他们的攻城部队 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杀伤 城里哪来的这么多弩手啊 哪来的啊 邪力喃喃着 语气激动异常 而一旁 一众人面面相去 却也说不出来的所以然来 这时候 远处的突厥士兵们 则也已经扛不住了 毕竟 刚刚才不过是 秦军的两轮骑射呀 就已经报销掉了 他们六七千人马 一次攻城 蒙受这么多的损失 此刻 他们早已经没有了 接着战斗的欲望 一个个也顾不上 后面的邪力 派出的都战队了 是纷纷地撒开脚丫子 就要逃跑 看的是邪力一阵的头疼之鱼 又愤怒地下令 都战队们 将那些个 擅自撤退的士兵们 给砍了 然后 由都战队的勘压下 让他们再次地发起进攻 第131章 唐军赶到了 天亮了 唐军的速度飞快 位于幽州城下的邪力身旁 只剩下20万大军了 而且 士兵们都已经疲惫异常 他们连续攻城了数日 可惜 却始终没有能够攻破幽州城 眼下 面对着面前坚固的 好像不可能攻克的幽州城 一种名为绝望的情绪 涌上了所有的突厥士兵 还有他们的军官将校们的脑海里面 作为突厥可汉邪力 作为这20万朔国 仅存下来的大军们的统帅 邪力的面色同样凝重异常 他已经意识到了 自已眼下的处境之危险 所以 从天亮开始 突厥士兵们便开始 一轮又一轮不要命地 朝城墙上发起冲击 并且 由于秦军的弩箭太过于厉害了 所以 邪力只得派出了所有的部队 让他们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着肉搏 好能够尽快地攻破城池 可惜 这一切都是奢望罢了 当到了中原时候 当20万唐军部队 已经距离幽州城不过30里地 距离邪力只有30里的路程 并且 双方的侍候们 已经开始在了战场上 进行起来了交战 邪力的心理 是心急如焚 而反观城墙上 守军们 却显得尤为淡定 五千秦军瑞士 组成了森严的方阵 他们仿佛是一台高精度的杀戮机器 仿佛 是不知疲惫的机器人一般 整整一个夜晚 外加一个上午的战斗里 他们依旧精神饱满 在那进行着作战 以至于 陈瑞自个都十分放心地 将自己手中的部队 给撤下了城墙 然后将防务移交给了白起 对于此 白起没有拒绝 在他看来 哪怕 只有他一人 也足够杀得城外的突厥军队 血流成河了 毕竟 他可是杀神吗 傍晚之际 当这一天的傍晚到来之时 作为突厥可汗 协力的内心 已经近乎是绝望了 原因非常简单 他已经无数次的派军 投入到攻城当中 可惜的是 到了现在 协力 包括他手下的二十万大军 却仍然没有突破城墙半步 反倒是让自已这边 损失了数万人的部队 眼下 只见到入目所及 在残阳的余晖之下 幽州城城墙下面 那是密密麻麻 无数的尸体 这些尸体堆积在原地 让人看了之后 不免地动容 可是 作为历史上的沙神 白起 后者面对着 如此尸山血海的情形 却没有丝毫的动容 而城墙下面的协力 就没有如此的淡定了 毕竟相比于 从容淡定的白起而言 眼下的战局对于他 那几乎是让他 必死无疑的一个战局了 入目所及 只见到茫茫战场之上 突厥大军的后方 此刻是一片的骚乱 整整二十万堂军 连绵数里 排列成整齐的阵列 长枪在前 弓弩在后 大车上面装着投尸机 紧随着阵列前行 缓缓地在无数火把 映照着的灯光下 逐渐地靠近着 隔着远远的 看着那逐渐靠近的火光长龙 协力的眉头扭成一团 随之他看了一眼前面 幽州城城墙 黑夜里的幽州城显得尤为黑暗 暗夜里 这座残破不堪的城池 仿佛是永远不可能被攻破 现在还有多少部队 协力由于片刻之后 朝身旁问道 一旁 一个士兵苦着脸说 十七万多 人数优势没有了呀 协力苦笑一声 原本占据人数优势的 应该是他 可是现在 他手下的军队 只剩下了十七万人了 相比于远处 正在逐渐靠近 距离他们不过几里地 已经朝这边发起进攻的 唐军而言 数量少的不能再少 放弃攻城吧 协力有些愤怒地 扫了一眼身后的城墙 随着目光炯炯地 对准了远处 他只留下了五千人的部队 用来盯住城墙上的守军 不要让他们 在自己与唐军 主力交战的时候 朝自己的背后 所有将士 把所有抓来的 汉人俘虏们 捆绑起来 用绳子串成串 驱赶着他们前行 协力高喊 在兵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 他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了 绵延的阵线上 无数的火把映照着大地 而这一天正好是个满月 月如银盘 皎洁的月光洒在大地上 空气里净是哭声喊声 数十万被突厥 截掠过来的汉人百姓 被驱赶到了两军阵前 在之后 整整十七万突厥骑兵 同时间的上马 然后 目光远远地 眺望着远处突厥可汉协力的盗骑 然后 眼神里面 满是刚毅之色 纷纷地抄起了自己手上的刀剑 准备与唐军 进行一番最后的决战 看着面前的情形 远处 在三千被围军的簇拥下 站在一匹战马的马背上面 凭借着自已良好的马术 端着望远镜 在那远远地眺望着远处突厥人军情的里克 脸上出来了狂喜之色 突厥人的兵力 比他预想的 要少得多了 突厥人 竟然只有十几万人军队 人数优势 已经茫然无存了 眼睛 人数优势属于唐军 而且 不止如此 幽州城里面 还有整整五千的大秦瑞士呢 可以说 眼下的突厥 是父辈受敌 在这样的情况下 突厥可汉协力 想要成功地逃出战场 难如登天 除非 除非他的背上长出来了翅膀 可以助他飞过幽州城城墙 否则的话 大抵在今天 在这幽州城下 就是协力的葬身之时 夜战对于军队而言 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因为 黑夜会成为士兵们最大的敌人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历史上会有那么多夜袭 还有夜战战败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一切只因为 在黑夜里面进行交战 无论是对士兵 还是对于军官 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可是 这一切放在当下的唐军 与远处的突厥军队而言 却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 唐军与突厥军队 都是当下时代最为优秀的军队 他们完全可以在这夜晚里面 进行一起大规模的夜战 此刻 当突厥骑兵们纷纷上马之后 第132章 办法 负责指挥着全军的李靖 站在一辆战车之上 他大手一挥 随之便命令手下的士兵们 敲响了战鼓 不过 在这战鼓声隆隆的情况下 唐军士兵们 却是纷纷地停下了脚步 前排的唐军 将手中的长枪 给挟着着天空 严阵以待 等候着突厥骑兵前来冲击 嗯 唐军终究都是步兵啊 面对着骑兵 只能够采取这样的点数 不过 坚固的步兵方阵 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而此刻 李克手下的三千被围军 作为一支已经证明了 自以强大实力的军队 这支被围军 则并没有在一开始 便投入到战场上面去 毕竟 眼下的战端才刚刚开始 双方军队 高达近四十万的大混战啊 这种规模的战役 谁也不知道 究竟会持续多久时间 而且 远处的地面上 还有那么多被突厥骑兵们 驱赶着的汉人百姓 所以 此刻的李克 是绝对不能派出三千铁骑 聚装马甲 去发起冲击的 因为 那样做的话 自以军阵面前 至少将会有数万人 被战马蹂躏而死 而在这个时候 作为三军统帅 刚刚接到李世民命令 负责统领全局的礼径 却是面露出来凝重之色 看着远处 突厥士兵前面 那密密麻麻的汉人百姓 这些汉人百姓 其中有男有女 都是大唐帝国 最为需要的青壮年们 他们的人数 比突厥骑兵的人数 要多得多了 至少 有三四十万人 这些人 都是这些日子 突厥在大唐腹地劫掠的成果 是邪力原本打算带到突厥 充当奴隶的一群人 在突厥人看来 这些汉人百姓 几乎不可以被称之为人 他们 不过是一群奴隶一样的存在 在战局顺畅的时候 或许 他们会留着这些汉人轻壮 可是 一旦当战局陷入到颓势之后 尤其是像是当下这种 连突厥自已都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邪力自然不会顾及 这些汉人百姓们的性命 可是 邪力不顾及 李静却不得不顾及啊 毕竟 这些个百姓 那可都是 自已汉家的人口啊 大唐帝国当下 人口不过是两千万左右而已 这么少的人口里面 青壮年就更少了 而那边 可是三四十万被突厥人 给驱赶着的汉人百姓啊 如果向这些人挥下屠刀的话 李静实在是不舍得 也不忍心 可是 一旁的乔国公柴少见到李静如此模样 心里顿时生出了一阵的自责之意 他强硬起心常来 朝李静还有李克等人一拱手说道 李将军 不要有妇人之人 你可知道 这当初幽州城是怎么实现的 就是协力派用这些百姓们当筹码 其中混了一批粮食多的人马 结果导致了幽州城实现 眼下 如果您犯了妇人之人 放这些百姓们过来 先不说会冲散我军的阵列 万一里面有突厥人的细作 那该如何 这 李静眉头一锁 像是电视剧里面 在倭寇鬼子们 驱赶着百姓前来充当肉盾时 机智的我国守军们 让百姓们趴下 或是直接的 暂时的不开枪 让百姓们进入到自己家里阵地里面的事情 是绝对不可能有现实当中实现的 因为 军队作战 无论是冷兵器时代 还是热武器时代 那都是有章法 有战术的 就像是当下 李克身旁的二十万堂军而言 这些多是步兵的军队 在单个的面对起来突厥的骑兵时 根本就不是对手 可是一旦他们排列成军阵 然后列阵作战的话 那么 便可以通过阵列 对抗骑兵 可是 一旦让百姓们进入到阵列 乱草草的百姓们 势必会将大军原先的阵列给冲散 而战场之上 重新布阵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哪怕是再优秀的军队 也至少需要一段时间 而战场之上 往往几十秒 一分钟 便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任何的错误 都有可能会导致全军战败 在吸取了幽州城的经验之后 此刻 难免地生出铁石心肠来 这 听到柴少的话 李静面露凝重之色 他知道 柴少所说的句句属实 就在这时候 人群里面 李克看了远远处的几十万 已经被驱赶起来的百姓 眉头紧锁着沉吟了片刻后 他突然间开口道 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李静等人 瞬间将目光 聚集在了李克身上 而与此同时 鞋里也在思量着 借着战场上 黑暗的掩护 亲自带着一阵精锐骑兵 悄悄地摸到了唐军的阵前 然后观摩起来了战场上的情况 这一看 让邪力心中的悲观 又增加了些许 因为 面对着面前唐军步兵 所摆出来的奸阵 他貌似没有半点的办法对付 正当邪力苦苦地思索着对策 想要为自己手下的军队 盈利一线生机的时候 突然间 远处的唐军阵列里 一声大喊声袭来 突厥可汗邪力 可在 这是 邪力有些猛逼 这时候 唐军阵列里面 只见到 在正中央的位置处 随着前面的长枪兵们 让开一条道路 便只见一起白马飞奔而出 上面是一个小孩手持着马朔 在那高喊着 这一幕 让邪力疑惑异常 这时候 远处 李克已经开口了 本王是大唐鼠王李克 本王此番出现在此 有句话 要与邪力讲 文言 远处的邪力大喜 他心想 莫非是唐军认为他的实力尚且还在 不愿意与他进行一番交战 而且 又顾及这些汉人百姓们的性命 所以 打算跟自以议和呢 想到这 邪力的心里 犹如绝处逢生一般 生出了一阵声的希望 可是 这时候 远处传来的李克的话音 却是让邪力脸色陡然间黑了下来 唐军并不是要与他议和 只听见李克 正掠马与突厥军阵前高喊着 本王李克不过八岁而已 眼下 不愿意看到咱们两军交兵的惨状 更不愿意看到 我大唐百姓们在两军阵前 死伤惨重 两国军队死伤整戒的情形 第133章 决斗 所以 本王决定 与突厥可汉协力 来一场比试 哦 协力诧异地看着远处掠马奔走着的李克 心中生出一声惊恶 莫非 这小子要与我单挑 而李克则还在那自顾自地大喊道 你与你协力 二人在两军阵前 数十万人面前进行单打独斗 若我胜 则协力你放下武器 立刻投降我大唐 即便是不能答应这个请求 也应当将两军阵前 我大唐的数十万百姓给归还于我大唐 若我败 则我立刻 让守军退出幽州城 放你们离去 这 文言 协力脸色一喜 他觉得 这是个好办法啊 想到这 他目光瞄向了远处的李克 哼 你小子不过八岁而已 有什么厉害的 本克汗纵横沙场 纵横大漠数十年之久 斩于本王马下的敌人 也不知道有多少了 你一个区区的八岁小孩 也敢与本王在两军阵前交战 是谁给你的胆子 是梁翠平吗 这时候 李克则是件协力军中 不见回应 他大吼一声 哼 原来突厥可汉协力 是一个胆小之辈 竟然连我一个小孩都怕 那他还混什么 乖乖的 在这等死好了 李克的话音落下 远处 突厥军中 响起了一声威严的声音 我协力在此 我与你应战 若我胜 你打开幽州城城墙 若我败 则归还这些百姓于你 协力说罢 随之 他策马 冲出了突厥军阵 远处 李静观摩了片刻后 瞬间大喜 因为 他分明看出来了 此人 正是协力 而这个时候 李克则已经开始 掠马上前 二人 就在双方阵前 数里外的空地上 相隔三百多步 对视着 你便是协力 李克看着面前的协力 不禁地感觉有些头皮发麻 协力确实是一员汉将了 此时 隔得远远的 李克都能够感觉到其身上 那浓重的杀气 当然了 协力厉害 他李克也不是吃素的 少废话 本可汉前来 不取你性命 只将你击败 到时候 你务必派有放手幽州城 让我军出长城 回到草原 协力没有与李克多说话 在他看来 李克的身手 是不怎么样的 毕竟 一个八岁小孩 能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想到这 他便直接地策马 冲了出去 而与此同时 突厥大军里面 跟随着突厥王子 那都质疑快地出使过大唐的护卫达斯鲁 看着远处 已经过去与答应了与李克的决斗的自家可汗 顿时是狂拍大腿 按道后悔啊 别人不了解李克的身手 他是了解的 当初那都知 还有突厥国师 都特喵地折在了李克的手上了 这样的人 身手能差 可惜的是 这些事情 协力并不知道 而且 由于他当时就待在军前 达斯鲁不在身旁 也来不及提醒 所以 便有了当下这一幕 杀 震天的喊杀声 骤然间响起 柴少有些揪心地盯着两军阵前 正在朝协力去的李克 而一旁 李静程咬经 秦琼等人 亦是如此 虽然他们了解李克的身手 否则的话 也不至于会答应李克之身 范贤请求 可是 了解归了解 李克虽然不讨李世民喜欢 可是 那再不计 也是一个皇子啊 如果李克在与协力的战斗当中 有了什么闪失的话 那么 他们这一群人 可就难辞其咎了 正当一众人忧心忡忡的时候 李克与协力的对冲 已经展开了 双方的速度飞快 借着战马的速度 双方眼瞅着 就已经要靠近了 这时候 正当协力挥舞着自己手上 重量巨大的流星锤 准备给李克来那么一下的时候 突然间 协力却发现 正在战马骑着马的李克 竟然特喵地 直接地纵身一跃 跳了起来 而李克 则是凭借着自己那强大的内力 在空中一跃数丈之高 随之 便在两军几十万士兵们 惊呼声当中 手持着马朔 朝鞋力刺了过去 而协力 见此情形 虽然一阵的慌乱 但是 他还是连忙地提起手上的大锤 当住了这致命的一击 不过 李克那强大的力道 却在此地 显现得淋漓尽致 只见到 随着李克用力 手持着马朔 从空中刺下的他 竟然 将协力给压得喘不过气来 以至于 此刻的协力 不免得一头冷汗 一阵的后悔 早知道如此 特喵地 就不跟李克决斗了 见到协力 竟然还能够勉强支撑下去 李克也有些惊讶于后者的力道 他眉头一挑 随之在空中一个翻身 雄厚的内力 马朔带着万斤力道 直接地压在了协力下面 随之 协力胯下的战马 便吃痛下 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鸣叫声 随之 四条马腿 凭空地 便在这巨大的力道下 被压断了 陡然间感受着战马支撑不住 然后栽倒在地的力道 协力一手 持着铁锤奋力格挡 随之 另一只手 便将另一个流星锤给投掷出去 希望可以砸中李克 可是 这一切 终究只是奢望罢了 李克只是身子一侧 便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 在这一切 只是在电光火石之间便完成了 这时候 远处 李克的战马 已经奔驰了过来 他稳稳地 便坐了战马之上 而反观协力嘛 此刻则已经失去了战马 就连手中的武器流星锤 也只剩下了一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根本无法对抗李克 远处 见到此情此景 李静等人长出口气 刚刚的战斗 不过几秒钟罢了 可是 这几秒钟的时间 李克便已经与协力 奋出了胜负来 眼下 击败失去战马的协力 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这 协力不可思议地喘着粗气 望着不远处 隔着机米外站 马上拿着马朔 朔间挟指着自己的李克 一阵的惊恶 他万万没有想到 李克这么一个才八岁的小子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内力 以至于 他根本无法将后者给击败 甚至 都在其手下 支撑不了一个回合 第134章 扣下协力 协力是跑不了 毕竟 两条腿 怎么能够跑得过 李克胯下的汉邪宝马的四条腿呢 而他手上拿着的大铁锤子 又不是长兵器 在面对骑兵的时候 如果步兵想要对抗骑兵 那么 他们手上必须得有一件 诸如长矛 长枪 或是马朔 或是其他的长兵器 在没有长兵器的情况下 步兵跟骑兵对着干 那无疑是找死 作为在沙场上面 摸滚打爬过无数次的沙场老人 协力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 在感受到自己身后 那愈发的靠近的马蹄身后 协力当即便高喊一声 我认输 好 李克轻轻汗手 随之便勒马停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 对面 相距仅仅只有数米的协力 则是缓缓地转过身来 不过 他并没有在当下 使用什么阴招来对付李克 不是他的人品素质有多么的高 而是因为 刚刚的一番交战里面 他已经意识到了李克的厉害 此刻 协力心里十分明白 自己绝对不是李克的对手 自然而然 他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去跟李克动手 我说了 协力看向李克 然后 朝李克说道 等一下 等到我回到我军阵列里 自会把这些汉人百姓们 全部放了 说吧 协力朝李克一拱手 便要步行回去 而远处 突厥大军的阵中 达斯鲁则已经匆匆地带着 几百个精锐的骑兵 想要过来接应协力 可是 就在协力大步 准备跑回自家军阵之后 然后步履行诺言的时候 远处 李克已经策马冲了过来 别急着走嘛 协力 你 你想干什么 协力脸色骤然一变 而远处的达斯鲁一行人 见此情形 则是纷纷提起了马速 想要前来拯救协力 可是 他们终究还是迟了 毕竟 李克距离协力 实在是太近了 近到 几秒钟便可以赶到后者面前 鉴于你们突厥人的道德水平 过于低劣 眼下 为了保证咱们的赌注 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所以 暂时的 你不能回去 等到你把我们华夏的百姓 全部地放归于我们这边之后 我才会放你回去 李克冷笑一声说道 随之 也不顾协力的反对 直接地便从马背上 甩出一根绳索来 将协力给套住之后 李克手中的马朔 直指着后面的胸腔 然后 他朝远处 已经掠马飞奔到距离自已这边 只有不过百余米外的达斯鲁一众人道 立刻停下 否则的话 别怪我杀了你们的可汗 你 正在掠马飞奔着的达斯鲁一行人 脸色骤变 不过 他们终究还是不敢读李克 会不会向协力下手 是纷纷地勒紧缰绳 然后 一脸的急切 看着 被李克所控制住的协力 很好 李克微微点头 随之 他朝一旁已经被自己给劫持了的协力 看了眼之后 张口说道 给你的人下命令吧 让他们把我们汉人百姓 全部都放回来 我们汉人们 讲诚信 不是跟你们突厥人一样的无耻之徒 只要我们的百姓全部放回来的 那么 本王自然会饶你一条性命 好好好 协力连连点头 额头上冒着痘大的汉珠 不过 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 即便是内心里面 慌乱异常 十分担心会丢了自己的小命 可是协力当下 仍然在那里暗中地使着小心思 只听见他朝远处的达斯鲁高喊道 达斯鲁 把所有劫掠的汉人百姓 都给放了吧 一个也不留 全部都放掉 另外 让梁师都把他军中劫掠的汉人百姓 也给放了 是 可汗 达斯鲁接过命令 可是 他却有些猛逼 因为 梁师都的军中 压根就没有什么汉人俘虏 正当他疑惑之际 当他将这个消息 给带回到突厥大军里面的时候 梁师都已经反应了过来 他朝远处汉人俘虏里面扫了一眼后 随之 便吩咐手下人 匆匆地过去 然后挑出来一批轻壮俘虏 人数约莫有五千人左右 而与此同时 梁师都也悄悄地 从自己的手下里面 挑选出来了五千士兵 虽然梁师都投靠了突厥 但是 他手下的士兵 却皆是汉人士族 所以 这些士兵 如果换上汉人百姓的服饰 那么 几乎是无法分辨的 这也是为何 梁师都 上次在幽州城里面 能够成功的原因 李克则是已经用绳索 拉着邪力 用马朔逼着后者 到达了一方军营里面 刚一过去 便只见道成咬金 大呼小叫了起来 哼 邪力 好久不见啊 哼哼 好久不见 邪力额头上冒着冷汗 他也算是了解成咬金 武德九年突厥入寇的时候 他们就曾经在成咬金手下 吃了不小的亏 如今仇人见面 可是由于邪力此刻 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所以 他只能够对着成咬金 连连陪笑 不敢出一言无辱 毕竟 万一成咬金黑四一生气 把他给砍了 那他上哪说里去啊 而这时候 李静却是走了过来 身旁 还有脸色 同样素目异常的柴哨 蜀王殿下 邪力此贼 虽然被我君俘虏了 可是 此贼却仍然心怀不轨 哦 李克脸色微变 只听见柴哨解释道 他刚刚已经说了 把所有的汉人俘虏给放归 可是 后来为什么要补充一句 还要让梁师 都把自己手下的汉人俘虏给放归呢 这 李克脸色微变 随之 便恍然间明白了过来 他是在故意地提醒梁师都 对 没错 就是如何 柴哨重重地点头 然后 恨恨地看了一眼协力 上一次在幽州城里 协力就是靠着这一招 炸开幽州城城门的 眼下 咱们绝对不能再上他一回当了 那是自然 李克不假思索地点头 而李靖与程咬金 却是呆住了 这 这可该如何是好 那边那么多百姓 既然混入了突厥人的士兵 那咱们可不能放他们回来 第135章 百姓里面有敌军 这个 文言 乔国公柴哨 脸色骤变 是啊 如果不能够分辨出来 那些个放归回来的数十万汉人百姓里面 哪个是突厥人派出来的细作 是梁师都手下的士兵 一旦将他们给放到大军后面 即便是这些人手上 没有武器 可是 几十万个俘虏里面 掺上个几千个士兵 是完全可以的 这么多人 哪怕是几千头猪 一旦在唐军阵列后面乱起来的 都极有可能会导致整场战局的局势 以至于 此刻在犹豫了片刻之后 柴哨竟然眉头紧锁着 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 为国而死 死得其所 干脆 不用管这些百姓了 毕竟 为了这些百姓 而导致咱们大唐丧权辱师 那是不值当的 唉 一旁的李靖 也不禁得长叹口气 他也觉得没有办法 程咬金虽然心有不忍 可是 眼下的道理很简单 要么 是就这些个百姓 但是 需要承担一定的战败风险 而不救的话 那么 虽然于心不忍 但是 哪怕官司 打到李二面前 那他们 也都站着李呢 毕竟 战场之上 任何可能会导致战败的事情 都不能去做 身为三军统帅 大伙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不是别的 正是这个战争的胜利与否 至于百姓们的死活 那就顾不上了 可就在这时候 一旁的李克 却是突然间开口 这个办法 倒是不难吗 不难 李靖等人眼睛一亮 看向了李克 殿下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办法 办法道谈不上 就是一些个雕虫小技而已 华夏人喜欢含蓄 李克也差不多 他呵呵一笑 解释了起来 眼下 邪力在我们手下 只要我们手上掌握了邪力 大不了 就是花一些时间 仔细地甄别一下 这些百姓里面 有没有混入突厥人就是了 至于如此的甄别吗 这个简单 李克笑着说道 以邪力为筹码 拖延些时间 会不会 会不会让突厥人误以为 咱们不打算放回他们的可汗 如此一来 他们大抵是会狗急跳墙 直接地朝我军发起进攻的呀 李靖咒没说道 这个嘛 虽然是问题 可是 问题倒也不大 李克冷笑一声 他朝一旁的邪力瞅了眼 到时候 带着三千倍为军骑士 压着邪力 到达两军阵前 让邪力亲自喊话 不就妥了 即便是突厥人 不管他邪力这个可汗了 可是 凭借着我手下的三千倍为军 在战场上 打崩协力手下数万骑兵 都不在话下 届时 还可以用鼓声命令城里的我军 朝突厥人背后 发起进攻 如此一来 拖廷上半个时辰 不在话下 而这半个时辰的时候 完全够了 半个时辰 几十万人啊 殿下 当如何的真别啊 柴少眉头紧锁着问道 是啊 几十万个人 怎么真别 何况 时间才不过半个时辰而已 人数是几十万人 可是 这里面的女人占了一半吧 女人能当兵吗 姑父 虽然我姑姑也带兵打仗 可她这样的骑女子 放眼天下 也就一个而已 所以 只需要真别里面的 二十多万男人罢了 而这些人的数量 也就比咱们手下的士兵 多上几万人而已 每个人真别一两个 就足够完成了 有什么不妥的 咦 程咬金眼睛一亮 蜀王殿下说的是啊 就这么办 说的简单 可是万一这些人不带兵器 咱们又当如何真别啊 毕竟 这当兵的脸上 也没写着当兵这俩字啊 这个就更简单了 李克冷笑一声 梁师 都手下的士兵 是哪里人 这还用问 肯定是朔方人了 李静不假思索 这不结了 朔方人说话的口音 跟这里的太行以东的百姓 说话的口音 能一样吗 这 李静脸色顿时一变 随之 大笑了起来 还真是 到时候让士兵们随便问一句话 如果口音不对 那就肯定是梁师都手下的人 对 李克点点头 他朝面前的柴少一拱手 乔国公 你手下可是有不少河东人士 咱们军中 别的人不懂本地方言 可是 你手下的人 总该懂吧 那是自然 柴少不假思索 陈手下的几万人 可都是本地人士 由他们来问的话 一句话便可以分出 是不是本地人士 让他们这些人来问 半个时辰 绰绰有余 那好 李克满意地点点头 他朝李进道 把乔国公的部队 集中起来 拉成横阵 摆在阵前 列成人墙 负责甄别百姓 而剩下的士兵们 则负责 将这些的百姓们 给送到后面去 不过 这甄别也不是百分之百 能够甄别清楚的 里面势必会可能会误杀 或是 放了几个敌人进来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误杀倒也罢了 毕竟 也杀不了几个 可是 放进来的敌人 却不能忽视 要留下一千人的部队 负责看管这些解救下来的百姓 倒不是防他们 而是防他们里面 会不会有突厥人残留细作 在那闹事 殿下所言极是 李进复喝着点点头 随之 又将目光对准远处的突厥大军 发出了一声冷笑 哼哼 这下 我倒要看看他们 还有什么应招可以使唤 与此同时 一旁 就这么地听着唐军部署的协力 额头冒汗 心里后悔莫及 早特喵地知道 唐军这么精的话 他当时 就不应该耍那种小聪明 现在倒好 按照唐军的办法 百分之百 他让粮食都派到汉人百姓里面的粮食 都不下士兵 会被一个个挑出来 然后就地正法砍头 想到这 协力他怎么能不后悔呢 要知道 当下的协力手下 本来兵马就不多 这凭空地 再损失了几千人的兵马 那接下来 即便是他能够回到自家的大军里面 可是 战胜的概率 还是非常渺茫 第136章 甄别敌军 几家欢乐几家愁 协力追悔莫及的时候 远处 被突厥人俘虏的几十万汉人青壮们 却是激动异常 因为 他们刚刚已经观摩到了 李克镇服协力的壮举 已经知道 自己即刻被解救的事实 而与此同时 正当这些汉人百姓们 开怀异常的时候 位于突厥士兵组成的阵列后面 一场屠杀 刚刚结束 地面上倒握着整整五千具尸体 这些尸体 都是光着的 没有穿任何的衣服 之所以如此 则是因为 为了防止这些汉人百姓被杀死的时候 身上的衣服沾上了血 然后导致被唐军识破 所以 在对他们进行屠杀之前 梁师都先用刀剑 逼迫这些百姓们脱下了全套的衣服 而随之 梁师都手下的五千汉人士兵们 却是匆匆地脱着衣服 穿着一旁 还戴着是去者余温的衣裳 穿戴整齐之后 正当这些人 准备往身上藏些个什么兵器的时候 却被梁师都给制止了 且慢 带着兵器 唐军一搜身 你们不就全部被发现了 梁师都摇了摇头说道 可是 那该如何是好啊 一旁 几个士兵眉头一锁 没有兵器 赤手空拳的 那还怎么打仗啊 混入了唐军后面 即便是没有兵器 你们到时候 趁着唐军跟我们打得正激烈的时候 五千个人 突厥间朝唐军背后发难 夺下一些兵器 还不是手到擎来的事 不比现在 一人拿上把短刀 匕首来得痛快 那倒是 士兵们恍然 随之便纷纷叩手 大王厉害 小的误会了大王 不必多礼 梁师都笑着挥手 示意士兵们起来 然后 随之见五千人已经穿戴整齐 浑身上下 就连鞋子 都已然换成了汉人百姓们穿的鞋绿 如此 他这才放下心来 一挥手 便说道 接下来 你们会被分批的 送到那些个百姓里面去 本王给你们制定个暗号 到时候 就按这个暗号 来确定是不是自以人 什么暗号 一众人面面相觑 这时候 梁师都开口了 暗号就是 山河崩 突决心 明白了 一众士兵们纷纷点头 而梁师都却是大手一挥 将他们给分批的送到了远处的汉人百姓里面 分批的掺入到了其中 而这些人 在进入到人群里面之后 也开始悄悄的四处移动 这个时候 两军阵前 达斯鲁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 然后 朝里克这边高喊道 远处的唐军听着 我们县城 开始放你们的百姓过去 希望你们尽快地 在我们把百姓们放回去之后 把我们可汗给放回来 不急 李克冷笑一声 随之 披挂整齐 身穿着一身小号的明光铠甲 然后 手持着马朔 一旁的鞋力 则也被死死捆在了一匹矮角蒙古马上 随着李克大手一挥 他身后 岳飞还有三千被围军骑兵们 同时的策马 冲出唐军军阵 然后 在远处那快速地朝这边跑来的汉人百姓人朝 快要靠近的时候 李克高喊道 让开道路 让开道路 这些百姓们倒也小事 纷纷地让开了道路 在他们的人流当中空出来了一个数百米宽的通道 李克带着三千被围军骑兵 策马冲了出去 到达他们背后之后 三千被围军骑兵片刻间便完成了列阵 他三千的被围军骑兵前 则是李克与岳飞立马于两军阵前 此刻 岳飞手中的长剑高高举起 一旁 则是被捆在马上 动弹不得的突厥可汉协力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想对我们可汗做什么 见此情形 达斯鲁脸色骤变 他大呼小叫个不停 干什么 我们汉人不跟你们突厥人似的 讲信誉 说会放过你们可汗 那自然会放过你们可汗 眼下这不是因为 你们太不老实了 竟然在这些俘虏里面 掺杂了这么多的粮食 都锁步兵马 所以 在完成对这些百姓的甄别之前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放过协力的 李克冷笑着 朝远处的达斯鲁喊道 后者脸色微变的同时 这时候 空气里面隆隆的鼓声 密集如雨点一般 传了出来 古代战场上 往往会使用金鼓之声 作为战场之上的信息传递方式 毕竟 在战场上 鼓声可以传出数里之外的 完全可以通过鼓声 来指挥数万大军进行作战 当这鼓声响起之后 突厥人一阵的慌乱 与此同时 在他们的背后的幽州城城墙上面 随着这鼓点声响起 城里面的五千大秦铁士 还有陈锐手下的一千多剩余守军 脸色骤变 无他 这密集的古典 分明是在命令他们 马上出城 然后 列阵 准备朝突厥人背后 发起进攻 这 这能行吗 白将军 陈锐小心翼翼地 朝面前的沙神白起问道 这些日子 他已经了解到 这个将军名叫白起 与历史上的那个沙神同名 不过 虽然白起的名字很凶 可是 这并不代表陈锐会将自己身旁的这个白起 当成历史上 坑杀了赵国四十万降族的白起 在陈锐看来 自己的下 即便是加上白起 也不过只有六千人的兵马 这些个黑衣黑甲的精锐士兵们 虽然在这些日子的守城战当中 发挥出来了极大的作用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些士兵 终究只是步兵啊 他们的数量 也才只有五千人而已 而远处 光是盯着他们的突厥骑兵 就有五千人之多 骑兵本就比步兵要厉害 在机枪发明之前 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只有五千步兵 就出城挑战那五千骑兵 这在陈锐看来 可以说是必败无疑了 可是 白起却没有任何的惧色 他冷笑一声 毛子里面满是杀戮的欲望 只见到他一挥手 二三子 墨 五千身上的甲咒 都已经沾了厚重的 血架的士兵们 齐声幕后 声音响彻整片战场 远处那紧盯着 幽州城的突厥骑兵们 不禁的一阵肃然 第137章 高居立军道 当五千秦军瑞士 出城之后 在白起的指挥下列 出来一个准备进攻的 监视布阵的时候 唐军阵前 如火如荼的甄别工作 正在进行当中 女人们被直接的放行通过了 而在组成了人强的 五万柴哨所部的 唐军面前 剩下的百姓 则在进行着甄别 甄别工作进行起来 倒也不难 只需要问一句话 随便问一句就行 而这种随机性的问话 也使得在人群里面的粮食 都锁部士兵们傻眼了 因为唐军 如果问固定的问题的话 他们大可以 临时的献学献卖 学会一句当地方言 来凑合着蒙混过关 可是唐军问题的 随意性极大 或是问你肚子饿不饿 或是问你 头发几天没洗了 或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或是问你家里老母如何 或是让你唱的本地的民谣 甚至还特喵的有人 拿出本地的婚段子来问人 总而言之 是花样百出 以至于 这些个操着一口 朔方方言的 梁诗都锁部士兵们 哪里能够混过去 当场便被甄别发现 随之 一边问话 手里面还抄着刀子 唐军士兵 便会高呼一声 此人乃是汉奸 梁诗都锁部之汉奸兵 然后当场将其斩首 对于此 百姓们倒也没有太大的惊慌 甚至还有百姓 一起随着唐军动手 帮忙甄别这些个汉奸兵们 他们对于梁军的士兵 那可是恨入骨髓啊 因为 任何时代 汉奸二鬼子 往往都是比真正的敌人 更加可恨的 这些日子 梁诗都锁部的士兵 可是没少祸害着河东的百姓们 而在甄别工作进行着的时候 李克则是试着三千倍围军骑兵们 死死地盯着前面的突厥大军 这个时候 突厥军里也在上演着一场争吵 有的人要求 放弃邪力这个可汗了 反正他们突厥人本身 也没有什么中军爱国的思想 邪力之所以能够当得上 这个突厥可汗 纯粹是因为他本人实力过硬的因素罢了 可是 邪力混了这么多年 也是有一波死忠在的 这些死忠们 可不愿意 邪力就这么的死了 是死活不愿意的率军发起攻击 这一时间 突厥军中 正陷入到了僵持状态 而邪力本人 作为一个个突厥人 也是在了解 自己手下这边货门的奏性了 所以 此时被岳武木用刀架着的他 是不停地高喊着 命令远处的突厥军队 不准发起进攻 正当战局就这么的僵持下去的时候 位于幽州城外 十里处 在黑夜里面 一只不齐共计十三万的大军 正人贤眉 马斋林 在黑夜里面快速前行着 父王 您听见了吗 黑夜里面 任何的声响都会传出去很远 何况战场之上 数十万人喧嚣呢 此刻 高岳就清晰地听见了这动静 看梯子 邪力还没有被唐军给击败啊 高建武长出口气 他扫了眼前面的幽州城 黑夜里面 月光下 他可以清晰地窥见 远处幽州城那高高的城墙 在黑夜里面的所显现出来的轮廓 只听见高建武喃喃道 还有十里地 唐军一定想不到 我们高沟黎会派兵攻打幽州 他们一定是在防备南面的突厥人的 对于幽州城北面 大抵不会有什么防备 只削咱们一个偷袭 幽州城给夺下来为 届时 如果咱们能够进入中原 会同突厥人的部队 击败唐军 应当是不成问题啊 父王不可 听到高建武的想法后 高岳脸色顿时一变 连忙地制止 父王 绝对不可以 如若咱们击败唐军 那么 日后天下必定是突厥一家独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咱们高沟黎势必不如突厥 届时 如果突厥扫灭大唐 与我高沟黎而言 亦不是好事 这 高建武脸色微变 这大抵就是高沟黎 这么一个小国的悲哀了 高沟黎是一个农耕国家 虽然有着四五百万的人口 但是 动员起来十几万的军队 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极限了 而十几万人的军队 相比于大唐 还有突厥人的 终究是少得可怜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上 高沟黎虽然实力不容小觑 拥有着可以搅动 东亚大陆风云的实力 可是 他却不得不维持着 大唐与突厥 势均力敌的局面 谁敢保证 一家独大后的突厥 或是大唐 不会朝他们高沟黎发起进攻 要知道 他们上一次有运气 击败隋朝的百万大军 可是 就像是倭寇的神风一样 这样的运气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遇上的 本王明白了 高建武微微汗手 将协力救出之后 咱们可以把守幽州关口 迫使他交出来一部分截略的钱粮 作为我军出兵的军费 如此一来 才可以放他北去 而我军 则留下偏十三万人 占领幽州城 父王 您这是 高月脸色顿变 这时候 他只见到高建武的眼神里面 闪烁出来贪婪之色 幽州城北 如果开垦出来 几百万亩地还是有的 重上庄稼 养上几十万人不在话下 我异于在此地屯兵 日后 只有掌握了阉山门户 唐军就无法再朝我高沟黎发起进攻了 相反 要发起进攻 也得是我高沟黎向中原发起进攻 高建武满脸的决然说 一旁的高月思索片刻 眼睛一亮 是啊 幽州城在唐军手上 那么 唐军随时可以出幽州城 东征他们高沟黎 而反之 如果在他们高距离手上 唐军想要对付他们高沟黎 就必须得夺回幽州城才行 父王英明 女儿佩服 高月朝高建武一拱手 说道 哈哈 后者却是发出了一声爽朗的大笑 然后看了眼天空上的月亮位置 担心天亮之后 可能会暴露的他 匆匆地下令士兵加快速度 务必在天亮之前 赶到幽州城下 趁着夜色的掩护夺下幽州城 第138章 厮杀开始 突厥人到了 还是没有发起进攻 随着百姓们的甄别工作告一段落 李克长出口气 随之 随着他身后 阵阵的鼓点声再度地响起 唐军阵列里面 唐军重新地完成了列阵 而此刻 地面上则倒下了5000具尸体 这些都是被甄别出来的梁军士兵 当然了 他们的死 是不会被人放在心上的 无他 谁会在意 一群汉奸的死活啊 就是当下 已经让放归回到突厥大军里面的突厥可汉协力 也不会在意 这些死伤的汉奸士兵们的性命 嗯 汉奸这玩意 可不止你本国的士兵瞧不上你 就是你敌国的人 也只怕是有些瞧不上你 正当李克在这里指挥着士兵们准备战斗的时候 这时候 位于他们的中军后面 一个军须官匆匆地跑了过来 殿下 您看这个 这是 李克抬眼望去 随之 他眼睛一亮 这分明是一杆崭新的碎发枪啊 正是按照他的图纸 制作而出来的 事实上 在苍州的这几天时间里面 李克一直没有闲着 他组织着苍州城里的工匠 在生产着铜壶炸弹的同样 还生产着这种火枪 而且 由于李克提供的完整技术 再加上他还创造性地采用水力来钻枪管 所以 生产的速度还是极快的 只是李克没有想到 这速度竟然会如此之快 一共生产了多少只火枪 李克朝面前的军须官问道 回禀殿下 一共生产了五百只火枪 还有相应的刺刀 以及按照您的吩咐 制作出来的那种只颗定装子弹 好好好 文言 李克连连地说了三个好字 他面露喜色 走到李静身旁 老李 给本王拨出来五百人 殿下 您这是 大战在即 您要五百人干什么呀 李静眉头一挑 李克拍了拍自己手上 火枪的护目说道 等会老李你就明白了 文言 李静沉音片刻 随之 但见到他大手一挥 将自己的预备队里面 抽掉了整整五百人给李克 而李克 则是在短暂的时间里面 迅速地教诲 这些人使用火枪 事实上 火枪这玩意的使用 一点也不复杂 对于这些大唐府兵们而言 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殿下 这玩意很厉害吗 一众士兵们有些怀疑自己手中 这杆火枪的威力 正眉头挑着 朝李克问道 当然 李克重重地点头 他目光描向远处的突厥骑兵 又扫了眼自己身边 那武装到了牙齿的被围军士兵 随之 开口说道 瞧见他们身上穿着的盔甲了吗 嗯 看见了 士兵们汗手 眼神里面带着羡慕之情 因为 被围军们所装备的盔甲 那简直不要太坚固了 这种坚固的盔甲 在当下的时代 几乎不可能被击穿 可以说 是防御了所有的攻击 除非是近距离用长枪去刺 否则 弓箭或是弩箭什么的 面对着这些被围军所装备的盔甲 连给后者挠祥祥的资格都没有 打不穿是吧 那本王 就告诉你们 你们手上的这种火枪 可以打穿这种盔甲 不止如此 这世界上再坚固的盔甲 也挡不住火枪的威力 李克质地有声地说道 他可不再狐猎猎 铁浮屠是厉害 是在历史上有着奇的赫和威名 可是 这终究不过是传统的东方扎甲罢了 而历史上 欧洲大陆上 那种坚固异常的盔甲 都特瞄地抵挡不住火枪的威力 正是火枪的出现 在彻底地淘汰了盔甲这一武器 可想而知 这火枪的威力 是有多么的巨大 好了 等会开战之后 你们五百人 就战成三排 然后 轮流地开火 记住 骑射 听明白了吗 明白 一众士兵们纷纷焊手 嗯 骑射这玩意 又不是什么技术含量太高的事情 别的不说 他们平时射箭的时候 为了追击火力覆盖的效果 也特瞄的是骑射的 此刻 用火枪骑射 同样的道理 自然也不必李克多废话 与此同时 正当李克还有李靖他们 正在部署着军队 准备发起进攻的时候 对面 同样紧绷着精神的 却又迟迟不肯朝唐军发起进攻的突厥军队 在协力回到军中之后 在协力休息了片刻 缓足了精神之后 只见到突厥可汗协力 面露出来狠毒之色 他扫了眼在场的突厥士兵 将校们之后 开口说道 本克汗刚刚在唐军阵中走了一遭 大敌也找出来了唐军的弱点的 所以当下 你们都给本克汗听好了 等下按照本克汗的办法 朝唐军发起进攻 此战关乎我突厥之存亡 关于而等之性命 如有谁也不加战者 皆可斩之 协力高喊着 随之说出了自己的办法 他刚刚 在唐军军阵里面 不是白呆的 事实上 若是之前 协力打死 都不会让自己手下的骑兵 去进攻唐军这样森严的布阵 因为对付唐军这种重步兵结成的警阵 如果让协力手下的骑兵去进攻的话 那无疑是在送死 可是 眼下的情况 却是 不拼一把 他突厥可汗 还有突厥这个民族 都有可能就此 消失在这个世界了 在死亡的威胁下 协力必须得拼一把 只见到他指着远处 看见那里了没有 刚才 本科汗在唐军阵中 发现那里是唐军的中军所在地 所以 眼下我突厥大军 只有一个目标 那便是 只取唐军中军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机会了 只要能够杀入唐军中军 斩杀李靖等将领 如此一来 唐军必败 是 科汗 一众人齐声地高喊着 夜幕下 在黎明 将至的时候 僵持了近半个晚上的唐军与突厥军队当中 突厥是爆发出来了一声高过一声的喊杀声 十几万人怒吼声 隔着数里万 都能够清晰听见 而这动静 也将幽州城里 陈锐与白起的注意力 全部都给吸引了过去 杀神白起 此刻高举着长剑 立马于五千大秦瑞士之前 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第139章 遂发枪显威 杀呀 震天的喊杀声 骤然响起 十几万突厥骑兵 发起了冲击 在这冲击的洪流里面 则有五万协力手下 最为精锐的骑兵 这些骑兵装备着大多数突厥骑兵们 没有装备的铁甲 还有上好的牛角弓 以及五步骑木剑 可谓是装备精良 而这些骑兵们的目标 只有一个 便是唐军的中军所在处 不突厥士兵们 发起进攻的那一刹那 唐军则是犹如处在暴风雨当中的礁石一般 浑然不动 所有将士们 面带着肃木之色 在黎明到来之际 手握着手中的兵刃 死死地盯着面前 那快速掠动着突厥骑兵 这时候 唐军阵列后面 投石机发动了起来 投石机上 开始朝突厥士兵们的阵列里面 发射起来了铜壶炸弹 炸弹不断地给协力手下的骑兵带来杀伤 不过 后者却是浑然不顾 这些可以接受的伤亡 而由于唐军的铜壶炸弹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了 而且 协力还通过训练 使得自己的手下的骑兵们 包括他们的战马 已经可以在爆炸声保持淡定 所以 这进攻显得尤其顺利 片刻的功夫 突厥骑兵们 便已然冲到了唐军阵前 杀呀 随着唐军阵列里面 上千个铜壶炸弹 被制了出去 位于前排的突厥骑兵 当即便被这密集的炸弹 给炸的是血肉模糊 不过 在他们后面 则还有更多的突厥骑兵们靠近 而此刻 双方的弓箭手 弩手们也开始疯狂地发射起来羽箭 天空上四处都是纷飞着的羽箭 就在这时候 与此同时 李静也发觉到了不妙 因为 他发现自己的本阵 中军所在处 遭到了协力前所未有的猛攻 一批的突厥骑兵们 冒着箭雨 抵着唐军士兵们组成的监阵 一次又一次地冲锋 而唐军步兵的防线 则显得岌岌可危了 因为突厥人根本就不是要命的打马 美谦与铁机组成的冲击洪流 一波接着一波 唐军刚刚击退一波 还没来急让后面的士兵 重新地填补上前面士兵的空位 另一波的铁机 已经赶到 周而复始 一连数十回 地面上 唐军防线前 都已经堆积起来了层层的尸体了 无数的尸体 被马蹄给踏成了肉泥 血水搅在地面上 黄土地 竟然呈胭脂色的烂地地 不好 突厥人攻破了 李靖站在距离百步外的中军所在处 目光所及 只见到无数的突厥骑兵冲杀过来 与此同时 他身边 五千短兵们迅速地 便组成了一个盾阵 将他给保护了起来 火枪手准备 就在中军处 被突厥骑兵五万人猛击之下 打开一个口子之后 成百上千的突厥骑兵冲了过来的时候 李克大手一挥 高喊道 三列 总共五百名的火枪手们 同样间地扣动了扳机 完成了一次骑射 随着这一轮的骑射完毕 只见到 刚刚冲进来的数百名突厥骑兵 此刻 已经尽数地倒扑在地面上 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这 李靖不假思索地 看着面前的壮观景象 弓箭是怎么着 也达不到如此威力的 因为 弓箭大多数情况下 根本就射不穿铁甲 而李克 却是呵呵一笑 老李 瞧见没有 这便是火枪的威力 说话功夫 协力手下骑兵 已经再度地冲进来了数百人 可惜的是 由于地面上堆积着的人马尸体 实在是太多了 以至于 他们的速度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当他们距离唐军士兵 只有十几步的时候 又一轮的骑射响起 火枪那巨大的声响里 这密集地通过唐军阵列上 那不到百米的缺口 冲杀向近来的突厥骑兵 当时便损失过半 剩下的一脸的猛逼 不可思议地 望着周遭的情景 只感觉崩溃异常 哪里还有战兴啊 是纷纷地打马 必要往后撤退 而与此同时 火枪手们 却是快速地进行着装填 这些士兵们 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手上武器的强大威力 此刻 是在那拼命地进行着生产 这不是 才短短片刻的功夫 便已然完成了装填 又是一轮的骑射 而在这次骑射过去 随着倒地了无数的突厥骑兵 从两翼起来的其他唐军 已经在里克他们面前 又重新地组织起来了两条防线 这一幕 看在远处的协力眼中 让他感觉崩溃异常 尤其是唐军那陡然间响起的火枪声 更是让他直接地猛住了 这世间 竟然还有这样的武器 而这个时候 突厥骑兵在战场上 则已经落入了下风 嗯 甭看刚刚突厥骑兵 还是那样的牛逼轰轰的 可是 骑兵这类兵种 本来就是满一波的兵种 一旦没有在刚刚开始的冲锋当中 冲垮敌人的防线 那么 失去了速度优势 被敌人步兵阵 给挡起来的骑兵 会十分轻易地便被唐军步兵 给用长枪戳死 或是 直接地从马上拽下来 然后 乱刀砍死 此刻 战场上的情况 就是如此 当唐军扛过了突厥骑兵 那猛烈的冲击过后 战场上 随着唐军阵列在混乱当中 重新地稳定下来 突厥骑兵的噩梦迎来了 可汗 怎么办 看着那割草一般 死去的突厥士兵 邪力身旁 打死鲁眉头紧锁着惊呼道 这 邪力同样一脸地猛逼 他不知道此刻该怎么做呀 他回首 想要看看自己身后的情景 这一看不要紧 当时便把邪力给吓坏了 若目所及 幽州城下大秦瑞士们 此刻 排列着整齐的方阵 在一轮轮弩剑射击的掩护下 朝远处的五千名 负责看住他们的突厥勇士们 发起了冲击 在那弩剑的射击下 突厥骑士们 同样发起了冲锋 可是 战场上的情况 却让人觉得 自己是眼花了 眼见突厥骑兵们冲击发起时 这些黑衣黑甲的大秦瑞士们 并没有停下 而是眼眸里闪烁出来 嗜血的韩光来 迎面与骑兵对冲了起来 第140章 幽州城在师 五千秦军瑞士 几乎可以说是杀疯了 正如历史上所言的那般 秦人捐甲屠城以驱敌 左窃人头 右邪生路 五千突厥骑兵 竟然不当义合之力 片刻间 便被五千大秦瑞士 给斩于马下 战况之变化 让邪力瞠目结舌 也让他意识到一件事 那便是 他们突厥 此战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战胜可能了 唐军的战斗力之恐怖 远超于他们的想象 可是 即便是明知不敌 邪力也丝毫没有办法呀 因为 眼下的他们的后路没有了 眼下 貌似对于在战场上 正厮杀着的十几万突厥骑兵而言 战死杀场上 是他们最好的归宿了 正当邪力如想琢磨的时候 随着战争的继续下去 突然是 幽州城的方向里 震天的喊杀声 骤然间响起 幽州城北城外 只见到 数万名高高力士兵 已经在偷袭之后 打开了幽州城北门 然后 鱼灌而入 朝幽州城南门而去 高剑武立马于道路一侧 一旁则一身赢甲 将搅好的身体 给勾勒得淋漓尽致的高越 大王 眼下唐军正在与突厥军队交战 幽州城里的守军 不过百人 我军先锋已经抵达幽州城南城城墙 眼下 已经结束战斗 突袭得手 拿下了幽州城 这时候 一骑快马冲了回来 是率先入城的千余士兵派来的传令兵 此刻 他禀报着说 消息让高剑武大喜 而城里的事情 也惊动了正在城外厮杀的陈瑞与白起 二人脸色骤变之余 随之便意识到 幽州城被敌人给偷袭了 这时候 当太阳东出之时 透过望远镜 远远地望见远处幽州城城墙上 那竖起的高字大旗的那一刹那 李靖脸色骤然一变 不好 是高高离的兵马 幽州城被他们突袭得手了 快 鸣鼓 让白起 把城夺回去 李靖高喊个不停 可是 李克却制作了它 夺不回来了 一旁的李克 却摇了摇头 他是不忍心 让自己手下的士兵们 蒙受太大的伤亡 因为高高离的兵马已经出现在了城墙上面 数量还不少呢 还关闭了城门 此刻让自己的士兵们夺城的话 哪怕他们是大秦瑞士 只怕也是要蒙受不小的伤亡的呀 李靖文言 脸色微变 但他还是点点头了 这时候 远处协力当发现幽州城里的变化之后 他是大喜过望 与此同时 幽州城里也冲出来了数千骑兵 不过 他们并没有加入战团 而是骑兵封锁了幽州城下 与白起的五千秦军瑞士对峙了起来 然后 从骑兵群里冲出来了一骑快马 朝协力的道旗那边扑了过来 可是突厥克汗 正是 正是 协力连忙地点头 我正是突厥克汗 我家大王已经夺下了幽州城 眼下战局不利 请可汉素素颜幽州城撤回草原吧 后者喊道 让协力脸色微变 他原本还以为 高建武是打算跟他一块 击败唐军的 不过现在看来 后者分明没有这个想法 可是 协力也不敢有半点的意义 毕竟 对于他而言 此刻能够在战场之上 捡回来一条性命 已经属于不错的了 哪里还敢奢求太多的东西呢 随着协力开始撤退 战场之上 剩下的不到十万突厥骑兵 哪里还顾得上交战 是犹如一阵风似的 来去匆匆 片刻的功夫便已经脱离了战团 不过 协力不是傻子 他当然明白 自以这种没有任何的 殿军殿后的情况下 让士兵撤退 那么 唐军一旦追击 势必会损失惨重的 所以 只见到协力大手一挥 拉过了一旁的一个倒霉弹 梁师兜 梁王 你为本可汉境中的时候到了 给本克汗挡住唐军 用你手下的所有部队 拼死挡住唐军 克汗 文言 梁师兜脸色骤变 可是 协力却不跟他废话 直接留下了一对突厥护卫 让他们挟持着梁师兜 并且留下了一句 梁师兜如果敢擅自撤退 他将亲自砍了后者脑袋的话 这下梁师兜这个汉奸 想不死战都难了 原因很简单 他干的坏事 着实是太多了 太多了 以至于 投降大唐大唐 根本不会要 而眼前 协力又逼他电兵 甚至 刀都已经架到他脑子上了 他也只有答应的份了 只见到梁师都红着眼 指挥着自己手下的 一万多残破部队高喊道 愣着大麻 给本王挡住唐军 就在梁师都无能地呐喊之际 战场上 滚滚的马蹄声 犹如滚雷一般响起 只见到 三千被围军骑兵 发起了冲击 与此同时 位于突厥人撤退的路上 白旗也不怠慢 五千秦军瑞士 疯狂地向溃步成军的突厥骑兵们 发起冲击 所过之处 血流成河 尸击成山 而唐军的两万余骑兵 也发起了冲击 以至于 当被围军骑兵刚刚杀到之际 战场之上 梁师都锁步 便寝刻间崩溃了 幽州城城墙上 看着远处战场之上 犹如杀鸡吐狗一般 唐军砍杀突厥人的场面 高剑五心肝都在颤抖着呀 突厥之妖牛逼 都让打成这样了 他自己能不能对付大唐啊 这时候 已经率先逃入城里的协力可汗 则是匆匆地爬上了城墙 朝高剑五喊道 快 快派出部队接应我军啊 不行 高剑五斩钉截铁的 便拒绝了 与此同时 随着战场上的局势 愈发地混乱下去 当最后一批城外的突厥部队 被斩杀殆尽之后 日头已经升高了 经历了过一个多时辰 位于幽州城下 数里范围内的大战结束后 地面上堆积起来了 数十万具人马的尸体 唐军在此番的战斗里面 伤亡的人数 达到了惊人的五万余人 当然了 突厥这边更多 他们足足损失了 十万余人部队 当唐军在打扫着战场的时候 看着面前再度陷落的幽州城 李靖的眉头 扭成了一个死疙瘩 第141章 大炮诞生 老李 不必担心 看着一旁李靖满脸的忧心忡忡 明显是在为如何收复幽州城而担心 李克呵呵一笑 与此同时 击败协力大军的奖励 也来已经发放了 这一次的所发放的奖励 并没有李克所需要的兵马 事实上 李克还真有些不敢有兵马了 他现在手下 秦军瑞士 白马一从 还有被围军骑兵 已经高达了一万一千人了 按照李世民给他的编制 已经超额了两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李克要是再获得兵马 一时半会 他还真不敢把这兵马给提取出来 此番 李克获得的技术 是火炮技术 还有自动回血功能 这可是个好东西 李克虽然武功盖世 可是 说实在的 他并不愿意上战场厮杀 因为千军万马之中 哪怕他的武功再高 在这种地方上 也难以施展开来 拥有了与手下士兵们一样的 那时候 那便不同了 这样的话 他便可以随时回血了 而除了这两样外 李克还获得了一批书 这些书就是后世的初中物理教材 这玩意甭看他在后世不起眼 可是 对于当下的李克而言 那可是大力气 甭看他是一个打后世 穿越而来的穿越者 但是 说实在的 在上学时期 所学到的知识 李克大底都已经还给了老师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教材 无疑是可以帮李克建立起来 他所需要的教育体系 好培养出来更多的人才 毕竟 这科技发展 可不是靠着他 东翼狼头 西一棒吹的攀科技术 能够整出来的 老李 咱只有一件新式武器 纸销制作出来 这收复幽州城 要多容易 有多容易 李克笑呵呵地朝李静说道 他指了指战场之上 让集中起来的物资粮草 这些东西 都是协力劫掠百姓们得来的 总共有粮食七百多万弹 还有金银加起来 共计一千三百万两 外加丝绸五万匹 不匹十几万匹 总价值不可想象 而协力由于败退的仓促 也没有办法将这玩意 给运到城里 事实上 协力原本临走时 是打算放把火 把粮食物资 什么都给烧了的 奈何 唐军进攻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他根本就来不及 所以 只能够仓促地退去了 这么多的财富 可以说 如果让李世民知道了 能够让他乐得闭不住嘴 而这些银子吗 还有布匹 丝绸什么的 自然要交还给李世民了 剩下的粮食 除了一部队要分给百姓们 让他们有的饭吃外 剩下的 则可以就地充当军粮 而这几百万十的粮食在后 他们也不需要劳民伤财地 从关中往幽州承运粮食了 至于这些粮食 还有银子原本的主人百姓吗 嗯 那就只能够抱歉了 毕竟 这一命二运三风水 有时候 命不好 也没办法吗不是 殿下 您是说什么新式武器啊 听到李克说新式武器 李静顿时眼睛一亮 原本投尸机是一个新式武器 用来攻城再好不过了 可是 问题关键在于 幽州城城墙上 摆着的投尸机太多了 眼下都已经资敌了 敌人有的 我也有 双方用投尸机对轰的话 李克他们的劣势太大了 可能造多少 就让城里的守军 给轰没了多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克嘴里面说的新式武器 自然是吸引了李静的注意力 那是自然 李克呵呵一笑 随之又朝李静板起脸来 不过 这个武器 也需要铜 而且 还是大量的铜 这 李静脸色顿便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多少铜吧 怎么说呢 一件 这样的攻城武器 需要至少一千斤铜 就是五百贯钱了 而一百件的话 那就是五万贯铜了 也不多 李克笑盈盈地说 这还不多 李静脸色骤变 不过随之 又想到 此番缴获了突厥人 这么多的物资 虽然这些 都是从汉人百姓手上 劫掠而来的 但是 眼下这些百姓 大抵都死在了 突厥人的屠刀之下 所以 这些东西 也没办法误归原主了 当然了 大唐朝廷 也没有这么高的素质 会将这些东西 归还百姓 而李静 身为前线主将 摊没到这些缴获里面的 一部分东西 也不是难题 只见到李静成音片刻后 纳成就从此番缴获的银子里面 取出铜钱五万罐 来制作这种武器 好 李克大喜 他之所以选择用铜来铸造火炮 也是无奈啊 谁让当下在幽州城附近 他没有合适的钢铁呢 在没有足够多的钢铁的情况下 也就只能够采取 用铜这种延展性 而且 轻便 且耐用的东西 来铸造火炮了 事实上 用铜来铸炮 一直到工业革命初期 那都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原因只因为 铜炮的性能 比起铁炮而言 要好得多 而且 更加轻便 便携耐用 有了铜 而幽州附近 又特喵的有着后世著名的西山煤矿 而且西山煤矿里面的煤 可是相当好开采啊 虽然这些煤都是 停止流量比较高的硫化煤 用来冶炼金属的话 是不妥的 会导致金属内部含流量过高 从而导致金属品质降低 但是 奈何咱们的主角 已经抽取到了后世的物理教材啊 里面正好有关于洗煤的办法 他完全可以通过洗煤 来将这些硫化煤 化为后世常用的无烟煤 如此一来 用来冶炼金属 铸造铜炮 简直不要再怎么好了 当李克准备大造铜炮 预备攻城的时候 幽州城里 协力正准备带着手下的 残破着的八万余不重 带着悔恨的血泪 离开幽州城 嗯 他不离开不成啊 手下损失了这么多人马 继续待在幽州城里啊 人家高剑武还不乐意呢 高剑武眼下 可是已经把幽州城 看作是自己的地盘了 哪里允许协力一个突厥 可汉待在幽州城 第142章 烧钱 当协力撤出幽州城的时候 高剑武此刻正围绕着城墙上的 配重投尸机 频频地点头着 在他看来 这是一件相当不错的武器啊 射程远 威力大 有了这种武器 外面的唐军 想要攻破幽州城 其难度可谓是相当之大 而且 眼下的幽州城里面 可是有他的不齐13万大军的 比对起来 此刻幽州城外唐军 只少了不过几万人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 高剑武已经认定 幽州城市不可能被攻破了 毕竟 历史上如果要攻陷一座坚固的城池 那么 攻城方的兵力 至少也得是守城方的两三倍吧 何况 幽州城 还是这种天下少有的奸城 这种奸城 又岂是那么容易被攻破的 不过 即便如此 哪怕是胸有城竹 可是 本着小心为上的想法 高剑武 他还是在女儿高月的建议下 在得到幽州城的当天 便开始派人在幽州城里面 整修起来 因为战争而被破坏的城墙 正当高剑武如此做的时候 城外 李克正在那目光凝重地看着面前 刚刚用那火土制作出来的炉铜炉子 一旁 还有几个匠人们 正在按照李克的指示 在那里制作着 用来铸造火炮的尼姆子 尼姆铸炮的技术含量 并不是太高 无非是这玩意大了些罢了 事实上 早在夏商时期 华夏的人便已经能够掌握 这项专业的技术了 就像是后世出土的青铜鼎来说 这些巨大的青铜鼎 其铸造难度 可比一门普普通通的火炮 要难度高得多了 而李克 由于已经掌握了全套的图纸 所以 他们筑炮倒显得颇为的顺利 不必经过什么刻意的试验 完全可以按照李克的图纸 来铸造出来 一门门经历过历史之检验的青铜火炮 老张 眼下卢温大敌已经达到了 等会大火小心些 身上都披上缴获突厥人的皮甲 有这玩意 万一让铜水给碰着了 也能够保护一下自个的皮肤 李克正哥这嘱咐道 一旁 你母已经阴干了 这主要是归功于当下的猎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眼下已经进入到了五月份了 战场之上的气温也非常高 而且 在当下的大唐 平均气温比之后势 那是至高不低呀 所以 制作出来的你母子 此时早已经在猎人下干透了 殿下放心好了 我老张这辈子 住过不知道多少的同妾 哪会这么轻易地被就伤着 将人老张大咧咧地说道 一旁忙活着的青壮们 则是小心翼翼地 用那热瓦片 铺设出来一条小水槽 等下那些个高温下 融化成水的铜水 便会顺着这小槽 流入到一旁的尼母里面 李靖顶着烈日 站在一旁 眉头紧锁着 看着那炉子 原因非常简单 这特喵的 不是蛀炮啊 这是在烧钱 这时候 随着高炉上面的 炉子口被打开 高温下的达到上千度的青铜水 缓缓地顺着那奈热水槽 流入到一旁尼母上面 预先设定好的胶筑口里面 随着尼母之上 冒出阵阵的白烟 铁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其中 约莫持续了几分钟 这才作罢 与此同时 尼母之上 按照李克预先的指示 留下的几个排气孔 此时 在空气里 也在滋滋地冒着白气 当完成了胶筑过后 过去了约莫半个小时的时间 李克大手一挥 几个解救出来的青壮百姓 连忙地上前 用锤子先是小心翼翼地 将上面的尼母给敲掉之后 露出了里面 那崭新的炮身 随之 又浇了些冷水降温之后 试过温度 已经不烫手之后 这才小心翼翼地将手臂 伸入到炮管里面 用手 用勺子 将手臂粗细的炮管里面的尼母图 给尽数地掏出来 而几个从百姓里面挑出来的铜匠 则是围绕着炮筒子 仔细地观摩着情况 然后 找出来了预先留下的火门处 在火门里 伸入一根铁条 将火门给打磨妥当后 又在炮筒上 将那些个铸造石 铜水在尼母缝隙间所留下的编织 给用锯子给锯掉 打磨光滑 这时候 远处按照李克的嘱咐 几个木匠制作好的炮车 爷爷已经推过来了 殿下 这就是大炮 这便制作妥当了 李静看了眼日头 眼下才不过几个时辰而已 竟然就完成了火炮的铸造 这不免地 让他有些惊讶 在李静原本的想法里面 这种自家殿下所说的 威力巨大的武器 应该制作起来非常困难才是 怎么会如此的迅速呢 那可不 李克呵呵一笑 回答着李静的疑惑 火炮这玩意 铸造起来根本不难 用铁的话 倒是会难一些 可是如果选择 用铜来充当炮身 其技术难度 就小得多了 说吧 李克扫了一眼大炮炮体 又在里面的炮管内 瞅了几眼 剑上面倒没有什么杀眼之类的存在 便长出口气 然后 指挥着人 按照自己脑海里面的资料 将这炮体能安装在炮架之后 随之 李克便大手一挥 炮柱造好了 老李 咱们过去看看 开炮时的场面如何 这感情好 礼经大喜 远处 从战争结束之后 就回到帐篷里面睡觉 一直休息到当下的程咬金 突然间冒出来了 老李 蜀王殿下 您二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说吧 程咬金便将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大炮 他不禁得有些精心于大炮的巨大 哟 这玩意的五六百斤重啊 这就是殿下说的火炮 那是 李克微微汗手 一块去看看吧 这玩意的威力 可非同小可 李克呵呵笑道 随之 他招回来几个士兵 在大炮的炮架上 套上了碗马之后 然后 又嘱咐人去准备些火炮 还有预先铸造好的 成本极低的铸铁炮弹之后 这才带着一众人 热热闹闹的 在已经将无数人马尸体 给收敛过了的战场上 一路前行 到达了距离幽州城城墙 还有约墨一里外的区域 第143章 李世民的忧愁 城墙上面 高剑武自然看到了 远处已然靠近的唐军 他正伸手 遮挡着自己眼前的太阳光线 然后 眺望着远处的情形 而与此同时 李克却是先嘱咐人 准备了一根引线之后 又先将那五六斤的火药 给填入到了大炮的炮堂里面 随之 又用木棍给倒尸之后 这才吩咐人 在炮弹上面 包裹上了一层烂布 气密性吗 这才让一个士兵 点燃了火炮 由于大炮是头一次发射 谁也不知道 这玩意到底行不行 到底能不能发挥出来 他们应有的作用 所以 为了保证安全 防止大炮突然间的炸糖 结果 把自己这些人都给炸死了 李克等人 是躲在几十米外观摩的 就连那炮身上面的引线 也是极长的 足够那负责点火的士兵 一路小跑 跑到安全区域了 随着引线被点燃 随之 在火神迅速地燃烧着的同时 那士兵 适当即便脚底抹油 按照李克的嘱咐 一路的小跑 跑到了安全区域之后 目光死死地盯着火炮 而李克与李靖等人 每人都手持着一具望远镜 在那观望着大炮的情况 这时候 随着空气里 一声犹如炸雷一般的巨响声响起 当战场这上 幽州城城墙里面的高沟离军队 面面相去 惊愕于这巨响声的来源的时候 李克等人只见到 那不远处的火炮 在炮声响起的那一刹那 炮筒猛然间 带着上面的炮车 发后 移动了近半米的距离 随之 在炮口喷射出来烟雾与火药之后 只见到 一颗铁弹 已近于看不见的速度 在朝远处的城墙上射去 随之 炮弹重重地 砸在了远处的幽州城城墙上 请客间 幽州城城墙上面 无数的砖石被击碎 而炮弹 则是击碎了几块青砖后 深入到了城墙内部的夯土之中 随之 才停了下来 如此巨大的威力 可不能够轻易视之啊 正在城墙上面 巡视着的高剑武 整张脸都绿了 同时 李克这边 则是发出了一声的狂笑声 好东西啊 哈哈 有了这玩意 想要夺回幽州城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程咬金高呼着 一旁的李静 面目带着激动的潮红 他微微汗手之后 嘱咐道 马上 增派人手 咱们解救了那么多的轻壮呢 让他们先不要走 本将军给他们钱量 雇佣他们 让他们给本将军 就在这城墙下面 铸造这种火炮 造上的几百门 火炮倒简单 火药得跟得上才成啊 李克笑着说道 随之 他又板起脸来 郑重地说 而且 火炮火药一事 包括咱们在战场上 刚刚大显神威的碎发枪 虽然厉害 可是这些东西 却有一个缺点 咱们必须得重视之 哦 李静脸色微变 这玩意的缺点是 容易仿制 李克当即便解释 这 李静文言 脸色顿时一变 是啊 火药武器这玩意 就像是那铸造火炮 还有铜壶炸弹 亦或者是碎发枪 这些东西 说白了 都是工匠们手工 便可以制作出来的东西 这玩意 仿制起来 不要那么地简单了 想到这里 李静他重重地点头 殿下的意思 臣明白了 那便好 李克汉首 而李静 却是匆匆地回去 加强了对这些事情的保密工作 将火药碎发枪的制作 以及生产 提高到了最高的保密级别 所有泄露机密的人 一律触展 与此同时 城墙内部 高剑武还在骇然于 那刚刚发射的火炮的威力 唐军用的是什么武器 射程如此之远 威力还如此之大 高剑武惊呼个不停 朝在场的一众人 随军将领问道 后者们自然是满脸的猛逼 嗯 除非他们当中 有那么一个来自于后世的穿越者 否则的话 面对起来当下的情形 他们要是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 那就怪了 大炮这玩意 他们别说是见过了 就是听说过 也没听说过 此刻 哪里能够回答高剑武的疑惑啊 父王 这应当是唐军那边 装备的一种新式的武器 高月沉吟了片刻后 说道 那这种武器的数量 是有多少呢 高剑武咒没问到 这个 高月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 只听见他说 不过 想来这种唐军装备的新式武器 数量应该不是太多 而且 看刚刚的情况 唐军好像只能够发射一次 这种武器 对我军的影响 倒不是太大 而且 想来这种武器 唐军也不是太多 否则的话 协力当初早就遇上了这种武器 但愿如此吧 高剑武喃喃着说道 正当高居立国的一众文武们 在忧心冲冲着的时候 位于大唐的都城长安里面 此刻 大明宫中 李世民的表情格外的凝重 由于时间的限制 所以 李世民所接到的奏报 都是过期的 此刻 李世民虽然已经得知了 李静会柴哨 程咬经 秦琼几人 带着二十万大军 夜已经北上了 并且 貌似已经攻击顺利 可是 李世民却怎么也高举不起来 一切 只因为一个人 李克 因为 这些日子 奏报上的来的信息里面 分明显得 李克手下的兵马 又多了 又多了整整五千的步兵 而这些步兵 就在幽州城里 再联想到李克 之前就已经超边了的 三千骑兵 李世民就有些头疼 他原本是打算 让李克带着自己手下 三千百马亿 从到突厥那边去送人头的 结果倒好 这小子 却愣是协力的突厥牙杖给扫平了 并且纵横草原数千里 杀得突厥人头滚滚 其功绩 丝毫不逊色当初汉朝的获去病 如果李克只是如此的话 李世民自然是要不吝啬封赏的 包括李克手来夺回幽州城 还有发明铜壶炸弹 这些事情 李世民都会加以封赏的 第144章 支援李靖 可是 在这美中不足之中 让李世民不太满意的事情便是 李克手下的军队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愈发的增多了 数量上面 尤其是李靖在收复幽州之战之后 上报回来的奏折里面的描述 更是让李世民 只感觉头疼异常 据李靖的描述 在幽州城下 面对五万突厥骑兵 就是这三千被围军骑兵们 率先杀入敌军 将敌军五万骑兵 给搅得大乱之后 如此 大军突袭 才方可胜利的 突厥骑兵 李世民还是了解的 在李世民看来 突厥骑兵 那可是天下一等一的强军啊 而自己儿子李克 竟然只凭借着三千铁骑 便可以搅得突厥骑兵大乱 可想而知 这三千铁骑的厉害 骑战斗力 绝对不逊色于 他李世民成名之战时 所使用的悬甲骑兵 毕竟 悬甲骑兵再厉害 也不过 是在同等数量上 碾压突厥骑兵罢了 超边了六千骑兵 又在幽州城里 留下了五千步兵 按照李世民的估算 李克手下的兵马 已经有了一万多人了 而且 最要命的是 这一万多人的军队 是可以充当起来战场主力 可以搅动东亚大陆风云的强军 而他们的指挥官李克 也是绝世良将 这一点 即便是李世民都要佩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世民却是异常的愤怒 嗯 帝王天威 不可以违抗 而且 皇子私自招募兵马 这在历朝历代 那都是大机会 如果大唐帝国 还是在突厥骑兵来犯的情况下的话 李世民是不会考虑这些问题的 毕竟 大敌当前 李克又掌握着一支实力相当的军队 可眼下 从奏折上来看 突厥人貌似已经必败无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收拾这么一个逆子 就是势在必行的了 来人 传令下去 照这个李克回长安 哼 无证的旨意 也敢擅自招募了万人兵马 他好大的胆子 李世民趴得下 将手上的奏折给拍在了桌子上 高喊道 一旁的太监王海见此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达了声势之后 小心翼翼地出了店门 次日 当朝阳再一次地降临于长安城的时候 大明宫里的李世民 正脸色微变 扫视着面前的奏折 这是他刚刚收到的 通过八百里加急 先是送到了汴州 随之 又借着一条运粮的船队 送到京城来的 正送到长安城里的时候 李世民正在进行着朝会 皇上 李静将军急报 随着李世民匆匆地招呼王海 将这奏折给呈上来的时候 扫了演奏折上的内容 李世民大喜 他激动地站起身来 朝在场的一众大臣们道 诸位爱卿 大姐 眼下突厥人 已经被我军斩首俘虏十几万级 幽州城下一站 我军斩首便有九万余级 眼下 突厥人已经仓皇退去了 大唐万岁 吴皇万岁 当听到这个喜讯之后 大殿里面的大臣们大喜 纷纷跪倒在地 高呼起来了胜利的口号 而李世民 正准备将奏折给放下的时候 一旁的王海 却连忙地提醒 皇上 您 您还没看完呢 这 李世民随之察觉到了失态 而一旁的王海 脸色却是相当的凝重 因为 他刚刚站在李世民的身侧 已经先与李世民 看远了奏折上的内容 而却说此时 李世民脸上的笑容 在继续地看着奏折的同时 也尽数地消失了 而朝中 正在谈官相亲的朝野之臣们 也渐渐地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 大家朝李世民看去 一时间 大殿里面的气氛凝重异常 哪里还有刚刚开始时的欢快 高狗黎出兵了 李世民喃喃着 吐出了这几个字 一时间 朝中大臣们 无不脸色骤变 因为 大唐帝国继承了隋朝的 庞大帝国遗产的同时 也继承了隋朝的大量官员 就像是当下 朝中的大量大臣们 他们很多人 都是潜随的官员 即便是这些官员 没有当过潜随的官员 可是 他们大多都经历过隋朝 对于那多年前 隋朝两次征伐高沟黎的战争 在场的有不少人 是亲历者 甚至 参与到了其中 可想而知 此刻 当在殿内听说高沟黎参战了这个消息之后 对于朝中大臣们而言 是一件何等震惊的消息 只见到房玄陵猛然间上前两步 殿下 陈以为 当督促在寿方城与阿什纳军对峙的御池公将军 让他迅速击败后者 然后 带着他部下的五万军队支援李靖 不止如此 还应该向天下各地 急调兵马 至少再调十万大军前去幽州城支援李江辈 对 高沟黎非同小可 齐国虽小 但是其军事之实力 非三十万兵不可对付 一旁 有大臣附和 李世民微微汗手 高沟黎不好对付啊 历史上 哪怕是李世民他亲自轻提数十万大军东征高沟黎 也仍然没能将其给彻底的覆灭掉 而且 对于当下的大唐文武大臣而言 高沟黎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 何况 高沟黎出兵 肯定是与突厥人出兵相联手的 而突厥虽然惨败 可是 作为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 突厥的实力却仍然尚存 如果让突厥与高沟黎联合起来 那么 这场战场的最终走向 无人能知 不必了 李世民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高沟黎终究是守城有余 进取不足 此国自卫尽之后 屡次败于我中原 便失去斗志 只图偏安于东北 潜随天下大乱 他们都没赶入我中原 如今正是如此 眼下高沟黎不过是突袭了幽州 夺下了幽州城 打通了突厥北退的道路 不过 当下他们盘踞在幽州城内 对我大唐而言 可是一个威胁 对 应当速速拿下幽州城 大臣当中 有人附和着 绝不能让中原门户 掌握着外人手中 此番协力之所以能够入扣我中原 竟因为中原门户动开之原因 眼下必须收复幽州 否则 为防备敌军大军南下 我军必须幽州城下屯兵至少二十万 长久以往 我大唐知识不起如此消耗 防弦林点点头说 第145章 消失至兵 收复幽州 李世民喃喃着这几个字 他也想 可是 联想到协力顿兵于幽州城下 损失惨重达到数万之多 而且 这还是在幽州城里面的守军不足的情况下呢 而高沟里的人多了去了 眼下不用守他们千里长城了 只需要守住一个幽州门户 他们完全可以动员起来足够多的军队 来把守幽州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世民想要派兵攻下幽州城 怕是至少也得损失五万人吧 正当李世民苦恼之时 他突然间 眼睛一亮 只见到李世民陡然间站起身来 传令 让蜀王李克 率军功打幽州城 李京配合其攻城 我大唐之皇子 迟早也是要分封翻地的 不如这么好了 克尔这小子打下幽州城之后 幽州城就作为他的藩国存在吧 陛下圣明 一众大臣们没有多想 纷纷汗手 当退朝之后 李世民却是连忙地嘱咐王海 将昨天起草的那份 赵李克回长安的诏书给追回来 然后 发出去一封新的诏书 嗯 李世民的想法 非常简单 幽州城难以攻陷 如果让李克手下的人 充当攻城主力 哪怕这些人在善战 可是 到头来 只怕也得损失殆尽吧 即便是李克 能够守住幽州城 在李世民看来 他也照样有办法 收拾李克 办法就是 幽州城是边防重镇 在幽州城这里 需要时刻提防 来自于高沟黎 来自于突厥的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克手下的兵马 即便是没有折损 在收复幽州的战斗里面 也会被长期的边境消耗战 给消耗殆尽 如此一来 不必直接地强令赵李克回长安 然后 收起黄泉来的光明正大 毕竟 赵李克回长安的话 谁也保证这孩子 不会突然间反了 可是 李世民的消息 终究是之后太多了 幽州城下 李克这边 正在大兴土木 此刻 一个帐篷里面 李克正在搞着自得的新发明 殿下 您说这玩意 真的能够制作出来冰碗 李竟舔了一下 自己的因为炎热 而干燥异常的嘴唇 难难道 至于程咬金这黑丝 则是满头汗水 在这帐篷里面 走来走去 不是咕咚咕咚的 灌几口的茶水下渡 那可不 李克呵呵一笑 他此刻 正在搁着一间大多数穿越者们 都会搞的事情 消食制冰 这件事嘛 说起来倒也不难 无非就是需要些消食罢了 往水里加些消食 然后 水自然就会变冰 然后凝结成冰块了 可是 问题在于 李克手下眼下 可是正需要消食啊 这玩意眼下 可是大唐帝国的战略物资 毕竟 李克他们 需要用这玩意来制作火药 来制作铜壶炸弹 或是充当火炮的发射 在之前 他们齐缺消食的时候 自然不能够用 这种稀缺的物资 来制作冰块了 可是眼下嘛 随着战局稳定 幽州城以南 已经开始恢复了安定 中段的运河运输 也重新地恢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后方的消食硫磺等物资 可以说是源源不断地 运到幽州城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拿出来一部分的消食 来制作冰块 好满足大火的降温需求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毕竟 还有什么比大热天的 吃上一根冰棍 要来得痛快的呢 只见到此刻 李克正拿着一大一小 两个瓦罐 大的瓦罐里面 小的里面 则是被盖着盖子 里面是李克 预先调配好的冰激凌原料 倒也不太太 过于复杂的东西 无非就是些果汁 还有牛奶 又加了些蜂蜜罢了 只见到李克 先是将这小瓦罐 给放入到大瓦罐里面 然后 又往这大些的瓦罐里面 倒上了水之后 再一点一点地 往里面倒入消食 随着消食入入的 越来越多 瓦罐里面的水 开始逐渐地冒出白烟 就连周遭的空气 也都冰爽了许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 瓦罐里面的 加入了消食的水 已燃成了冰块 咦 这个好啊 这个好啊 见此情形 程咬金大喜 当即便伸出了 黑乎乎的爪子 打算从里面 弄快冰放嘴里降温呢 可却被李克 直接地拦住了 老程 不能用 不能吃 这碗有毒 吃了会要命的 这消食制作出来的冰块 可不能直接吃啊 这 这不是让咱老程当看着的吗 程咬金有些无语 李克示意他 稍安勿躁 而李静等人 却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望着 这消食制作出来的冰块 殿下 这 这是何原理啊 这是消食吸热之后 从而制作出来的冰块 当消食水结冰之后 把咱们想要冰镇的东西 放入其中 如此一来 后者也可以结冰了 而且 这消食冰盆 放在屋里 也可以用来降温啊 李克解释说 李静听得云里雾里 不过他倒也知道了 消食这玩意 可以制冰 他眉头一锁 话虽如此 这消食这玩意 虽然价格不是太高 可若是见天这么用 花费可不少啊 瞧你说的 老李 我这么跟你明说好了 这玩意 又不是只能用一回 消食这玩意 可是能够重复使用的啊 重复使用 李静眼睛顿时一亮 真的 那可不 等到制作冰块完成之后 把这消食制作出来的冰 放在屋里 用来降温 冰融化了之后 再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用不了多久 水分晒干了后 里面的消食 就又出来了 届时 还可以继续重复使用 咦 那可是好事啊 如此一来 制搬上几十斤的消食 日后百天就不怕热了 那可不 李克呵呵一笑 几个冰盆搁到屋里头 虽然赶不上空调凉快 可是 总比没有墙啊 这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克打开了那凝结在 大瓦罐里面的小瓦罐 此刻 李妹已经结冰了 冰成了园里的冰淇淋 见此 他大喜过望 当即便抄起一个冰铲 给自己铲了一碗 第146章 暴露 当李克等人在这吃着冰淇淋的时候 外面的糖军军营里面 眼下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无数的人在这里面忙碌着 铸造着火炮 或是用刚刚从后方运输而来的火药原料 来制作出来火药 随后 在将这些火药加水之后 制作成小颗粒后 放在太阳光下曝晒 从而形成珍贵的颗粒火药 要想让马跑得快 就得给马吃草 李克是懂这个道理的 所以 他还派出人马 制作了大量的冰淇淋之类的食物 给这些个 正在战场上面劳作着的百姓与士兵们 送去了一些 以保证 他们有足够多的体力 有足够大的精神 为李克他们效力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着的时候 城里的高岳 则也在观察着这些 可惜的是 他们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至于派几个奸细过去 到城里打探消息 那也只是痴心妄想 与此同时 手里端着一碗冰淇淋 不时地用一个小勺子 挖上一勺子 填入嘴里 李克他只感觉浑身上下 一阵阵地凉爽袭来 只感觉 神清气爽 舒坦到了极点 走 咱们出去转摇转摇 李克朝身旁的李靖等人到 后者们纷纷汗手 一人端着一碗盛满了的冰淇淋 朝外面走了出去 尤其以成咬经最为夸张 这家伙竟然一个人 独占了剩下的半罐子冰淇淋 也不知道 老成吃完了这些之后 今天晚上会不会化身为喷射战士 咦 走到幽州城城墙下的安全区域 正在一个刚刚知其的散盖下 观察着城里的情形的李克 陡然间是脸色一变 原来 在武功达到极为高强的地步的同时 李克的势力水平 也变得极其的高强 视距范围内 他清晰地窥见了 远处的城墙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来人 取望远镜来 李克伸手喊道 一旁的城咬经连忙地从怀里 掏出来自个的望远镜 殿下 您用咱的吧 好 李克也顾不上嫌弃城咬经那脏兮兮的 沾满了油汗的望远镜 开始朝远处城墙上眺望而去 这一看不要紧 李克脸色顿时一变 果然如此 怎么了殿下 一旁 李静等人有些猛逼 只见到李克放下望远镜 你们知道吗 城里有一个熟人 何人 李静诧异 本王在长安城里认识的人 此人是高沟黎的细作 只是本王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出现在这战场之上 哦 程咬经文言也顾不上太多了 从李克手下 拿回望远镜 然后 朝城墙上一看 便看见了高远 是这个小泥子 嗯 李克微微汗手 嘿嘿 程咬经发出了几声大笑 这个好办 等到回头把城墙给攻破了之后 把这小娘子给绑了 不就是了 哈哈 一旁 秦琼等人大笑几声 而幽州城里面 高跃并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事实上 他还在疑惑 城外在那大兴土木 究竟是在干什么 当次日天明 随着拂晓的一阵凉风吹过 大地之上 所有的人 只感觉到难得的凉意 不错 不错 试个阴天 太好了 这一天好啊 凉快 看着天气 程咬经大喜着喊道 唯有李静 眉头紧锁着 好什么好啊 天音着的话 万一下雨了 那咱们原本计划 今天攻城的计划 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 程咬经脸色微变 虽然他不懂火药武器 可是却也明白 火药这玩意 不能碰到水 更不能受潮了 否则的话 它就会丧失作用 不必担心 咱们现在的大炮 总共才不过是七八十门罢了 在美门大炮上面 搭上一顶帐篷 四周再简单的 挖出来一道排水槽 不就是了 对对对 殿下的这个办法好啊 李静等人闻言 随之便大喜着点点头 是啊 李克的办法 再好不过了 随着唐军在幽州城城墙上 搭起一顶顶的帐篷 并且将那看不清 是什么东西东西 给推入到帐篷里面 远处的城墙里面 高建武心中的疑惑 正大了 当时间进入到 上午八九点钟左右 随着唐军阵地上面 一声声呐喊声传来 天空上面 也飘起了灵星的小雨 这雨大抵是雷震雨 反正 李克是如此认为的 因为当下 除了偶尔响起的巨大雷声之外 只有灵星的小雨下来 可是 正当着雷声大作之时 李克却下令 开始攻城 嗯 反正现在攻城 不过是让士兵们 躲在帐篷里面 用那火炮 开炮罢了 而火药与炮弹 每门炮都都运过去了几百发了 足够打上好长时间了 完全可以在雨天的时候 进行攻城 兴许 等到雨过天晴之后 远处的幽州城城墙 就已经被他们的火炮 给轰开了呢 大炮开西 轰他娘 随着李克的一声怒吼 三军阵前 所有的炮兵阵地里面 响起了士兵们 此起彼伏的怒吼声 一门门大炮 被喊着耗子的炮兵们装填 而他们也被李克 给简单地培训了一下 这培训倒也不甚复杂 毕竟 这早期型号的火炮 也没什么难操纵的 无非就是告诉他们 如此的瞄准 高速射角 从而达到射中目标 以及每次开炮 装填的火药数量 要保持一致 随着他一声令下 整整巴士们这两日来 工匠们日夜不休 铸造出来的火炮们 开始朝城墙 射击了起来 轰隆 轰隆 一声声的巨响 从雨天里面传来 在幽州城府崖里面 正在大唐里面 欣赏着雨色的高剑舞 听到这动静第一时间 还以为是远处的 天空上面在打雷呢 可是 当他的目光 往天空上看了那么一眼后 他却发现 这根本不像是在打雷 因为 只见雷声 不见闪电啊 正当他们疑惑之际 随着整整巴士门火炮 同时开火 当八十枚重达 二十斤的炮弹 砸在了幽州城城墙上面之后 第147章 高剑舞的想法 在这惊天动地 前所未有的力量面前 幽州城城墙里面的 高沟里守军震惊之余 发出了一声声惊恐的大叫声 与此同时 城墙上面的高越 也发现了异常的情况 他匆匆地 派人前去禀报 通知自己的 父皇高剑舞这边的情况 而与此同时 在他们前去的时候 城墙下 大唐帝国的炮兵们 则是在那里挥泪如汗 不停地发射着炮弹 一颗颗重达二十斤重的 大炮炮弹被喷射出 直接地砸在了 远处的城墙上面 他们的射击速度非常之快 达到了每分钟 两三发的速度 以至于空气里的炮声 是不绝于耳 当这炮弹连绵不断地 落在城墙上面的时候 幽州城那坚固异常的城墙 在这炮兵之神的 强大威力之下 城墙上面的强砖 开始在一发发炮弹的撞击之下 大片的碎裂 然后被剥落到地面上 而这才不过是炮击刚刚开始啊 整整八十门 二十斤重炮 正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轰击 与此同时 位于唐军军营后方 那些连绵不断地作坊 则在那里继续地生产着这种火炮 嗯 它们有足够的原材料 李静可是拿出来的 整整五万罐的铜钱 按照重量来计算 平均需要五六百斤铜 才能够铸造出来一门火炮 而一罐铜钱约等于五六斤 也就是说 这五万罐铜钱 足够制造出来整整 五百门大炮 虽然当中肯定会有损耗 但是四百门大炮 总归还是有吧 这么多的大炮 正在源源不断地进行着生产 仅仅一个上午的工夫 后方就又重新地送过来了四十门大炮 而这个数字 还在以几何数字一般往上增长 当时间进入到下午的时候 城墙下 已经聚集了整整一百四五十门的大炮 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轰击 因为幽州城 得益于隋阳帝修建的金航大运河 完全可以从后方 从大唐帝国的各地运输过来足够多的硫磺 消失还有木炭粉 用来制作火药 而突厥可汉邪力 俘虏的几十万汉人百姓 也给李克弄来了足够多的工人 他们完全可以为大军进行生产 而邪力抢劫过来的粮草 还有大把的银子 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工资 可以说 作为大唐的大将军李靖 八辈子也没有打过这种阔绰的仗 幽州城城墙终究是传统的四方形城墙 在冷兵器时代 这种又高又厚 威武雄壮的城墙 既是帝国强大实力的象征 又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可放在战争之神大炮肆虐的时代 这种高高的冷兵器时代的城防要塞 就显得落伍许多 因为过高的高度 完全可以使得大炮几乎不用瞄准 就能够命中他们 而且过高的高度 在接受了众多的炮击之后 上层建筑很有可能坍塌 此刻这幽州城城墙就是如此 整整一百多门大炮 虽然一直在轰击城墙 可是这些火炮 全都是集中在一处 轰击着一段长达一百多米的城墙 整整一个上午加下午呀 当时间进入到傍晚之际的时候 随着又一堆城墙 内部的夯土 在炮弹的轰击下不堪重负 形成类似于泥石流一般的滑坡 坍塌下来之后 下一刻 呼啦啦 在已经逐渐变成暴雨的雨天里 这段城墙凭空地坍塌了 而正在冒着炮火整修着城墙的高沟黎士兵 则倾扣之间便背着坍塌的城墙 那无数的土石给掩埋在了地底下 瞬间高沟黎便损失了数百人 这这究竟是何种武器啊 高剑武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之色 他活了这么多年了 头一次见到如此厉害的武器 头一次见到大炮 在前天见到头一门火炮发射时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当今天这数十门火炮 上百门火炮摆在幽州城城墙下 然后一刻不停地发起攻击时 高剑武的额头上不禁地渗出了冷汗 马上派人堵住城墙 这时候看着远处坍塌过后露出的百米缺口 高剑武急忙地呐喊着 一旁的高岳却想阻止 父王 咱们还是撤退吧 唐军有这种武器在 我们根本根本就打过他们啊 不不不 高剑武的眼神里 闪射出狠辣之色 他不是愚蠢之人 作为高沟黎这个国家的国王 他有相当高的智慧 此刻但见到他挥手指了指 远方的高沟黎首都平壤 我们无路可退 如果幽州城都挡不住唐军 那么女儿我问你 凭借着咱们高沟黎的那些个矮小城池 能够挡得住唐军吗 这个 原本还打算撤退的高岳 听到自己父亲的这段话之后 瞬间脸色骤变 随之 他点点头 然后开口说道 父王英明 女儿佩服 只是咱们如何才能守得住城墙啊 很简单 高剑武目光扫向了远处 那不断发射的火炮 看见那里没有 唐军的这种武器 就在前方 只要我们 能够抢过这种武器 就完全可以守住幽州城了 说完这些 高剑武扫了一眼身后 那里已经汇聚去整整五千人 这五千人 是他临时组织起来的 是他手下 最为精锐的中央禁军 他们是最为精锐的铁骑 此刻只听见高剑武说道 今天晚上 当夜色降临之时 本王将派出这五千人 沿着那段城墙缺口 趁着夜色杀出去 将唐军的那些武器给抢回来 父王英明 高岳说 他却不知道一件事 那便是 里克怎么会不防备着他们 毕竟火炮这种武器 已经可以扭转一场战争的胜利了 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国之重器 如此重要的武器 他里克 怎么会轻易地就摆在敌军阵前呢 他当然害怕敌人来抢了 随着夜幕降临 炮兵阵地还在不停地发起着攻击 毕竟黑夜并不影响打炮 炮口焰不断地喷吐而出 正好为远处城墙下方待命的高沟黎骑兵指明了方向 此刻里克手下的炮兵阵地距离幽州城城墙只有三百多步 这距离可以说是要多近有多近 如此近的距离之下 第148章 散弹显微 如果是骑兵发起冲击的话 那么顶多 也就是半分钟的时间 便可以突然间突袭到达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唐军怎么可能会有反应 怎么可能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 毕竟从城墙上观察 这些城墙外面的唐军 除了那几个正在操纵这些武器的士兵之外 好像并没有更多的士兵在 夜幕下滚滚的马蹄声陡然之间响起 大帝都未知震动了起来 军长之内 正在那休息的里克 听到这陡然间响起的马蹄声之后 他哪里还不明白 是自己手下的炮兵遭到了敌人的偷袭 可惜 对于这件事里克没有半点的担心 与此同时 当察觉到敌人开始突击之后 整整180门聚集在一起的火炮 所有的炮兵动作飞快 在短短十几秒之间便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又一次装填炮弹 老式的前装大炮 装填炮弹说起来是十分的繁琐的 比之后世的大炮不知道复杂了多少 在完成发射之后 大炮需要先清理炮塘里面的火药残渣 当完成清理之后 如果大佬是由铸铁来制造出来的火炮 还需要检查一下炮身的温度 如果大炮本体温度过高的话 还需要用水来进行降温 在降温过后之后 则需要一点一点的装填火药 再将火药压实之后 然后插入引线 随之塞入炮弹 这个步骤反锁异常 而且 很容易忙中出错 所以 咱们最大的外挂 李克发明出来了一个新的办法 那便是 提前 用密封的布包 将火药提前的装在里面之后 随后 在需要装填的时候 直接的将布包 扔入大炮炮口里面 然后再将炮弹给装进去就行 至于如何发射 直接的用烧红的铁签子 捅一下后面的火门 就可以完成激发了 这个过程简单得很 操作起来 难度也简单了 而且速度很快 因为 不必清理炮体内部的火药残渣了 只需要在完成发射之后 用一个钩子 将里面的布包给勾出来就行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里 炮弹完成了装填 只不过这一次 它们装填的不是实行炮弹 而是一个又沉又重的大布包 这个沉重的包裹 重量不轻 达到了二三十斤 里面是大约 几千颗左右的铅弹 这些小铅弹 就相当于厚实的散弹 此刻当装填完毕之后 所有的炮兵面露冷笑 扫视着面前 栩栩靠近的敌人骑兵 此刻一百多门大炮 排列在地面之上 正面宽度 仅仅只有不过两三百米罢了 这个宽度窄的异常 以至于远处突击回来的 高沟离骑兵也密集异常 它们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前方的危险 反而在疯狂地打马冲锋着 在它们看来 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抵达敌人阵地 然后挥动马刀 就可以砍死敌人的士兵 至于敌人 那种前所未有的火药武器 则丝毫没有被它们放在眼中 毕竟 大炮的威力虽然大 可是一发炮弹 能打死几个人 即便是一百多门大炮 同时开火 也顶多就是打死 它们几百一千人左右 可是它们却不知道 这世界上 还有一种名为散弹的炮弹 当高距离骑兵冲杀在前之后 它们清晰地看见 远处距离不到几十步的 唐军士兵 竟然呆呆地站在那一动不动 站在那敞开的 只有一个顶的帐篷下面 连洞都没有洞 仿佛被吓傻了一般 就是被吓傻了 这是 这些高高跚骑兵的心中想法 可就在这时 它发现 那些个处于那个黄铜制作的 圆筒后面的唐军士兵 突然间 从一旁燃烧着的火炭盆里边 拔出了一根烧红的铁签子 然后毫不犹豫地 捅入到大炮的火门当中 下一刻 这些个突厥士兵们 只觉得眼前一亮 然后 大炮的炮口那里 闪烁出耀眼的红光 那是炮弹发射时 火药燃烧所喷射出来的炮口焰 在密集的炮口焰之下 是无数喷射出 大小就跟玻璃弹珠大小一样的铁弹 甭小看它们 一门大炮射出上千颗 这种小弹丸 威力也不容小觑 它们轻轻松松 毫不费力便直接地穿透了这些士兵身上的盔甲 然后伸入它们的五脏六腑 所过之处 只有一地的人马尸体 炮弹横扫的区域内的 可以说是寸草不生 当近两百门大炮同时 完成了发射之后 它们面前那蜂拥而至 数量达到五千人之巨的高沟离骑兵 眼下 在这重炮发射的散弹面前 只剩下孤零零的几百人 矗立在原地 面如死灰 扫射着地面上那残枝断壁 密集的人马尸体内脏 血泊 连攻击都忘记了 所有人都呆立在原处 不可思议地望着面前的一幕 它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等人竟然会 会在短短一秒钟的时间里 损失如此惨重 它们身上的盔甲 在面对大炮发射出来的 铅弹的那一刹那 就仿佛是保纸一般 轻易地被穿透 位于前方的骑兵与战马 甚至连发出一声哀嚎都没有 便被那上千颗的小铅弹 给扫成了碎肉 远处幽州城那残破的城墙上 高剑武亲眼目睹了这场惨败 他痛心棘手之余 又连忙地让人明金收兵 想要将剩下的七八百士兵 给重新地召回来 这些骑兵的成本 可是都很高呀 在封建时代落后的生产力之下 想要供养起一个 装备精粮训练有素的骑兵 所消耗的钱粮 是后人无法想象的 就像是大唐这样强大的帝国 也只能供养起 不到十万的骑兵而已 七八百骑兵已经值得高剑武如此重视了 可惜的是 当筋骨声骤然间响起 那七八百士兵在瞬间地醒悟过来 恐惧涌上心头之后 当他们准备策马逃回的时候 他们的后方 在他们猛逼愣神的那一刹那间 炮兵们已经娴熟地完成了又一次的装填炮弹 随着又一阵 轰隆轰隆的巨响声响起 只见到入目所及 幽州城城墙下 铺满了人马碎尸 可就是不见一个活人存在 第149章 高沟里跑了 傻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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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哼唱着后世一首著名的BGM 这是一首德国歌曲 十二个 并非是骂人的 只不过谐音听起来像是骂人 此刻 他正在无尽地嘲讽着远处的高沟离士兵 开玩笑 没见过这么傻的人 敢冲击炮兵 这他喵得 纯属找死 而且 李克手下的炮兵摆得还那么密集 就这你们还敢冲击 这是谁给你们的勇气啊 梁翠萍吗 当李克无尽嘲讽的同时 瞭望塔之上 李靖城咬金等人 只感觉毛骨悚然 大炮这种热武器 杀人的力所劲 让他们在心生恐惧畏惧的同时 也让李靖不禁感慨 自己的五万冠铜钱 画得直 简直不要太直了 五万冠铜钱 说白了就是五万两银子 五万两银子 能够练出来的兵马 撑破天了 也就是几千人而已 毕竟一个士兵 需要装备的盔甲武器 还有士兵本人的军饷 军服 还有他们平时吃饭居住 所消耗的钱粮 至少也得是几十两银子 就这 所训练出来的军队 在战场之上 能够发挥出来的用处 也是极其微小的 尤其是面对着对面那种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简直说是冷兵器时代的 战争之神的铁甲骑兵 可是 在这五万罐铜钱 所制作出来的大炮面前 这些个原先纵横天下 无敌手的骑兵 竟然全都化为了一滩滩 洒落地面上的碎石碎肉 在短短片刻间 就死伤殆尽 而大炮本身呢 嗯 还保存完好 还能继续发射 即便是有朝一日 大炮因为炮体老化 不能再发射 可是 大炮这玩意儿 就是用铜来铸造的呀 它们完全可以将这些铜 再重新地融化 重新地铸造出来新的大炮 而这无非只是 花费一些时间人力罢了 想到这里 李金当即便下定一个决心 那便是马上上座朝廷 然后要求 大量地铸造火炮 与此同时 高剑武的心肝都要碎了 它损失惨重啊 五千骑兵 放在哪里 都是一股可以搅动战场风云的 强大实力 甚至可以改变 天下大势的走向 可放在当下 这些骑兵连一个敌人都没杀死 竟然就这么的一个 接着一个倒在战场上 想到这里 高剑武是只感觉毛骨悚然 他意识到一件事情 那便是 他们绝对不能在这样的战斗下去了 他们只有撤退一条路子 因为如果不撤退 幽州城危在旦夕 他手下的士兵 如果按照一天损失五千人来计算的话 也就只能支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撤退撤退 传令三军将士 即可撤退 高剑武高声地大喊着 嗯 他已经让下破胆了 而与此同时 高月的一张翘脸上 也浮现出了凝重之色 他朝一旁的父王看了一眼 随后只见到高月 一咬迎牙 父王女儿愿意 再度前往大唐去探寻大唐的机密 替父王看清 这到底是什么武器 也好 高剑武微微点头 他知道 自己女儿高月 是再好不过的密探 后者在长安城里 已经经营许久 有很多大唐帝国的大人物都保持着联系 有女儿出马 想必很快就能探明 得知这唐军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吧 一旦得知了 那他们也可以尽快地仿制这种武器 也可以与大唐帝国相抗拒了 可是想法虽然美好 但这个世界上的现实则更加的骨感 因为大唐蜀王里克 已经知道了高月的身份了 根本不可能让他探明得知任何的情报与消息 当第二天的黎明到来之际 阳光再一次地普照大地 幽州城外 大炮彻夜不停地轰鸣着 十分地扰民 噪音问题十分严重 不过 大唐帝国上下的全军将士们 却没有丝毫的愤怒 相反看着一处又一处坍塌的幽州城城墙 他们显得惊喜异常 就在这个时候 当一大早来到幽州城下 准备朝城墙上望眼的里克 突然之间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城墙上面 虽然还树立着无数高沟黎的旗帜 可是他们貌似 没有发现一个士兵啊 貌似城里的士兵都撤出了城池 快拿我的高杯望远镜过来 李克高喊着说道 一旁的羽化田不敢怠慢 他动用起轻弓不多时便赶了回来 给李克手中送来了一具望远镜 不好 高沟黎人跑了 李克大喊一声 然后匆匆 让羽化田上前去 叫那些个炮兵们停止开炮 嗯 眼下幽州城都已经打下来了 高沟黎人都已经撤退了 如果 还继续炮击的话 城墙损失的部分 可都是要由他们来负责重新修建的 天地竟然这么跑了 城咬金面色有些不快的怒骂 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吐槽 高沟黎人都是一群胆小鬼 嗯 这位也原本还打算上战场 大杀四方呢 报告将军 刚刚我们进入到幽州城里一番搜索 没有发现敌军 反而在北门处 发现了大量脚印 都是新鲜的脚印 这些脚印 一直向东北方向而去 很明显敌人已经撤退了 听完了这个赤后的汇报 李克苦笑一声说 走了就走了 由周城拿回来就行 大将军李静拍板说道 又嘱咐一旁的文书 赶紧地起草一封奏折 然后由他李静亲自署名 送给大唐皇帝李世民 不是 城咬金突然间开口 他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瞪着在场的一众人 蜀王殿下 老李 老秦 老柴 你们几个竟然不打算追击吗 咱们不应该 一股脑地把高沟李给平了 听着城咬金的话 李克直翻白眼 打什么打啊 高沟李是那么好打的 真要是打高距离 还得从长计议 蜀王殿下说的是 秦琼点点头 高沟李不容小觑 如果真要对付高沟李 至少也得请示朝廷 何况眼下我军虽然战胜 可是损失却不少 而且高沟李远在数百里之外 攻伐他的话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第150章 收下百姓 收复幽州城的消息 刚刚送出去 当李克等人 正准备在幽州城里 收拾残局的时候 这时候 从远在数千里之外 送回大唐的奏报 则匆匆地在八百里夹击的 急报当中 送到了幽州城里 当一众人看完了 李世民的诏书之后 大伙是只感觉哭笑不得 因为诏书上要求的 是让李克动手收复幽州 并且 变相地承认了他手下部队 对于李世民的想法 在场的大多数人 大抵也是清楚的 他们明白 李世民无外乎只是想 通过高沟黎人 来消耗掉李克的兵马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当李世民的这封诏书 送到幽州的时候 幽州城 已经被李克他们给收复了呀 罢了 先上奏陛下 将此事说清楚吧 李竟苦笑着说道 随之 朝一旁的李克一拱手道 殿下 按照皇上的旨意 当下 幽州城是殿下您的封地了 所以 臣等不好插手 幽州城的事情 而且 陛下已经在诏书当中点名 要您是守幽州城 不知道殿下您觉得如何 父皇的旨意 当儿臣的 自然是要言听计从了 李克呵呵一笑 幽州城 这可是的好地方啊 甭看当下 幽州城里面 经历过突厥人的一番屠城之后 再加上这些日子 连绵的战火 整个幽州城里面 已经没有几个百姓了 可是 对于当下的李克来说 人口问题丝毫不用考虑 谁让他眼下 这幽州城附近光是聚拢着的 被突厥人截略而来的汉人百姓 就有几十万人呢 这些人 足够充实幽州城的人口了 哪怕其中会有一部分人 选择回到家乡去 可是 李克可以肯定 在家乡遭到破坏之后 在自己开出优厚的条件之后 这些个百姓 大抵都会留在自己这边 为自己所用的 既然殿下您如此想 纳臣这就起草一封奏折 派快马 送到长安城里 李静微微汗手 李克眉头一挑 眼下的信息传递速度 着实是有些慢 就像是当下 李世民的诏书 让他们攻克幽州 可是 李世民的诏书还没送到呢 他们就已经收复了幽州城了 而之前 柴少手下的幽州城之所 所以失陷 大抵也跟这有关系 如果突厥大军东进的消息 能够快速地送到长安 然后 李世民发出的命令 也能够及时地送抵个军 那么 当突厥人赶到幽州城的时候 大唐各地的军队 只怕是都已经杀到了幽州城了 对于习惯了后世一个电话 一个短信 就能够连通世界的李克来说 当下大唐帝国的信息传递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慢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哪怕是最为迅速的八百里加急 在李克看来 也是缓慢到了极点 想到这里 李克眉头一锁 打算趁着当下 他手下因为铸造铜炮 而培养出来了大批的 手艺精湛的铜匠的情况下 搞出来一件崭新的新发明 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西 有限电报 不过 电报这事得从长计议 眼下 李克得考虑另一件事 只听见他开口道 老李 既然父皇的诏书已经送到了 那咱们 就按照我父皇的命令行事吧 你们几位 也可以班师回朝了 至于幽州城吗 有本王在这里 绝对可以守得住的 那倒是 对于李克能否守得住幽州城 李静等人是一百个放心的 因为李克手下 有着两百多门大炮 还有一万多人的精锐士兵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刚刚在幽州城附近 一败涂地的突厥 亦或者是高沟黎 绝对是没有胆子 再度地朝幽州城发起进攻的 殿下 纳臣这几日等部队修整妥当之后 便撤出幽州城 先别急 这时候 李克一笑 朝李静露出了个笑容 咱们还有事情 要商量 还有事情 什么事情 李静有些猛逼 那些个百姓 李克不假思索地说道 太行以东 黄河以北 虽然遭到了突厥人的劫掠 虽然损失惨重 可是 人口却还尚在 只需要一二十年的休养生息 便可以恢复了 可是幽州城去与之不同 幽州城被突厥人给屠杀了 眼下城里一个人也没有 父皇要本王在幽州城就翻 可是本王也不能当一个光干鼠王吧 这 李静脸色微变 他思索片刻后 便说道 殿下 臣明白了 您不就是要这些百姓吗 他们当初 就是您给救下来的 这几十万百姓 皆是殿下您为恩公 视您为再生父母 您只需要一句话 便可以将他们留下了 何必要问臣呢 哦 李克有些诧异 他原本以为李静会拒绝呢 不过现在看来 李静并没有阻止自己的意思 那就多谢了 李克朝李静拱手 殿下 虽然人可以给您留下 可是有一句话 臣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李静犹豫再三 还是开口了 一旁的柴哨已是负荷 殿下 依我之见 这四十多万的百姓 只留下三五万便可以了 至于剩下的吗 还是让他们回到自己家乡去了 虽然他们家里都被突厥人劫掠 什么也不剩 但是让他们去 投奔一下亲戚 或是自谋生路 也不是不行 不是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李克眉头一挑 殿下 这人口多了 自然是好事 乔国公柴哨眼光毒辣 他冷笑两声 可是 殿下 您不能光看这些人口啊 他们可不仅仅只是大量的人口 他们还是整整进五十万张 吃饭的嘴啊 是啊 殿下 李静也开口了 虽然幽州城下 缴获的粮草不少 可是 这些粮草 将来势必要运走的 毕竟 黄河以北都遭到了突厥人的劫掠 怎么这 朝廷也得震灾吧 至于那些个银子 咱们大唐此番 自幽州城被攻开始 到当下 损失的兵马 也有了十几万人了吧 第151章 吃饭问题 这倒是 李克微微汗手 光是柴少首幽州城时 就损失了四五万人 再加上突厥人在四处劫掠时 那些各地方的部队 与突厥人交战 又损失了好几万人 到唐军主力 在几天前 于幽州城下 和突厥主力决战 虽然最后 唐军赢得了胜利 歼灭了突厥人近十万人 可是 这一仗唐军的损失 也超过了五万多人 再加上陈锐首幽州城 近乎残余殆尽的五万余人 唐军的损失在大约十三四万左右 大唐辅兵 总共才不过六十万人了 而且 还需要镇守整个庞大帝国 那么广大的疆土 其中真正能用于激动的兵马 也就是二三十万人罢了 而眼下 这些人已经损失近半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重新地招募辅兵 重新地购置军械 还有给战死的士兵发放抚恤 这些所需要消耗的钱量 哪里是他们缴获的一千多万两银子 所能提供的 再甭提 还有一个大头之初还没算呢 而这个大头之初 不是旁的 就是在于这场胜利 在损失惨重的同时 自突厥人公幽州城开始 到当下 损失近二十万人的突厥军队 被唐军砍了下近二十万克人头 虽然战国斐然 可是 这战国斐然的同时 却又有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困难 困扰着大唐朝廷 那便是 二十万级的斩首 而且 是这二八经 有突厥人头可以算的斩首 绝对没有造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颗人头 至少需要李世民 发下去几十两银子的赏赐 而这 才仅仅是开始 大批在此番作战当中 建立功勋的士兵 需要被升官 或是赐下爵位 或是别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世民 还需要给他们填宅 仆人 还有属于他们关接的赏赐 这可是大笔的支出啊 而这些银子 却又不能不花 因为大唐府兵 拼死拼活 赶走了突厥人 斩首无数 结果到头来 以特喵的 敢不发赏赐 那还了得 兴许这群愤怒的大唐兵马 会直接地反特喵的 届时 直接地把礼堂给推翻了呢 所以 李世民 十分明白一件事情 他们根本无力给李克提供支援 提供粮草 让李克养活 这从突厥人手中拯救下来的数十万人 殿下 按照一人 一天吃一斤粮食来算 这些个百姓 几十万人 一天下去 那就是四五十万斤的粮食啊 而且 一人一天一斤 怎么够吃呢 所以 这四五十万人 一天就得消耗掉几千蛋的粮食啊 这几天 您是没看见啊 那些从突厥人上抢回来的粮食 那是成堆成堆的少啊 咱们是缴获了七百多万事的粮食 但是 这些粮食真正能够留给殿下您的吗 顶多也就是十万蛋 乔国公柴少语重心肠地说道 李克终究是他的晚辈 他得提醒一下 自以这个晚辈 不要办傻事 十万蛋粮食 即便是每人每天只喝西州果腹 那也顶多撑个十天半个月 到那时候 殿下您拿什么来养活这些人啊 柴少眉头紧锁着问道 给我留五十万时的 李克不假思索地说道 可以 柴少没有犹豫 他苦笑一声 不过 殿下真以为 五十万时就够用了 五十万时 够他们吃多久 顶多 也就是两个月吧 两个月之后呢 这眼下可是夏天 可以说 整个北方是黄河以北 是颗粒无收 粮价风涨是必然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个月之后 今天又收不上来粮食 至少 直到明年秋收 是不会见到一粒粮食归仓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殿下您至少 需要准备五百万时的存粮 才能够以每天一斤的标准 给这些百姓们 提供粮食 才能够 让他们称道 称道明年秋收 这个 李克脸色微变 柴少见此 以为自己 已经说动了自己这个侄子 可是 还不等到露出欣慰的笑容 李克却是陡然间眼睛一亮 这个嘛 也不算给 不算难 柴少脸色微变 五十万人的口粮而言 李克脸上浮现出来淡定之色 刚刚 系统发布了新一轮任务 而这一轮的任务 不像是之前的几个任务 奖励都是那种随机的 而是提前公布的奖励 而这一轮的奖励就是 让李克在一个月之内 完成对幽州城的重建 使得幽州城 恢复战前的繁荣 如此 李克将获得三个奖励 这三个奖励分别是 红薯 土豆 还有杂交水稻 这三样东西 只要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到手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 完全可以播种一季的红薯 而红薯这玩意的产量 是有目共睹的 完全可以提供足够的粮食 李克所需要提供的 只是他们这几个月 所需要的粮食罢了 而且 李克手上 可是掌握着大把的存粮的 当初太仓里面的数百万石粮食 可是都在长安城里面 李克的仓库里面囤着的 这些粮食 完全可以用来供给幽州城的建设 放心好了 粮食这玩意 本王绰绰有余 不必担心 李克呵呵一笑说道 这 柴少本想多劝两句 可是 当看到李克那一脸自信的眼神之后 他便将心里的话给收了回来 那好吧 殿下 那这些百姓 您就全留下吧 不急 李克摇了摇头 本王还需要去见见这些百姓 看看他们是否愿意留下来 这还有什么 直接的一道命令下来 他们还敢主动走不成 柴少轻笑一声 李克却是摇头 他可不愿意干这种强迫人的事情 当走到幽州城外 此时的幽州城外 数量众多人数几十万的百姓们 正在那里排除着领着粮食 他们不是不愿意回家 实在是 别说是回家的路程了 就是回到家里 可是 他们家里早就已经让突厥人截掠一空了 没有粮食的情况下 他们回到家里 也只能够等着饿死 第152章 建设幽州 你们可愿意留存幽州城 李克把百姓们聚集在一起之后 开口询问道 这些百姓们的回答自然是 待在幽州城里 他们至少还有一口饭吃 可是 一旦离开了幽州城 那么 对于他们而言 那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了 毕竟 当下的大唐帝国 可不是后世的那个国家 很大的概率 不会去管 也没有经济实力 去管他们这些百姓 所以 他们如果选择离开的话 大抵只有一个可能 那便是 饿死 在这样的情况下 留存幽州城 是他们唯一的一条生路了 当然了 在一众人回答愿意的时候 也有些人 说想回家看看 或是 打算去投奔什么亲戚的 对此 李克也不阻拦 相反 美人还发了一些干粮 路费 让他们离开 而剩下的这些人呢 李克却并没有一股脑的 把他们送到幽州城里 毕竟 城里经历过一番血战 里面的地面上 都可能是斑斑的血迹 有些个房子里面 当初死在突厥人 屠杀的百姓尸体 可能都没来得及清理 整个幽州城 破败异常 至少需要一番的整个才成 而且 幽州城在战前 不过是一个军事要塞城市罢了 城里的人口 也不过是十余万而已 眼下这里面 可是有四五十万人的人口啊 这么多的人口 想要挤进去幽州城 那根本就住不下 所以 当得到这些百姓们的同意之后 李克开始了他第一件事 清理幽州城 顺便 拆毁掉了幽州城南面 对向大唐的城墙 然后 将沿着原先的老城 继续地向南扩建城市 而这些个选择留下的人 李克也不让他们闲着 毕竟 这年月 白白地拿粮食 养活一个不干活的人 那怎么可能啊 尤其是当下 李克要迅速地完成系统的任务 所以 是片刻不能耽搁 只见到 在当天下午 无数个百姓在完成了登记造册 并且被李克完成了编组分配的百姓们 成为了李克之下幽州城的第一批人口 他们已经开始 在幽州城附近 开始修建起来一座座的红砖砖窑 嗯 这玩意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啊 红砖这玩意 有什么技术含量 挖斜土 然后制作成砖坯子之后 开始烧制便可以了 至于烧制的燃料吗 那就更好解决了 要知道 幽州城附近 可是有着西山煤矿的在的 在那里 有着数不清的煤矿资源可以利用 在李克看来 李世民给自己的这块封地 着实是不错 这块土地上 稀有西山的煤矿 北有密云的铁矿 南面又有运河 东面 又临大海 可以发展海运 海茂 北面呢 又是草原 这块土地 完成可以成为他李克的龙心之地 当李克在幽州城大兴土木之时 李靖等人 在收复幽州城三天之后 便选择了班师回巢 幽州城 彻底成为了李克的地盘 而李克 也不闲着 在幽州城新城 被规划了几条新的街道之后 那一个个固定着的 就好像是军营一般的四方明方里面 此刻 正开始修建着一栋栋红砖房 幽州城附近 穿越者们惯用的土制水泥 还有红砖厂 一座连着一座 这些厂子割后事 那一准得让环保部门给发破产了 可是 放在当下 这一切 却都不必在意 因为 这一点污染 完全在当下大自然的承受范围之内 当大伙都在先行营建幽州新城的时候 李克则是在翻看着 自己前些日子 抽到的初中物理教材 嗯 这些东西 可都是宝啊 李克想要制作出来电报 无线电报这种技术含量过高 根本不是他所能研究出来的东西 他一开始 想都没有想 但是有线电报 他还是可以想想的 看着面前 按照物理书里面的原理 费了好大的劲 制作出来的一个小型马达 还有一旁 用磁铁还有线圈 制作出来的手摇发动机 李克微微汗手 脸上满是喜色 只见到 随着李克摇动手摇发电机 随之 便只见到 在异线的另一头 那个制作出来的小马达上面 连接着的原始的风扇扇叶 眼下 已经开始迅速转动起来 而这扇叶 正好对向了李克这边 李克瞬间 便只感觉到 一阵阵的凉风袭来 这感觉 肥拉的爽 不错 不错 李克微微汗手 可是 才片刻的功夫 他便感觉自己的手臂 有些酸了 嗯 手摇发电机 这效率就这样 用一会都得手酸 可是 制作出来电池吧 成本又过高了 虽然物理书上 也有最原先的那种 千酸蓄电池的制作办法 可是那玩意的成本 不是一般的高啊 李克可用不起 所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李克只能够使用这种 手摇式发电机 他倒是想过 通过风车 也驱动这玩意 可是问题之关键在于 风力这玩意 时大时小的 不好控着 可是 手摇又差时费力 思前想后 李克突然间 灵机一动 他想到了一件 在后世 十分常见的东西 在后世 李克时常地使用这玩意 来充当自己的 出行交通工具 这玩意不是别的 就是自行车 自行车 这玩意的技术含量吗 说实在的 真心不高 哪怕是当下的大唐 还在处于手工业时代 可是 让那些个匠人们 手工地制作出来 一辆自行车 却也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 这玩意 又不是什么高科技 尤其是李克 在穿越来之前 那可是长期骑自行车的主啊 自行车的原理 他再了解不过了 李克所想到的 便是用自行车的脚灯子 来代替自己手摇 说想就想 随之 在一个脚踏发电机组的图纸画好之后 李克又意犹未尽地画了个自行车图纸 完成了这些后 李克便嘱咐一旁的羽化田 把这玩意 交给外面的手下们 要他们去 负责制作 他这里 匠人还是不少的 毕竟 几十万的百姓里面 总能挑出来几个手艺精湛的匠人们 第153章 意图策反 长安城里 当听到轻而易举地收复了幽州城 李克更是从容地 留存了幽州 他所谓的封地里面 并且 毫不客气地收下了那几十万百姓 李世民只感觉 自个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废话 原本幻想着 通过幽州城 来消耗李克手下的人马 最后 让他成为一个光感王爷的想法 眼下已经高空了 在想收拾李克 那只有真正地派出强军 来对付他了 毕竟 李世民可是打听过了 李克手下的军队 那可是相当的忠心啊 几乎忠心到了让人不敢想象的地步 李世民 他曾经派出过人 意图测反李克手下的人 可是 最后这些所作 却都无功而返 而这些 也让李世民意识到 李克手下的人马的忠心耿耿 也让他疑惑 李克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让这些人 对他如此忠心的 由于李克的声陷杨妃 外加自己的皇位之由来 所以 李世民 他是不可避免地 对于自己李克 心生戒弟 十分担心 后者会反抗于他 王海 派出不良人 盯着李克那边 每天向阵报告 关于李克的去向 由于片刻 李世民一挥手 招过来王海 嘱咐他 让自己手下的情报机关 不良人们 开始调查李克 而李世民却不知道 相比于他此刻的情报 等于机关而言 李克手下所掌握着的 来自于后世 大明王朝 锦衣卫的情报人员 宇华田 以及魏忠贤 所构建出来的情报网络 根本不是他手下的 不良人所能比拟的 就像是当下这般 当李世民的命令 刚刚发现之后 长安城里 摘星楼 五妹娘那里 魏忠贤便收到了这个消息 哼 调查殿下 就凭你们 魏忠贤发出了声冷笑 而一旁 坐在密室里面的五妹娘 却是眉头紧锁着 朝魏忠贤道 皇上会不会 会不会对殿下下手啊 还有 殿下眼下 被皇上给就翻幽州了 我们是不是要到幽州城 去找殿下 不不不 魏忠贤摇了摇头 殿下没有消息传来之前 一切都不需要做 说吧 魏忠贤起身 朝门外走去 一连数日过去 当李克带着大军 班师回朝之时 李世民在接见了后者之后 匆匆地便在李静的带领下 到达了长安城里的一片军营当中 此刻在这军营里面 赫然有被黑色地翻不给蒙起来的 树门火炮在那里 皇上 这便是臣等打破幽州城的武器 李静朝李世民解释着说道 这个 李世民眉头一挑 随之 只见到李静手下 已经打开了火炮上面的蒙布 他不禁地轻笑一声 这便是那你奏折当中 所提出来的火炮啊 用铜来铸造 威力巨大的那种 是啊 殿下有所不知 那天晚上 不过是区区这样一百多门火炮 竟然在片刻间 干掉了高沟黎五千铁骑 如此 高沟黎才彻底地崩溃之后 选择撤退 哦 闻言 李世民脸色微微一变 他一挥手 罢了 给朕演示一下 这火炮的威力吧 是 皇上 李静不假思索的 随之 便将大炮 对准了远处 那刚刚修建起来的一堆墙壁 随着大炮被装填上炮弹 火炮试射之后 李世民的脑海里 久久萦绕着大炮发射时 惊天动地的场景 尤其是当无数头猪羊 被堆积到炮口面前 进行实弹演练时 那产生的威力 让李世民不得不颤抖起来 这种火炮 一定要多加制造 另外 李克那里有多少门这样的火炮 回禀陛下 不多 快两百门吧 李静解释着说 毕竟他手下只有一万多人的兵马 要守幽州城这么大的城池 嗯 李世民微微点头 不过我大唐朝廷 也必须加快铸造这种火炮 至少也需要造出个两三千门 是陛下 李静点点头 大炮这种国之重器 自然是多多益善 毕竟真理永远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大炮越多 对于国家来说就越好 当李世民正在琢磨着 造足够多的大炮的时候 如火如荼进行着 大建设的幽州城 已经出具城市雏形 规划良好的街道上 拔地而起的红砖瓦房 数量之多 让人瞠目结舌 这些房子 仅仅只是简单的装修之后 用石灰涂抹 或是从海边捕捞上来的 贝壳之类的东西 烧制成的粉 粉刷过墙壁之后 便住进了人 由于当下天气炎热 所以房子凝固得倒也快 以至于 这才仅仅不过过去了一个星期 幽州城里半数的百姓 都被安置得下来 而李克此时 则是眉头紧锁 担心着一件事 那便是粮食问题 他手下的粮食 还是不够 李靖走时 给他留下了五十万万时的粮食 可是这五十万时粮食 哪里够吃啊 幽州城里的百姓 四五十万之多 这么多百姓 每个人只有一蛋 平均下来的话 而且 这年头 没有什么副食品 油水也小 外加这些人 眼下在李克手下 进行的 都是重体力劳动 每天每人消耗的粮食 至少是三斤 像是柴少说的 每人一天一斤 这么吃 倒不是不可以 只是会导致这些个百姓们 身体孱弱到极点 从而无法完成李克所需要的建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克必须尽快 弄到一批新的粮食 否则的话 顶多在过去二三十天 他这就给断断了 与此同时 长安城里 当收到李克的命令 一直在打理这个玻璃作坊 还有钢铁厂的珠穗粮 不敢有半点的怠慢 匆匆地便在长安码头 购置的无数条船只 然后运上大量的粮食 变成幽州去了 殿下 粮食的问题 你已经解决了 可是咱们 可不止吃粮啊 汇报完消息 已经送回去之后 宇化田说道 什么意思 正在视察着工地建设的李克 脸色微微一变 我们不止需要粮食 人还得吃盐 吃油吃菜啊 这倒还真是 李克一拍脑门说 第154章 缺盐 是啊 人怎么能够只吃粮食呢 这是不行的 只吃粮食 那只能够勉强地让人活命罢了 由这玩意 虽然不吃 也没什么 可是 盐这东西 却是必不可少的呀 只见到李克一旁负责管账的宇化田 宙梅说道 殿下您有所不知 咱们手下盐早就没了 这些百姓们 没了盐吃 力气也不足了 所以 当下 早说嘛 我还当什么大事呢 李克一拍大腿 开玩笑 他要是待在别的地方 没盐的话 或许他也只能够抓虾 可是他待的地方位于幽州啊 也就是后世的京城附近 远处不到百公余里外 便是海洋了 距离大海如此之近 如果还缺盐的话 那特喵的 就成穿越者之尺了 只见到李克朝一旁的宇化田 大手一挥 罢了 随本王到渤海走一趟 顺便再给本王准备一万百姓 还有一批匠人 殿下 您这是 废话 守着大海 要是没盐吃 那还不得让人笑话死 李克冷笑一声 何况 海洋里面 可不只有盐啊 按照李克的想法 自己手下 四五十万人 光是米面可不成 因为在没有足够多的油水之下 为了满足人的能量所需 每顿饭都是要补充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 所以 还得吃肉啊 可是 在小农经济的当下 说实在的 李克还真弄步步大量的肉 少量的还行 数量多一点 那就真得抓虾了 毕竟 自己自足的经济下 就是李克 他啃出银子去买肉 可是 以当下这落后的生产力 就是 他把附近 能买的全买了 也不够他们吃上几天的 至于半养职场 李克 他倒是有这么个想法 可是 问题关键在于 罗马不是一天 就能建立而成的 而同样 养职场也不是一天 就能建成的 若是想要建立养职场 甭说别的 光是小猪崽子 牛崽子 羊崽子 进入场子里面 没个七八个月 那肯定是无法出篮的 毕竟 这可不是后世 有什么速成猪 速成鸡之类的 在当下一头肥猪要出篮 至少也得一年半载的 哪根后世那么迅速 何况 当下滑下的猪 那大底都是滑下的土猪 滑下自有的猪是黑色的 这种猪生长速度慢 虽然肉炖不错 都是筋肉 但是 体型过小 重量远远不如后世的那种 从西方引进的白色种猪 如果真要是 靠着猪羊肉 来让这些个百姓们 有足够的肉食的话 那想都不用想 因为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 在想到从海水里面 提炼盐的办法之后 李克又想到了一个 给大伙提供 足够多的肉食的办法 这个办法非常简单 无非就是派人 进入到大海当中捕鱼罢了 而且 也不用捕什么小鱼 按照李克的想法 直接地捕食海里面 那些个鲸鱼就是了 这玩意个头够大 有几吨 甚至几十吨重吗 鲸鱼这玩意 捕上一头 那可是够李克 他们手下的人 吃上一顿的 一天捕上一两头 就足够他李克手下的 这些人们 顿顿不断肉了 至于鲸鱼肉 能不能吃 那根本不必考虑 后世的倭寇 就不是在那 不惜得罪全世界 也要从海里面 捕鲸鱼来吃的 何况 在之前倭寇战败的时候 由于粮食短缺 外加国内牛羊肉稀缺 倭寇也曾经进行过 一番长时间的捕鲸 通过鲸鱼肉 来弥补国内的粮食短缺 而倭寇能用 李克为什么不能用了 至于他能否成功地 捕到鲸鱼吗 这个就更不用考虑了 秦朝已以那种落后的楼船 使皇帝都能够在东海 命令秦军用秦弩射杀鲸鱼 然后 通过鲸鱼当中提炼出来的油脂 来制作秦始皇陵地宫里面 那燃烧的蜡烛 李克他怎么就不可以 去捕食鲸鱼呢 说干就干 李克可不闲着 毕竟 他现在闲着也没事办 他需要的那些个自行车组件 还有那些个 有线电报所需要的铜线 以及制作电报机的零件 还有相应的材料 眼下还需要手下将人们去寻找 制作 所以 一时半会 李克是真闲着没事 李克到海面上去体验一波后世小学课文当中 老人于海里面描述的捕鱼情形 看看捕鱼的时候 是否真的如文学作品里面所描述的那般的凶险 瞧瞧 这多好啊 站在海边 李克是坐船到达海边的 此时的这里 可没有后世繁华的港口城市 尚且处于一片的荒原 只有几个小村庄 兴罗旗布式的 分布在海河附近的平原上 或是在海边 以捕鱼为业 那个 这里是属于幽州城的境内吗 李克朝一旁的一个手下问道 属于 属于 后者连忙地点头 又在心中暗道一声 就是不属于 您说他属于 也没人快计较这事啊 毕竟 这附近又不是什么附属的地方 朝廷 包括皇上 想必都不会因为这么一块破地方 跟您斤斤计较些什么 不属于啊 李克露出了个笑容 那便好了 来人 传令下去 给本王在这里营建出来港口 然后 修建大船 顺便 说着 李克的目光 看向了远处的太阳 顿时眉头一锁 北方的日照 还是不太充足啊 这大敌也是为何 一直到后世 海边晒岩的岩场 都还是集中在南方的 自个想要在这附近晒岩 只怕是有些不妥 想到这里 李克由于片刻 通过匠人们 按照本王的指示 在海边建设灶台 灶台要沿着海边建立 灶台要足够大 至少 下面设计的炉子 也要足够大 然后 让匠们们 按照锅的大小 去制作铁锅 李克说道 他决定 用煤来煮盐 反正 他这有西山煤田 在那 煤炭资源是指多不少 当嘱咐完制作 煮盐一事之后 李克望着远处的海面 又伸手一指 指了指不远处 一个突出海面的礁石 又朝一旁 被李克的招过来的 带路的本地百姓 第155章 修建海景别墅 晚上如果海水涨潮 那里会不会让烟着了 不会 绝对不会 一旁的渔民 远远地望了一眼之后 摇了摇头说道 那海水会拍到上面 不会 不会 咱这的海矿 还算不错 没太大的风浪 那么扑起来几丈高的风浪 也就是在那个海面上 能遇到 又西 李克微微汗手 操着一口 至少也得是 大左级别的口音 喃喃说道 随之 他大手一挥 羽化田 陈在 后面一袭拉风 到了极点的 飞鱼服的羽化田 连忙的上前一步 你马上过去 给本王看看 上面的大小如何 如果合适的话 便在那里面 沿着礁石修建一条石阶 然后呢 最后在礁石上面 给本王修建一处别墅 是 殿下 羽化田 连忙的拱手 随之 便迅速地前去查看 而李克 则又围着海边 转悠了一圈之后 朝渔民皱眉问道 有船吗 有的话 卖给本王几条 本王出银子 说吧 或许是担心这个渔民 会以为资格是强取豪夺的 李克已经从怀里 掏出来了一定价格十两的银子 有有有 看着李克手上 那沉甸甸的银钉子 这渔民脸色大喜 连忙的汗手 随之 伸手指着远处的村庄喊道 殿下 您到那边 那里就有船员 小的家里便有一条 很好 李克面露喜色 在一众人的簇拥下 走了过去 可是 刚刚靠近 看着那地面上 摆放着的几条 就特喵地 跟李克后世 在公园里面 看到的公园湖上 那么大小的几条游船 差不多的小船 李克的脸 当即变黑了 嗯 这些小船 小也就罢了 关键是 特喵的还破 丑那样 估摸着岁数 比李克都大 这样的船 要让他坐着出海 李克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十分担心 自个坐着这种船出海 会不会被淹死 罢了 李克黑着脸 是一只个渔民算了 他朝海面上扫了眼之后 随之 又叫过来身旁 被他随军带来的几个木匠 还有铁匠 你们几个 给本王重新地打造一条崭新的船只 速度要快 尽量在一两天之内完成 殿下 这时间是不是短了些 两个木匠 脸色骤然一变 随之 他指了指远处的河面上 何况 殿下 咱们来的时候 可是带了船的呀 咱们那时内核船只 能在海面上行驶吗 李克脸色微变 他确实是带了船了 带了不少的船呢 可是这种船说实在的 李克是有些瞧不上的 一来呢 是他们太过于脆弱了 因为本就是内核船只 只是为了在河水上面 运输物自用的 船本以及龙骨 并不是太过于坚实 二则嘛 这些船的速度 实在是不敢攻卫 因为 由于在北方地区 虽然是有了运河了 可是运河上面的船只呢 却无法靠着风帆提供动力 北方平原大多情况下 都是无风的 而且 即便是有风 风也小得一逼 小船倒还好 还可以勉强地驱动 可若是大些的船只 那想要靠着风力来驱动 那纯属响屁痴 所以 船只在河面上行驶 一则是靠着河水的顺流而下 二则嘛 就只能够靠着人力去滑桨鲁了 动力极弱 甚至 如果条件再差些 那就只能够用一根根绳子 然后 让岸上的欠夫们 用力气来拉船来行驶了 这可不是说说啊 是真实的存在的 别的不说 前些年那个杨广 所乘坐的龙舟 那特喵的 就是靠着人力在那拉签来行驶的 甚至 直到了清朝 那个乾隆皇帝 下江南的时候 所乘坐的船只 同样也是靠着拉签来行驶的 殿下 也不是不成 随行来的一个小官员说道 他是幽州城的一个立员 此刻正在那解释道 殿下 这运河船只 上了海面 虽然大海之上 波涛汹涌 可若是离海岸近些 天气良好的情况下 大抵还是可以的 真的 李克面露狐疑 心道 我读书少 你压得可别骗我 后者 则是信誓旦旦地 朝李克拍着胸脯 殿下放心吧 您乘坐的那条船只 再不计 也比这些渔民们 用的这种小船 要强得多吧 这倒也是 李克微微汗手 又瞅了沿远处 他所乘坐的那条 长度在二三十米左右 平底的 两侧皆有数十米将手 负责滑江的船只 便一咬牙说道 那好 马上派船出海 说吧 李克又朝一旁的渔民问道 本王要出海 你来给本王指引一方向如何 这个嘛 渔民有些犹豫 还不等到一旁有人威胁 李克已经从怀里 掏出了一枚银定制了过去 这算是你的工钱 谢过殿下 谢过殿下 您出海是去哪 要小的 怎么带路啊 本王出海 是去捕鱼的 李克笑以您的道 守者微微点头 可是当听完李克的话后 他瞬间便是脸色大变 一脸的惶恐 您 您要捕鲸鱼 怎么 有什么不可以的 李克眉头一挑 有些不快 殿下 那 那可是海里的神啊 听说 听说还是 少特喵的扯淡 李克一拍桌子 他可不信这种事情 在他看来 那玩意 可就是上好的肉啊 不吃白不吃的那种 能够捕到一条鲸鱼 那都是在赚 有什么不可的 要是不愿意 把银子还回来 本王再去找别人 本王就不信 这附近这么多村子 就你海生一人会出海捕鱼 听到李克 要管自己要银子 渔民海生这小子 瞬间脸色大变 连忙地将那钉银子 给揣到怀里 然后 咧嘴解释道 大王 小的愿意去 愿意去 不瞒您说 小的还真知道 这附近哪里有您要的鲸鱼呢 那便好 李克微微汗手 问道 随之 走向了远处 自己所乘坐的那条船只 然后朝海生问道 话说 今天的天色如何 海面上会不会有什么风浪 第156章 出海捕鲸 不会 不会 海生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 这种天气 海面上不会有什么风浪 李克又再度地开口问道 毕竟 接下来 过上一会 他自个也是要出海的呀 万一出海之后 他自个掉到海里面 伤着了怎么着 虽然他的内功不错 可是这并不代表 李克他游泳水平很高 说不准一不小心 遇上了风浪 他就掉特喵的海里面 淹出来了个好歹了呢 不会 不会 海生在一旁拍着胸脯说道 小的在海面上待上了快三十年了 这些还是懂得 根本不会有风浪 那好 本王便跟你们一块出海吧 李克微微汗手 又朝远处 那叫石上望了一眼 挥一手喊道 对了 把那个羽化田 给本王叫上来 嗯 羽化田可是武林高手啊 虽然不太清楚 他这个武林高手 在海面上 能够发挥出来多大低作用 但是 有羽化田在 真要是遇上了什么危险 兴许他 还能帮帮自个啊 一旁的手下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匆匆地便将羽化田 给叫了过来 后者过来的时候 李克正则嘱咐着人 对自己所乘坐的 那条运河船只 进行着改装 改装岛 也不是太过于困难 李克要求的是 拆除掉船只上 多余的多有东西 然后 将事先携带过来的碎发枪 给分发到人 随后呢 又在船只上 安装了装有鱼叉的床子弩 这种弩的威力够大 上面安装的箭头 也是李克要求 然后让人特别制作出来的 带着数个道次 而弩的穿透力 也足够大 完全可以射入 鲸鱼的体内 达到一两米 而弩箭的箭杆后面 则还连接着一根铁链子 铁链的另一头 固定在船只上 不过 并不是固定死的 也可以松开 而这 也是防备着 万一鲸鱼一时没让射死 挣扎起来的话 把他们前方的船给弄翻了 处理完这些之后 时间已经进入到下午了 不过 距离开黑 还有两个多时辰呢 完全可以赶在天黑前 出海一趟 然后再回来 而李克这人的性格 也不是那种 慢条斯理的性格 在他看来 办事什么 那要快 而不要慢 此刻 按照李克的想法 所有人 立刻出海 不大的船只上 船只两侧 三十个将手的奋力滑奖之下 船只纷纷地驶出了海河 顺着海水 驶向了大海 李克站在船头 由于是内核船只 所以 船本身虽然长度 不过三十米 可是 宽度却是达到了近五米的 船头处 此刻摆放着三架床弩 而床弩之后 则还有二十个士兵 站在船只的甲板之上 这些士兵 都是从军中挑选出来的 不运船的士兵 此刻 正手持着已经装填好了子弹 但是却关着保险的碎发枪 坐在甲板上 朝远处眺望着 与此同时 位于船只中央的一个架子上面 海生正在上面 手持着从李克手中拿来的望远镜 在海面上眺望着 然后 手指着东南方向 大王 就是那边 那边 每到下午时 经常会有一群鲸鱼 出现在那海面上 然后 喷出高达树杖的水柱 我们平常根本不会靠近 好 按照他的指示 往那边去 李克一挥手 喊道 与此同时 他则是手里 拿着一个刚刚制作出来的指南针 然后 在海面上标注着坐标位置 嗯 指南针这玩意 又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 李克早早地 便已经制作出来了一个 将手们奋力拨开海水 船只缓缓地向远处驶去 速度很慢 不过 李克并没有下令 让士兵们支起风帆 虽然海上已经起风了 可是李克仍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 这种原始的风帆的效果 李克实在是不敢攻卫 他十分地担心 风帆会因为操作不当 以至于整条船侧帆 所以 还是老老实实地 滑江吧 当时间纷纷地推移 出海了近一个时辰之后 位于那高架上的海声 突然间一挥手 大喊道 殿下 看见了 看见了 您看远处 正有大鱼在那喷水呢 大鱼也就是此时鲸鱼的又一个名字 一听这话 李克也顾不上其他了 他一挥手 随之 船上所有人便做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 将手们也纷纷加快了速度 朝远处快速地掠近着 几分钟过去 迎面出现的那巨大的鲸鱼 让这海船上面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尤其是从小便生长在内陆地区的士兵们 此刻 脸都绿了 他们来的时候 虽然听李克说了 是要过来搏杀一种大鱼 可是任谁也没想到 竟然是要捕这么大的鱼啊 只见到 面前的鲸鱼 长达二三十米 其重量 巨大的 丝毫不逊色于 他们此刻所乘坐的这条船只 跟他们比起来 李克这些人类显得光是渺小异常 可是 李克却是浑然不怕 他一挥手 愣着大麻 弩箭发射啊 是是是 伺候着弩箭的几个士兵 连忙地点头 随之 便趴在弩箭后面 开始瞄准 当瞄准妥当后 三人也不犹豫 当即便发射了弩箭 事实上 虽然有些畏惧远处的这些庞然大物 可是吗 对于他们这些士兵来说 他们却并不觉得 自己收拾不了面前的庞然大物 因为 远处的鲸鱼 也就是个头大的些罢了 可终究不过是肉体繁胎而已 床弩的威力 别说是这种鲸鱼了 就是城墙上面那条石 都能射进去 这些个鲸鱼的个头再大 也不是床弩的对手 果然 当瞄准之后 三条床弩的 跟镖枪式的弩箭 迅速地 拖着一条长达三十多米的铁锁射出之后 在片刻间 便精准地命中了无于上的那一条巨大的鲸鱼 李克也不晓得 这玩意的学名叫什么 他只晓得有鲸鱼 可是对于鲸鱼当中有什么种类 却是一概不知 此刻 正端着望远镜 眺望着海面的他 当看到那巨大的箭头 没入到鲸鱼体内的一瞬间 顿时大喜 第157章 成功补� 而与此同时 当这鲸鱼体内 被插上了三根弩箭之后 李克则是朝身后大手一挥 已经距离鲸鱼不过几十米远的船只上面 那十几个火冲手们 几乎十同时间的瞄准着巨大的鲸鱼 然后 齐刷刷的开火了 随着船的甲板上面 涌现出来一阵的浓烟 当船只上面的床弩手们 在快速地给床弩重新地完成了上弦之后 只见到 入目所及的海面上 正漂浮着一具巨大的尸体 而这尸体 不是别的 正是这刚刚被打死的鲸鱼的 嗯 鲸鱼个头虽然大 跟大象似的是海中的体积王者 可是 问题关键在于 大象皮那么厚 都被人类给轻易地 杀得几乎要灭绝了 何况是这种眼下 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力的鲸鱼呢 可以说 在三根镖枪大小的弩箭 射入到鲸鱼体内之后 这鲸鱼就已经快要不行了 随后 又是十几只火枪的骑射 李克手下的火枪 威力可是相当大的 一位李克手下所使用的火枪 是来自于后世的赫贝斯火枪 这种火枪属于重型火枪 口径达到了惊人的20毫米 在后世 20毫米已经不算是枪了 而被称为炮了 而在后世 以威力巨大而著称的那种 所谓芭蕾子 它的口径 也不过只是达到了12.7毫米罢了 这十几只碎发枪打出来的骑射 威力丝毫不逊色于 刚刚射出去的三只床弩的弩箭 以至于 当下的海面上 这头鲸鱼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眼下 就浮在这海面上 已然死亡了 哈哈 见此情形 李克露出个笑容 他原本还琢磨着 是不是要整上几门小炮 到船上用大炮来对付鲸鱼呢? 毕竟 这玩意看起来个头贼拉得大 可是现在看来 李克的想法 纯属是多余了 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 他手上的武器 对付起来这种体型巨大 但是呢 防御力却有极其弱小 而且 攻击力也略显不足的生物 还是绰绰有余的 事实上 历史上 拿着手投掷的标枪 都能够轻易地搏杀的鲸鱼 还真不是什么难以对付的存在 这不是 当鲸鱼被收拾掉之后 李克打着哈欠 扫了沿海面上 然后 看着那鲸鱼 因为体内出血 而导致海面 已然被染成了淡红色的情形 李克顿时眉头一锁 他来自于后世 看过不少电影 其中不少跟鲨鱼有着关系 而鲨鱼这种动物 对于鲜血又十分的敏感 所以 当即李克他便大手一挥 高喊说道 快点 返航 返航 加快速度 另外 也甭闲着 闯弩重新的装填 然后 所有士兵做好准备 另外 收紧铁链 把这个鲸鱼拉得近一些 保护好 别特喵的 让海里面的其他鲨鱼给吃了 是 殿下 一众士兵们 跃跃欲试 然后 十几个士兵 手持着碎发枪 扫尸着海面上 而三架床弩 也重新的完成了装填 果然 怕什么来什么 当李克正琢磨着 会不会遇上鲨鱼呢 海面上还真特喵的出现了几条 嗯 不过 数量倒也不多 由于渤海的水位较浅 外在这地界的冬季 太特喵的冷了 所以 鲨鱼数量是真心不多 不过 不多并不代表没有啊 这不是 眼前就出现了好几条 愣着大麻 开火呀 这么近 这么大 还特喵的能打偏了 李克翻着白眼 朝一旁的手下喊道 手下们纷纷汗手 而羽化田则已经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长剑 不过 根本用不着它们近战 虽然渤海地区的鲨鱼体型较小 可是 这个小 只是相对于其他的鲨鱼而言的 对于人类而言 这个体型 真特喵的 不能用小字来形容 而鲨鱼由于被李克拉到了 距离船只不过三五米远的距离 所以 这些鲨鱼眼下距离李克他们的距离 顶多也就是二三十米罢了 二三十米的距离 有什么打不中呢 别的不说 李克身旁的几个 被他叫上船的白马一丛们 此刻已经从背上取下了弓箭 修修修 一轮雨箭过去 海面上 刚刚还肆虐着 准备从鲸鱼上吃肉的几条鲨鱼 便特喵的让尽数的射翻在了海面上 嗯 滑下捕鲨鱼 那可是有传统地 别的不说 李克他们这些贵族公子们哥们 平常手里拿着的宝剑什么的 像是握把 剑鞘之类的地方 可都有鲨鱼蒙皮的 而鲨鱼这玩意 看起来凶 可是对付起来 除非是像是后世那种 以各种变异鲨鱼为主题的米国烂片外 实际上嘛 却是相当好对付 别的不说 体型在那搁着呢 而且 防御力也不是太强 弓箭都能将它们射穿 毕竟 弓箭的威力 可不容小觑啊 所以 在收获了一条鲸鱼之后 李克又成功的捕获到了七条鲨鱼 这些东西 他自然也不会放过 毕竟 这玩意可是有用的 李克他打算 回去琢磨琢磨 后世 他只听说过 却因为穷 所以 从来没有吃过的鱼翅 也就是穿越到了这大堂 才能够品尝一下 这种后世的珍贵食材 虽然李克在后世也听说了 这玩意的营养 还特喵的 不如吃一个鸡蛋的 但是嘛 人总归是要尝试一下地 当大火满载而归之后 李克也不敢怠慢 毕竟 鲸鱼这玩意 虽然到了港口 可是并不意味着 事情结束了呀 这玩意体型巨大 而且当下的天气 又特喵的比较炎热 如果不能够尽快地 对其完成加工 然后 运回去 吃掉的话 用不了多久 这玩意便会直接地腐烂变质的 眼下才刚刚裂杀掉这鲸鱼 大底还不会出事 可是 若是在过上的三五个时辰 那一准得腐败变质 到时候 想吃也没办法吃了 所以 当赶到海河的入海口之后 在岸边临时修建的码头处 李克便开始嘱咐手下的人手 开始迅速地分解鲸鱼 第158章 铺设线路 当第一批鲸鱼肉 被放在一条船只的船舱当中 船舱里面 四周也都用萧石制作出来的大量冰块 给临时的冰冻了起来 嗯 李克这里 萧石的数量 还是不少的 尤其是萧石这玩意 用来制冰的话 完全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 李克 还有他身边的人 倒也从来没有吝啬这一东西 这不是 为了保鲸 李克便寄出了萧石制作 然后冰冻的办法 虽然冰冻的效果 肯定是比不上后世的冰箱的 但是 让船舱内保持一个较为低的温度 达到十几度的温度 却完全可以 让这些个肉 多存放些十日啊 当好几条船 将这一头鲸鱼的肉 全部给运走的时候 眼下 时间已经进入到傍晚之际了 咱们的羽化田同学 此刻 李克一身拉风至极的飞鱼符上 沾满了血污 他手中那风力至极的宝剑上面 则还残留着大量的血迹 嗯 由于鲸鱼这玩意的体型过于硕大 李克身边还真特喵的 没有懂如何处理这东西的人 而且 普通人拿着刀剑 处理起来实在太慢了 李克这边 人手又着实太少 所以 剑术高明的羽化田 便被李克给盯上了 李克用它 来进行分解鲸鱼 将鲸鱼给分解成 约莫是二十斤左右的块状 还别说 这家伙别的贼拉力锁 挤剑下去 便能够将鲸鱼给划成击断了 剑气所散出的威力 对付鲸鱼的皮肉 再轻松不过了 对于此 李克他表现得非常满意 他仿佛发现了羽化田的另一个用处 那便是可以当一台人肉屠宰鸡 而且还是那种超大型的工作 效率很高 而且吃的还少 很好很好 干得不错 本王现在请你吃鱼吃 李克呵呵笑着对着羽化田说 后者脸上飘出几道黑线 看着李克准备的那黑暗料理 嗯 李克这里可没有什么厨师啊 而鱼吃的加工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李克做出来的自然是不敢恭维 不过好在 系统里面抽出来的人物 最大的特点便是他们的忠心耿耿 就像是面前的羽化田 明明李克提供的食物是一种黑暗料理 可羽化田却是眉头不皱 直接的便将其吃了下去 看得是李克一阵的担心 这家伙不会突然间闹肚子吧 次日 天蒙蒙亮 看着昨晚一整晚上都在从帐篷里跑到远处 临时搭建的厕所里面的羽化田 李克心中便是一阵的自责 这时候 随着当天上午 昨天晚上派回去运肉的船只回来 并且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那便是 对于这大海当中捕获的鲸鱼肉 百姓们十分喜欢 嗯 虽然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海中的鲸鱼是海龙王 不敢吃他的肉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在那香喷喷的鲸鱼肉弄到自己面前之后 一连数日没沾过昏腥的他们 都会情不自禁的 按照后世的真相定律 然后情不自禁的喃喃一句 真相 负责运输的人名叫张三 当然并不是法外狂徒 此人是一个办事颇为利索的百姓 所以 被李克给发掘出来 用来搞运输 此刻他带来了一个 让李克高兴至极的消息 殿下 您要的东西 已经制作完毕了 小的此番给您带过来了 真的 李克文言大喜 他要的东西 当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 而是他临走时 嘱咐几个能工巧匠制作的自行车零件 还有那些个原始的 电报机的零件 这些东西眼下已经制作完成了 想到这里 李克也顾不上其他 他匆匆地走到船上 从几口大箱子里面 将自己需要的东西 全部取出来之后 一一地按照清单清点 随之 李克的嘴角勾勒出一丝笑容 干得不错 这个匠人做得不错 回头赏他十两银子 李克大手一挥说道 一旁的张三 连忙地点头 不知道殿下 您还有什么需要的 还真有一点 李克点了点头 他指了指两盘铜丝 这两盘铜丝是工匠们 经过传统的抽丝工艺制作出来的 粗细的画 大约有个0.2毫米左右 加起来 长度约莫有百米 这种线给本王制作更多的 至少需要 需要三百里长的 什么 听到李克的问话 张三的整张脸都绿了 要知道 铜线这玩意儿 可是用铜钱来铸造出来的 而铜钱铜这玩意儿 在大唐 可是当货币使唤的 也就是说 这完全就是拿铜钱 来铺设一条三百里长的线路 不过三百里 正是从幽州到达这里的距离 李克可不愿意 一直使用人力传输这种办法 来传输信息 何况眼下有线电报制作成功在即 为什么要使用这种落后的方式呢 至于铜线的问题 他不担心 因为李克眼下 在长安城的生意实在太多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长安 但凭借着魏忠贤 还有宇化田制作出来的情报网络 以及 蜀王李克这张牌子 还有给李世民的那点分红 外加朱穗良这个兢兢业业的手下 李克的生意可以源源不断的 为李克提供大量的财富 而三百里长的线路 即便是用铜钱来进行制作 平均每一里的所需要消耗的铜钱是两贯铜钱 也就是二两银子 三百里路 不过也就是六百两银子 即便是再加上一些费用 铺设双线或者由于路程增加 为了导电的良好性 使用更粗的铜线 也顶多就是再翻几倍而已 再翻能翻出一万两吗 一万两虽然多 可是李克当下也不缺钱 何况他现在的地盘就这么一点 修建几条电报线路 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玩意儿可是修建好 之后能一直用下去的 仔细地计算一下 比使用人力快码来传输信息 虽然短期内投入高 但是日后的支出却几乎为零 用不了多少 至于毁住铜钱这件事 在本王的地盘上 本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李克颇为大气地朝张三说道 于化田已经构建了一张情报网络 他完全不担心自己所做的事情会泄密 第159章 学骑自行车 自行车这玩意 李克是先组装这玩意的 由于当下的时代还没有橡胶 即便是有 李克也弄不来 毕竟橡胶这玩意可都在南美洲呢 距离此刻的大唐帝国有数万里之遥远呢 而且即便是李克能够过去 也不见得能够在那热带雨林里面 成功地找到这玩意 所以橡胶轮胎是甭想的了 这不是眼下的李克所制作的自行车 虽然大体上还说的过去 不过由于没有轮胎 所以骑起来还是蛮费力的 不过这个问题很快便被解决了 李克的解决方式也非常简单 就是用昨天杀的金鱼的金鱼皮 在那轮子上面包裹了一层 如此一来 虽然还是比不上后世的充气橡胶轮胎 可是效果嘛还是可以低 只见到李克微微汗手走在自行车旁 先是自个骑着 在这转悠了一圈之后 随后便也没了兴趣 反倒是把宇化田给吸引了 还吸引了张三的注意力 于是乎 宇化田这个东厂高手 竟然在李克这里开始学起了自行车 不过 这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武功那么高 学骑个自行车却显得相当的笨拙 愣是花了一个上午才学会 而李克自然没兴趣在这教导别人骑这个 他正在那制作着小型的电报机 一旁 几个青年则给李克打着下手 他们在那 为李克准备好了的铜线上 刷着清漆 然后 刷好后放在太阳底下 晒干后 再刷一层 周而复始 之所以如此 也是因为 这年头 着实是没有什么好的绝缘材料 所以 便只能够刷上一层又一层的青漆 来代替绝缘了 与此同时 李克也在按照物理书上面的教程 组装着老师的有线电报机 这玩意原理非常简单 李克还特意嘱咐手下的工匠 制作了一个还算可以的外壳 此刻 组织起来颇为的顺手 原始的有线电报机的工作原理 无非就是通过导线接电之后 导线上面的电源接通后 激发一个电磁铁落下 从而产生声音 或者是在电磁铁下留下什么痕迹 李克的办法是 用一个小马达 上面带着一个传送轮 输出纸条 然后 电磁铁上面的基铁上 则安装一根针 从而形成原始的针孔有线电报机 当电流接通之后 通过通告设置好的频率 从而按下开头 然后在纸条上打出相应的孔来 然后 通过这些纸条上面小孔的恐惧 从而对照编制出来的密码本 来判断出来信息 虽然过程 显得是有些繁琐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玩意 再特喵的繁琐 也比派出快马 搞一个几百里夹击 中间又得准备几十上百个驿站 来接替送消息 要强得多啊 当成功的组装好 两个在后市早已经进了博物馆的 原始有线电报机之后 李克扫了眼一旁的青年们 然后询问道 电线弄得如何了? 回禀殿下 电线早就已经准备好 眼下您看看吧 好好好 李克微微汗手 随之 接过一根电线 这电线上面 已经让刷了好几遍的青漆了 眼下 这青漆形成厚厚的一层 完全可以达到绝缘的目的 你们眼下 马上把这些电线给本王 从这里面架到那里 用树枝架起来 是 殿下 一旁的几个人不敢怠慢 他们迅速地行动了起来 不多时 便已然完成了这些 而李克 则是已经编好了一本密码本 他这个密码本 是后市著名的摩斯密码 这玩意本身上 就是早期电报机发明出来之时 所采用的密码本 此刻 李克将这摩斯密码本 进行了一番魔改之后 形成了一套适合当中大唐 使用的简单密码本 然后交给了一旁的羽化田 记下来没有 殿下 已经记下了 羽化田拍着胸脯保证 他是东厂督工 专门搞特务情报的 对于他而言 过目不忘 那是基本功 毕竟 在明朝 中明一代 东厂督工哪个不是出身自太监当中佼佼者 哪个不是内书堂里面 那些个打小便读书识字 聪明到了极点 才被挑选出来 到皇上身边伺候的人 对于羽化田来说 过目不忘 还真不算什么难事 见此 李克微微汗手 好 那本王现在教你如何的使用电报机 李克笑着说道 随之 跟羽化田解释起来电报机的原理 这对于羽化田就有些难度了 比其自行车都难 只见到羽化田一头雾水 好一阵 才勉强弄明白了 当他彻底搞明白之时 时间已经进入到了下午了 眼瞅着 天都特喵的要黑了 而海面上 远处派出去捕鲸鱼的船只 已经返回了 嗯 李克手下 可是四五十万人啊 四五十万人 哪怕每人每天只有半斤肉 可是 这些人加起来 那也得二三十万斤才能够满足啊 而半斤肉说实在的 真心不是太多 而一头鲸鱼的重量才多少了 也就是这么多了 所以 一天一头鲸鱼 真心不是太多 何况鲸鱼浑身上下 也不是全都是肉啊 那还是有骨头 有内脏 有不能吃的东西的低 一天一头鲸鱼 是必须的 只是 看着自己手下人这里所近 李克不免的有些担心 会不会有朝一日 这海里面的鲸鱼 被自己人给杀灭绝了 不过转念一想 李克又摇了摇头 君不见 后世那种一年几万头的 几十万头的杀 都不见得把这玩意杀灭绝了 自个手下才能杀上几头了 哪怕一天一头来算 顶天了 一年下来 也就是三百来只鲸鱼 这特喵的相对于鲸鱼庞大的种群数量而言 算得了什么啊 殿下 臣是不是得过去分解鲸鱼啊 看着远处回来的船只 还有那船后面的鲸鱼 与化田皱眉问道 不必 先跟本王试验过这电报机再说 让他们去忙活吧 无非是多花费些时间吧 李克摇了摇头说道 第160章 沙字蚁人 茫茫的草原之上 风拂过草原 吹过这连绵整个草原的牧草 一支士气低落的大军正行走在这草原上面 这支大军正是当初突厥可汗协力 率军南下入寇大堂的军队 不过相比于初诗时的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 眼下突厥可汗协力的身旁 只剩下不过七万多人的军队 就这数量还在进一步的减少 行走在这茫茫草原上 突厥可汗协力此时的面色凝重异常 这一场让他败的太惨了 手下的部队损失二十多万 他的盟友梁师多 眼下早已经成了一个光感司令 梁师都仅剩下的底盘 只怕是也守不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梁师都已经没了用处 尤其是他手下的部队只剩下几千人 而且还是一帮残兵败将 而同样与梁师都一样 协力身旁也是这样一群残兵败将 对于突厥可汗协力而言 这场战败损失了二十多万的突厥勇士 这个倒是其次 因为 人命是不值钱的 二十多万人的人口损失 哪怕这些都是正当壮年的青壮年 可是对于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突厥来说 还是全民皆兵的民族 二十多万人的损失还是可以承受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 此刻的协力 已经没有实力去养活自己的人口了 可汗 眼下咱们已经没有粮食了 士兵们已经开始杀马冲击了 得尽快找个办法啊 协力的身旁 一匹快马 飞马过来 朝他禀报说道 没有吃的 后者脸色微微一变 突厥大军 虽然在大唐劫掠众多的粮草经营 还有无数的奴隶 可问题关键在于 随着战争战败之后 这些东西 全都已经被大唐帝国重新夺回 被李靖将军给带回去了 此刻 协力不止在出征时消耗巨大 而且他没有缴获任何的战利品 甚至由于撤退的仓促 他士兵手上几乎没有存粮 眼下当出了长城几天之后 协力手下的人 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以至于不得不杀死战马 用马肉来填饱肚子 这可不成啊 协力眉头一挑 光吃马肉的话可不行 马肉这玩意儿 本身就不适合用来使用 因为它的纤维过于粗 而且脂肪含量实在太低了 全都是肌肉 光吃马肉的话 会导致消化不良 连续吃上几天 便会胃部胀痛异常 就像是吃了观樱土一样 拉不出时 最后活活憋死 得找些其他的粮食才行 协力皱眉说道 可惜的是他实在找不到 茫茫草原又不是大唐 随处可见村庄城镇 上哪去找粮食啊 所以思索片刻之后 协力面露出来很辣之色 罢了 传令下去去附近寻找部落 然后让他们提供足够大军食用的牛羊 可汗 这只怕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的 协力冷笑一声 眼神里面闪烁出来了疯狂之色 如果他们不愿意了的话 那就把他们全部杀光 这个 一时间 协力身旁的手下们脸色顿时一变 因为 当下的协力 所下达的命令实在是太过于疯狂了 他竟然要去杀自己手下的子民 杀他们突厥的人 这让一旁的将校们只感觉是接受不了 可是马上 协力的话 却是让他们脸色一变之余 又明白了后者所想的究竟是什么 只听见协力道 本科汗告诉二等吧 眼下必须要把他们给杀了 否则 本科汗可没有足够多的粮食 却养活草原上这么多的百姓 协力的话音落下 顿时 一旁的手下们恍然间明白了 嗯 突厥之所以远处南下入寇中原 那自然不是因为 他们这个民族天生就是强盗 天生就喜欢南下去抢劫 实际上嘛 协力之所以南下 那纯属是无奈之举 大唐帝国不好对付 稍有不慎便会战败 可是 即便是如此 他们仍然要南下去劫掠 原因非常简单 就像是今年的突厥一样 由于在去年冬天遭遇到了雪灾 眼下的突厥 牛羊因为雪灾而冻死了无数 而冻死的牛羊也没办法保存下来 所以 当牲畜减少之后 眼下的突厥 已经没有了足够多的肉来源 来减少那他众多的人口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唯一能够做的便是 通过南下劫掠的手段 从大唐这边来抢夺到足够多的粮食 从而达到让他们突厥人度过雪灾的目的 可惜的是 眼下 这个计划已然失败了 突厥南下 损失惨重 损失了二十多万突厥勇士 损失惨重之下的突厥 已经无力于再次的向南方的大唐帝国 发起进攻的实力了 所以 再抢不到粮食的情况下 草原上的人 只怕是得饿肚子了 而饿肚子的话 以草原上突厥人的秉性 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届时 草原肯定会陷入内乱 而内乱原因 也将是各个部族 部落之间 为了争夺有限的牲畜 来进行的 在无法从外部获得养活人口的情况下 协力只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段 人为的减少草原上的人口 使得牲畜 足够这么多人食用 而这 便是他度过难关的办法 想到这里 协力的目光 扫视着远处南方那一片茫茫的大地 仿佛他的视力 能够穿透上千里的距离 望见远处的长城一样 只听见协力他喃喃道 大唐 我迟早有一天 会回来的 当协力回归草原上 并且 向草原上无数个部落 挥舞其手上的屠刀之时 大唐长安城里 随着长安城附近 运河码头上 一艘从洛阳驶来的客船靠岸 码头附近 苦力打扮的几个人 瞬间便将自己的目光对准了那船之上 这些人都是李克手下的探子 他们此刻 所监视着的 则是刚刚赶到大唐的高岳 当高岳下船的时候 这个曾经在大唐刺探情报的少女 可不知道 这一回他刚刚上岸 便被人给盯上了 第161章 缓解危机 李克这孩子最近在干什么啊 当半个月以后 长安城里 李世民躺在龙椅之上 一旁的大殿里面 还摆放着无数个类似于香炉的封装物品 不时有穿梭着的太监 端着一筐的冰块 给那些的炉子里面 换上新的冰块 原本在长安城里 冰块这玩意 可是稀罕物品啊 因为这玩意 只有在冬天的时候 放在地窖当中 才能够勉强的 储存上那么一丁点 可是现在 随着李克所发明出来的 消失制冰技术 在大唐推广开来 此刻 李世民的功力 也开始使用起来这种技术 事实上 在任何时代 只要你有权有势 过得都能很好 就像是此刻的大殿里面 明明是处于盛夏 天气炎热异常 可是 这大殿里面 却好像是空调屋似的 冰爽的很 听到李克的问话后 黑暗里面 宫殿里面的梁柱上 跳下来了一个黑衣人 皇上 蜀王殿下眼下在幽州城里 无非就是 在给那些个百姓们 建造房屋 然后 安置他们 那他有没有 从这些百姓里面 挑选出来精壮的年轻人 然后 编练军队呢? 李世民将问题 问到了重点 这倒没有 后者摇了摇头 李世民长出口气 随之 又面露宁众问道 不过 真问你 这小子有没有在当地 再进行驻炮? 这个同样没有 黑衣人摇了摇头 如果便好 李世民长出口气 这时候 这黑衣人犹豫了片刻之后 吞吞吐吐的说道 皇上 蜀王殿下虽然没有在当地 驻炮和招募军队 但是 蜀王殿下这些日子 却一直待在渤海边上 貌似是要在那里 迎见新城 迎见新城? 李世民眉头一挑 他在那地方迎见新城干什么? 好像 好像是为了捕鱼 后者小心翼翼地说道 额头上冒出冷汗来 事实上 他盗王李克纳派出去了不少的探子 可是 问题关键在于 他派出去的那些的探子 虽然不至于说 被李克给杀死 李克怎么可能杀李世民派来的特务呢? 不过 他却有别的办法 对付这些特务 比如说 把这些特务们 安排到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当中 让他们无暇在他这刺探情报 或者呢 就让这些人出一些意外受个伤 然后 下去休养 总而言之 大唐帝国 李二陛下所依靠的特务组织不良人们 这么久了 压根就没能刺探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只知道 李克一直待在海边捕鱼 至于别的 却是一概不知 捕鱼? 这小子究竟是在干什么? 李世民眉头一挑 喃喃说道 一旁的手下却是解释道 好像是在捕鱼鲸鱼 为的是节省些粮食 毕竟 幽州城附近的百姓实在是太多了 有四五十万之巨 哪怕是蜀王殿下 一直从长安城往幽州运粮食 可却也支撑不了多久啊 这倒有些道理 李世民微微汉手 鲸鱼他是了解的 虽然没见过 却晓得这玩意重量极大 达到了数十万斤 捕上些鲸鱼 确实可以缓解李克手下的粮食危机 不过 即便如此 李世民对于手下的不良人们 刺探情报的水平 还是有些不太满意 好了 你回去吧 不过 给朕听好了 要多派人手 务必将蜀王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都给朕承报上来 是是是 后者点点头 随之便在李世民的挥手当中 退出了这大殿 幽州城里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天了 突厥入扣的阴影 已经逐渐的消退 眼下 幽州城外 绵延树里地 只见到 无数的红砖瓦房 排列整齐的 在一条条纵横笔直的道路两侧 修建开来 放眼望去 整个幽州城银建出来的新城 俨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银盘 当房子修建好之后 为了尽快让幽州城 恢复繁华 李克还派人 从长安城里 自己的手下 调来了大量的商户 开办起来大量的工厂 店铺等等 建立起来了繁荣的商业街 随着重建工作进行到收藏阶段 只剩下了几条道路的铺设问题 还有对幽州城新城的绿化工作 还没有完成 此刻的幽州城 早已经恢复如初了 而与此同时 李克的系统 则俨然已经开始 朝他发送奖励 恭喜宿主 获得奖励 红薯种子 以及杂交水稻种子 还有土豆种子 太好了 李克在幽州城里 刚刚营建出来的鼠王府里面 高呼一声 随之 当奖励被领取过后 李克长出口气 虽然系统说了是发放种子 可是 李克却十分担心 系统所发放的种子 只有一株 这样的情况下 即便是获得了这些珍贵的作物种子 可是 李克他一时半会 也无法完成播种啊 好在 系统直接给李克 发放了三种作物 各一吨的种子 这让李克是不惊大喜 同时 也开始下定决心 在幽州城附近 开始啃荒 幽州城附近 本身就是 适宜耕作的区域 毕竟 这里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内 水分是不必担心的 完全可以 让作物健康的生长 外加着幽州城附近 水系丰富 既可以为李克手下的工厂 提供足够多的水力 也可以为附近的田地 提供足够多的灌溉用水 尤其是 幽州城附近 还属于平原地区 这就更好了 外加这里 原先便是耕地 只不过 因为突厥入扣 所以 附近的田地都经过一番肆虐 眼下 都已经荒废了 不过 虽然荒废了一个月多 但是这却并不影响李克他们在这些土地上 将那些田地给播种上土豆 红薯等作物 至于杂交水稻吗? 虽然北方也是可以播种水稻的 尤其是当下 唐朝的气候 要比后世的气候炎热一些 所以 北方大量的土地 所播种的 本身就是稻米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162章 大种红薯 眼下已经不是播种水稻的时节了 何况 杂交水稻虽然牛逼 可是 种植起来 也比种植土豆 红薯的难度要高一些 在李克看来 还不如先种植红薯土豆 解决了粮食问题 顺利 在幽州城附近 通过自己手下所掌握的人力资源 改良过幽州城附近的水利设施后 在明年 开始播种杂交水稻来的好 殿下 这玩意 当真可以磨产五六事实 听着李克那夸张的话语 刚刚赶到幽州城 被李克给委任成自已王府的掌力的储碎梁 此刻满脸的震惊 看着手中那并不起眼的红薯 惊呼道 那是自然 红薯这玩意 磨产五六千斤 那再正常不过了 李克笑盈盈地说道 五六千斤 这还是李克没有夸张的说法 事实上 系统里面所提供的红薯种子 那可是后世优质选种下 所挑选出来的产量最高的 而且 口感淀粉含量最高的红薯 这种红薯的产产量 上个万斤都不是问题 区区五千斤 算得了什么 不过 李克还是没有敢说万斤的产产 一则是怕吓住身边的 这群大糖土著 二则嘛 后世红薯的高产 还有一部分功劳 要归功于化肥的 还有农药 所以 他便给这些产量 进行了减半 可是 即便如此 放在一旁的储碎两眼里 五千斤的产量 已经足够让他震惊异常了 殿下您的意思是 五千斤完全可以 当然 李克不假思索 拍着胸脯说道 五千斤而已 要是还达不到 那本王干嘛 还派人种红薯啊 说吧 李克又指了指一旁的土豆 此物的产量 一不手 达到了三千斤以上 所以 咱们不只要种红薯 还要种土豆 嗯 相比于红薯 李克还是比较亲爱于土豆的 因为 红薯这玩意 后世已经给他进行了定义了 那便是 一种辅粮 而绝非是重粮 红薯这玩意 虽然产量高 但是 说实在的 当作一种辅粮来吃 大抵还是可以的 可若是当成主粮来吃的话 那就纯薯 是扯淡了 很容易把人吃出来问题 就像是建国以前 大别山地区 由于过度贫困 所以 百姓们以红薯为主粮 而这则导致当地的青壮年人口 平均寿命 竟然只有三十岁 不止如此 我国的老一辈领导们 由于长期的食用红薯 到了晚年 也都因此而滋生出来了大量的病症 如果把红薯当作主粮来吃 李克可以肯定 用不了多久 他手下的这些百姓们 会变得没有力气 体弱异常不说 而且 还会常常呕吐胃酸 只能够为了生存 而不得不将红薯而下咽掉 而相比于红薯而言 土豆这玩意的效果就好多了 这玩意本身便可以当作主粮来食物 就像是那个元首所在的国家 他们就是以土豆这玩意为主粮的 而且这玩意本身也可以当作主粮来食用 所以 李克比较亲爱土豆 听着李克的介绍 楚岁良大抵是有了了解 殿下 既然如此 那便少种些红薯 多种些土豆吧 毕竟 你也说了 土豆这玩意可以当主粮来吃 红薯却不能 楚岁良说道 实际上嘛 在他眼里 红薯应该更好吃些 嗯 相比于没有任何味道的土豆 楚岁良比较喜欢带着血味的红薯 可是他却不知道 若是让一个人连续吃上几天的红薯 那是会把人吃出来毛病低 不不不 李克连忙地摇头 他朝正在啃着红薯的楚岁良道 红薯要种得比土豆多才是 殿下 您这是 楚岁良有些猛逼 人不吃红薯可以 不过 可以让牲畜们吃啊 李克咧嘴露出了个一个笑容 嗯 人不吃 但是 他清晰地记得 在自己后世小的时候 家里养的猪便是拿红薯来喂大的 而且 不止如此 吞一些红薯 还是有别的用处的 殿下的意思是 楚岁良有些不太明白 他郑皱没疑惑呢 而李克 却是朝南方眺望了一眼 老者 你可听说过观樱土 听说过 楚岁良不假思索 他是经历过随末乱世的人 在乱世当中 吃观樱土的人 可不在少数 红薯不适合当主粮 本王说的是不假 可是 对于即将饿死的鸡鸣而言 是观樱土好吃呢 还是红薯好吃呢 肯定是红薯了 楚岁良不假思索 观樱土这玩意 可不能吃啊 吃了会要人命的 可是 就这样 饥饿当中的百姓 还是争先恐后的去吃观樱土 甚至还有人因为争抢观樱土 而大打出手 闹出人命 对于他们而言 红薯肯定是好东西了 这不就结了 李克咧嘴 露出个笑容 他指了指南方 突厥入寇劫掠一番 黄河以北 都让突厥人给祸害了 眼下朝廷手上 倒有些粮食 震计那些个灾民们 可是 今年的秋收 是指望不成了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朝廷肯定是震计不过来的 当然了 李将军带回去了六百多担的粮食呢 够难免的百姓省着些吃 用西州调命 活上的三五个月 可是 三五个月之后呢 臣明白了 楚岁良瞬间醒悟 他朝李克一拱手 殿下 幽州城附近 自古以来人口便齐缺 如若是三五个月之后 百姓手中无粮 快要饿死 而朝廷又无粮镇静 那么 只要咱们拿出红薯 吸引这些灾民 他们势必会北上 来投奔咱们幽州 对 这便是本王的想法 李克笑 盈盈地拍打着楚岁良的肩膀 幽州城的地界可不小呢 包括了后世的北京城 而且 不止如此 幽州城北面 燕山脚下 还有数百万亩可以开垦的土地 而且 燕山当中那些个纵横交错的山谷 开垦出来 几百万亩的土地也是有的 这么大块地盘 只有四五十万人 敢忙不够 第163章 招工 李克需要招揽到更多的百姓 可问题在于 华夏的百姓本就是重土安迁 轻易不愿意背井离乡 离开自己生活的家园 来到别的地方安居 所以 李克也只好用这种办法 在将来百姓们没有粮食的情况下 用食物来诱惑他们 来到幽州城附近安家 红薯土豆等高产作物 也足够让他这儿 养活足够多的人口 幽州城附近的田地 已经大致估算出来了 总共有三百六十多万亩 如果把燕山附近的山沟 还有各种荒地 都给开垦出来 那么再增加的三百万亩都不成问题 今年种上两百万亩的红薯 剩下的 则禁数都种上土豆 等到明年 把山地给开垦出来 在山里种红薯、土豆 外面的田地 则禁数种上杂交水稻 李克朝一旁的朱岁良嘱咐着 后者微微点头 询问说道 不过殿下 咱们的人手 是不是有些不太够啊? 种上两百万亩红薯 一百多万亩土豆 一个人一天也就是种半亩地 咱们总共才四五十万人 也就是说 至少得二十天 才能将这些地全部种好 这个好办 李克呵呵一笑咧嘴 露出个笑脸 本王自有妙计 殿下的办法是 朱岁良脸色微微一变 很简单 找工人 来帮忙种不就是了 找工人? 朱岁良有些疑惑 那是当然 眼下可不是农忙季节啊 给本王种地可以赚钱 虽然是打短工 幽州以南的百姓多了去 本王派人去接 一天给十斤米 我就不信 那些百姓不来 殿下英明 朱岁良恍然间明白 他们是不缺粮食的 这场与突厥人的战争 并没有预想的那般持久 所以存在长安城里的三百多万弹粮食 眼下放在那闲着也是闲着 完全可以运过来 充当工钱给百姓们 哈哈 算什么盛名? 李克倾笑一声 他这不过是学后世 招农民工的办法罢了 从苍州等南方的州县到这里 也就是百来里地 完全可以招来一批 也不用招的太多 招个三四十万人就够了 实在不行的话 还可以层层外包 就像是后世的工厂用中介一样 跟中介合作 让这些中介 给自己找到足够多的工人 处理完种地的事 李克他离开了田地 毕竟 他可不喜欢种地 这玩意儿累倒是不怎么累 可关键是脏 尤其是看着远处 那正在湿的一桶桶农家肥 李克他就不想在这里继续待下来 至于农家肥哪来的? 嗯 李克这里有四五十万人的呀 每天产生的农家肥数量 那可是惊人的 尤其是李克这里还有好几万头牛马 以及他刚刚建立起的养猪场 这些人还有畜生每天所产生出来的粪便数量 那可是惊人的 而这年代也不会浪费粪便 毕竟这玩意儿可都是上好的肥料 这不是李克手下 已经有人把这玩意儿拉到地里当肥料使唤了 离开田地的一辆四轮马车上 李克坐在其中一旁的朱碎梁则是听着旁边人的回话 只听见李克问 电报线路铺设的如何? 回禀殿下铺设的不错 咱们手下人手够多 而且这电报线铺起来也没什么复杂的 用不了几天就能跟海村那边连接起来了 一旁手下赶忙说道 海村就是那个渤海边的小渔村 本身吧 一个港口叫村本就有些说不过去 可是问题在于李克本就是一个藩王 而且还是受李世民比较忌惮的一个藩王 如果他擅自在地方设置周线 那么很难 保证李世民不会瞎想 所以李克并没有给海村更换行政级别 仍然称之为海村 未来的港口 也叫海村 嗯 咱们的造船厂干的如何? 李克朝一旁的手下问道 他暂时的地盘 已经确定下来了 也就是幽州这一块 这块地盘还算不错 或许在华夏人眼里 这相对于 华夏那庞大的国土面积而言 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地方 可问题关键在于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哪里有华夏这么大? 像是李克所带着的幽州 放在其他地方 称之为大国都不为过 这么快地盘 而且 蜜云有铁矿 西山又有煤 而且后世的京城附近 那可是河流密布啊 水利资源充沛 在这个蒸汽机还没有发明的时代 用水利来作为机械洞里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天然的河流水道 又是再好不过的高速公路 隋阳帝为什么要举朝举国之力 修建一条金行大运河 不就是为了更加便捷的交通吗? 而这一切在幽州附近 却一切都有 这里有天然的水道 海河温鱼河朝白河 永定河 还有隋朝大运河 等诸多的河流水道 为李克提供了便捷的交通 而这附近 有多是平原 在这么一块地盘上 在这里的自然资源的支持下 可以说 完成初级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都不在话下 不过 由于李克暂时的身份 他是不能够再大肆地扩军的 否则一定会引起李世民的忌惮 而且 很大程度上 他也不再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封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克想要发展自己的势力 只有一个办法了 走向海洋 而这对于他来说 也不算什么困难 殿下 海村那边的造船厂正在兴建 不过你要那么大的船物 究竟是要造什么船啊? 一旁的手下皱眉问道 这个你就甭管了 李克不耐烦地说 又嘱咐手下到附近的烟山去伐木 或者想办法 从远在朝鲜半岛之上的 百计星罗等政权去购买那种天然木材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想高购力购买也可行 不过后者卖不卖给 他那就是梁说的了 当听完这一系列的问话之后 朱岁良的脸上飘出了几道黑线 殿下 陈实在不明白 你要这些个船是干什么的? 还有这个电报线究竟是何物? 毕竟 咱们用不着这些船啊 第164章 抓奴隶 谁说用不到? 李克朝一旁的储岁良 翻了个白眼 瞧瞧 这特喵的 就是传统的路权主义者啊 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海权的重要性 如果华夏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们 还有百姓们 能够把自个一半的目光 给聚集在海面上的话 那么 开启大航海时代的 就不是什么西方人了 就是咱们华夏自己人了 只听见李克解释道 老楚 你说这个天下有多大? 这个 储岁良脸色微变 事实上 当下的人 对于天下究竟有多么的大? 那是一个非常的笼统的 即便是历史上成为了一代名相的储岁良 同样也是如何 甚至不止如此 对于当下的大唐帝国的大多数而言 他们连大唐帝国究竟有多么大 都不太明白 见此情形 李克是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老者 那我问你 身为蜀王 我能够在咱们大唐 获得的土地大小 有多少? 李克开口问道 这个 储岁良思索片刻 随之 小心翼翼地说道 殿下 恕臣直言 以殿下的身份 大抵 只有一个幽州了 是啊 李克 李克点点头 面上露出个苦涩的笑容 他的身份实在是太过于特殊了 李世民对任何一个皇子的防备 都不可能会像是对他这般 尤其是他之前 已经在对突厥人的战争当中 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华 证明了自己是丝毫不逊色于李世民的绝世名将 而这 则非得没有得到李世民的器重 反而 引起了后者更大的忌惮 嗯 谁让咱们的老李同志 自己屁股底下就不干净呢? 谁让他李世民 自己就是夺了老爹皇位的篡位者呢? 在李世民的心里 拥有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军事才能 甚至 比自己的军事才能还要高超的李克 极有可能会再度的与他不一样 发动一个类似于玄武门之变的政变 然后 夺取皇位 所以 在李世民看来 是绝对不能让李克的实力 再有任何壮大的机会的 给他一个幽州城 就已经是李世民的失算了 李世民哪里会再给李克更多的封地? 父皇是不会给我的 李克笑了笑 自己的年龄不过八岁 就已经拥有了如此能耐 李世民不可能会不防他 只见到李克 面露出来一个笑容 不过 老者 不只是你 就是父皇他本人 都不明白一个道理 那便是 天下和其之大 为何要将自己的目光 给聚集在咱们大唐的这一亩三分地呢? 你可知道 西域地有多广 而这海面之上的陆地 又有多广大呢? 若是能够通过这大海 将天下给征服了 那么 区区一个大唐 还真不足以让本王心动 李克笑着说 一旁的储碎梁 若有所思 这便是殿下 为何要造船的原因 那是当然 李克 微微汗手 随之又看了眼北方 难难道 不过当下 咱们大唐还有一个敌人 突厥 所以 得先料理到突厥才是 殿下打算如何料理突厥? 仅凭借咱们手下的人马 怕是 对付不了突厥吧 本王可没说 要一战把突厥给亡了 李克呵呵一笑 随之 伸手拉开了车窗上面的帘子 朝外面眺望而去 入目所及 外面 是一片片田地 上面是 正在忙碌着的农夫 正在那种着红薯 或是土豆 突厥那边 有不少咱们需要的东西啊 比如说牛马之类的牲畜 你看看 外面咱们的人种地可不容易啊 费利布说 尤其是羹牛数量太少 哪怕是有了本王 所发明出来的屈原理 可是却仍受限于没有羹牛 只能够用人力不拉理 这倒是我等的失职 杵碎凉面 陆汉炎 而李克却是一笑 示意杵碎凉不要自责 然后解释 突厥人那边 你以为本王只是要歇个牛羊牲畜吗 那 那殿下还要什么 这下 轮到杵碎凉猛逼了 在他看来 突厥那边 虽然突厥人的战斗力十分的可观 可是 在他的印象当中 突厥人是穷得尿血的存在 除了牛马牲畜外 没有任何值得大唐帝国惦记的东西存在的 人 这时候 李克开口了 人 闻到杵碎凉醒悟了 是啊 人 人力 在这个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 那可是极为重要的 人口的增长数量 在此时的大唐 那可是衡量一个地方观正级的地方 人口增加 对于整个大唐帝国 都是一个好事 毕竟 在这种生产力落后的时代 一个人 所能够发挥出来的作用 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整个帝国上下 都不敢忽视 而突厥那边 正好 就有足够多的人口 咱们这需要的人越来越多了 密云那边的铁矿 可不太好开采 而且 用上火药开采之后 变得危险许多 这些天 咱们手下光是死在矿上的人 就有十几个了 李克解释着说道 就这 还是小规模开采呢 将来如果开采数量多了 那死伤的人 只怕是更多 所以本王决定 去突厥那边 抓些奴隶回来 殿下圣明 楚岁良一拱手 随后 咬牙切齿地说 这些突厥人 往日里来咱们大唐 抓咱们大唐的子民过去 当奴隶 如今 也是时候该轮到他们 来为咱们大唐卖力的了 那是 李克咧嘴 露出个笑容 事实上 三天前 本王就已经派出了一千百马一丛 还有一千被围军到草原上去抓了 哦 楚岁良有些惊讶 不知道殿下 打算抓多少呢 殿下 说实在的 臣以为突厥人太少了 而且分散的太过于散了 所以 不太好抓 臣有个想法 这下 轮到李克猛逼了 只见到面前的楚岁良一拱手 目光朝东面眺望了眼 殿下不是在海村造出了海船了吗 咱们干脆 沿着海路 到高沟里 或是沃国那边 抓奴隶好了 第165章 裁铁矿 我擦 听了楚岁良的话 李克脸色皱变是一变 他按道一声 是啊 他怎么没想到呢 高沟里那边 还有沃国那边的人口数量 比之突厥那边 不知道多了多少 而且 这两个国家 比起突厥来说 还要弱小许多 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航海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不是任由 李克他派人去截掠吗 就像是历史上 徘徊在非洲大陆上面的欧洲捕奴船一样 李克完全可以 派出海船 然后 沿着那高沟里 或是沃国 那漫长的海岸线 然后 随意地挑选 一个地方登陆 从而从对方那里 劫掠出来足够多的奴隶 就像是对付突厥一样 虽然这样看起来 貌似是有些不太人道 可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在可是公元七世纪啊 在这个时代 什么文明都是没有的 更于不厚实的沃国 对华夏犯夏的罪孽 可谓是深重到了极点的 李克这么做 完全没有半点的心理负责 至于高沟里 嗯 同样也不是什么好货 老者 你说的不错 本王觉得可以这么办 李克拍打着一旁的 楚岁良的肩膀 喃喃道 后者露出个笑容 殿下 臣也不过是按照您的思路 随便地想了想罢了 臣觉得 殿下不止可以从这两国那边 劫掠奴隶 还可以暗中地 在海外编练军队 以备将来 不时之需 楚岁良说道 一时间 李克不禁地一愣 有些诧异地看向了楚岁良 他没有想到 一个好好先生一般的楚岁良 竟然会想到这些东西 看着李克的目光 楚岁良面露正色 他说道 殿下 你有凌云之志 臣是能够看出来的 殿下绝非只想当一个只占据了一余之地的藩王 在臣看来 以殿下之才能 便是玉与天下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所以 臣以为 殿下应当早做准备 呵呵 李克轻笑两声 没有说话 他打开车窗的帘子 朝外面眺望一眼 事情说得容易 可是 做起来 只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了 就像是当下 咱们在幽州城里所建立起来的事业 看似强大异常 可实际上呢 只要父皇一句话 派来大军征头 咱们只怕是只能够仓促地逃出海外了 嗯 李克可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事实 当下的李克 他手上所掌握着的实力 实在是太过于弱小了 虽然他手下的 被围军 白马一从 还有秦军瑞士 都是天下一鼎一的强军 可是问题关键在于 李克手下的军队 数量着实是太少了 如果李世民派来大军征讨他的话 那么 以李克的实力 万万抵抗不得 这也是 为何李克 会执意在雪海村附近 建立船场 意图造船的原因 在他看来 有了一支舰队的话 即便是将来 再大唐混不下去 他也可以流往海外 然后 窝居海岛 意图反攻大陆 好了 不提这些了 李克挥手 朝储岁梁笑道 咱们还是想想当下吧 这几十万的百姓 虽然已经安置妥当了 可是 本王幽州城这边的事情 却还是一大堆的 尤其是本王 预备建立的这些工厂 可是一个还没建立呢 李克笑着说道 这些等于日子 时间仓促 除了一些个砖石 或者是水泥厂 以及几个炼铁厂 采煤厂被仓促之下 建立起来了 李克这边 便再没有任何的工业实力了 所以 眼下幽州城附近 可以说是百废待兴 而且 按照李克的想法 幽州城 既然已经被分封给他了 身为藩王 那么他一年当中 大多数时间 是都要待在幽州城里的 所以 他在长安城里的买卖事业 就必须得搬迁到幽州城了 除了留下一些个商号 外加情报点外 剩下的 都得搬到幽州 而这些 又是一件麻烦事 而这些琐事 李克是不想去管 所以 只能够劳烦刚刚赶到 幽州的储碎梁去处理 而李克 则打算亲自率军 前往突厥那边 先抓来一批 在密云开采铁矿的矿工 茫茫草原之上 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份了 中原的气候 显得炎热至极 可是 位于长城以北的草原之上 空气里面 却竟是凉爽的气息 此刻 三千百马一丛的簇拥下 李克身旁 李存效力马于那里 此刻 后者面色凝重地朝李克饼报道 殿下 眼下附近方圆几十里 都已经搜索过了 除了几个突厥部落的废墟里面 有大片的腐烂的尸体外 就再也没有 见到过一个突厥活人 这特喵的 究竟是什么人干的 李克脸色微变 他正打算来抓一批的奴隶呢 结果倒好 他们已经深入突厥数百里了 可是 愣是没有找到一个突厥人 别说是抓俘虏了 就是想抓些牛羊牲畜什么的 用来以战养战 都做不到 此时的李克他们 所携带的吉养已经消耗掉了一半了 剩下的一半 是用来回城的时候使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克他只能够选择回去了 毕竟 如果再继续地待在草原上 那么 万一还遇不上突厥部落 不能劫掠一番的话 当他们的粮草耗尽 他们这群人 可就只能够饿死在草原上了 罢了 回去吧 李克苦笑一声 喃喃说道 一旁的李存孝 微微汗手 正当这时 远处一起骑兵飞马跑了过来 殿下 找到了 找到了 总算是找到一个活人 只见到这骑兵高喊着说 马背上 还绑着一个浑身上下 脏兮兮的突厥人 死人身材枯瘦 不知道饿了多久了 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恶臭 把通义叫过来 李克一挥手喊道 一旁 一个懂突厥话的通义 被匆匆地喊了过来 问问他 草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遍地都是被屠杀的突厥人 是 殿下 通义上前两步 正准备说话呢 第166章 出事了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让他有些尴尬 只见到这个 好不容易找到的突厥人 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他腰间挂着的干粮袋子 嘴里面 不停地用突厥话 喃喃着一个字 呃 殿下 这家伙不知道饿了多久了 同意苦笑一声 随之 从腰间的取下了一块干粮 扔了过去 而这个突厥人 看到那干粮后 瞬间眼睛放光 片刻的功夫 便将那玩意给吞了下去 随后 又灌了好几口水之后 这才算是缓过些劲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通意不耐烦地 将自己的水壶给丢了 问道 可以 可以 这个突厥人则显得相当痛快 在填饱了肚子之后 他已经稍微地恢复些了精神 此刻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朝李克说道 这些人都是协力杀的 协力 从你们大唐败退回来的时候 为了吃饱肚子 所以 先下手围墙 在草原上大开杀戒 把这附近的所有百姓 都给杀光了 这个协力 够狠的啊 李克发现了一声惊呼 随之 他脸色骤变 协力这一招虽然狠 可是 却十分地有效 毕竟 原本突厥就是缺粮食 在缺粮食的情况下 他这个可汗 如果没有办法找到足够多的粮食 草原上势必会有部落造反 可是当下 协力提前地 把可能出现的反叛力量 给尽数地杀光了 而在杀光了他们之后 所夺取到的牛羊等牲畜 又可以养活剩下的人口 所以 便不会有人造协力的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协力虽然打了败仗 没能成功地截略到粮草 但是 他却成功地 维持住了突厥的局面 不得不说 这一招相当的高明 连李克都不得不佩服协力的心狠 那协力他们的大军 现在又到了何处 思索了片刻后 李克再度地开口问道 后者 摇了摇头了 嗯 他不过只是一个 在协力的屠刀之下 侥幸地因为跑得及时 留下了一条性命的突厥木鸣罢了 哪里知道那么多 见此情形 李克也不搭理他了 一挥手 便带着三千骑兵 浩浩荡荡地返回了 至于这个突厥人吗 嗯 也不用李克杀他了 等到李克走后 用不了几天 他便会自个儿 在这茫茫草原上 自生自灭了 三天后 幽州城 当李克率军回到幽州城时 他突然间发现 幽州城里的气氛 显得格外的凝重 当赶到幽州城蜀王府里的时候 李克只见到 楚岁良正脸色十分难看的看着自个儿 怎么了 一连出去数天的时间 与幽州城断了联系的李克 皱眉朝楚岁良问道 两久过去 后者才一脸的愧疚 朝李克解释道 殿下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李克脸色微变 但还是耐着性子询问道 殿下 咱们在长安城 坝上附近的场子 还有作坊 眼下 全部都都没能搬迁过来 怎么会这样 李克的脸色顿时一变 谁敢拦本王 这可是本王的生意 有谁敢阻拦 殿下有所不知 这些事情是皇上所为 皇上所为 李克顿时猛了 可是马上 他又摇了摇头 不对不对 本王虽然在幽州城 可是 该给父皇他老人家的分红 可是一文钱都没有少给 父皇何至于会夺本王的场子 这个 楚岁良点点头 确实 李克虽然跟李世民矛盾重重 可是 李克手上的生意 至今都有李世民一半的分红 李世民根本就犯不着 对李克手下的生意下手 不过 在大唐帝国 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的简单 只听见楚岁良解释道 殿下有所不知 这事情 说实在的 也并非是皇上的意思 而是因为 哦 李克脸色微微一变 只听见一旁的楚岁良解释了起来 殿下可还还记得 一个多月前 咱们在击败协力的这场战争 那是自然 本王当然记得此事了 李克微微汗手 皇上之所以这么做 正是因为这场战争 倒不说皇上对陛下的忌惮了 而是因为 这场仗虽然已经打胜了 可是战后的善后工作 却才刚刚开始 楚岁良解释说道 别的不说 咱们在太行以东 从幽州城被协力攻打开始 咱们陆续歼灭的突厥军队 就有15万人之多 而朔方那边 随着突厥军败退 阿史纳在那里的3万突厥军队 也被御池将军给歼灭了 总共斩首18万级啊 殿下 您可知道 这18万级首级 意味着什么 楚岁良的脸色 铁青着说道 而且 不只是斩首 咱们大唐本身 就损失了10万兵马 这些人所需要花费的抚恤 又是一笔天文数字啊 殿下 天文数字一般的抚恤 而且 斩首一级 按照咱们大唐的规矩 至少也得给士族们 50两银子的赏赐吧 这自然是应该的 李克不假思索地说道 毕竟 拼死拼活 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 给个50两银子 还多吗 10两银子 少得可怜了 毕竟 唐军是辅兵制的 士兵们只是拿了快地 种地 便需要承担兵役 没有军饷的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士兵们想要赚钱 就只有打胜仗之后 朝廷拨下来赏赐了 而一个人头 哪怕就是按照10两银子来算 那18万克人头啊 特喵的 也就得900万两的银子了 而且 不是说给900万两就成了 这其中的突厥人里面 势必还有一些在大官呢 将领呢 斩首这些人的首级 那一颗就得几千两 甚至上万两的 再加上对武将的赏赐 以及士兵们因为战功而升官之后 需要发放的赏赐 加起来 1500万两银子 怕是都不够 至于对死伤士族的抚恤 那特喵的就更多了 十万多人的死亡数字倒也罢了 一人给个百来两银子打发一下就妥了 问题关键在于 唐军还有好几万的伤残士兵啊 第167章 五姓七宗 这些人可不好打发 而且 也不能亏待了 这些银子加起来 三千万两银子都不一定够用 都说大唐军队 战功赫赫 可是 历史上大唐军队每次出征告诫的之后 朝廷所拨下来的赏赐 那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此刻 听着楚遂良的一番话 李克算是彻底的明白了 李世民光是给士兵们发抚恤 赏赐就需要至少三千万两银子 再加上 他还需要重新的 组织起来十余万的府兵 毕竟 之前他可是损失了十几万人的军队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世民 至少需要四千万两的资金才成 而问题的关键就来了 李世民上 哪弄这么多银子啊 大唐朝廷的府库 本身就是一个空的 可以跑马的府库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世民仅仅靠着那不到一千万两的全部家底 就是把大明宫给卖了 也发不出这笔银子 而且 他也不能不罚 因为 这群他欠债的对象 可不是一批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 这是一群在与突厥人战争当中 告捷的百战精锐 他们手上握着刀把子呢 要是李世民敢拖欠他们的赏钱 工资的话 那么 这群人能够把大唐给灭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世民只能够将目光给盯到了李克那里 殿下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皇上实在拿不出银子来 正好这时候 李太顺口在皇上那边提了一嘴 结果 就出了这么档子事 李太这家伙 李克恨恨的说道 一旁的储碎梁却是赶忙的说 另外 殿下有所不知 眼下 李太已经被殿下给封为太子了 哦 李克脸色顿变 随之 他冷笑一声 当上太子 就当上太子吧 说罢 李克又难难道 不过 话虽如此 本王在长安城里的生意 虽然暴力 可是问题关键在于 这些生意 不至于会如此赚钱 能够在短短一个月里面 赚到几千万两银子 撑死 一个月也就是一百万两罢了 殿下圣明 一旁的储碎梁连忙的汗手 由于此刻 李克手下的生意 像是玻璃镜子 或是青霉素等东西 等东西在经历过初时的发展之后 眼下 在长安城里 市场已经饱和了 毕竟 这玩意又不消耗品 尤其是镜子 还是望远镜 几乎就是一锤子买卖了 眼下也就是一些西域过来的胡商们 会采购一些 至于青霉素这玩意 这玩意是救命用的东西啊 关系到国际民生的 他李克还没黑心到 赚这种黑心钱的地步 所以 青霉素一支的价格 并不算太贵 也就是百文钱罢了 就是普通百姓 也可以用得起 唯一一个赚钱的买卖 就是钢铁厂了 这些生意加起来 百万两的月收益 已经是顶天了 李世民怎么也不可能 通过抄的他这些生意 凑够所需要的几千万两银子 殿下有所不知 陈耀说的就是这些 皇上为了凑够这批钱粮 所以 把这些买卖给收走后 将其股权分开 分成了八份 皇上占一份 剩下的 则尽数的被七家给占了 七家 当听到七这个数字的那一刹那 李克瞬间的明白了过来 而一旁的储碎粮 却是解释起来 而这七家 对于此 那是再高步不过了 毕竟 殿下你也知道 这些个买卖 那可是稳赚不赔的 他们一家出了八百万两银子 交给皇上之后 便获得了这些生意 这七家是五姓七宗吧 李克翻着白眼说道 嗯 放眼大堂 也只有他们七家 能够做到这一地步了 而储碎粮 则是轻轻汗手 正是五姓七宗 所以 臣才会如此担心啊 本王明白了 李克点点头 他们是不是 已经向本王发出召会了 让本王手下的厂子 不得再继续地生产青霉素 还有玻璃镜子之类的物件 殿下圣明 储碎粮点点头 而李克 却忍不住想笑 这特喵的叫什么事啊 自已作为这些东西的发明者 眼下却被限制了使用 这放眼整个世界 还能找出第二个例子吗 不过 事已至此 他也没办法了 只听见李克无奈的长叹口气 罢了 我敢保证 眼下的大唐境内 老百姓是用不起青霉素了呀 是啊 殿下有所不知 这些世家 接手这些生意之后 当下便把青霉素给涨价了 以至青霉素的价格 现在是十两银子 储碎粮汉手说道 十两银子 长了一百倍 真特喵的黑心 李克翻着白眼 随之 他长叹口气 那就算了 不过 咱们也不用这么听他们的 咱们该建厂的 照样建 不过呢 生产的东西不流通外面 就是了 只供咱们自己使用就是 这样行吗 储碎粮有些犹豫 万一他们 放心好了 本王这的情报工作 绝非他们的探子 能够探得出来的 李克笑盈盈地说 那 那便好了 储碎粮汉手 不再说话 正在这时候 外面 一阵的脚步声歪了进来 殿下 陈魏忠贤请见殿下 进来吧 李克挥手 外面 魏忠贤走了进来 殿下 陈有一份 刚刚从长安城里送来的情报 要给殿下您看 哦 李克没烧一扬 行说 这特喵的 叫什么事啊 自己才刚刚地从突厥赶回来 眼下倒好 事情一件件的是接踵而至 也不知道这心道的情报究竟是什么事 殿下 这是从太子李太那刺探而来的情报 请殿下过目 魏忠贤却是面色凝重的 将一封信呈到了李克面前 后者 看了几眼后 脸色顿时一变 他竟然打算杀本王 是啊 殿下 李太觉得 殿下是他的一大威胁 所以便打算在半个月之后 殿下母亲生辰之时 殿下回长安探望母亲时 暗杀殿下 第168章 训练杀手 李克母亲杨妃的生日 在七月初六这天 李克是记得的 而眼下 当李克回到幽州城的时候 已经是六月中旬了 按照当下时代的交通条件 李克如果想回到长安城 给母亲祝贺生辰 必须得赶在十天前出发 也就是说 用不了几天 他便要出发了 至于需要不需要回长安城 李克是必须要回的 所以 李太的这个想法 还别说 真特喵的是有些阴毒 竟然琢磨着 要趁着李克回长安的这个时间 暗杀李克 他的计划是什么 李克眉头一挑 朝一旁的魏忠贤问道 这个还在调查 不过 想必已经调查出来了 眼下正在往幽州城送呢 魏忠贤说 李克点点头 他手下的情报 还算是不错的 调查出来的 不过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只见到李克这么重地说道 哼 那就尽快调查 他 本王倒要看看 这个李太 能够使出什么手段来 说吧 李克又朝一旁的楚岁梁嘱咐道 老者 给本王准备好一份厚礼 过些日子 本王要回到长安城里 给母亲祝寿 此事是必须要做的 是殿下 楚岁梁不敢怠慢 而李克 却是眉头微微皱起 随之 难难道 不过 话说回来了 这咱们幽州城 跟海村之间 是有电报相连接了 可是 这仅仅只有 这么一条电报线路 那终究是不成啊 毕竟 就像是当下 长安城里出了这么多事 按照你们刚刚汇报上来的 这个父皇 躺收本王手上买卖的时间 大抵是在本王前去突厥那天 可是呢 直到本王从突厥返回 这消息才算是传到了本王这里 尔等觉得此事如何 殿下 您的意思是 在长安城里 也修建出来这么一条电报线路 一旁的楚岁梁 已经猜出来了李克的想法 正惊骇地问道 对 这便是本王的想法 修建一条从长安城 到咱们幽州的电报线路 事实上 按照本王的想法 不只是修建从长安城 到幽州城的 最好 能够铺设一张 遍布了整个大唐境内的电报网络 如此一来 哪里有事 片刻间 便可以将消息传到全国了 可是 楚岁梁脸色凝重起来 他说道 修建电报线路 虽然是好事 可是问题关键在于 成本是一方面 咱们大唐 包括咱们幽州 都拿不出来这笔钱量 外加上 这修建电报 咱们幽州 能够从中获得多少益处 反倒是朝廷 这个无需担心 李克呵呵一笑 将来 这一切都是本王的 何况 本王现在 也只有财力 修建长安到幽州城的电报 至于别的 嗯 一时半会 本王是真没办法 别的不说 这么长的电报线路 光是所需要的铜 就不是本王能够提供的 那倒是 楚岁梁汉手 而李克 却是又询问道 话说回来 本王离开这些日子 咱们幽州城里面的播种工作 完成了没有 回禀殿下 全部完成整整360万亩田地 尽数的已经播种上了土豆 还有红薯 预计在两个半月之后 便可以完成收获了 楚岁梁在一旁说道 而李克 在点头之余 则是直身 往王府的后院走去 王府后院 一栋四周全市站岗士兵的院子里面 此刻 当李克步入其中 瞬间 院子里面 二十名身穿黑衣的士兵 同时立正 然后 朝李克一拱手 恭迎殿下 不必多脸 李克一挥手 然后 将目光对准了在这二十人面前的那个人 此人不是庞人 正是要离 而这二十人 则是李克 让他从自己手下的部队当中挑选出来的精锐 这些人 此刻正在接受着要离的训练 训练成功之后 他们或许成为不了 像是要离这般厉害的刺客 但是 却也仍可以去刺杀一些重要人物 至于为什么不选择让要离去刺杀人 而让他去训练人员 嗯 这也是李克的无奈之处 要离只有一个 一旦完成刺杀 其能够成功地逃出来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克实在是不值得 让要离就此地死去 所以 便生出了这么一个 让要离培训人员的想法 这些人训练已经有快一个月了 眼下 学习的如何 李克朝要离问道 回禀殿下 学习的不错 要离沉声说道 很好 过些日子 本王回长安的时候 你带着这些人 随时地保护在本王身旁 明白 是 殿下 要离不假思索的点头 而李克 却是琢磨 要派他们去刺杀谁 幽州城外 海河沿岸 此刻 一座工厂里面 这个工厂里面 生产的东西 不是别的 是碎发枪 赫贝斯火枪的生产难度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需要钻枪管 所以 一根火枪的生产周期 长达一个月 一个熟练的匠人 一年的工夫 也就是生产出来 十几只火枪罢了 这个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以至于 李静在获得了威力更大 而且 生产比火枪要方便 可以直接地铸造的火炮之后 已经将碎发枪这玩意 给抛之脑后了 可是 作为一个穿越者 李克却没有这么做 他深知 火枪的厉害 深知 一旦火枪大规模的装备士兵 那么 他将改变此时的战场格局 虽然早期的火枪手 或许不如此刻的大唐精锐斧兵厉害 可是 相比于一个精锐斧兵需要的培养成员 只需要一个普通的农夫 随便的操练上十天半个月 便能够培训出来的火枪手而言 斧兵的培养成本 实在是太高了 更重要的是 火枪的威力可观 哪怕只是一个孩子 拿着火枪 可是 他只需要一点的力气 扣动扳机之后 便可以杀死一个强壮的成年人 所以 他李克 怎么能放弃火枪的生产呢 第169章 禁运 为了加快生产 李克的办法是 在没有研究出来蒸汽机的情况下 大规模的使用水力 通过幽州城附近 那众多的河流里面的水力 也为提供动力 通过这些动力 来钻枪管 或是干别的 还别说 他的这些举措 还真不错 往常需要生产很久 才能够生产出来的一支火枪 眼下 在这水力之下 几个小时 车床便可以钻出来一根枪管来 而且 李克还在一台机床上面 安装了数个刀头 同时间 可以钻数支枪管 而只需要一个匠人 看着便成了 如此一来 这火枪的生产速度 就快得多了 在火枪厂 才不过设厂七八天的功夫里面 后方的仓库里面 据李克委任的火枪厂厂长张武介绍 已经存了两千多条火枪了 照这么计算 这个火枪厂 可以达到月产六七千支火枪的 也就是说 一个月便可以武装起来六七千人 而且 不止如此 眼下才不过是刚刚建厂 工人们的熟练度 还不是太高 可是 如果假以时日 工人们的熟练度增高了 如此一来 这火枪的生产速度 也便可以大大的提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月产一万支 根本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 李克完全可以 再开上几家这样的厂子 火枪的生产 要加快 不过 也不能只生产 李克朝一旁的张武嘱咐道 还有把控好质量 绝对不能让火枪的质量下降了 殿下 您放心好了 每支火枪 出场的时候 都会加装两倍的火药 进行试射十几次 不损失 枪管上面没有裂纹 才算合格的 所以 质量上绝对没有问题 嗯 李克微微焊手 那程 带本王到那边的子弹厂里面看看吧 李克指着远处的子弹厂说 这下 张武的脸色 有些不太好看 他犹豫片刻 终于开口了 殿下 不是小的 不愿意带您过去 实在是 实在是 怎么 李克眉头一挑 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他只有没问到 莫非 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殿下有所不知 子弹厂那边 眼下早已经停工几天了 眼下 一时半会是开不了工了 工人们都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去了 张武说道 哦 李克脸色微变 为什么停工 你可知道 这是在干什么吗 如果咱们光生长火枪的话 没有足够的弹药 那么 上了战场 火枪是干什么 连烧火棍都不如的东西 李克怒气冲冲地说道 一旁的张武不敢反驳 良久 当李克发了一通的脾气之后 后者这才小心翼翼地解释了起来 殿下 您有所不知啊 不是小的不愿意 实在是 小的实在是没法开工啊 咱们用的只颗定装子弹 虽然生产简单 厂里的工人 也用不着干什么重体力的活 所以 臣是用女工来代替男工的 原本倒还能正常地开工 可是自打五天前 就开工不了了 这也不是臣不想 实在是 眼下咱们是 没有原材料啊 没有原材料 李克脸色骤变 只听见张武在那诉苦道 自从五天前 咱们的颗粒火药厂就停工了 没有了火药 臣如何生产子弹啊 这叫什么事 李克一拍大腿 满脸的愤怒 火药厂那边 那个林道士 是怎么搞的 停工了五天 他不想干了吗 倒也不关老林的事 张武解释说道 老林也不想停工 实在是他那里进不到原材料了 张武解释着说道 林道士是李克手下的一个道士 是从这些百姓里面找出来的 此人由于之前是山上的道士 所以 对于炼丹一事 比较了解 嗯 在当下的这个时代 能够有些化学知识的 也就是道士了 历史上火药 不就是他们这些炼丹的道士们琢磨出来的 所以 这家伙被李克伟人成了厂长 而他 也有一个任务 就是尽量的实验 寻找一种威力更大的火药配方 原本处于暴怒之中的李克 听到张武的话后 顿时有些梦了 他进不来原材料了 对 张武解释 这些日子 咱们一斤的硫磺 还有萧石都没买过来 没了这些东西 老林那边 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没办法制作火药 怎么会这样 李克脸色骤变 随之 脑海里面 涌出一个瓷来 禁运 他一拍大腿 大呼一声 特喵的 把这茶给忘记了 说吧 李克也顾不上继续的呆在 这火枪场里面了 匆匆的便回到了幽州城里 嗯 突然间买不到这些东西 肯定是李世民禁止的 不过想想也是 李世民已经知道了 火药这种大杀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原材料进行管控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想到这里 李克思所片刻后 难难道 消失的话 倒还好解决 大不了从厕所的墙壁上去刮土消便是了 可是硫磺上哪找去啊 嗯 火药这玩意 是李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否则的话 他寄予众望的火枪 还有火炮 将会凭空的 丧失作用 毕竟 有枪无弹 与有弹无枪 那可都是一个问题啊 而问题在于 幽州城附近 李克的地盘上 无论是消失 还是硫磺这两样东西 都没有 唯一有的 也就是火药当中 最好弄到的木炭粉了 正当李克思所之际 他的脑海里面 陡然间 蹦出来一个词来 硫磺岛 对啊 李克脸色大喜 硫磺岛 都特喵的叫硫磺岛了 这岛屿上的硫磺 那还会少 怕是整个岛屿上面 都是硫磺吧 哈哈 李克大笑着 心中暗道 幸亏本王早有准备 已经开始造船了 否则的话 怕是还真让李世民的这一番禁运 给彻底的断了后路 嗯 消失这玩意 也可以从海外弄来 东南亚这些地方的消失 就有不少 而且 高沟里所位于的半岛之上 也有消失 第170章 蒸汽机 将原材料的木光 给定格在海外之后 李克却仍不敢怠慢 他先是嘱咐手下的人 先在附近的厕所 等地去搜集吐销的同时 与此同时 为了让自己手下 拥有更多的军队 李克他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半岛 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便是 欲兵欲兵 嗯 所以发枪的使用 那简直不要再简单了 一个几岁的小孩 学上几天的功夫 也足够学会了 所以 李克给手下幽州城的所有男性百姓 包括女性百姓 全部制定了一个目标 那便是 熟练地掌握使用火枪 而且 还要求他们 在每个月 抽出三天的时间 进行军事训练 这些行动 都是秘密进行的 李世民手下的不良人 是无法探知得到的 在李克看来 通过这些手段 他可以在未来 如果想的话 即便是把幽州地在的二十多万男性给组织起来 便可以拥有二十多万的军队了 当幽州城的一切 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的时候 李克又匆匆的 到了幽州城研究所里面 嗯 李克在这 是建立有研究所的 而这研究所所做的事情 也无非是在研究一些东西 李克获得了初中物理教材 而光是初中物理教材里面的内容 就已经足够一个国家 进入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了 毕竟 初中物理教材上的知识 那可是相当的多 相当的复杂的 其中关于二次工业革命的内容 也不在少数 而李克 对于自己在手下面的要求的研究重点 则放在了蒸汽机上 在他看来 这玩意才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 李克眼下 所使用的水力 根本手下们的报告 在未来几个月是无法使用的 因为一旦进入到十月中旬 那么 附近的海河 永定河等河流 便会纷纷的结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维持作坊运转 必须得找到一种 替代的办法 而这种办法 放在当下的时代 除了用人力升出的力量外 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蒸汽机 殿下 您怎么过来了 蒸汽机研究所里 一个少年正手持着班子 还有其他工具 在那敲敲打打 一旁几个手下 则是在那围观着 正当这时候 看到李克走了进来 这少年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连忙地转过身来 朝李克行李问好 不必多脸 李克挥手示意 这年代的人就是这样 繁文入节太多 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呀 动不动就要行李作医 忙工作以后 在研究的时候 甭管谁来都不必行李 李克他郑重地嘱咐着 官僚作风这玩意儿 可不能在科研人员面前耍 而他的话 则是听着面前 这少年一阵感动 这少年名叫张胜 据说还是鲁班家 技术的传承人之一 手艺精湛 前些日子 还给李克那边 仿制了一个钟表呢 可以说是深得李克喜爱 此刻看着他面前正在捣咕的东西 李克眼睛一亮 他原本以为 这些天来不过大半个月 这些少年们顶多就是将那书本上的知识 给摸索透了 乃丞相 竟然已经制作出来 成品了 看着面前跟个汽油桶大小的原始蒸汽机 李克不由地惊呼一声 然后说道 这玩意儿能不能用 回禀殿下 能用倒是能用 一旁张胜解释 作为蒸汽机研究所的所长 他可以说是这边能力最强的一个人 只听见他解释 殿下 这个蒸汽机眼下倒是能启动 不信您看一下 只是还有一些需要改动的地方 先启动起来 让本王看看 李克说 一旁的张胜不敢怠慢 随之便只见到 他一挥手 一旁正在燃烧着的炉子里面 被倒入了一些精霉 随着手动的鼓风机工作起来 煤炭剧烈的燃烧 炉子上面 锅炉开始反应 蒸汽源源不断的顺着管子 进入到蒸汽机的气缸当中 随之推动气缸里面的活塞上下活动 一时间实验室里面是烟雾弥漫 到处都是蒸汽 不过 在这蒸汽的作用下 随着活塞运动 上面的连杆曲轴被带动 只见到这连杆曲轴上下转动 随之转动一旁的舵轮 一时间 蒸汽机运转起来 看着那飞速转动的舵轮 李克眼睛里写满了心味 这玩意儿 研究得不错吗 可是一旁的张胜 却显得闷闷不乐 回禀殿下 这东西问题太大了 您不知道 这玩意儿 只能带动一个小号的石墨 蔬菜倒是想过提高它的动力 可是却怎么也不得气发 而且殿下有所不知 咱们的工匠手艺有限 加工出来的东西 之间即便是在经历经过再多的打磨 可是连接处还会有缝隙 这些缝隙看似不大 可是蒸汽这东西 却完全可以从这缝隙跑出去 所以 这蒸汽机一半的蒸汽 都浪费在了空气里 动力小得可怜 这是自然 李克点了点头 张胜所说的正是事实 蒸汽机这玩意儿 它的它的气密性必须得做好 否则的话 蒸汽机运转起来 损耗的能量实在是太多了 只听见李克眉头一锁 然后说道 这个气密性本王 还真没什么好解决的办法 嗯 这玩意儿真不是他能做到的 历史上西方是通过橡胶 来解决蒸汽机的气密性问题的 可问题关键在于 橡胶远在南美洲啊 相隔数万海里 而李克手下的 所兴建起来的船队 当下 大多数的船龙骨才刚刚完成铺设 建造进度最快的两条船 眼下还都没完工呢 至于那几条只能在近海跑一跑 抓上几条鲸鱼的小船 即便是李克下令 让他们到南美洲去找橡胶 估摸着船上的水手都不愿意 因为乘坐这么一条船出海 几乎就等于送死 橡胶这玩意儿有什么可以代替的 李克喃喃着说道 就在这时候 他突然间眼睛一亮 有了 用石油可以提炼工业橡胶 不过这玩意儿也不好弄啊 第171章 橡胶 石油倒是好找 关中那边有几个天然油井 产出的石油虽然不多 但一天也是有个十几吨的 在后世抗战时期 那里几乎就是华夏唯一的石油来源了 可是问题关键在于即便是弄得来石油 眼下 李克他也没有办法从石油里面制作工业橡胶呀 他可没这手段 所以这个办法只能放弃 而另一个就是寻找其他代替品了 本王有个办法 你们听说过恶骄吗 李克朝一旁张胜扫了一眼 属下倒是听说过 这些东西很贵 都是那些富家人才能吃得起的 一旁 一个年轻的工人皱眉说 嗯 确实挺贵 李克点点头 不过那是用驴皮熬制的啊 咱们可以用金鱼皮来熬制 反正咱们那边的金鱼皮多去了 熬制出来之后 这些个胶状物制作成垫圈 殿下我明白了 张胜眼睛一亮惊呼一声 他意识到这确实是个办法 而李克 这也不清楚 这玩意儿到底有多大的成功概率 时间进入到了6月下旬 6月23日 距离母亲杨妃的生日 只剩下了13天的时间了 李克也终于在这一天 准备动身回到长安城了 运河河边 在搜崭新的运河船只上面 李克乘坐在了旗上 这只船只与以往的船只不同 采用了崭新的动力方式 只见到 在这船上面 一个前几天 才有李克手下的蒸汽机研究所里面 试验制作了出来的一号单缸蒸汽机 被安装了在了旗上 白色的烟筒此刻 当蒸汽机忘去之时 便喷出了浓浓的黑烟 这艘大唐帝国 划时代意义的蒸汽机船 采用的是明轮驱动 就是船只的两侧 有两个夸张到了极点的大型明轮 不过 虽然夸张 但这却丝毫不影响其动力 在试行过的日子里面 这条搜船的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三十多公里的速度 在当下的时候 已经是极快的了 毕竟 汉鞋宝马的速度 也不过是每小时三十公里罢了 而且 汉鞋宝马 能一刻不停地航行着吗? 而这蒸汽机船便可以成功地做到 这可不是瞎说啊 而是事实 这蒸汽机船 可以一直地航行 只要有枚可以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一直行驶 而不停下 船舱里放了好几吨的煤炭 都是从西山煤矿里开采出来的 不过李克他也不知道 这些煤够不够 嗯 这次是蒸汽机船头一次航行 全当是实验了 实际上 在李克看来 这条船 上面的蒸汽机 能不能连续工作十几天而不损坏 这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随船的还有蒸汽机 研究所里面几个负责记录数据的年轻人 而张胜就赫然在其中 殿下 将来这大洋之上所行驶的船只 只怕是都得装载着蒸汽机 那倒是 李克表示认可 而这一切可都看你们 不不不 这一切都是靠殿下 如果不是殿下您提供的图纸 还有理论的话 我们是断然不会想出这些东西的 张胜满脸谦虚的说道 倒不是公为 而是发自内心的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是李克的功劳 如果不是李克想出这么一个办法 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他永远都不会想到蒸汽机 而李克却是干笑两声 本王的主意 怎么可能 我这也不过是剽窃他人 智慧成果罢了 不过事情虽如此 可是 李克却只能够将这蒸汽机 视为自己的发明 毕竟 如果他说蒸汽机是一群西方人发明的 然后 经过一个叫做瓦特的家伙 改良之后 才呈现出来当下这般模样的话 只怕是一旁的一众人 都会当他这个大唐帝国的蜀王 脑子瓦特了 船只顺着运河直奔着长安城而去 经历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 李克终于赶到了长安城 之所以会如此的慢 则是因为 这蒸汽机的初始型号 还真特喵的不太靠谱 就像是当下李克手下的 这蒸汽机船只 一路上 出的问题是不计其数 虽然都修好了 可是 还是耽搁了些时间 不过 即便如此 这玩意的速度 还是十分可观的 这不是 才七天的功夫 李克便赶到了长安城里 长安城里 依然是往日那般的繁华 李克回到长安城 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便是要亲自过去探望李世民 至于其他的事情吗 那便只能够暂时的往后放放了 当下的这个时代 李克即是儿子 又是李世民的臣子 所以 按照规定 李克回到京城 第一个要见的便是李世民 克尔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 正在长安城里 大明宫当中 批阅着奏折的李世民 脸色顿时便是一变 说起来 他的脸皮虽然厚 可是 对于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 李克还是有些汗颜的 前些天 他不顾自己之前的约定 直接的便将李克手下所有的买卖 全部给收归了大唐朝廷了 除去了一个 看似不太挣钱的摘星楼 还属于李克外 剩下的 李克在长安城里 所有的买卖 都被李世民给强行的收归 自己所有 而这些事情 也给李世民带来了极大的收益 让他有了足够多的钱粮 来犒赏手下的军队 让他们继续的为自己的大唐帝国卖命 可是 当听到李克归来的消息 李世民还是有些尴尬 他眉头一挑 这孩子不在幽州城里面 为我大唐 镇守边关 跑回上安干什么 回禀皇上 眼下不是快到杨妃生辰了吗 一旁的太监王海 小心翼翼的提醒道 哦 李世民脸色微变 这事情 他当然不会记得了 毕竟 李克的母亲杨妃 那不过是李世民宫中一个多了不多 少了不守 存在感不是太高的妃子罢了 这孩子倒还是有些孝心 李世民轻笑一声 喃喃道 随之 放下手上的奏折说 第172章 改封燕王 来人 给朕更衣 等会传李克 进来见朕 是 陛下 太监王海连忙的点头 与此同时 大明宫里面 李克却是打量着四下的情形 大明宫说实在的 是一个大号的烂尾工程 历史上 唐朝的皇城 不过就是在隋朝的长安皇城的基础上 进行扩建而出 最终形成大明宫的 可是眼下的问题在于 大明宫的修建工作才刚刚开始 所以 偌大的一个工程 与其说是皇宫 倒不如说是工地 到处都是忙碌着的工人 只有工程核心地区 才有着灰红的建筑罢了 当李克被宣建的时候 时间已经进入到了下午 立正殿里面 看着面前的正在拜见自己的李克 李世民挥手 示意他免礼 或许是因为 对于李克的愧疚吧 李世民此刻 对于李克的态度 不算是不错 至少 相比于以前 要亲密许多 克尔 此番从幽州回来 一路舟车劳顿 辛苦了呀 回禀父皇 而臣步辛苦 李克笑着说 然后 在王海搬来的椅子上坐下 而李世民 却是一副无奈的表情说 克尔 父皇之前 之所以要把人手下的那些 父皇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帅土之兵 莫非王臣 臣手下的那些买卖 父皇既然喜欢 拿去便是了 何况 父皇也不是为了自已 实在是眼下咱们大唐 国库空虚 不得已而如此 李克继续说道 这让李世民非常满意 脸上的笑容 愈发的浓重了 只见到他微微点头 克尔既然如此说了 那父皇也就确之不恭了 不过 克尔 朕不白拿你的东西 这么的吧 朕听说 之前在幽州城 对付突厥军队 你私下 又招募了八千人的军队 回禀父皇 确实有此事 李克不假思索的点头 李世民笑呵呵的说 既然如此 那就留在身边吧 幽州城地处边关 没有一两万人的军兵 朕也不放心 而且 克尔发明了这火炮 以我大唐而言 有大用处 朕还要好好的 奖赏奖赏克尔你呢 说吧 李世民又喊喊起来 嗯 就像是刚刚 将李克手下 被围军还有秦军瑞士这八千军队 从原先的见不得光的非法军队 给变成合法的外 李世民还真不舍得拿出什么真正的好处来给李克 毕竟在李世民的眼里 李克他不过就是一个皇子而已 而且 还是一个身份极其特殊的皇子 李世民打心眼里 不舍得给李克什么实权 只见到他犹豫了片刻 哼哼了好久 终于开口说道 克尔你的封号 是蜀王是吧 这不妥 不妥 蜀王是四川 可是 幽州城那可是幽烟之地啊 这种地方 再称为蜀王 实在是不妥 干脆 朕给你改个封号好了 就叫燕王吧 李世民拍板说道 文言 李克是精神一振啊 不同于李世民 他是来自于后世的人 他当然听说过一件事情 那便是明朝时期 燕王朱棣所发动起来的静难之一啊 不过 李世民又特喵的不是穿越者 他哪里晓得这档子是啊 所以 李克是毫不犹豫的 便接手了燕王这个封号 嗯 李世民的怀疑没错 李克心里还真琢磨着 取而代之呢 废话 穿越到唐朝 而且 还这么的受排挤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李世民压根就没把自己这个儿子 给放在眼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 随着自己的实力增长 就是他不想反 李世民估摸着 也得比李克造反 父皇 儿臣谢过父皇 不过 父皇 对于幽州的防务 儿臣有一番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哦 李世民脸色微变 父皇 臣前些日子 亲自到突厥那边 打算再次的予以突厥人一次重创 结果 发现突厥境内 数百里范围内 赤地千里 不见人烟 没有发现一个人 哦 李世民惊呆了 无他 突厥境内的人口 虽然不及大唐的多 可是 也不至于几百里无人烟啊 这里面 一定有问题 这时候 李克开口了 而臣在准备回来时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快饿死的突厥牧民 父皇可知道 此人是如何说的 如何说的 李世民惊呼一声 邪力再败回突厥时 对突厥境内 进行了屠杀 什么 李世民的眼睛瞪得老大 不太肯相信 这竟然是真的 毕竟 突厥人特喵的脑子出问题了 干嘛要杀自己的人 难不成 因为没在大唐境内 占到什么便宜 结果想欺负一下自己人 在自己人身上 找找场子 不过旋即 李世民便将这个想法 给抛之脑后了 突厥人可不是那种 欺软趴硬窝里横的人 相反 这个民族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战斗民族 所有人生性好斗 如毛饮血 都是天生的战士 征服了辽阔的土地 这么个民族 怎么可能会如何 所以 这里面 一定另有缘由 只见到李世民深思片刻后 陡然间醒悟过来了 突厥那边 粮食不足 对 李克重重地点头 原本 他还以为 李世民闻言之后 会高兴些呢 可是 这时候他只注意到 李世民的眉头 扭成了一团 父皇 您这是 李克有些猛逼 突厥人如此 那对于大唐 那是好事啊 怎么李世民 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 这时候 李世民长叹口气 然后 平退了左右 用来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 随后 朝李克难难道 科尔有所不知 协力所做 朕虽然有些不认同 可是 不得不说 他所做的是对的 在粮食不够的情况下 只有杀掉一部分人 才能够满足 剩下的人所需要 可惜的呀 朕不能这么做 说吧 李世民一脸的惋惜 嗯 甭指望李世民是什么爱护子民的皇帝 说破天了 他不过就是一个封建帝王 不过就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封建主义头子 天生贵族的他 哪里会在意普通生斗小民的死活 第173章 无解的存在 而且 华夏大地上的生斗小民 可不是那么好杀的 华夏古代的老百姓 那可是喜欢用刀子来投票的 一旦统治者对他们太过于狠毒的话 那么 这些百姓们就会毫不犹豫的造反 经历过随末乱世的李世民 也不太敢招惹这些百姓 在他看来 这些百姓们虽然弱小 可是 他们的实力 却还是相当强大的 所以 李世民是不能像是协力那样做 但是 这并不妨碍李世民他羡慕协力几句 父皇 此事倒也不必担心 儿臣那里有足够多的粮食 可以养活这些百姓 李克朝李世民笑道 什么 李世民发出了一声惊呼 克尔 你莫非是在说胡话 亦或者是你不知道 咱们大唐眼下的粮食缺口 这有什么 李克笑呵呵地问道 不过就是 三五百万 需要养活的灾民百姓而已了 对于儿臣来说 还真不算是什么问题 此话当真 李世民腾的一下站起身来 目光炯炯地看着李克 只感觉不可思议 在他看来 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存在 毕竟在这个时代 生产力落后 想要养活足够多的人口 必须把所有人口 所有劳动力 都给固定在田地上才成 让他们全部进行耕作 如此 才能养活他们 在这个时代 哪怕是士兵 也只能通过重地这种方式 养活自已 可以说 即便是举大唐举国之力 想要养活人数数量高达几百万的灾民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难怪李世民 会发出一声惊呼 这时候 李克则开始解释 父皇有所不知 儿臣那里最近 刚刚发现了一种新的作物 产量极其高 一亩地 可以亩产五十六十之多 如此多的产量 儿臣又在幽州附近 播种了三百多万亩 如此一来 养活上几百万人口 还不是绰绰有余 你 你是如何做到的 李世民惊呼一声 这些粮食 又是什么粮食 父皇 此物名为红薯 李克解释了起来 可有食物 李世民眉头一挑 问道 李克点点头 红薯这玩意 他抽取的数量不少 而且 红薯这玩意 种植起来也十分的简单 他长出来的苗 随便的截取一条 便可以充当种苗了 李克手下 大部分播种的红薯 都是预苗而出的红薯苗 所以 当下李克这里的红薯 真心不少 留了有几麻袋呢 他此番来到长安 就带回来了一麻袋 为的便是让李世民 见识一下这东西 顺便 将这玩意 给在大唐推广起来 毕竟 红薯可是能够活人无数的东西啊 在历史上 贞观年间 大唐腹地观中所发生的各种灾害 那可是一点也不少的 而有了红薯 大抵是可以少死几个人的 只听见 李克说道 父皇 此物的味道还可以 而臣特意的从幽州城 带回来了一袋子的红薯 父皇您老人家可以尝尝 哦 李世民眼睛一亮 随后 李克一挥手 外面已经有人 将一颗个头有三五斤重的红薯 洗得干干净净的的红薯给盛了进来 皇上 此物便是红薯 李克说道 李世民试探性地摸了两下 又询问道 那此物当如何食用呢 生食 易或者是煮着吃 或者是放在蒸笼里面 蒸着吃 都是可以的 李克说道 这倒是有些新鲜 李世民笑赢赢得到 又嘱咐一旁的王海 派人将这红薯给处理之后 在经历过人的试毒之后送过来 父皇 此物的产量相当之高 而且收获也很快 像是现在 这种季节 播种下去 三个月之后便可以收获了 收获之时 一亩蒂亩产五六千斤 不在话下 真有如此之高 还是克尔尼糊弄症的 李世民抬眼 眼神里面 帝王之威显露出来 他屁腻着面前的李克 仿佛能够看穿后者的一切心思似的 问道 那是自然 李克拍着胸脯 一脸的自信 那好 正回头 派斯农司的官员们 去尝试一下 看看他的产量 是不会有这么高 李世民微微点头 这时候 李克开口说 父皇 儿臣此番回来 还有另外一件事 要与父皇您讲 不知道 父皇您有没有兴趣听 哦 李世民眉烧一扬 诧异地看向了李克 有何事要讲 父皇 儿臣想要 在长安城与幽州之间 修建一条电报线路 不知道父皇您觉得如何 电报线路 这是何物 朕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此物啊 李世民明知故问道 实际上嘛 由于此刻 幽州城与海村之间 那条电报线路 已经铺设完毕了 所以 幽州城里的百姓 有不少人都听说过电报二字 以至于 李世民派出来去的不良人探子 此番也调查出来了电报一事 只是 这些不良人们 他们即便是在优秀 也无法明白 这超越了时代一千多年的电报 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们甚至 都没闹明白这玩意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过 这些个不良人们 还是忠心耿耿地 恪守职责地 将这些东西 一五一十地上报给了李世民 所以 李世民他倒也听说过电报的事情 可惜的是 听说过 归听说过 他却是真的不知道 这电报究竟有何用处 这时候 李克则是在一旁赶忙地解释了起来 嗯 他既然要修电报线路 那就不能够将这事给隐瞒下去了 毕竟 电报线路可不是一个小工程 可以偷偷摸摸地隐藏下来 这可是一个跨越数千里地 而且 途经无数个周线 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帮助 李克是根本无法修建的 父皇 您可听说过千里眼 顺风耳 李克笑着说 李世民翻了个白眼 有些恼怒地敲了敲桌子 他呵斥道 朕当然听说过了 可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跟朕开玩笑 朕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没看见 朕的预案上堆积的奏折多了去了 必须及时地批阅 才成 第174章 翻脸了 父皇息怒 李克连忙地说道 心里却是吐槽 特喵的 果然是半君如半虎 这才多大一回功夫 李世民就翻脸了 这可真是 翻脸比翻书都要快 不过 心里李克虽然是如此想的 可是 他面上却仍然是一副恭敬至极的模样 在那给李世民解释着 父皇 儿臣的这个电报 大抵就是跟千里眼 顺风耳差不多 他可以让您 在片刻间收到幽州发回来的奏报 什么 文言 李世民他再也坐不住了 只见到李世民 他瞪大眼睛 眼神里面写满不可思议 楠楠说道 你说什么 这个电报 可以让朕在长安城里 就接收到幽州城里发回来的信息 这 这怎么可能 这莫非是神仙之术 或者说是 那些各道士们所说的千里传音 李世民惊呼道 而一旁的李克 却满脸的淡定 摇了摇头 父皇 怎么可能 这些是巫婆 还有神汉们糊弄人用的 儿臣可不会用这些东西 来糊弄父皇您 儿臣所说的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电报 李克解释起来 这电报啊 说白了 就是铺设一根铜线 然后呢 两端在幽儿城制作出来的机器连接起来 然后 再通过电力 来驱动机器 如此一来 便可以传输信息了 这速度嘛 自然也是极快的 朕 朕怎么听的 有些不太明白 李世民满脸的猛逼 这倒也是正常 毕竟 他一个古代的封建帝王 一个满脑子糟粕的混蛋皇帝 哪一懂这些先进的物理学知识啊 李克也没打算教懂他 直接的 打算派人 给李世民演示一下 父皇 儿臣这正好带来了一个电报 这么的吧 儿臣给你演示一下如何 好好好 李世民点点头 嗯 对于一个古代人来说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他大抵会对电报不太敏感 毕竟 普通人也用不着这么迅速的信息传递手段 可是 对于一个统治了辽阔疆土 江域面积 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帝国的皇帝而言 那么 电报这玩意 就太值得他激动了 就像是之前在与突厥人的战争当中 如果幽州城遭到突厥人进攻的消息 能够及时地传递回长安 而长安城里也能够及时地发出命令 让大军前去幽州的话 那么 像是太行以东 黄河以北 被突厥人劫掠 屠杀的一幕 就不会发生了 而且 朝廷所使用的六百里夹集 八百里夹集什么的 说实在的 相比于大唐帝国这纵横万里的国土而言 还是太慢了 像是从帝国遥远的江南 传递一封诏书到达那里 至少 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而半个月的时候 足够发生很多事情了 所以 李世民此刻 显得无比的激动 任由李克 派人在这里不宣制出来一条通往远处的数百万 另一个大殿里面的电报线路 父皇可以派一个人 预先商量些话 然后 到那里之后 由陈发送过来 李克朝李世民说 如此 来验证而乘着电报机 究竟可行不可行 好 李世民不假思索 这种有些让人不敢相信 超出他认真范围的东西 李世民觉得 必须得好好地研究研究 才能够予以实际的应用 只见到李克 一挥手朝一旁的王海说 王海 朕等会通知你干什么 你就去干什么 干好了之后 给朕回个信 是 殿下 然后 匆匆地便离开了 而李世民 却是让周围的侍卫们 把立正殿给看管起来 不许放一个人离开 敢有擅自靠近的人 按照李世民的话 也是要一律地 格杀勿论的 在这样的高压下 还真不敢有人随意地出入 靠近 而这时候 估摸着太监王海 已经到了地方之后 李世民朝面前 坐在电报机旁边的李克 开口道 克尔 告诉王海 让他去给朕 找一下朕收藏的 那本王熙之的飞沫宝 找到了之后 给回个话 然后送回来 是 父皇 李克点点头 随之 便在电报机旁边 先是将这几个字 给书写好编码后 确定了一刻 确认没有任何的错误之后 这才朝一旁的太监道 等会你 蹬着这台发电机 让它不停地转 不能停下来 明白吗 如果你敢 让它停下来 本王砍你的脑袋 是是是 太监让吓坏了 连忙地点头 然后 开始快速地 蹬起来了发电机上面的脚蹬子 随着发电机转动 李克便开始 缓缓地将这一行字 给发送了出去 不多时 电报机上面 随着电报机自动启动起来 随之 在那马达所带动的纸条上 留下的那一连串的打孔 李克已然确实 对面发送来的信息了之后 他当下 便对照着自己发明出来的电码 进行了一番的翻译之后 将一张纸条给递到了李世民面前 父皇 王海回电了 说他找不到王羲之的墨宝 还说 那件东西 父皇应该记错了 那本墨宝 应该就在父皇这 什么 李世民惊呼一声 不错 王海说的正是事实 他又询问道 那再发送一封 让王海滚回来 是 父皇 李克不假思索 随之 便又一封的电报 成功地发送了出去 不多时 外面传来了王海的声音 殿下 陈王海回来了 您让陈滚回来的 陈马上就回来了 王海说道 让他进来 李世民一挥手 示意外面的人 放王海进来 然后 他又询问了一番王海 他刚刚收到的消息之后 随之 大喜过望啊 激动地拍打着李克的肩膀 柯尔果然厉害啊 竟然能够研究出来 如此妙用的机器 朕 朕实在是高兴 至于你说的这个 修建电报线路的事情 嗯 这么好用的东西 朕怎么能够不修建呢 必须修建 不只是从长安到幽州的 第175章 突厥有铜 这种线路 要修建在整个大唐所有的周线境内 修建的照越多 越好 李世民高呼着 李克在一旁 却是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父皇 您先别着急 且听儿臣说完了再说 李克说 这电报 可不是那么好修建的 父皇有所不知啊 这电报所修建的话 别的问题倒好解决 可是 重大的问题在于 这电报修建时 需要大量的铜 铜 一时间 李世民的脸色 刷的一下就变了 变得十分的阴沉 嗯 铜这玩意 在大唐那就是钱啊 铜钱 铜钱 正是因为钱是用铜来铸造出来的 所以 才算是值钱了 如果用铁来铸造钱币 那不准没人买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用珍贵的钱来修建电线 那无异于是在 是在那里 烧钱啊 所以 李世民当下便有些犹豫 看着他的这副表情 李克也是无奈 他解释道 父皇 这电报线路 必须得用铜来修建 如果父皇 您舍不得出这么多的银子的话 儿臣道 有个主意 哦 李世民眼睛一亮 他虽然不待见李克 可是 这并不妨碍李世民 佩服后者的聪明才智啊 只听见李世民询问 你有什么办法吗 父皇 儿臣的办法非常简单 咱们大唐之所以铜钱珍贵 铜价高昂 无非是因为咱们大唐缺铜罢了 是吧 那可不 李世民汉手 而李克却是咧嘴笑着说 父皇有所不知 在天下有一个地方 是一点也不缺铜矿的 哦 哪里 快跟朕说说 李世民大喜 拉着李克质问道 回禀父皇 这个地方正是突厥 李克不假思索地说 如果要问铜矿资源的丰富的话 放眼世界都特喵得没突厥得多 因为后世突厥所在蒙古高原上 那里面可是蕴含着惊人的铜矿数量的 这 听到突厥二子李世民的脸色顿时就是一变 他原本还以为是什么好欺负的地方呢 可是 仔细一听 这地方竟然特喵的是突厥 那可就有些不太好对付了呀 毕竟 突厥可是一个强国 虽然大唐将其击败了 可是 大唐同样也是损失惨重 一时半会 大唐是无力发起对突厥的战争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发兵攻打突厥 几乎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了 哎 罢了 罢了 李世民长叹口气 这个电报线路啊 克尔你小子如果想修的话 那便修吧 不过朕暂时是不打算修的 当然了 如果将来打败了突厥 有了足够多的铜矿 这电报线路 也得在咱们大唐各处都修建起来 李世民说道 随之 又挥手地朝李克道 克尔 既然回来了 那就到宫里看看你母亲吧 这些日子 你不在长安 你母亲想你想得要紧啊 是 父皇 李克点头 随之退了出来 而李世民 却是饶有兴趣的男男道 若是真能够提供出来 足够几百万人食用的粮食 那这小子 倒也是大公一件吗 东宫 李太听到手下的汇报后 脸色顿时一变 李克竟然回来了 这是李太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他看来 李克回来 势必是会让他提前得知的 如此一来 他所安排的计划便可以从容地进行下去 届时杀了李克 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了 可是 当下的情况却是 李克回来 没有惊动任何人 神不知 鬼不觉地便回到了长安城里 如此一来 李太之前所做的计划便全部都高空了 此刻 他是愤怒的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然后 朝一旁的几个心腹手下说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吃的 竟然连李克的行踪都没有调查出来 殿下 不是臣不努力啊 实在是 实在是这个李克 他神出鬼没的 谁也没有想到 他坐船竟然会这么快就赶到了长安城里 竟然 竟然没有惊动咱们的人 一旁的手下 连忙地解释着 嗯 他们一直在盯着李克 当发现李克乘船回到长安时 便已经用飞鸽传出这种手段 来将消息传回了长安 按照他们的估算 李克至少也得十天才能够赶回长安的 乃承想 李克只用了不到七天时间便回来了 殿下 蜀王所乘坐的那条船 极其特殊 像是有什么古怪之处 所以 臣才错误地估计了时间 行了 不必多说了 本王不想 跟你们说这些 去给本王重新地制定一个计划 务必要趁着这次机会 除掉李克 李太不耐烦地挥手说道 一旁的手下 战战兢兢地点点头 随后 纷纷地退了出去 当他们退出之后 李太却是又琢磨着 当如何地杀掉李克 与此同时 出了立正殿的李克 同事直奔自己母后杨妃那里而去 母亲 克尔回来了 李克回到母亲宫里的时候 杨妃正在那里给坐着绣宫 看到李克归来 他脸上瞬间流露出来喜色 然后 朝走路的李克看去 看到李克那因为长期待在户外 而显得有些粗糙的脸庞之后 杨妃是忍不住有些心疼 克尔 你受苦了 哪里的话 母后 儿臣一点也不苦 李克笑着说道 又连忙地将自己带来的礼物给呈了出来 安抚好母亲之后 李克只看见 窗户外 一个太监正在悄悄地朝自己打眼色 见此情形 李克顿时明白 后者是有事要通知自己 母后 儿臣先出去一趟 您且在这写着 晚上儿臣自会回来吃饭的 李克说道 而杨妃同意后 他这才离开 当走出杨妃宫门的那一刹那 这太监才连忙地朝李克拱手 殿下 臣是锦衣卫的探子 马六 臣有事要禀报 太子李太打算向您动手 不止如此 他还要向杨妃娘娘下手 马六说道 李克脸色顿变 手指捏得格格作响 动他就好了 还动他的家人 李太这是找死 第176章 承受怒火 李克缓了一会儿 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平息自己的怒火 待自己冷静下来之后 他松开了握得有些酸疼的拳头 马六 此事不要声张 更无需让母后知晓 李克眼神有些凌厉地看向马六 对方知道 李克这是真的生气了 大气也不敢出 指低下头印道 是 臣知道了 李克从来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之前李太所作种种 他都可以暂时当作没看到 但这次 他千不该万不该妄想动他的亲近之人 这段时间 你继续盯着李太的动静 若他那个蠢脑袋 真的想出了什么蠢主意 定会在母后这边实施 别的我不管 如果母后出了一点差错 你的脑袋也别想要了 李克冷冷地看着他 马六虽低着头 一滴冷汗 还是从鹅脚流了下来 殿下放心 有臣在 谁也别想动杨妃娘娘一根手指头 嗯 退下吧 等马六走了 李克眼中的杀意一下子显现 再也藏不住 李世民他都上图想要取而代之 何况李太 李克倒是不怕李太能做出什么动作 就怕影响到杨妃 想来是该往母后这边多派些人手了 对此 李克并不急于出动出击 既然李太他主意都打到这儿了 自然要让他如愿 此时 李克只要静静地等着就好 给他来出瓮中捉鳖 打定主意 李克晚上去杨妃宫殿处 先在附近安排了众多暗卫 把四周都给围了个遍 这才换上一副笑脸 进店去见杨妃 可儿 怎么来得这么晚 杨妃微微皱着绣眉 杨妆生气地看着他 李克笑得一脸无辜 急忙上前去安慰自己的母后 是儿臣不对 实在是有事耽搁了 儿臣给母后赔罪 母后就别皱眉了 杨妃岂会真生李克的气 听到李克赔罪 立马就舒展了眉头 快 随母后去用餐 做了你最爱吃的狮子头 好 李克被杨妃拉着去吃了饭 饭后 李克不急着走 坐在杨妃身旁跟他闲聊 母后 你身边的丫鬟可都是信得过之人 杨妃神色微变 正色道 克尔如此问 可是有人妄图以我来要挟克尔 杨妃毕竟在这儿于我诈的后宫待了这么多年 李克的一句话 就能引起她的警觉 李克不想杨妃担心 笑笑说道 没有 我只是担心母后日后安危 听到李克这样说 杨妃才缓了神色 克尔不必担心 我这宫殿里 全是我的亲信 这丫头 对我是以命相托 万不会出内鬼 倒是你 现在可能正是众人的眼中钉 在这皇宫中 即便是血浓雨水 也都不可信 母后放心 儿臣不会有事的 都是聪明人 两人点到极止 又谈了些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 眼看夜已深 李克才出了店 告别杨妃 李克出店眼神 在四周巡视了一圈 大步向前走 到一僻静小道 一道影子从暗处闪现 对着李克单膝下跪 低头行礼 毕恭毕敬地喊了句 殿下 嗯 可有什么动静 并无 东宫并未有任何异常 李克早就猜到了 今晚他来杨妃店里 李太再蠢也不会选择在今夜动手 知道了 继续盯着 有任何情况 第一时间通报给我 是 此人应声 下一秒就从原地消失了 有暗卫在此处盯烧 李克也能安心不少 等打听出此次李太的计划 他便可给李太当头一棒 失信与李世民尚且不谈 加害后公非平 想来可是杀头的大罪 回到自己住处 李克尚不能眠 电报线路是一定要修的 这就势必要与突厥人一战 但今日看李世民的表态 明显是没有这个想法 他得制造一个影子 让两方交战 从而一举拿下突厥 也掌握了铜 在李克苦恼之时 东宫也有几道人影 偷偷进了李太的书房 书房只点着一根蜡烛 微弱的亮光照不清众人的脸 李太坐于书桌一旁 看着对面几乎整个影域斗篷中的人 轻轻地笑了笑 你可知道 若是此事不成你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对方点点头 开口竟是一女子的声音 殿下放心 若是此事不成 全是奴婢一人之过 你有这个觉悟就行 若是事情办好了 定不会亏待你 是 人影匆匆而来 又匆匆而去 房顶上 一个如同鬼魅般的熟悉身影 随着出去人影一同消失 几乎没多久 李克的住处 暗威再次出现在李克眼前 对着李克一五一十的汇报了些什么 李克脸色微变 随即点点头 说了两句 对方领命出了李克住处 对方走后 李克眯了眯眼 有些凶狠地看着屋外浓郁的夜色 第二天一早 李克从暗威处叫来一个女子 打扮成丫鬟模样 交代了几句 让她去了杨妃的宫殿 这女子是暗威中为数不多的女性 极善用毒和轻功 李克把自己的手信给了她 杨妃一看便知 此刻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李克只需要静静地等着 就行了 李克眼下最要紧之事便是同的问题 他思考了一夜 此时便起身去了梧桐街的万小客栈 他一直未来此处 但万小客栈一直在暗中组建 眼下是用到他的时候了 李克到了客栈 向前台掌柜说了句天色晴朗 何不见乌鸦啼叫 对方瞳孔微缩 面上不露声色 笑着跟李克说 这位客人本店欣赏了菜品 可愿赏脸一尝 自然 掌柜一伸手 做出请的姿势 李克便随他去了楼上一间房 房中有一暗阁 里面是块玉佩 轻轻一动 一处暗室便显了出来 两人对看一眼 一同进了暗室 第177章 李太动手 李克随掌柜一同进入了暗室 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决定 启用万小客栈 掌柜把一张布房图交给了李克 两人没有多说什么 就出了暗室 李克回了住处 仔细地将从万小客栈 拿来的布房图全部记住 然后将布房图一把火烧掉了 之后 李克一直在王府等着 直到宫中有消息传来 李克赶到宫中的时候 宫中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李世民正站在杨妃的床前来回踱步 太医院的好几个太医 正在瑟瑟发抖地为杨妃诊治 怎么回事了呀 李克忍不住大声问道 李世民此时见到李克 也顾不上有什么额外情绪 杨妃此时躺在床上生死未卜 李克作为杨妃的儿子 李世民此刻自然是有愧的 李世民上前对李克劝慰一番 李克自是听不进去他那一套 只是怒火中烧地看向店里的丫鬟小丝 到底怎么回事了 你说 李克指向其中一个丫鬟 对方跪在地上一五一十地 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杨妃娘娘酷爱喝冰丝燕窝粥 隔几天不要喝上一碗 今天下午杨妃又想喝 丫鬟吩咐御膳房做好了去取 谁知道回来喝了便口吐鲜血 直接倒地不起了 李克自然知道这是谁干的 他面上不动声色 仍然是一副气急的模样 命令手下将宫殿所有设施的人全部抓去审问 李太一早便闻讯赶来 此时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看到李克一副悲怆的模样 内心简直笑开了花 皇兄也莫要急火攻心 杨妃娘娘吉人自有天相 肯定会没事的 李克瞪了李太一眼 眼里警告的意味十分明显 李太吃了一惊 想起李克的一身功夫 忍不住后颈发凉 多谢皇帝关心 李克收回眼神 没有再理睬李太 李世民站在一旁 看到自己最爱的儿子被李克这样对待 心里的愧疚一下子消失殆尽 忍不住冷眼看向李克 李克顾不上猜测李世民此时怎么想 只是大步走向床前观察杨妃的情况 审讯很快结束了 手下上前跪下回报 李世民坐在凳子上 威严地看着他 说 对方于是一五一十地将审讯内容全部说了出来 杨妃娘娘的贴身丫鬟如意受太子李太蛊惑 一时被迷了心窍 将李太给的毒药全部下在了杨妃娘娘的冰丝燕窝周中 李太听到顿时变了脸色 他没想到如意会一下子变卦 于是气急败坏地指着跪着的人 胡说 本太子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那个贱臂在诬陷我 李世民也变了脸色 眼神警告地看向跪着的人 态度表明的一清二楚 李克适时地表露出悲伤的神色 七创地看着李世民、父皇 儿臣的母后不能平白遭受这种对待 此刻母后尚未脱离危险 请父皇还母后一个清白 李克跪下向李世民请愿 李世民就算再不乐意 面子上也要过得去 李世民亲自出去审问 结果却得到了一样的结果 再次回来时 他狠狠地盯着李太 恨不得上去抱走她一顿 李克心里想着 他喵得都这样了 你还准备包庇她 溺爱也要有个度吧 李世民终究还是遣散了众人 准备私下跟李克好好聊聊 李克确实也没想着 能真的以此杀掉李太 但是减掉点李太在李世民心中的分量也是好的 所以当李世民想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时 李克做了做样子 也就随他去了 看到李克松了口 李世民也松了口气 狠狠地罚了李太 命他回去面壁四过三个月 李太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李克的戏差不多也做完了 一群太医仍然束手无策 李世民想着杨妃可能也没救了 刚准备上前去安慰李克 谁知对方先对他开了口 父皇 儿臣有一秘方想试试 请父皇将各位太医都遣散吧 李世民想着随他去 把太医全部遣了出去 自己留在店里 父皇 您也去外市等着吧 李世民难得的没有翻脸 听话的也去了外面 这边李世民刚出去 李克就从怀里掏出一颗丹药 喂进了杨妃口中 杨妃很快转醒 从李克口中知道了现在的情况 李世民在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杨妃虚弱地躺在床上 但明显已经无大碍了 李世民惊奇地看着李克 问他 你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竟能让人起死回生 儿臣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也是幸运 母后所服的毒手 还未进入胃中 用了些催吐的药物 再加上儿臣自己研制的一颗解毒丸 竟真的就回了母后 李克说着 将一小瓶药递给了李世民 这一小瓶药 确实能解毒 但不过 都是毒性很小的采管用 真正能解百毒的药丸 李克还在研制当中 李世民如获珍宝 将小瓶宝贵地放在手中捧着 别的不说 李克所研究出来的东西 都是十分实用 且有保障的 皇上 臣妾刚醒来 还有些虚弱 想些些了 听到杨妃的声音 李世民才反应过来 急忙硬胡了两句 上前体恤了一番 再嘘寒问暖一番 这才宝贝地拿着李克给的药瓶离开 李克跟杨妃简单说了几句 也离开了皇宫 此前 李克就探听到了李太的计划 这才将暗卫中集会用毒的女子 派到杨妃身边协助她 早在李太下毒前 杨妃便服用了假死药 而宾思燕窝周中的毒 一早就被暗卫给替换了 至此 李太的计划全面失败 还让自己碰了一鼻子灰 此刻正气急败坏地 在自己住处摔东西 虽然并没有给李太带去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李克的心情依然很好 他喵的 他终于给这个傻子 好好的来了次反击 老虎不发威 真把他当病猫了 李克心情愉悦地出了宫 脑子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 想着 差不多是时候到了 跟突厥再战一次了 而两方交战的影子 李克也已经有了想法 第178章 突厥袭击 李世民早就表明了不开战的态度 李克倒也没再跟李世民谈过 但不谈不代表李世民自己不想 电报线路的事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着 但开战突厥又实在是不好打 而且如今突厥并侵略中原 他更没有什么理由去主动找事 但是电报这个东西是真特妙的诱人 在李世民为这件事纠结万分的时候 李克早就替他做好了决定 既然你不打 行 那我就想法让你打 突厥部落如今正是急缺粮食的时候 但是如今大唐国父名强 他们强攻只能损失惨重 而就在首领为其烦恼时 手下来报 有中原人放火烧了他们为数不多的余粮 这简直是把人逼上梁山 是可杀不可辱 卑鄙的中原人这样做简直无耻 本来他还在犹豫要不缩减士兵粮食 勉强撑过今年 但既然是中原人先开始的 就特喵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首领当即聚集了各部落 整顿兵力直接向着中原附地而去 李世民内心十分纠结 但又纠结不出结果 索性又把李克找进攻 跟他聊聊 克尔 今日可去看你母后了 李克知道李世民找他来所为合适 但是他并不戳破 只是顺着李世民的话回答他 李世民见对方只是一板一眼地回答自己的问题 似乎并不打算谈及电报之事 最后还是忍不住自己先开了口 你上次说的电报线路的事 可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李克摇摇头 没有 要想修建四通八达的电报线路 同况是必不可少的 李克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真是所谓的人菜饮还大 又想修建电报线路 又不想跟突厥开战 好事全让你想了 李世民失望的摇摇头 叹了口气 心里虽然很可惜 但对于突厥 他心里到底还是知道难度系数过大的 这不是随随便便就可攻下的藩帮小国 突厥人骁勇善战 若开战实在是损失惨重 但是这电报线路又真是让人心痒痒 李世民不仅有些怨恨李克 还不如不让他知道 知道了却得不到 这可真是令人抓耳挠腮的难受 正在两人谈话之时有人来报 何事如此慌张 李世民冷眼看着进来的人 回禀皇上突厥大举来袭 入侵中原 李世民一下子愣住了 不知道突厥怎么会突然来犯 而这一切早都在李克的意料之中了 所以他心里丝毫不觉得惊讶 反而想着特喵的总算来了 自己下一步的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 李世民毕竟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 在最初的惊讶之后很快反应了过来 跟来人命令道 传令下去 命李靖带五十万大军速去边境 抵御突厥袭击 口语很快传了下去 李靖领命立刻率领大军去了边境 李克自始至终什么都没说 他说多了只会让李世民提防自己 还不如让他自己想通 李克等李世民吩咐完 这才上前跟李世民告别 李世民盯着自己这个三儿子看了很久 对方只是一脸坦然地回望他 最终李世民败下阵来 点点头 让李克先回了府 李克丝毫不担心李世民接下来会做什么决定 他最终肯定还是要派自己过去带兵打仗的 而李克现在需要的 就是一个攻占突厥的机会 不出李克所料 李靖带领的五十万大军 在穷途末路的突厥人面前很快败下阵来 李靖也在交战中受了伤 此时 众人就需要一个心的能站得住脚的将军来带领他们 李世民此时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他没想到 此次突厥像是不要命一般的攻占进来 李克一早被李世民叫来 对方面色严肃 眼睛下带着乌青 想来已是有好几日没睡过好觉了 李克不动声色地站着 装作不知李世民把他叫过来是什么意思 这李世民确实是不知道突厥人为何攻势这么凶猛 但是李克知道 他们吃不上饭也是死 还不如搏一搏指不定还能拼出一条生路 李世民晾了李克一会儿才开口 上次你所说的关于电报线路的修建 朕思考了很多 此次突厥大举来犯 我们到了不得不开战的地步 本来朕顾忌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既然是他们先挑起了战火 就不能怪我们了 李克表面硬喝着 心里忍不住吐槽 去你的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本来就是想要人家的同况 还非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虚伪 李世民向李克传达了自己的意思 想着现在李竞受伤 群龙无首 军营急需一个领袖 此时 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 非李克莫属 李克等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在等李世民的这句话 当下立即就欣然领命了 而臣必不负父皇所托 李世民对李克简单交代了几句 无非还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李克表面听着 实则是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最后 李世民拍了拍李克的肩膀 李克点点头 出了宫殿 李克的东西一早就收拾好了 此刻回府拿起行囊就直奔边境 一路上 李克基本没怎么休息 虽然他对自己有信心 但突厥毕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如今只有一个受伤的李靖 不免还是有些担心 李克在出发前已经联系了程咬金 如今对方也在赶往边境的路上 等到边境之时 程咬金也恰好赶到 两人打了个照面 来不及寒暄 就去了帐篷里商量军事 李靖的肩膀上缠着大片的纱布 见到李克起身行了个礼 李克抬手制止他 咱们开门见山吧 你直接说现在的情况 李靖索性也不准那些虚的了 直接了当地讲 现在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李克 突厥这次是铁了星药攻中原 攻势很猛 再加上他们的体格强壮 中原的士兵并不是对手 李克倒是不怎么担心这个 毕竟他研发火药弹药 都是为了这一刻 李克一直耐心地听完了李靖说的所有 自己则在心中默默打算着下一步 第179章 制定对策 之前李克已经跟突厥的协力可汗交过手了 对对方也大概有个了解了 此次突厥来势汹汹 中间也有李克的助力 突厥现在已是弹尽良决 若是攻不下幽州 他们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上次突厥攻陷过幽州 想着是自己也已经有经验了 对这次攻势很有信心 李克又如何想不到这些 自从计划实施以来 李克早就提前部署好了对策 早在放火烧突厥粮食之前 李克就已经派楚遂良提前来到了幽州 巩固幽州城的防守系统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更何况 这一切都在李克的计划当中 楚遂良来到幽州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了幽州城之府 之前幽州城被突厥攻陷 全靠李克力挽狂澜 拯救幽州城百姓于水火之中 所以 幽州城的上上下下 对于李克都心怀感激 对于李克的决定都自当遵守 知府李四招看到楚遂良到来 立马就将他请入府中 询问楚遂良来意 楚遂良将李克所要传达的话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四招 李四招有些疑惑 殿下要求加固幽州城防守 为何如此 楚遂良其实也并不清楚 但是对于李克的命令 他向来是遵守无误的 殿下的命令 我们听从即可 听到楚遂良如是说 李四招也不再多问 立马叫来手下 吩咐他们去加固防守 手下疑惑地看了李四招一眼 对方神色不改 手下只好领命去办 李克之前就一直在想 要如何才能让幽州城抵挡住突厥的攻击 对方在草原称霸多年 论蛮力实在是抵挡不过 只能靠智取 突厥人骁勇善战 擅长骑射 马也都十分的健壮 李克想着要是与突厥一战 必然要在他们的马上下功夫 这次两军交战在距离幽州城三十公里的地方 若是能在此处击败突厥 幽州便能免受伤害 殿下 您可有什么计策 可以应对现在突厥的攻势 李靖嘴唇惨白地问李克 此时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李克的身上 对策肯定是有的 只是我需要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 咬金你多辛苦一下 咱们得先抵御住突厥人的攻势 程咬金本就是粗人 听到李克这样说 当下硬喝道 殿下放心 有我老程在 邪力克汗就算是再厉害 我也能等得住 李克是知晓程咬金的一身本事的 虽然在动脑筋上可能差一点 但论武 程咬金绝对算得上述 那就辛苦速过功了 不碍事 程咬金摆了摆手 李克赶了好几天的路 一道军营 又一直在与李靖程咬金他们商讨 此刻只觉得身体有些吃不消 毕竟再怎么说 现在的自己也只是一副小孩子的身体 这种劳累 不是他的理智可以控制的 李靖虽然着急 可此时也看出了李克的劳累 殿下 几个时辰前刚与突厥交了手 想必他们也没有这么快就能再掀起风浪 您不如先去好好休息一下 睡一觉 醒了我们在商量之后的相关事宜 李克虽然很想接着商量 但大脑在极度劳累的状态下已经当机 只好点点头 听从李靖的建议 李克在补教休息的时候 突厥这边可没时间休息 邪力可汗正在自己的帐篷中闭目养神 一个哨兵闯了进来 对邪力可汗说有急事汇报 邪力可汗睁开眼 这么多年可汗的王者之气从一个眼神中尽数显现 说 邪兵低着头 不敢与邪力可汗对视 禀报可汗 中原来了援军 援军 多少人 邪兵微微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只有一人 一个小小的身影在邪力可汗的脑海中浮现 谁 燕王李克 邪力可汗如被雷击 忍不住睁大了双眼 特娘呢 怎么偏偏又是李克 邪力可汗感觉自己都要裂开了 上次的败季还历历在目 如今他的克星又来了 邪力可汗第一次产生了想跑的感觉 可汗 邪兵的声音让邪力可汗回过神来 现实条件摆在他面前 此时的突厥已经没有粮食了 就算是李克在 他也必须得夺取幽州 以获得突厥的生存之路 没事 你退下吧 邪力可汗拜了拜首 邪兵应了声势 出了帐篷 继续去打探中原军的情况 李克这一觉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再次醒来只觉得神清气爽 大脑十分清醒 殿下 李克刚用完早膳 李静就带着程咬金再次找了过来 李将军 速过功 殿下 今早探子来报 突厥人似乎是已经知晓你的到来 想趁着殿下 你刚来 马上袭击 不给咱们商讨对策的时间 恐怕不一会儿就要带兵打过来了 李克皱了皱眉 对着李静摇摇头 安慰道 李将军无需担心 这一觉睡得我神清气爽 心情舒畅 对策也早就想好了 李静和程咬金听到都是一愣 他们都知道 这位燕王殿下不简单 但是没想到 在这短短睡觉的一夜 竟就能想出对付突厥人的办法 殿下 究竟是什么对策 李静忍不住想马上知道李克的对策 李克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笑着跟李静说 李将军 别这么着急 你现在身上还有伤 要多注意休养身体才是 李静看李克一副不急不忙的模样 自己更急了 殿下 眼下这种情况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 我简直是寝室男啊 李克不再绕弯子逗李静 对着二人招了招手 把人领进了自己的帐篷 放下门帘 开始一五一十的 跟他们说自己想出的对策 李克从一开始 就决定从突厥的马匹入手 作为战争胜利的一个制胜法宝 如今只要想出如何做就可以了 李克看着一脸好奇的两人 开口问他们 两位大人认为 突厥人如此凶猛 打仗如此凶残的原因是什么 李静与程咬精对看一眼 在对方的眼中都看到了迷茫 他们体格强壮 李克对着他们摇了摇头 随后凑近两人 将自己所想的全部说了出来 第180章 计策 李克招招手 两人就将耳朵凑了过来 制胜法宝在于战马 李静和程咬精的眼中先是迷惑 随即立马领悟了李克的意思 殿下是说 李克点点头 就是你所想的那个意思 李克心里简直是舒服极了 跟战场上的老油条说话就是比较省心 基本点到极止 大家都会心领神会 李静跟程咬精点点头表示明白 随即李静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开口问李克 可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将他们的战马 李静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李将军觉得 解药可是只能用在人的身上 李静和程咬精听到立马笑了 程咬精笑得畅快淋漓 大笑着拍李克的肩膀 绝? 若说论阴险之道 殿下 你绝对排得上名 李克咬牙拍开了程咬精的手 特喵的 程咬精这蟒夫 手劲可真是大 丝毫不知道收敛 此刻若不是自己 换作别人 一口老血都要喷出来了 总之 李将军和肃国公懂 我的意思就行 懂 我们当然懂 程咬精收起了笑意 接着又想到 应该派谁去下这些药呢? 李克只需看他一眼 就知道 他在想什么 肃国公可是在想 应该派谁去? 程咬精立刻点点头 说了句殿下懂我 李克说着 从床上放着的行囊中 取出了一个黄铜管子 程咬精当然认的这件东西 这可是他花重金买的望远镜 这…… 李克举了举望远镜 对着两人说出了自己的计策 如今突厥人正准备攻打他们 等真的打过来的时候 就是后方最空虚的时候 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动用多少兵力 只需要找一个人 在突厥攻打的时候 去马匹的粮草里 撒上蟹药即可 商定好一切 李静也放下心来 军营里也开始召集人马 随时做好迎战的准备 既然李克在 大家想着带队的人自然是李克 但是李克却并不这么想 他现在暂时还没有见协力可汗的想法 所以此次带兵打仗的重任 就压到了程咬精身上 程咬精尽头正胜 出兵前还先进行了一段演说 鼓舞士兵的士气 半个时辰不到 突厥果然攻打了过来 李克躲在后方通过望远镜看前方的情况 突厥确实是铁了心要攻进幽州 攻势比以往都要猛 战况之惨烈 让李克都觉得心惊 所谓轩辕其破 狼烟未灭 车折的印子碾压着鲜血 延伸到了天的尽头 夕阳盛血 笼罩着战场 李克确实低估了突厥的凶猛程度 发了疯的狼还是很棘手的 眼看程咬精都要败下阵来 李克也没办法安心地坐在后方观看了 安排好人去突厥的后方下泄药后 李克自己骑上宝马 上了战场 李克的到来 让交战的双方冷静下来 各自回到了队伍中 协力克汗看向李克 眼神中满是恨意 但在恨意的背后 还有这惧怕的存在 他仍然记得上次一战 自己是如何输给了这个 毛都没长期的小毛孩子 这是协力克汗永远过不去的坎儿 协力克汗 别来无恙啊 协力克汗眯眯眼盯着李克 不说话 怎么 莫非此次克汗过来是为了 专程见我 放屁 协力克汗一气之下 骑着马就向李克打了过来 李克丝毫不慌 也架着马冲向协力克汗 在即将两人交战的瞬间 李克飞升而起 一脚踹在了协力克汗的胸膛上 将对方直接踹下了马 协力克汗 上次的苦头还没吃够吗 协力克汗揉了揉被踹疼的胸口 不发一言地站起来 再次向李克袭来 李克的一身功夫 早就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若不是因为身体还小 他此刻会更加厉害 协力克汗的每一招仪式 在李克看来都很简单 他能够轻松预判他的攻势 李克也不急着进攻 只是一味地躲闪 像是在故意斗协力克汗玩一样 突厥人看到这一幕 心中怒火炖起 两方人再次打在了一起 刚刚本来一边倒的情况 现在成了势均力敌的状况 唐朝军队的士气也提了上来 李克看到当前的情况 也没有心思再继续跟协力克汗浪费时间 直接一招将协力克汗打倒在地 虽然双方仍在交战 但都注意着这边的情况 如今协力克汗一倒下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突厥人开始掩护协力克汗撤退 李克伸手阻止了士兵的继续追击 穷扣莫追 然后带着大部队回了军营 这一仗打得痛快 回去后大家便开始再歌再舞 欢呼雀跃 不多久 李克派去的下药的人也回来了 既然安全回来了 结果可想而知 果然对方一来就汇报了战果 所有的粮草都下了解药 只要今晚的马进时 接下来的几天 突厥将再也没办法打过来 这边欢呼雀跃的同时 突厥的军营中 协力克汗的胸口仍在隐隐作痛 他没想到 李克的武功竟如此深厚 只是一脚便让身材魁梧的他疼到了现在 协力克汗此时还不知道 接下来他要面对的还有些什么 只是如今的他恨死了李克 只想把对方弄死才满意 直到深夜 士兵来他的帐篷汇报 他才知道了什么是绝望 所有的战马一夜之间 全部都倒地不起 上土下陷 协力克汗立马想到了李克 除了他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这样做了 卑鄙的中原人 我一定 我一定要杀了你 李克 协力克汗的怒吼 李克是听不见的 此时的他 正在跟程程咬金推杯换盏 好不快活 殿下 今日你一来 真是如同救世主降临 给咱们全军都带来了希望 这一杯 我一定是要敬你的 李克笑着摇头 夸赞程咬金 肃国公说笑了 若是没有肃国公的英勇 咱们的军队也不可能如此强大 两人相视一笑 一同说 呵 呵 军营中的人都是直性子 有酒就快乐 他们现在这样无所顾忌的喝酒 也是因为知道突厥不可能再打过来 第181章 突厥败北 接连几日突厥都没了动静 李克也不慌 反正他总能等到突厥人过来认输 李世民一直在皇宫焦虑着 新系战场的情况 每天都要有人来跟他汇报才行 陛下 怎么样 李世民焦急地看着来回报的人 对方满脸喜色 回禀陛下 此战咱们必胜 李世民这才笑了起来 问他为何如此说 对方立马将李克过去之后所做的所有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世民 哈哈哈哈 没想到 没想到 原来克尔竟还有这种手段 得知了战场的情况 李世民彻底放下了心 这才回了宫里 好好地去睡觉 李克一直在军营里也没闲着 他跟楚岁良联系着 告诉了他前线的情况 同时 也跟五妹娘联系上 让他去收集高沟离人的消息情报 又过了两日 突厥才派人过来谈判 李克一直在等着这一刻 所以立马就让人进来了 跟对方简单说了一下 让他回去传话 在明日 两人好好谈谈 第二日一大早 两军平日交战的地方 李克谁也没带 只身前往 而反观协力可汗 他带了好几个护卫 此时看到李克独自前来 面子上也觉得挂不住 会散了众人 协力可汗 可是有什么想谈的 协力可汗看到李克 就气得牙痒痒 但是没有办法 打又打不过 此时突厥又没有粮食了 协力可汗 感觉自己快要气死了 特喵的 到底为什么 自己这么大岁数了 还要跟一个小娃娃低头 你 协力可汗拟了一个字 便说不出话来了 我什么 协力可汗深呼吸了好几口 接着说道 我可以放弃攻打中原 这个答案早就知道了 李克压根眼睛都没眨一下 点了点头 示意协力可汗继续说下去 我需要粮食 这些李克也早就知道了 他笑了笑 开始了自己的谈判 协力可汗 你的难处 我大概也能猜到了 我也不为难你 你所提的要求我也都能答应 听到李克这样说 协力可汗一下子抬起头看向他 你真的答应 自然 并且不仅今年 往后的每一年 我都可以为你们提供粮食 这是协力可汗没有想到的 他只想先解决今年的粮食 没想到李克竟然这样说 你 到底还是震惊的 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但是这些都是有条件的 这也是协力可汗早就想到的 李克答应给他粮食绝对不是免费的 这天下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要什么 协力可汗以为李克会说 宝马 美女 毛皮等等 这么多的东西 都是突厥人引以为傲的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李克的答案竟然是这样 我什么物质都不要 但是我要你们突厥所在地的开采权 协力可汗搞不懂李克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是开采权 李克自然没想着他能搞懂 只好自己再跟他解释 不瞒你说 你们突厥所在的地区 地底下 山里都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需要挖地凿山 如果你答应 以后突厥百年的粮食 我都包了 协力可汗其实依然搞不懂李克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此刻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需要活命 需要粮食 不管李克提的是什么条件 他都无条件的答应 尤其是他现在说的这些开采权什么的 在协力可汗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于是协力可汗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只要你给我们粮食 你想要的老十字开采权都给你 李克笑了 他笑协力可汗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 愚蠢无知 不过这对于李克来说绝对是好事 他终于可以得到足够的铜框了 而这对于电报线路的修建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眼下都说妥了 双方也没有再打仗的必要了 李克跟协力可汗达成了合作关系 两人原地和解 就算协力可汗之前有再大的怨恨 此时也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人就是这样 在自己活命面前 敌人和自尊又算得了什么 唐朝的军营中 大家早就在迎接和欢呼胜利了 等到李克回来的时候 军营里其乐融融 甚至都让人有些无语 看到李克回来了 所有人立马印了上去 大家欢呼着 殿下 殿下 李克也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笑着跟大家打招呼 并且开口宣布谈判的结果 突厥投降了 大家又是一阵欢呼 从今天开始 突厥不会再来攻打中原 我们的敌人又少了一个 大家再也不用因为战争搞得你死我活 也不用再与家人之间 保长离别的痛苦 军队中已经开始有人擦眼泪 自从战争开始 他们就没有回家见过家人 每一天都在鬼门关徘徊 这对心理压力也都是一种考验 如今突厥投降 他们赢了 可以回家了 不仅如此 李克接着说道 从今以后 突厥的领土将可以让我们进出 这个消息令众人震惊 自由进出 这怎么可能 特喵的打了这么长时间 从很多年前就开始打 一直到现在 竟然允许他们 去突厥的领土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此时 大家对于李克的崇拜 又高了好几个档次 不仅如此 晚上的时候 李克甚至宴请了突厥的几位大将 他们明显 是真的很多天 都是没吃饱饭的状态 来了这里便开始大快躲移 一口接一口的 根本顾不上说话 协力克汗 面子有点挂不住 来到敌人的军营 吃着人家的食物 还丝毫不顾及面子 这多少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做首领的好失败 但虽说如此 他也确实好久都没好好吃饭了 如今唐朝军营里还有羊肉牛肉 这本就和他们的胃口 他也忍不住放肆地吃了起来 李克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什么 只是笑着让他们尽管放开了吃 李克看着他们 仿佛已经看到了他们身后大片的铜矿 想到这里 笑容更是灿烂了几分 第182章 人心不足 李克这边的是解决了 还有很多繁琐的事情都在等着他 战争结束了 李克也应该回去向李世民汇报了 李世民早就在宫里等着李克了 在他看来 打了圣仗固然开心 但是还有比圣仗更开心的事 李克回去的路上 不像之前来的时候那么赶了 反正战争胜利了 李世民就算再急着见他 也不能催他 所以这回去的路上 李克硬生生走了十多天 中间他先回幽州 接上了楚岁梁 见了李四招一面 李四招知道 这次击退匈奴也是因为有李克 对李克更是死心塌地 一心想要追谁他 知府大人太高看我了 我也不过是为大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罢了 李四招只是激动地看着李克 在他看来 李克是难得一遇的真正的王者之才 他比其他人要更适合做皇帝 当然想是这么想 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是不能说出来的 若是真的被有心人听见 他李四招的脑袋可真是保不住了 殿下 我李四招没有什么通天的本事 但好歹也是一城知府 如果殿下有需要的地方 尽管开口 只要我李四招能办得到的 我绝无二华 李四招这段表忠心的话 李克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今的大唐 前太子李承宁刚被废除 现在的太子李太又是草包一个 李克如今风头正盛 无论是武功还是才华 都不是其他几个儿子比得了的 明眼人都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 知府大人言重了 我不过还是个孩子 殿下 我说的意思 想必你也应该听明白了 给我一个答复吧 李克看着李四招 他现在手下不缺人 但是幽州 距离突厥很近 地理位置优越 李克如果想要去开采铜矿 有幽州知府助力必然会事半功倍 想到这儿 李克笑了笑 跟李四招说道 承蒙大人厚爱 如果大人不嫌弃的话 我自然是愿意有大人助力的 听到李克这样的答复 李四招才爽朗地笑出声 如今的情况他怎么会不明了 没有人会不想往上走 人大多都是人心不足的 贪心的种子在每个人出生之前就种下了 李四招的野心也没那么大 但是这个幽州城 他要牢牢地抓在手里 并且要将幽州城整个给发展起来 而这些事都离不开李克的帮助 尤其是 如果以后李克真的做了皇帝 想必也不会亏待幽州 两人达成共识之后 李克便要动身离开了 李四招向征信地留李克吃完饭再走 李克拒绝了 带着储岁梁离开了幽州 两人没有急着回长安 先去了郑州 原因无他 李克要去郑州少一个人 李克让五妹娘多烦打探 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了他的消息 杨务莲 此时的杨务莲还没有出名 但是李克知道他 也必须要在他出名前找打他 收入麾下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杨务莲到底是谁 但若是提起唐朝最有名的工匠 杨务莲的名字绝对会出现在最上面 李克以后所要做的所有事 都离不开一个好的工匠 所以他一直在打听杨务莲的线索 前些日子 五妹娘来信说找到了的时候 李克心里激动了好一阵 现在战争一结束 李克马上就带着杨务莲来了郑州 殿下 你要找的这个杨务莲是何人 为何从来没有听说过 杨务莲到底是抵不过内心的疑惑 问了出口 李克对于杨务莲还是很乐意解答的 毕竟杨务莲是很早就跟着他的人 而且杨务莲办事方面也确实很好 这个杨务莲此时虽然还不出名 但是在以后 他必将成为唐朝赫赫有名的工匠 杨务莲不知道为什么李克这么确定 很多时都是这样 李克好像有未不先知的能力一般 他办的事都像是遵循某种神仙的指引 出乎人意料 但最后都能成真 杨务莲当然不知道了 这个小孩子的身躯里 有的是一个成年人的灵魂 不仅如此 还是来自未来新时代的人 李克不管做什么都是有他的道理的 杨务莲听到答案之后也就不再多问了 李克跟杨务莲快马加鞭 郑州离幽州也比较近 不过半日 两人就已经赶到了郑州 李克从兜里掏出五妹娘前几日送来的地图 杨务莲的家就在一个小胡同里 李克带着杨务莲过去 这个小胡同十分逼色 在最里面有一个很破旧的小房子 杨务莲皱着眉 简直怀疑这里到底能不能住人 李克没什么表情 此时的杨务莲还没有被大家发现他的才华 过得自然也是很窘迫的 咚咚 李克敲了敲门 过了许久 才有一个老妇人颤颤巍巍的过来开门 你们找谁 李克有礼貌的对着老妇人行了个礼 请问这是杨务莲的家吗 老妇人还没有回答 一个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 你们是谁 想干嘛 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突然冲过来 扒开李克和楚岁良挡在了老妇人面前 楚岁良当即想要出手 李克及时拦住了他 杨务莲 对方愣了一下 奇怪的看着李克 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我是李克 杨务莲跟老妇人同时愣在了原地 李克 这是三皇子的名字 这个小孩莫非是三皇子 不可能 三皇子怎么会到这种坡地方来呢 可若说不是 这个小孩身上却带着一股霸王的气质 让人忍不住心生敬畏 或者再说的具体一点 我是当今大唐的三皇子 李克 杨务莲跟老妇人对视一眼 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肯定 急忙准备下跪 李克及时拦住他们的动作 说了句不必多理 第183章 搞定杨务莲 杨务莲和老妇人毕恭毕敬地 把李克请进了家里 不知道殿下前来所为何事 杨务莲的身上 散发着常年没洗澡的恶臭 整个家里也都是破破烂烂的 屋子里全是各种中药的味道 残余的药渣堆在角落 因为常年累月的原因 也都已经开始腐烂发臭 李克强忍住想吐的感觉 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我来找你 是想给你提供一份吃饭的活计 杨务莲猛一下看向李克 眼里全是不可思议的光芒 随后光芒消失 他有些自嘲地摇摇头 殿下不要寻我开心了 我这样的平民百姓 一没钱二没钱 殿下怎么可能平白无故 为我提供吃饭的活计 李克也跟着摇头 虽然你没钱没事 但你身上有我看重的东西 杨务莲迷惑地看着他 你的一身造物的本事 我希望你能为我所用 把我画的设计图上的家伙事 全部都做出来 杨务莲更震惊了 他多年怀才不遇 所做的东西都没人看得上 但他又偏偏爱好这一行 不舍得丢下 可去年老娘生病了 他所做的东西又不能养活他们 他只好去给人家做苦力 勉强糊口 他没想到 今天竟然会在自己家碰到三皇子 也想不到 李克竟然会知晓他的一身本事 杨务莲一直不说话 李克也不催他 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 过了好一会儿 杨务莲才抬起头看向他 考虑好了 杨务莲摇摇头 虽然我很想答应殿下 但是这么多年了 我遭受了太多的否定核打击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可以担负得起殿下的厚爱 虽然我穷 但是我也不是无耻之徒 我行得正做的值 也不会空口白话的瞎说 李克没想到杨务莲会拒绝他 更没想到 还是因为这种无聊的理由 倘若不是他真的有能力 李克又怎么会专程过来找他 行不行我自己自有定夺 你只要平心做决定就好了 听到李克这样说 杨务莲多少是有点心动了 这时老娘突然又咳嗽起来 打断了杨务莲的思考 他慌张地去倒水 递给他娘 看到自己老娘 如今这副瘦弱的模样 杨务莲的心都揪在了一起 他自己过多苦的生活都没关系 但是他老娘不行啊 他不能这么不孝顺 思及此 杨务莲终于下定了决心 跪在了李克的面前 承蒙殿下厚爱 杨务莲必定不辜负殿下 一定好好地 完成殿下交代的任务 李克听到杨务莲这样说 终于松了口气 亲自将杨务莲扶起来 他回头看向杵务莲 给他递了个眼神 杵务莲立刻心领神会 从兜里掏出一袋子钱 给了李克 李克转头递给杨务莲 对方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使不得呀殿下 我什么都没做 殿下就给我这么多钱 我受之有愧啊 李克抓住他的手 硬塞给了他 杨务莲没想到 李克的力气这么大 他竟然丝毫挣脱不得 这些钱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娘看病用的 等到老夫人的身体好起来了 你便来长安找我 到时候再好好地报答我吧 李克都这样说了 杨务莲也不能再拒绝了 只好接下钱 感激涕零的流下了眼泪 杨务莲这边搞定了 李克也放下心来 跟杨务莲再交代了几句 就要离开了 杨务莲本想挽留一下 可看了看家徒四壁的模样 也实在是不好意思 只能跟李克告别 不必再送 我们就先走了 李克跟杨务莲上马 向着远处奔腾而去 出了郑州 杨务莲都没意识到 他的心里 时刻都在感叹着 自己的这位小殿下 简直是太厉害了 既会识别人才 又会收服人心 跟着这位小殿下 自己算是跟对人了 两人现在没有要办的 其他事了 这才驱马赶向长安的方向 李世民早就在宫里等的不耐烦了 这个李克 距离突厥投降 都过去十几日了 竟然现在了 还没有回到长安 他都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之后电报线路的事了 偏偏李克不在 他也没有办法 在李世民忍不住想要派人上路去迎李克的时候 李克终于回到了长安 刚一回来就马上进了皇宫 李世民坐在大殿上 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是焦急的不行 看到李克的那一刹那 李世民险些直接站起身问他 但是毕竟还是皇上 这表面功夫总得做到位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李世民有些要秋后算账的意思 而李克一早就想好了对策 回禀父皇 而陈回来途中病了几日 想来可能是之前神经一直紧绷着 如今突然放松下来就病了 听到李克这样说 李世民也不能责怪他了 而且 之后的事还都要靠李克去办 李世民象征性地表明自己的关心 病了 现在可痊愈了 卡尔要多注意身体啊 李克心里忍不住吐槽 特喵的 我能不知道你肚子里在打什么算盘 你是真的关心 我就有鬼了 虽然如此 面上两人还是一副 父慈自笑的模样 父皇不必担心 儿臣已经痊愈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李世民接着又问了 问李克战场上的事 其实这些他都早已经知道了 探子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但是谈话总归还 是要做个铺垫的 俩人就这么打着 李克反证书憋得住 但是李世民憋不住啊 最后还是他先开的口 克尔 既然突厥已经投降了 这铜矿 应该也有着落了吧 李克早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特喵的真实的老狐狸 啥都不干 还想跟着沾红利 好事全让他占了 第184章 准备开采 父皇放心 我已跟突厥的协力可汗谈好了 他答应给我们铜矿的开采权 但是 李克想着 反正李世民还得分他的一杯羹 那索性 把粮食的问题 也抛给李世民好了 既然想要得利 就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什么 李世民满心的焦急 想赶紧听一下李克的条件 不管是什么条件 他都答应他了 毕竟这电报线路才是最重要的 他还没见过这么便捷的东西 竟然能如此快速的千里传音 协力可汗要求我们提供给他们百年的粮食 什么 李世民还是有些惊讶的 提供几年可以 但是这提供百年 未免也有些太多了 可是仔细一想 这毕竟是拿铜矿的开采权换的 对比之下 好像又觉得 还是挺划算的 你已经答应他了 李世民随口问道 李克知道李世民的态度 也就无所顾忌了 是 因为尔臣觉得 比起铜矿的开采权 百年粮食实在不算什么 李世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 如今李克也这么说 他只好顺着李克的意思点头同意了 那可儿你可想好了 什么时候去开采权框 李克想了想说道 不瞒您说 李克顿了顿 我想着趁热打铁 近日就去突厥 李世民听到李克这样说 自然也是没有反对的理由 在他看来 最好也是如此 越快越好 既然如此 你近日就带人过去吧 是 李克硬道 最主要的问题谈完了 两人其实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果然不出所料 没一会儿 李世民就催着李克回去休息了 李克当然也不想多待 跟李世民行了个礼 就告退了 回到现在的燕王府 躺倒在床上 李克才真正觉得浑身舒畅 他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一件接一件的事情 让他马不停蹄 如今暂时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他决定好好睡上一觉 提前吩咐好人 不要让其他人来打扰 所有的事情 都等他醒了再说 正是因为如此 李克终于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再次醒来 只觉得所有的疲劳 全部都消失殆尽了 李克起床上了个懒腰 准备开始新一天的行程 吃过早饭后 李克就去找了五妹娘 五妹娘看到李克过来 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开心的迎了上来 殿下 您来了 嗯 我此次前来 是有事找你 五妹娘乖巧的站在一旁 等着李克继续说 之前我让你四处聚集的工人 你可还记得 五妹娘点点头 李克早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在让五妹娘 从全国各地聚集劳动力 虽然五妹娘不知道原因 但是李克这么做 自然有她的道理 妹娘当然记得 现在已经有八百号人了 李克思虑了一下点点头 八百人 还行 也算是不少的人数了 行 跟他们说一声 今天整理一下自己的行囊 明天跟我走 一起去突厥 突厥? 五妹娘有些惊讶 没想到竟然要去突厥 这突厥人生性凶猛 之前还频繁攻打中原 现在去突厥 能行吗? 李克看五妹娘睁大的双眼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突厥投降的事 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关于同框的开采 只有李克和李世民知道 李克没有跟五妹娘解释 五妹娘虽然惊奇 但是也没多问 跟五妹娘交代好 李克又去找了楚岁良 楚岁良正在看见人们做东西 看到李克来了 马上回过神来 殿下 嗯 我来找你有事要说 楚岁良看了眼四周 对着李克伸了伸手 对着李屋做了个请的动作 殿下人多耳杂 我们里面说 李克点点头 随着楚岁良去了李屋 等楚岁良管好门 李克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跟他说了 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 可以帮我去看着突厥地区的铜矿开采 此事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 什么是说话的艺术? 这就是 楚岁良因为李克的信任 胸膛油然升起了一阵感动 就是李克现在交给他再难的任务 楚岁良都会拼尽全力为李克实现 更何况只是建功这种小事 殿下放心 有我在 您万事放心 李克当然不担心这个 他现在是担心进度问题 既然铜矿可以开采了 电报线路紧接着也要修建 那两方的速度 必须达到一个平衡点才行 你做事我放心 只是眼下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工人们能赶赶进度 开采速度快一点 最好能供应的上电报线路修建的速度 楚岁良眉头微皱 此时工程还没开始他 无法预估整体的速度 也无从下手 不知道从哪方面去提高 李克自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宽慰楚岁良 这件事不急 明日 我们先带着工人们去到突厥 看看每天的一个进度怎么样 之后再商量具体的对策 楚岁良点了点头 想来想去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告别了楚岁良 李克回了燕王府 他自己也要收拾东西 明日随着大家一同去往突厥 想到明日又要启程 李克进宫里去看了看杨妃 两人聊了话天 杨妃自始至终闪耀着一个 属于母亲的母性的光辉 李克不想让杨妃担心 所以很多事都没有跟杨妃说 他现在只希望杨妃可以每天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就好了 李克一直待到吃完晚饭 又哄着杨妃跟他说 没事别担心 安慰了许久才从宫里出来 第185章 唐币当车 第二天一早 李克一出门就看到了楚岁良 楚岁良很早就等在了门外 看到楚岁良的刹那 李克在心里点了点头 表示很满意 殿下 楚岁良对着李克行了个礼 嗯嗯 我们走吧 楚岁良把李克的宝马牵过来 两人上马 出了长安城 城外 五妹娘带着八百号工人 早就等在了城外 看到李克到来 五妹娘立刻迎了上去 妹娘 人都到齐了吗 五妹娘行了个礼 回答道 殿下放心 人全都到齐了 李克点点头 目测了一下人数 心里有了个底 这么多人 远赴突厥 一路上浩浩荡荡的 李克让五妹娘提早准备好了马车 一百架马车整整齐齐的停在路上 李克骑在马上 威严的看着这几百号人 各位 咱们今日要出发前往突厥了 如果有不想去的 现在就可以说 我绝对不会强求 李克这句话说出来 底下仍然是一片沉默 在他们看来 是李克给了自己苦难的家庭一份生路 既然如此 他们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 李克满意的点了点头 好 既然各位信任我 我也一定不会亏待各位 每个去突厥的人都有补贴 每日多涨二十文的工钱 现在底下一片沸腾了 他们现在的工钱 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少了 没想到还有补贴 还是每天二十文 这在整个国家来说都是顶天的工钱了 现在更没有人愿意离开了 所有人都对李克死心塌地 看到了大家的意愿 李克不再多言 众人一同上路 前往边境线 进入突厥境内 一路上因为大多都是马车的缘故 一路上走得很慢 李克的快马被迫慢悠悠地走在路上 上路之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家因为旅途的劳累 慢慢都变得无精打采 一直到硕山 一堆人突然从草丛中窜了出来 马匹受惊 发出了一声嘶鸣 李克立马打起精神 警惕地看着那些人 特娘的 怎么去个突厥 还能碰上打劫的 李克带的一对清兵 已经跟对方打了起来 李克眯眼看着对方 慢慢的一个念头 在脑海里变得清晰 李克几乎可以肯定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劫匪 与其说是劫匪 他们更像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娘的 杀手都雇来了 真以为自己是傻子 不知道是谁雇的吗 老虎不发微针 当然是病猫了 这个李太脑子里 怕不是装的都是泡吧 若说之前李承鄞和长孙无忌的 针对很烦 但多少都带着脑子 而这个李太 他完全是没有脑子 杀手毕竟是跟土匪有很大差别的 而且不知道李太这个傻子 从哪找到的杀手 身手意外的不错 就连李克的清兵都有些抵不过 李克没有急着出手 他在找 找带队的人 所谓擎贼仙擎王 找到头头 一切就都好说了 李克的眼睛 一刻不停地在周围扫视着 突然他眼睛眯了一下 然后从马上飞升而下 一旁的树林中 一棵树上 一个黑衣人坐在树叉上 冷眼看着这一切 李克的掌风袭来的时候 黑衣人很快反应了过来 从树上跳下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李克紧跟着他下来 站在了他的对面 两人两相对视 黑衣人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李克只看了他一眼 立马起身而上 一掌再次拍出 李克的一身内力非常深厚 黑衣人勉强躲过 还是被掌风划上了胳膊 身手不错 李克说道 他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 毕竟能躲过他攻击的人太少了 这个黑衣人 应该武功很高深 但是李克忘了自己 现在只是一个小孩 黑衣人听到他这样说 像是被侮辱了 也冲着李克打过来 李克没有躲避 也伸手与他两掌相对 两人的内力 通过手掌互相较量着 掌风在四周掀起了一阵进风 四周的树木硬生倒下 两人丝毫不在意 眼睛都没眨一下 只是看着对方 李克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震惊的情绪 于是微微一笑 再次输送了一股强劲的内力 黑衣人没想到 李克的内力竟然如此深厚 终究是敌不过 被李克的内力震倒 飞了出去 砸到树上 吐出一口血 黑衣人最初答应李太 本来是觉得不过是个孩子 杀死他 简直一如反掌 可现在看来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自己一向是自诩 武功在江湖上排的上号的 可没想到 李克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竟然能这么容易打败他 等到以后就更是不可小觑了 李克慢慢踱步走到黑衣人面前 俯视着看他 黑衣人捂着胸口 尝试站起来 还是失败了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对方摆出一副你随便的姿态 李克无语地看着他 所有的古代人都这样吗 动不动就要杀要寡 李克都要听得耳朵起茧子了 我对杀你寡你都没兴趣 我就想问你 李太是用什么理由 或者说什么样的报酬说动你的 黑衣人瞳孔微缩 没想到李克已经猜到了雇主是谁 这个小小的少年不只是武功 看来在智慧上也是高人一等的 李克看他一副不打算说的模样 接着说道 算了 你也别说了 我大概都能猜得到 这世上恐怕也只有钱财 这么有魅力了 总不能是李太那个猪脑子说动你的 李克无所谓的耸耸间 递给他一个药丸 黑衣人抬眼看他 只见李克挑了挑眉 然后黑衣人从李克手中结果药丸 咽了咽口水 狠狠地瞪了一眼李克 一脸悲壮毅然决然地吃掉了药丸 第186章 聂尹娘 黑衣人闭上眼睛等死 一直等了很久 都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出现 不仅如此 甚至胸口还有点暖暖的 一股暖流油走在经脉中 使疼痛都消失了大半 李克看着对方迷惑地睁开眼睛 笑了出来 现在能起来了吗 能起来就跟我过去 让你的手下停手 黑衣人不知道李克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但还是顺从地站了起来 除了那句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 李克没再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话 不过无所谓 只要先让他让手下停手就好了 李克往回走 却发现对方站在原地不动 李克停下看他 对方用手捂住嘴 接着一阵鸟叫声从嘴里穿了出来 李克恍然大悟 难怪自己没有发现 他们的联络暗号是鸟叫声 而树林里最不缺的就是鸟 不过一会儿 一群训练有素的黑衣人赶到了这里 把李克围了起来 黑衣人偷偷摆了摆手 这群黑衣人这才退开 你的名字是什么 李克问黑衣人 对方犹豫了一会儿 经脉中的暖流 还是让他开了口 聂尹娘 这次轮到李克瞪大了眼 原来他是他 竟然是著名的刺客聂尹娘 我现在更对你刮目相待了 对方眼神闪了闪 没有说话 对着李克点了点头 转身想离开 李克在知道了他是聂尹娘后 又如何会放他走 我有事想与你谈谈 平等的谈谈 聂尹娘想了想 对着身后的人说了句什么 对方吹了声口哨 所有黑衣人就瞬间消失在了树林中 带他们走后 李克对聂尹娘做了个请的动作 带着他一直来到了楚岁良所处的地方 殿下 楚岁良一见到李克马上迎了上来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介绍一下 这是聂尹娘 楚岁良跟聂尹娘打了个招呼 然后李克带着聂尹娘进了一辆马车 李克用眼神询问他 看着他脸上的面罩 聂尹娘看到李克没什么不对劲的眼神 扯下了面罩 聂尹娘的脸其实十分好看 好看到你都不相信 这样一个女子会有这么高的一身功夫 三殿下想跟我谈什么 李克其实没想好要跟他谈什么 只是想有个名头将他留下来罢了 但是聂尹娘都这么问了 自己自然也是要说出些什么东西的 你答应李太杀我 不过也是为了钱 那若是我给你钱呢 聂尹娘盯着李克 不确定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你们这个组织钱 或者说定期给你们钱 你们平时也都是靠杀人赚钱 极不稳定有危险 不如我每月给你们开钱 在需要的时候 你们听我的命令怎么样 其实李克说的很有道理 杀手这个组织 都没有什么稳定性可言 过的是刀口填血的日子 条件是很诱人的 但是聂尹娘却是只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久 聂尹娘才开口 对不起 殿下 我不能答应你的条件 聂尹娘说完就要走 李克都不知道他拒绝的原因是什么 李克跟在聂尹娘身后 伸手拦她 没成想 却把聂尹娘身上的玉佩拽了下来 刹那间 李克感觉有股力量从玉佩中迸发出来 传进了自己的身体里面 李克动不了 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阻止着他的行动 一层神秘的光包围在了李克的四周 聂尹娘转过身 瞪大了眼睛 这股力量游走在李克的经脉当中 跟他自己本身的真气斗了起来 李克只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爆开 这种两者相斗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 当周围的白色光芒消失后 李克才恢复了自己的行动 他迷茫地看了看自己的手 如果他感觉到的没错的话 那股来自玉佩中的力量 与自己本身的真气融合在了一起 这个过程虽然十分难受 但是结束之后 李克只觉得神清气爽 这 李克迷茫地看着明显失去了光泽的玉佩 聂尹娘一下子冲过来 夺过了玉佩 玉佩不再像之前那样泛着银润的白光 现在死气沉沉地躺在聂尹娘的手上 甚至上面还出现了几道裂纹 随即聂尹娘看向李克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李克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看着聂尹娘 让她给自己解释一下 谁知道聂尹娘直接跪在了地上 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句 领主 这让李克更加迷惑了 你喊我领主? 是 领主 刺客组织从今日起 全员听您分配 虽然不清楚具体情况 但李克毕竟来自现代 也能猜出个大概 行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 现在是什么状况吧 于是 聂尹娘开始一五一十地缓缓到来 原来刺客组织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 没人知道 它是怎么成立起来的 就连组织里的刺客也不知道 大家似乎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联系起来的 一直到现在 聂尹娘成为刺客组织的代理首领 组织最重要的玉佩也交给了聂尹娘 但是组织里一直有一个传说 只有刺客组织真正的首领 才能获得玉佩里的神秘力量 因为是传说 所以大家都是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聂尹娘自成为代理首领以来 一直也只是把这个当作一个传言来看 没想到在今日 传言竟然成真了 传言 刺客组织有一组传 为玉佩 通体晶莹 泛白光 其真首领 碰其玉佩 力量涌现 B 则玉佩 泯然重物 玉佩选择了李克 那么刺客组织也将选择李克 第187章 继续前往突厥 听完聂尹娘所说的 李克也了解了刺客组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这样的结果是出乎李克意料的 不过这样也好 省去了很多麻烦 本来要拒绝的聂尹娘 此刻也收入麾下了 想来之前的条件 不是聂尹娘不想答应 而是刺客组织的这个准则不可背叛 虽然暂时短期内可能用不到刺客组织 但是在以后 他们必将成为李克成长路上的一大助力 既然现在刺客组织有了真正的首领 聂尹娘必须要把这件事通知给整个刺客组织 聂尹娘要走 李克也不再阻拦 反正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了 聂尹娘就算回去了也还是属于李克的手下 再次收入一员大将 李克只觉得生活从未如此美好 聂尹娘很快就离开了 他需要去通知整个刺客组织 而李克这边 队伍也要继续向突厥行进 楚岁良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李克带着聂尹娘 在马车中商量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们就多了一员 关于李克收服人心的本事 楚岁良表示非常的佩服 之后 楚岁良也知道了聂尹娘的身份 在很早之前 楚岁良就知道 关于刺客组织的传说 但是他没有想到 有一天 竟然真的能够接触到刺客组织当中的人 之后的路途变得非常的顺利 没有意外再发生 而李太那边知道了 李克并没有被杀死的消息 气急攻心去找刺客组织的麻烦 但他又算得上是什么 刺客组织根本丝毫不去拍李太的身份 反而威胁李太如果再来没完没了 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李太本就是胆小之人 听到刺客组织这样的威胁马上就熄了声 灭了火 而短期内 他也没办法再去找到别的人去刺杀李克 所谓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失去了 那就是永远的失去了 李克这边他丝毫没有把李太放在眼里 带领着大部队 悠哉悠哉的向着突厥的方向前进过去 大概行进了半月有余 李克带领着大部队终于来到了突厥 李克一来就先带着楚岁良去见了协力可汗 协力可汗早就知道李克要来的消息了 李克来了之后 他亲自去迎接了李克 协力可汗现在早就放下了对李克的私人恩怨 现在他只希望突厥可以能有足够的粮食 保证大部队的生存 协力可汗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李克率先跟他打了声招呼 协力可汗也对李克行了各种原理 然后把他请进了帐篷 两人简单的寒暄了一下 协力可汗紧接着就直接问出了自己最想要问的问题 关于粮食 李克早就知道还要问什么 所以在他开口问之前 就向协力可汗说了关于粮食的问题 李克这次来的时候只带了800号的工人 因为他的目的很简单 他就是来突厥开采铜矿的 当然 他也知道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关于粮食 他肯定是要给协力可汗的 只不过并不是在同一批次 协力可汗放心 答应给你的粮食 我一分都不会少 听到李克如此说 协力可汗终于放下了心来 两人又简单地聊了一些乏善可陈的话 然后李克就告别协力可汗 说要去看看铜矿的开采位置 李克让楚岁良带着工人先驻扎在营地 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然后自己去勘探位置 突厥是一个宝地 这里的铜矿含有量非常的高 不只是土地 包括山里 李克一上午都在四处转悠 一直到下午他才带回消息回来 楚岁良一上午都待在营地 安排工人的生活起居指导李克回来 才急忙迎过去 楚岁良开口问李克 殿下 怎么样 可有什么发现 李克点点头回答他 我果然没有猜错 突厥果然是块宝地 我们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可以开始开采任务了 第二天一早 李克就带领众人来到了一座突厥的山 这只是突厥众山中的一座小山 李克简单地交代了几句 剩下的便全部交由楚岁良来安排 开采在楚岁良的安排下进行得十分顺利 李克待了一个时辰 觉得这里似乎没有自己需要交代的事情了 于是转头回了帐篷 既然开采可以顺利地进行了 那么接下来 李克就要开始设计电报线路的整体走向了 首先需要考虑到的问题 是哪里成为电报线路的一个中心点 这个问题李克思考了很久 但是最后依然还是决定是长安 毕竟长安是唐朝的首都 由长安作为中心点向外辐射 将电报线路辐射至整个唐朝 整个电报线路就像是一个蜘蛛网的形状 从一个中心点开始向外辐射 可以连通着整个唐朝 当然 李克的野心不止这么点 他还要收服突厥 高沟梨 吐波 并且都修建上电报线路 决定了之后 李克就开始画整个电报线路的一个设计图 画设计图 对于李克来说 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情 真正比较困难的事情 是要计算铜框的一个使用量 以及电报线路和铜框的开采 如何达到一个平衡点的问题 首先需要看看今天的一个整体进度 李克才能估算之后的所有进度 计算的问题先放在一边 李克先将唐朝的整个版图画了下来 然后开始构建整个的电报线路 要避开山脉和河流 就难免要绕一个大圈 那么施工量就又要加大 光这个电报线路的设计图 李克画了一整天 中间储岁良待着开采工人吃饭的时候 李克还在专心制制地画图 储岁良怎么讲他都没用 李克一旦开始专心制制地做一件事时 就很难停下来 他往往要到一个自己意识到 要停下的节点才会停下 所以一直到深夜 工人都休息了 李克才停笔 揉了揉酸痛的手腕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第188章 线路竣工 李克花了一天画好了电报线路图 然后让人带走给了留在长安的工匠 储岁良这边的开采进度十分可观 一天就开采出了足够从长安到临近周的电路铜 李克在这边又待了两天 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储岁良 自己起码回了长安 杨物莲也在李克到达长安没几天 来到了长安 杨物莲赶到的时候 李克正在电路施工的现场 铜矿从突厥源源不断地正运往长安 很多百姓都不知道李克在干什么 他也懒得解释 等全部大功告成的那天 所有人就都会明白这个工程有多么的伟大了 杨物莲起初并不知道李克到底在干什么 直到李克为他讲解了电报线路的所有相关信息 杨物莲终于搞懂了 同时他也明白了李克所在做的实验 所在做的工程 所在做的项目有多么的不可思议 李克在很早就已经集起了一大批的工匠 所以整个工程的修建进行的特别的快 这就要求铜矿的量可以跟上电报线路修建的速度 正当李克感觉有些忧愁的时候 楚岁良那里传来的消息 楚岁良传信过来告诉他在突厥有一座宝山 这个山的含通量特别的高 若是将此山好好地开发出来 那么完全不用担心铜矿的问题 铜矿的问题解决了 电报线路的问题也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所有电报线路修建成功的那一刻了 在工匠们按照李克画的电报线路图修建线路的同时 李克已经去往了各处需要修建信号塔的地方 李克和五妹娘同时出发 从长安城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在耗时一月有余 电报线路终于宣布竣工 在所有的线路连接上 信号塔的那一刻 李克的心里难免也有些激动 他在每一个信号塔的地方安排了人手 然后挨个检验了 每一个信号塔能不能接收到电报信息 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他成功地将唐朝的历史向前推动了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要知道电报线路可是在民国才有的东西 当然 这件事还是要去通知李世民 李世民在听到消息的时候激动万分 他急急忙忙地赶来长安城的控制中心 李克恭恭敬敬地对他行了个礼 然后说道 父皇 电报线路终于修建成功了 您现在可以跟每一个州的地方官进行联络了 李世民十分激动 他忍不住拍手叫好 好 好 那你现在快帮我联系朔周成的张思理 告诉他 让他火速赶往长安 李克点点头照做了 很快朔周成那边就有了回信 李克将回信记录下来 交给李世民 张思理回复到谨遵圣旨 果然三日后 张思理如约赶到了长安 李世民现在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电报线路到底有多方便 他十分高兴赏赐了李克黄金万两 然后将电报线路总指挥的位置一同赏赐给了李克 要知道 黄金万两对于李克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电报线路的总指挥才是李克最想要的 可以自如地操控电报线路 这就意味着他可以随时随地掌握唐朝每一个地区发生的最新的事件 这也意味着立刻真正可以做到小天下事 这件事完成了 他一直惦记的一大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 李克就将把所有的重点放到枪支弹药的研究上 要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冷兵器时代 掌握枪炮弹药就意味着拥有了称霸天下的能力 不过这个研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李克所以需要做所有的相关准备 而且事情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就比如说现在 他那没脑子的弟弟李泰就又开始给他找事了 电报线路的修建成功 成为现在唐朝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李世民亲自颁布了圣旨 通知了天下人 而当然这所有的功劳 李世民几乎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明眼人知道电报线路的修建 李克才是那个关键之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大家对李世民感激涕零 李世民也欣然地接受了这份爱戴 百姓向来是只要有好处就行 至于到底这个好处来自于谁 于大家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 正当李世民兴高采烈的时候 他现在立的太子李泰找到了他 李泰自从上次刺杀李克失败后 就一直心心念念着想要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真正地干掉李克 可是如今李克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一点的伤害 反而还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壮举 这令他心生极度也是分怨恨 李泰一大早就赶到了御书房 找到了李世民 李世民现在正是在信头上 他十分高兴地让李泰过来 让他看自己手上的电报线路图 李泰连连点头 在鳄鱼奉承李世民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一些顾虑 全部都告诉了李世民 当然与其说是他的顾虑 不如说他是在代替李世民顾虑 李泰用眼色看看李世民 然后说道 父皇 虽然三皇兄完成的这件事情确实是一项壮举 但是父皇可想过 三皇兄不断地在挑战的 可是父皇您的底线啊 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也突厥练 练斯兵 如今还修建了这电报线路 我看三皇兄 他可是图谋不轨啊 李泰的这番话 让李世民的心情一下子低落了起来 很多事其实若是不想 便没有那么多事 但若是被别人提起来了 一件件的是被列举着 李世民的心就不得不提防起来了 自己的这个儿子李克 确实是有能力 而且 若是真的说起来 这所有的儿子当中 李克绝对是最有才华的那一个 若不是他身上流着随潮的血液 李世民倒更想立李克为太子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是李世民要担心的 他最担心的是 这上只有八岁的儿子 是否就已经在对他的皇位图谋不轨了 本身自己的皇位就来得不正 李世民避位的是 基本人尽皆知 他自己也害怕自己的儿子跟他一样 会真的做出杀兄杀父父事 若真的如此 他恐怕就只能大义灭亲了 毕竟什么的比不上他稳固的皇位重要 第189章 秋炼 李世民跟李太的谈话 一字不漏的全部传入了李克的耳中 李克早就猜到了 当他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李世民就不得不提防他 更何况 位居上位者最怕的就是有人吹耳边风 帝王星最试探不得的 但是现在还不是跟李世民闹破脸皮的时候 如今 李克要做的很多事都还需要李世民的帮助 所以 李克一定要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打消李世民的顾忌 正当他苦苦思量的时候 一个机会就来到了 秋高气爽 硕果丰收 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 唐朝迎来了每年秋天都要进行的秋炼 秋炼 这时李世民会带上他所有的儿子 以及他所宠爱的妃子 还有各方大臣武将们来到皇家猎场 这一项是一个皇帝用来测量他儿子 是否具有成为一个皇帝的一项测试 成为一个皇帝 最重要的就是文武双全 不仅需要有治国的鸿韬伟略 还要有能够杀敌御敌的一身武功 当然 这两点李太都没有 或许也正是如此 李世民才会将李太地为太子 毕竟没有谁想要立一个会威胁自己的人 作为太子 在一个晴朗的天气 李世民带着大批人马来到了皇家猎场 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帐篷 但是唯一让李克觉得尤其闹心的是李太的帐篷就在他的旁边 你不想见猪 猪 却偏偏在你眼前晃荡 李太人就是这样 嘴上不见几句 心里就憋得难受 他一向看不起李克和李克的母后杨妃 无非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带着随巢的血脉 哟!这不是三皇兄啊? 三皇兄最近可真是办了一件大事呢 李太又来这里冷嘲热讽 李克懒得搭理他 瞪了他一眼 回了自己的帐篷 这就是所谓的狗咬你 你还能再回去咬狗不成? 李太的冷嘲热讽被李克无视了 这就像是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让他十分难受 于是他便开始变本加厉了 不仅针对李克 也开始针对杨妃 李太怎么说自己都无所谓 最让李克生气的是在晚上晚宴的时候 李太竟然对自己的母妃冷嘲热讽 杨妃生得漂亮 若不是因为自己的一身随巢血脉 他必将是最得宠的宠妃 可就因为这该死的血脉 李世民丝毫不正眼瞧他 晚宴的时候 李太带来了一只纯正的地道的乌鸡 李太刻意强调道 这只乌鸡可是纯种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出了李太的言中之意 无非就是想说 在常李世民所有的儿子当中 只有李克一个不是纯正的大唐血脉 不过 李克倒也不至于跟蠢猪生气 李克加了一块乌鸡肉 递到了母后杨妃的碗里 李克说道 母后 这种纯种鸡肉最是好吃了 咱们可要多吃点才是 李太蠢的把自己比做鸡 李克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 自己多吃几口就好了 反正最后 他们都会像这蠢种的乌鸡一样 被自己拆吃入腹 李太现在才意识到 自己这样的冷嘲热讽 把自己说比做蠢种的鸡 实在是太上不了台面了 李世民的面子上也有些挂不住 他黑了黑脸怒斥李太滚回去 李太菜都没吃完 回了自己的帐篷 然而 事情到这里并不算是结束 李太觉得没事了 但是他李克并不这样认为 夜半三更 李克摸黑去了李太的帐篷 李太睡得正香 就感觉有块布蒙头盖了下来 紧接着就是一顿暴揍 李克每一拳都是用足了劲 给李太疼的一顿叫喊 李克自始至终都没有出声 勉强出了气 李克这才从李太的帐篷中出来 李太开始大喊大叫 招来了一大堆的人 李克也装作刚刚醒 刚从帐篷出来的样子 赶到了李太的帐篷 李世民皱着眉头 问李太发生了什么 李太衣衫不整 满脸眼泪哭着 跟李世民告状 父皇 父皇 李克打我 众人看向李克 李克一脸的迷惑不解 满脸无辜 不知道自己的皇帝 为什么这样说 克尔也是刚刚过来 他哪有时间敢来打你 李世民观察了一下衣衫不整的李太 他的一身肥肉血白血白的 丝毫看不到 有让别人打过的痕迹 李世民的眉头皱得厉害 自己这个儿子快吃成猪了 猪都没他看起来白白胖胖 再加上李太现在衣冠不整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李太这时候才意识过来 自己浑身都在疼 但是却看不到 有任何一块被打过的痕迹 这一下真的是有口难辨了 李世民只当他是在做梦 极其看不上的瞪了他一眼 然后回去接着睡觉去了 李克是最后一个走的 他冲着李太笑了笑 皇帝以后做梦的时候 可要多注意啊 别把梦和现实分不清了 一定就是你 就是你打的我 皇帝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 说话可是要讲究证据的 说完李克也出了帐篷 不再与李太争辩 李太自然是看不出自己身上被打过的痕迹的 因为他用的全部都是内力 打得他有苦说不出 第二天李世民的这些儿子们要比拼狩猎 每人骑上一匹马 在临终两个时辰的时间 看谁收到的猎物更强更多 一群武将们也都蠢蠢欲动 他们一向不懂得文官的那些尔虞我诈 比起跟他们争来争去 自己更愿意过来打猎 罗生想起 皇子们全部都骑着马冲了出去 李克对比拼完全是胜券在握 自己可是选择了武将路线的 狩猎完全不在话下 李克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只梅花鹿 动动手指 一根箭就射了出去 准确无误地扎在了鹿身上 他身后的手下负责把猎物全部收集起来运回去 李克完全放开了手脚 猎物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再被运回去 李世民看着堆成小山的猎物 还是忍不住吃了一惊 路途中间 李克偶遇了李泰 他以一种扭曲的姿势坐在马上 时不时的嘶哈一声 李克懒得李他继续往林深处走 李泰在后边停住 只是看着李克的背影阴险地笑了起来 李克还不知道里边有什么在等他 但李泰可清楚得很 这树林深处可有他花费了好大功夫 给李克准备的一份大礼 第190章 被制 李克一直走向树林深处 渐渐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只剩了他自己 身边的环境开始变得有些阴森 温度也一下降了下来 突然林中有一野兽的怒吼声传来 听声音像是虎啸 李克一下子打起了精神 眼睛亮了起来 打了这么久 没有打到什么大的野兽 只有两头野猪比较大型 如果能打到一只老虎 那就太好了 李克下马 一步一步小心地向树林深处踱步 弓箭已经上弦 李克瞄准声音传出的方向 渐渐的 草丛开始晃动 大型猛兽的身形朦胧的显现 李克一下子藏身到一边的草丛 对着有动静的方向 举起弓箭 等这个大型野兽 全部显现出来之后 李克愣住了 这确实是只老虎 只是没想到 竟然是通体白色的白虎 白虎是很罕见的品种 战斗力异常凶猛 越是毛色纯正 越是罕见 而李克眼前的这只老虎身上 没有一丝其他的颜色 只有几条毛色烧身的条纹 提醒着人们 这确实是一只老虎 李克缓缓地放下了弓箭 他不打算一剑毙命 相反 他要跟这只白虎打上一架 生物本就是有灵性的 更何况是白虎 老虎是森林之王 如果要是能打败它 自然也能够让它屈服于自己 李克的眼睛光芒更甚 他迫不及待 想要将这只白虎征服 之所以不用弓箭 是为了 不想让白虎身上的这身皮毛有所损坏 要知道白虎皮可是极其珍贵的 白虎巡视了一圈 眼睛默然盯向李克的方向 李克也不再躲藏 从草丛中站了出来 一人一虎就这么对峙着 刹那间白虎对李克发动了攻击 整个身子扑向了李克 他的身形比一般的老虎都要大上许多 李克这样的孩子 在他面前显得更加的弱小 但是尽管有这么庞大的身体 白虎的动作依然十分的敏捷 李克的一身武功也不是说笑的 在白虎扑过来的刹那 他一个闪身就躲了过去 接下来 白虎的每一次攻击被李克闪了过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虎渐渐开始有些体力不支 他喘着粗气 眼睛全部被红色晕染 狠狠地盯着李克 李克看时候差不多了 也不再闪躲 正面迎上 在白虎再次扑过来之时 李克抓住他的前掌 一个背身将白虎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白虎似乎也有些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 这个小小的生物 竟然蕴含着这么大的力量 白虎迅速站起身 再次向李克袭来 李克也不躲 用自己的力量跟白虎对抗 随即掌心发力 将白虎打了出去 白虎这次伤得有些重了 趴在地上 挣扎着却站不起来 李克走上去 白虎呲牙咧嘴地警告着他 李克大概已经猜到了 是怎么一回事 这只白虎恐怕就是 他的好弟弟李泰 专门为他准备的 想到刚刚见到李泰 他那副阴险的笑 李克可算是明白了 还以为是他天生嘴有问题 没想到是在这等着他呢 想到这里 李克也不在手下留情 上前再给了白虎一拳 竟就这样将白虎活活打死了 李克看了看自己握着的拳头 挑了挑眉 这下真是体会到了 武松打虎的感觉 李克松开了握着的拳 将这只神形庞大的白老虎 一下子扛了起来 李世民在营地等着众人回来 大家陆陆续续都回来后 却迟迟不见李克的人影 杨妃有些焦急地望着树林的方向 李克还那么小的年纪 林中猛兽有多 他简直不敢再想 李太则只是笑而不语 在他看来 这李克怕早已成为老虎肚子里的一堆食物了 李世民也皱着眉 不知道这李克到底跑哪去了 派人去找 却一无所获 杨妃一直催促他继续派人 吵得他心烦的厉害 杨妃急得快哭了 恨不得自己亲自跑去找李克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远处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但是这个影子看起来像是某种野兽 不像是李克 李世民身边的护卫马上把他保护了起来 大家都有些紧张地看着影子的方向 影子渐渐变得清晰 所有人都看清楚了来的是什么 大家都长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营地入口的方向 模糊的影子全部显现 竟然是一只白虎 而更令大家惊讶的是 这只白虎是已经没了生气了的 在白虎庞大的身形下 有一个小小的人 真是大家刚刚怎么找都找不到的李克 看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杨妃 她急忙跑过去 却在快靠近时有些害怕地停住了 李克将白虎扔下 走向了杨妃 母后 杨妃检查了一圈 发现李克毫发无伤后 这才松了口气 你跑哪去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杨妃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发现白虎确实是死了之后 杨妃才大着胆子上前摸了摸 杨妃摸过之后 所有人也端下心来 将白虎团团围住 仔仔细细地观察这罕见的动物 在杨妃沉迷看老虎的时候 李克走上前跟李世民行了个礼 对方还没从刚刚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他不可思议地指着白虎看向李克 李克笑了笑 将自己刚刚在树林中的遭遇 全部都告诉了李世民 而李太也在一旁听着 张开的嘴巴始终没有合上过 李太是真没想到自己的三皇兄 竟有如此本事 连如此凶猛的白老虎都能打得过 李世民听完了李克说的来龙去脉 也了解了 虽然白虎不太可能出现在皇家猎场 但就当是天降福瑞了 白虎本就是福运的象征 出现在皇家猎场 也是为了保佑大唐以后可以风调雨顺 李世民夸张地将此事作为自己 是一个贤民皇帝的象征 众人当然也不可能反驳 李克是懒得跟李世民理论 何况他现在最重要的 本来就是为了消除李世民对自己的顾忌 而还有什么能比让一个皇帝开心更重要的呢? 第191章 暗杀 李克打到白虎的是再次传开 众人对于这个唐朝有史以来最小的武状元 再次刮目相看了 而事件的主人公对此毫不在意 李克命人将白虎的一身皮毛扒了下来 做成了场衣送给了李世民 父皇天气渐凉 这白虎皮十分欲寒 宋明 李克对李世民有些奉承地说道 他现在没什么别的想法 只需要先稳住李世民 往后需要用到他的地方太多了 李世民对于李克的这番嘘寒问暖 十分受用 满意的点点头 接过了白虎皮 他摸了摸 忍不住在心里惊叹 这白虎皮就是不一样 比起一般的虎皮 要更加柔软 摸起来也十分的温满 白虎皮被送给了李世民 其他人肯定是没有机会染指的 但是白虎肉就不一样了 这只白虎体型庞大 足够在场的所有人都奋一杯羹 晚上大家骑坐在一起 点着熊熊的篝火 御膳房的顶级厨子亲自动手 将白虎肉做了成了马汉全席 所有人都吃了个心满意足 不得不说这白虎肉确实不一般 入口丝滑 唇齿留香 九族饭饱 大家都坐在一起闲聊 有的困了 就先回了帐篷 李克今晚也有些吃多了 起身伸了个懒腰 准备去散步消消时 秋夜的晚风吹在身上 还有些许凉意 李克身子骨壮也不觉得冷 反而觉得晚风十分的舒服 李克走出了营地 在树林边散步 看到了一只兔子 白白胖胖 十分可爱 想到或许可以抓来送给杨妃姐们 这么想着 李克就追了上去 兔子还挺灵活 李克正好当做消化食物的运动了 也不认真抓 就陪着他跑 觉得运动的差不多了 这才猛一伸手 揪住了兔子的耳朵 小样 还挺能跑 李克心满意足地站起身 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又跑进了树林深处 特喵的 怎么自己老往深处跑 怕不是脑子嗅痘了 李克无奈地叹了口气 摇摇头往回走 正走着的时候 身后的树林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若是其他人可能会听不出来 但是李克的耳朵十分灵敏 他一下子就听出了不对劲 这身后的树林少说也有十几号人 而且各个轻功一绝 李克一边加快脚步 一边思索着 这究竟是哪拨人 怎么会又盯上自己 身后的人也随着李克加快脚步 最终来到一块空地的时候 李克停下了脚步 动静也一下子消失了 虽然动静消失了 但是李克知道 他们就隐藏在林子中 别躲了 都出来吧 听到李克这样说 他们也都不再躲藏 全部现身 李克快速地扫了一圈 竟然有十二个人 谁派你们来的 你们又是隶属哪个组织 对方全部黑金蒙面 不言语 李克发现问不出什么 索性不再浪费功夫 上前朝着他们袭去 很快 李克就发现了不对劲 对方这十二个人的配合非常默契 加上他们的身形打扮 全都差不多 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分裂出来的十二个 李克渐渐地有些不耐烦 他每当快要打到这个人的时候 另外十一个 都会一同向他袭来 李克在今天终于是体会到了 什么是双拳难敌四手 他们的配合太默契了 李克竟然一时找不到突破口 再次被人从背后袭击之后 李克生气了 他也懒得再与他们周旋 随即开始了猛攻 对方没想到 李克的攻击突然变得这么迅猛 一时都有些招架不住 其中一个一不小心闪了个神 就被李克一掌打飞了出去 打到了一个人 就相当于打开了突破口 其他的人很快就接连败下阵来 他们最厉害的是 他们十二个人之间的默契配合 但同时 这是一把双刃剑 这意味着 只要其中的一个人出现意外 其他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他们的阵法将不再有足够的威力 李克没花多少时间 就挨个把他们打趴下了 最后竟然还将他们落在一起 坐在了最上面人的身上 现在再问你们一边 谁派你们来的 这十二个人还是沉默不语 李克也不着急 他最不缺的就是手段 既然你们不想说 我也不逼你们 不过我看你们自始至终都没说过话 想必这个舌头 应该也都不需要了吧 那我就帮帮你们好了 听到李克这样说 下边的人终于有了动静 李克能感觉到 他们身体的突然紧绷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李克悠哉悠哉的从他们身上跳下来 随即掰着一个人的脑袋 扯开了他脸上的黑金 李克掐住他的脸 从怀里掏出了自己随身戴的匕首 在他的舌头上比划了一下 对方的身体打着寒颤 险些尿失禁 李克又开口说道 最后一遍 谁派你们来的 被掐住脸的人 努力挣脱开李克的手 哆哆嗦嗦的说 我说 我说 别搁我的舌头 李克的目的达到了 他收回匕首 等着对方交代 是太子殿下 是太子殿下吩咐的 对方害怕地说着 太子殿下重金悬赏你的脑袋 在江湖上各个门派组织都已经放了话 只要能娶到三殿下李克的向上人头 赏黄金万两 并且封地为王 李克挑挑眉 重金悬赏李克早就想到了 只是没想到 谁给李太的胆子 让他现在就敢做出封地为王的许诺了 特喵的 真是没有一天是消停的 既然你非要来惹我 那么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李克的眼神一瞬间变得冰冷 他冷冷地看着这十二个人 开口问他们 你们隶属的门派组织是什么 对方摇摇头说道 回殿下 我们不属于任何组织和门派 我们是独立的十二金刚 好 那现在我问你们 你们是否愿意归顺于我 这十二人互相看了看 在对方的眼里都看到了恐惧和害怕 如果他们拒绝的话 结局不难猜到 为了活命 他们别无选择 十二人整齐滑一的齐齐跪下 愿意一切听从三殿下的指挥 李克悄悄收回了拿着匕首的手 冲着他们满意的点点头 第192章 重口朔惊 李克出来散步 不能回去的时候 带十二个莫名其妙的人回去 于是他给十二个人 另外安排了去向 他掏出一封手信 交给其中的一个 嘱咐道 你们去找刺客组织的聂姨娘 他会知道我的意思的 十二人在对方的眼睛里 都看到了震惊 刺客组织 这是多少人想进却进不去的神秘组织 之前他们也曾经想加入刺客组织 但是对方太严密了 他们根本就是找不到门路 现在是真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十二人兴高采烈地告别了李克 拿着李克的手信去找聂姨娘去了 李克调整了一下心态 重新抓了一只幼兔 抱在怀里回了营地 营地里 杨妃的帐篷还亮着 李克在外面叫了一声杨妃 母后 杨妃很快就给了回应 李克进了帐篷 杨妃正在嗅着什么东西 克尔怎么这么晚过来了 李克笑了笑 将怀里的兔子展示了出来 来给母后送的小玩意儿 杨妃眼睛亮亮地看着李克手里的兔子 兴高采烈地抱了过去 女人本就对可爱的事物没有抵抗力 杨妃自从抱到兔子的那一刻起 眼睛就再也离不开兔子了 李克无奈地笑了笑 开口 母后 我有事想跟你说 杨妃这才回过神看向李克 她挑挑眉 意思是问李克有什么事 我希望母后可以在父皇耳边说一些事 杨妃神情变得严肃 她手上抚摸着怀中的兔子 眼睛里全是认真 什么事 李克悄悄抚过身去 在杨妃的耳边说了自己的打算 杨妃听完后点点头 有些不确定地问李克 能行吗 相信我 这世上最可怕的就是流言蜚语 更何况这本来就是事实 听到李克这样说 杨妃也坚定了信心 对着李克点点头 事情也说完了 兔子也送出去了 李克这才出了帐篷 回了自己的帐篷 李太在自己的帐篷里 美美地睡了一觉 想着李克应该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谁知道第二天当他起来 一出来就看到了李克那张熟悉的脸 你 你怎么 哦 我怎么 李克反问他 李太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马上改口 没什么 只是没想到三皇凶起得这么早 这还早吗 皇帝怕是不知道 现在已是日上三竿了 李克摇摇头 接着说道 还有 我不是刚起 我早就已经起来很久了 李太一下子被气红了脸 他狠狠地指了一下李克 转头又回了自己的帐篷 李太气得狠狠吹窗 这是怎么回事 李克怎么还活着 这十二金刚明明在江湖上鼎鼎有名 竟然还解决不了一个李克 李太越想越气 又猛地提了一下床 结果吃痛地叫了起来 在房间里嚎啕大哭 最近有件事让李世民很忧心 他最近听到了很多 关于自己现在这位太子李太的传言 传闻他在江湖上重金悬赏自己亲哥哥李克的人头 这件事已经几乎人尽皆知 民间都已经开始写关于皇家子弟的画本 将皇室的皇位之争写得不堪入目 这还不止 还有传言说 李太许诺 如果事成将给对方黄金万两并且封地为王 最让李世民生气的就是封地为王这件事 要知道 这是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做的事 这个李太怕不是已经想要篡位了 正当李世民生气着急的时候 李克可是前所未有的放松 他让五妹娘放出去的传言 现在已经是大街小巷都知晓的事情了 李克丝毫不担心这件事情会发酵不起来 只要有人的地方 传言就不会停止 再说了 李克所说的可都是事实 李太确实是这么做了 江湖上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证人 江湖上都知道 百姓们都在转 再加上之前李克提前跟杨飞打了招呼 让他时不时吹吹李世民的枕边风 现在 就算李世民再想无事 也难免要在心里起一心了 自古皇帝就没有不多疑的 他们在这个皇位上始终是提心吊胆 怕被人抢走 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是同样 只要是抱有想要皇位的心的 都是皇帝的敌人 传言发酵的越来越厉害 很快 更多离谱的版本都出现了 有人说 李克其实是天生的龙子 本来就是成为太子的命 却被李太用歪门斜术替换了命格 所以才成为的太子 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 毕竟李太肥头大耳 也丝毫没有治国之才 而李克既是年纪最小的武状元 又带兵击退了匈奴 还创作出了一系列对国家十分有用的东西 这让大家的偏见更加厉害 更多的人开始辱骂李太 要求皇帝罢免现在的太子李太 改立李克为太子 在舆论的压力下 李世民一个头两个大 他忍不住在心里怒骂李太 这个蠢猪 怎么就能干出这么离谱的事 自己当初真是脑子进水了 才会理他为太子 如今找了这么多事 在一个清晨 李世民上完早朝 把李太和李克都叫到了御书房 参见父皇 李太和李克一起恭恭敬敬地 行了个礼 李世民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不知道父皇叫我们过来 所为何事 李太率先开了口 他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李世民就一肚子气 李世民猛地一下睁开眼睛 将一落奏折狠狠地砸在了李太身上 李太一下子被砸懵了 不知所措地看着李世民 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真的脑袋都要炸了 李太捡起一个奏折打开 看了一会儿就变了脸 父皇 冤枉啊 儿臣没有这么做过啊 没有 无风不齐浪 你要是真的没有做过 现在事情就不会发酵成这个样子了 李世民看了眼李克 开口问他 克儿 你说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李克在心里思考着李世民的意思 然后对着李世民笑笑 行了个礼 才说出之后的话 第193章 李太被贬 李克不带什么感情地对李世民说道 儿臣最近一段日子 确实接连受到了几次暗杀 虽然最后 臣都化显为夷了 但他们的身手确实很好 而臣也是运气好 才保住了性命 李克此时说的这些话 绝对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李世民的脸更黑了 他倒不是不相信李太想对李克出手 只是他想判断一下 李太许诺给别人封地为王的条件 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今听李克这样说 他开始倾向相信传言了 李太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大惊失色 连连对着李世民摆手 狡辩着 父皇 儿臣真的没有 这都是他专门说来诬陷我的 父皇您不要被他的片面之词给唬住了呀 李克依然不动声色 他也不反驳李太 现在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了 他没有必要再去跟李太争执什么 此时保持沉默反而是最好的武器 李世民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出真假 他自然知道李太的愚蠢 这些事也都是他能做出来的呃 只是李世民如何也想不到 他竟然也会有这么大的野心 现在便已经在做皇帝的主了 李世民柔了柔眉心 对李太说道 别吵了 你先下去吧 这几天待在你住处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李太还想说什么 被李世民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最后只好信信地离开了御书房 李太走了 李克还在呢 李世民只是闭目养神 也不看他 也不让他走 李克索性也闭上了眼 感受体内真气的游走 让真气在体内游走了一个回合 睁开眼 只觉得神清气爽 李世民差不多也是在这时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李克 顿时觉得十分的陌生 他不知道 他是在什么时候成长到现在这样的 从今年开始 这个往常不起眼 也不受自己待见的孩子 好像变得越来越耀眼了 他先是拔得了武士的头筹 获得了武状元 接着又能够上阵杀敌 还发明出了一系列李世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即便是自己以前也从来做不到这种程度 李世民忍不住开始想 莫非 李克真的是上天派来的大唐命定的皇帝吗 这个念头刚出现一下 就被李世民否决了 荒唐 他才是大唐命定的皇帝 大唐也要在他手里流芳百世 这么安慰着自己 李世民才开口跟李克说 可儿 你觉得 太儿是否适合作为太子呢 李克在心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李世民到底要没完没了的试探他多少次 真想现在就直接跟他说 对 李太和你都不适合 我才是那个适合做大唐皇帝的人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到底还是不能这样说的 李克略一思虑 对李世民回答道 儿臣认为 四皇帝既适合又不适合 李世民挑挑挑没看着他 何出此言啊 李克这才娓娓道来 说四皇帝适合是因为他的成长空间是最大的 而且 父皇选择四皇帝作为太子 自然也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至于说不适合 理由父皇应该也清楚 四皇帝无论是文韬武略 都不具备成为一个太子的条件 李世民点点头 对他的看法十分认同 紧接着 他又问道 依你看 你和太儿 谁更适合这个位置呢 李克暗暗心惊了一下 这可真是死亡问题 他要是说 李太明显就是睁眼说瞎话 现在都已经是这样的局面了 但要是说自己 李世民 岂不是更加忌惮自己了 儿臣以为 我跟四皇帝谁更适合这个问题 不应该由儿臣这样片面说了算 应该由父皇和天下千千万万的黎明百姓说了算 说完这段话 李克忍不住在自己的心里点了个赞 这话说的太好了 既避免了做选择的情况 又可以告诉李世民自己的态度 一切全凭李世民说了算 李世民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也默默认同了李克所说的 同时 一个决定开始在他脑海里慢慢成行 简单又说了两句 李克跟李世民行了个礼 退出了御书房 在李克看来 太子的位置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如果不做太子 大不了名不正言不顺一些 结局也是没什么大的改变的 接下来的几天 百姓们的情绪高涨 李太的各种传言流传在大街小巷 所有的名声全部毁于一旦了 同样 李太的名声扫地 李克则正好相反 所有人现在都认定了李克才是下一任皇帝当人不让的人选 若是不选李克就是违背了天意 所有的百姓都在谈论这件事 一个又一个的奏折也被接连不断地被送到了李世民的手中 李世民现在每天早朝都被大臣们环绕着说这件事 大家的话题不过都是在说现在流言四起 百姓也都群情激愤 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实在是不利于大唐的稳定和发展 李世民本来也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但是现在再加上大臣们百姓们的不断激化 李世民终于下定了决心 隔天李世民就下了一道圣旨 公开宣布废除李太的太子之位 这道圣旨一下 所有的百姓都在欢呼 认为自己的意愿得到了一个公正的结果 同时 大家也都在等李世民的另一道圣旨 认为李克应该被立为太子了 李克在自己的府上听说了这件事 继续默默地吃自己的水果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当然他自己也知道 大家是等不来另一道圣旨的 李世民绝对不会立自己为太子的 至少现在不会 不过这些也都没关系 他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麻烦 省得李太总是动不动地给他找些麻烦 虽然无伤大雅 但到底是挺烦的 如今李克再也不用担心这些了 李太失去了太子之位就什么都不是了 就算再想找麻烦 也得看看自己够不够格 此时 圣旨也已经被传到了李太那里 他不可置信地捧着圣旨 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真的失去了太子之位 他的禁足还没到期 想去找李世民也出不去 这李世民也是铁了心不想见他了 第194章 滑冰鞋 李太被贬了 李世民就彻底没了其他动静 大臣们百姓们都十分不解 朝堂上也是分成了两拨人 每天吵 一拨人是要求李世民立李克为太子 另一拨人则全力反对 理由就是李克身上留着随朝的血 两拨人每天吵 每天吵 李世民一开始不参与 就任由他们吵 过了好几天 这事还是没完没了 他难免就生气了 都闭嘴 李世民话音一出 大家齐齐闭嘴 跪下喊 皇上息怒 朕问你们 朕现在已经老到需要退位了吗 李世民这一句话 让大臣们汗都流下来了 皇上英明神武 正直壮年 何来衰老一说 既如此 朕现在也不需要一定要立太子 李世民这么说 大臣们也都清楚了他的意思 全部都闭上了嘴 不再言语 李世民给王海一个眼神 王海立马心领神会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刚听了李世民那番话 谁还有事可奏呢 看底下哑口无言 一片沉默 李世民整理了一下衣服 下了潮 恭送皇上 李世民走后 所有人都擦了擦脸上的汗 松了口气 庆幸自己没有惹出什么事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入了冬 李克最近过得简直不要太爽 冬天天寒地冻 他也索性暂时把火药的事情先放到了一旁 最近是结结实实的过了一段快活的生活 这算得上是他穿越到李克身上过得最轻松的一段时光了 这天一早 李克闲来无事 准备出门散个步 尽管是冬天 大街上依然有很多的小贩在摆摊卖东西 李克买了串糖葫芦 向着远处的桥上走去 到桥上之后 李克一边吃着糖葫芦 一边看着小孩嬉戏玩闹 小孩子本来就比较调皮 在这冰天雪地里 一个个在已经结了冰的湖面上滑来滑去 看着他们的身影 李克脑海里突然涌入了一个物件 会做生意的人就是要时时刻刻发现商机 李克想到之后就立马行动 直接去找了五妹娘 李克到的时候 五妹娘正在抱着个暖炉取暖 天一冷 她就像一只慵懒的猫抱着暖炉不松手 整天有点病烟烟的 看到李克才勉强打起了精神 殿下 李克对着她点了点头 说道联系杨物莲 让她来见我 五妹娘不知道李克要干嘛 生怕有什么急事 马上通知手下去叫杨物莲 杨物莲一路急匆匆地赶过来 殿下 出什么事了 老杨 我需要你帮我做个东西 杨物莲疑问地看着李克 知道对方想让自己做什么 帮我做一双鞋 啊 杨物莲被彻底搞懵了 殿下做鞋应该去找专门的鞋匠 虽然我也会做 但到底是比不上人家专业的 李克摇摇头 不需要你做鞋的技术有多好 只要你按照我画的设计图做出来就行 杨物莲不知道 李克想要自己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鞋子 但是也已经养成了 从不质疑李克的习惯 李克让杨物莲去收集皮子 杨物莲虽然不懂 也还是照做了 而在杨物莲去收集皮子的这段期间 李克已经开始着手画设计图 五妹娘好奇地坐在一旁看着 也不敢出声 怕打扰到李克 五妹娘看的眉头都皱了起来 李克画的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怎么鞋子上还有刀 莫非是什么自己没有听说过的杀人力气吗 正当五妹娘不解的时候 李克已经画完了溜冰鞋的设计图 没错 他想让杨物莲做的正是溜冰鞋 现在正值冬天 溜冰鞋若是能做出来 必定可以大力推广 以此狠狠地赚上一笔 杨物莲直到傍晚才回来复命 他来的时候 李克已经在跟五妹娘讲解 这到底是怎么用的了 但到底是没有真的用过 所以五妹娘还是萌萌的 李克不担心这个 等东西真正做出来 之后他们就都会明白了 李克把自己画的设计图交给了杨物莲 杨物莲也是满眼疑惑 不懂这带刀子的鞋到底是做何用的 你只需按照我的设计图做出来就行 之后我会向你们演示它 到底是怎么用的 听到李克这么说 杨物莲点了点头 老老实实地去做鞋去了 既然能做溜冰鞋 自然也可以做溜冰鞋 等冬天过去 人们也能玩 这么想着 李克便让五妹娘去找一大块空地包下来 五妹娘点头去做了 李克回了燕王府 又开始着手画溜冰鞋的设计图 他打算开个溜冰场 这样无论是一年四季 他都可以盈利 杨物莲的速度很快 只花了两天就做出了一双六冰鞋 李克在心里感叹 不愧是唐朝第一名工匠 这办事效率就是高 杨物莲把鞋子递给李克 一脸好奇地问李克 不知这双鞋子是如何使用的 李克对着他神秘一笑 然后带着他去了湖边 寒冬腊月 湖面的冰结得很厚 李克带着杨物莲走到湖中心的位置 五妹娘听说后也马上赶了过来 想要看看李克到底是在搞什么名堂 李克穿上溜冰鞋 试了试 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滑了起来 李克的滑冰技术本就十分的好 他还炫耀地做了几个高难度的动作 托马斯回旋都做了出来 杨物莲和五妹娘简直叹为观止 张着一张大嘴 吃惊地看着李克 殿下 殿下 这到底是什么啊 五妹娘看李克话回来了 马上上前问他 李克停下来对五妹娘说道 这个叫做滑冰鞋 是专门用来在冰面上滑的鞋子 五妹娘有些跃跃欲试 殿下我能试试吗 李克摇了摇手指 五妹娘顿时有些垂头丧气 这双鞋子是我让老杨按照我的尺码做的 这么小的鞋子难道你穿得进去吗 五妹娘这才意识到鞋子的大小问题 一下子羞红了脸 李克不深在意地说 别着急 我之后让老杨再给你做一双 五妹娘一听 顿时开心了起来 笑着点点头 第195章 按质量定价 李克又滑了一会儿 越来越能找到 之前的感觉也越滑越顺畅 李克滑冰的身影吸引了一大批的人围过来观看 在李克做高难度的动作时 甚至还有人拍手叫好 李克一直滑到满头大汗 只觉得身心舒畅 这才停下来打算休息一会儿 人群里开始有人大着胆子 询问李克这究竟是何物 李克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就是要让大家的看见都感兴趣 这样他的东西才能卖得出去 这个东西叫做溜冰鞋 大家如果有兴趣 之后可以去琳琅商店询问订购 琳琅商店是李克专门开起来的一个商店 里边卖的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一些小东西 一直以来的销量都非常好 之前做的望远镜 只是为了郑王冠贵族的钱 但是现在 李克要放大范围 所有人一听琳琅商店 都了然的点了点头 毕竟那里总是卖出很多稀奇古怪又实用的东西 那这溜冰鞋多少钱一双 大家都是平常百姓 如果太贵的话 自然是买不起的 这李克早就考虑到了 所以他一早就做好了打算 针对不同的人订不同的价格 这双鞋是安置量的好坏定价的 最高级的鞋子要一千五百两 听到这个价钱 所有人都忍不住吃了一惊 这可不是他们能消费得起的 紧接着 李克又说道 但是最普通的鞋子只要五十文 大家这才觉得可以接受 其实五十文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还是不便宜的 不过先有一千五百两在前面做对比 此刻大家听到五十文这个数字 竟然都觉得有些便宜了 李克跟所有人说 可以去琳琅商店订购后 自己脱下了溜冰鞋 带着杨物莲和五妹娘回了燕王府 燕王府书房 李克坐在杨物莲和五妹娘的对面 开始跟他们商讨此次的生意 老杨你主要就负责做鞋子 就按照我之前给你的设计图去做 再找几个你信得过的徒弟 帮着你一次做 只需要改改鞋码的大小就行 李克交代了杨物莲再交代五妹娘 妹娘 你主要负责订单和宣传 把溜冰鞋的生意给我做到土番去 五妹娘有些为难地皱了皱眉头 可是殿下 这溜冰鞋是在冰面上滑的 土拨很少下雪 这恐怕 不必担心 这个我自有办法 你只需要去宣传就够了 是 同时 李克又去书架上 取出自己之前画的汉冰鞋的设计图 交给了杨物莲 杨物莲看了一眼问李克 殿下 这是 这个叫做汉冰鞋 跟溜冰鞋类似 但是不需要冰也能滑 妹娘 我让你包的场地包好了吗 五妹娘点了点头 李克把另一份场馆的室内设计图 又给了杨玉环 找人给我修建成这个样子 五妹娘现在算是看懂了 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三殿下果然不是一般人 这可都是商机啊 这不只是长安 在每个周城都可以发展起来 这样生意就可以囊括整个大堂了 五妹娘现在对李克是越来越崇拜了 觉得自己真的是找到了一个好的领队 在跟李克的这段时间里 五妹娘所学到的是 自己以前人生从不曾涉猎过的 李克看到五妹娘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就知道五妹娘懂了 李克不得不承认 在经商上 五妹娘确实是很有天赋 不仅把所有的生意打理得紧紧有条 同时也把收集情报的任务做得非常好 五妹娘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大显身手了 李克也已经看了出来 索性让她先去了 杨乌莲虽然不懂生意上的这些弯弯绕绕 但是对于李克画的设计图 她只觉得十分的精妙 那殿下 我也先回去了 我不会辜负殿下期望的 这些鞋子全部包在我身上了 李克自然信得过杨乌莲 点点头 让她也忙去了 接下来就是她赚钱的时候了 李克让杨乌莲先做出了几双大马的男士溜冰鞋 第二天一早 李克就拿着进了皇宫 李世民本来正在御书房批改奏折 听到李克到来的消息 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就看到了李克手里拿着的东西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李世民盯着李克手里的东西移不开眼睛 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物件 鞋子上竟然还带着刀 李世民研究着想着莫非是什么冰鞋 可是这也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李克顾不上李世民心里的那些小九九 对着李世民行了个礼 然后将手里的溜冰鞋献了上来 父皇 这事成发明的溜冰鞋专门拿来孝敬父皇 溜冰鞋? 李世民还是不懂这个溜冰鞋到底是怎么用的 不瞒父皇您说 这溜冰鞋是个用来娱乐消遣的好物件 若是父皇想知道这个鞋子是怎么用的 请父皇跟臣来 李克带着李世民来到后花园的湖边 你带朕来这里做什么? 父皇您等一下就知道了 李克没有这急话 他在等人 过了一小会儿 程耀金带着一大帮子达官贵族过来了 跟李世民行过礼后才开口问李克 殿下 你叫俺老程带人过来所为何事啊? 肃国公可还记得我之前允诺你的 要给你做个消遣的好物件 自然记得 程耀金点点头 这时才注意到了李克现在脚上穿的鞋子 那肃国公可瞧好了 李克说完 直接站上了冰面 紧接着就开始滑了起来 他真真切切地展示了单人花样滑冰是怎样的 众人站在湖边看着 只觉得自己看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并且 这个表演还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李克觉得差不多了 从冰面上下来 程耀金利马上前去抓住他的手 三殿下 这玩意儿多少钱啊? 快给我来一双 李克笑笑 开口说道 只需一千五百两 李世民也是没想到 竟然要一千五百两 同时又想到自己反正是有分红的 所以立马没了想法 甚至还对程耀金说道 速国公 这样的一双鞋子卖一千五百两 确实值得 第196章 华兵教学 见李世民都这么说 程耀金也跟着点点头 眼前又浮现起了李克在兵面上蹦蹦跳跳的样子 心想 一千五百两就一千五百两吧 大冬天的啥也干不了 自己都快闷死了 难得有了个消遣的玩意儿 自己可得好好体验体验 三殿下放心 这一千五百两我马上派人送过来 说完 程耀金俩大眼贼溜溜的盯着李克脚下的 三殿下 你看这钱都答应你了 能不能把你脚上穿的那玩意儿 给我先玩玩 见程耀金对溜冰鞋这么着迷 李克也是忍不住笑了笑 速国公 我脚上穿的这双溜冰鞋 可装不下你的大脚 程耀金听完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确实是自己唐突了 没考虑到自己的脚可穿不上李克的鞋 不过速国公别失望 我既然答应过 要给速国公做这消遣的物件 那自然忘不了给速国公准备一双 说完 李克回头吩咐一旁侍候者的太监 却把我放在马车上的鞋子都拿过来 太监连忙怒了一声 转身去宫外李克停马车的地方 看到李克还不忘给自己准备上 程耀金十分感动 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李克落着刻 不过李世民就被俩人晾在一边去了 尤其是他还挺羡慕李克 给程耀金准备了双六兵鞋 老子的儿子给外人准备了 竟然没给我准备 不怪于自己的皇帝的身份 李世民还真不好说什么 这要是说出去了 不得让别人以为自己小心眼吗 不一会 太监拿着两双六兵鞋回来了 一双上面袖着巨蟒 双目怒争 四只爪子飞舞着 看上去霸气侧漏 另一双袖着金龙 龙目微臂看上去十分沉稳 但又给人一股不容亵渎的威严 自从太监拿着鞋子走进来 李世民双眼就盯着 那双袖着金龙的鞋子不放 深深被他吸引住了 这一动作被李克看得死死的 同时李克心中暗笑 他这便宜老子的心思 还不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接过太监手里的两双六兵鞋 李克把那双袖着巨蟒的鞋给了程耀金 另外一双则递给了李世民 而臣知道父皇定会对这鞋子感兴趣 所以私下里早就为父皇做好了鞋子 看到李克递过来的金龙溜冰鞋 李世民刚才心里的不愉快 顿时消散了 心里那叫一个高兴 卡尔有心了 李世民伸手接过了溜冰鞋 穿在了脚上 看看鞋子 再看看自己身上的龙袍 越看越觉得般配 看了看一旁的李克 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候着 李世民经不住点了点头 自己这儿子可真懂事 越看越顺眼 程耀金可没有理会 所以俩人在这父子情深 早就穿上了溜冰鞋 自己偷摸地跑到湖面上玩去了 本来他小心翼翼地 学着之前李克的样子 打算也来了空中旋转 也过到了冰面上 别说什么跳起来旋转了 就连在冰面上画两下他都不会 刚要抬脚 整个人一滑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冰面上 李克见李世民穿上了滑冰鞋 急忙带着他到了湖边上 自己的计划可才是行了一半了 等下可得把李世民的好感度拉满不可 程耀金见李克来了 对着李克就开始诉苦 三殿下 你可算来了 你再不来 俺老程可是要一直在这冰院上坐着了 肃国公别担心 等下我亲手 教你和父皇溜冰 本来李克打算 先教会李世民滑冰 然后再去教程咬金 结果被李世民挥手拒绝了 看样子 他是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教 也能学会滑冰 不过李克也没去打击李世民什么 等他自己尝试几次 就知道自己学滑冰有多难了 把自己屁股摔烂之前 是不可能学会的 李克背着手 没几步就滑到了程咬金 面前 然后还围着程咬金转了个圈 看着李克围着自己转圈 自己却只能在地上坐着 程咬金头都大了 三殿下 你可别嗅俺老程了 赶紧教教俺老程怎么滑冰吧 李克笑了笑 滑到了程咬金的背后 扶着他站起身来 然后扶着他的手臂 肃国公 等下我扶着你试着滑两下 你注意看我脚下的动作 行 程咬金连忙答应 俩大眼盯着李克脚下不放 李克见状也不再顾着 自己玩乐了 把心思放到了教学上 拉着程咬金的手 盯着程咬金脚下的动作 李克还不忘出言 给他指点几个错误 脚步放平 对 就这样 步子 可以夸得再大一些 可以 步子的频率可以小一些 见程咬金慢慢已经学会怎么滑了 李克放开了他的手 好了 肃国公可以尝试着自己一个人滑了 然后程咬金自己就开始 围着湖面滑冰了 看着程咬金欢欢喜喜的样子 李克禁不住给他点了赞 不愧是唐朝开国名将 这身体学习能力没得说 不过在角落里坐着的李世民 可就不高兴了 在他第七次摔倒了的时候 他就看见程咬金这小兔崽子 开始在冰面上滑来滑去 边滑边笑 虽然看到李克空闲下来了 但是李世民还是拉不下面子 去找自己儿子 教自己滑冰 毕竟可是他自己之前信誓旦旦的 要自己学的 看到李世民欲言又止的样子 李克主动滑了过去 这可是刷李世民好感度的好机会 父皇 依儿臣看 不如让儿臣来叫您滑冰吧 毕竟您要是自己学的话 肯定会浪费很多处理奏折的时间 见李克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李世民心中暗喜 自己这儿子可真懂事 装作不情愿的样子 李世民咳嗽了两声 既然科尔你都这么说了 那父皇就成全你吧 抓住了自己老父亲的手 李克心里暗自鄙夷 老家伙还跟自己傲娇上了 同样是叫成咬金的方法 李克很快就教会了李世民 然后李世民就划过去追成咬金去了 看着俩人你追我敢的样子 李克捂着嘴笑了起来 第197章 功不应求 不一会 俩人划得无聊了 结果突然发觉 李克这小兔仔子光教他们怎么划了 还没教他们怎么停下来 科尔 这溜冰鞋怎么停下来啊 三殿下 俺老成也玩累了 李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光顾着教这俩人怎么划了 忘了教他们怎么停下来 不过还好这停下来的动作不算太难 父皇 肃国公 你们试着抬起左脚 然后把左脚鞋子上的刀刃往冰面上插 然后右脚保持平衡 程咬金听完后 直接用力把左脚溜冰鞋上的刀刃往下插 结果鞋尖前面的刀刃全插进去了 李克见状心里揪了一下 还好这壶面够厚 要不然让程咬金插穿了 保不好冰面就直接裂开了 本来李克的意思是利用溜冰鞋上的刀刃和冰面之间的摩擦来起到一个减速的作用 可谁知道程咬金这个蟒夫直接把刀刃插进去了 这下可好 减速的作用没起到 倒是相当于把程咬金的左脚卡在那了 整个人因为惯性直接啪的一下摔在了地上 来了个狗啃兵 身后的李世民还没来得及试验一下李克说的方法 就被摔倒在地的程咬金给绊倒了 哎哟 李世民用手扶着自己的腰站起身来 幸亏程咬金个头大 直接给李世民当了个人肉做垫 要不然可不就是扭了腰 怎么简单了 李克看见两人几乎同时摔倒 连忙溜着冰滑了过去 父皇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是闪着腰了 肃国公呢 嗨嗨 俺老程没事 就是能不能先让皇上从俺身上起来 这时 李世民才注意到自己现在还站在程咬金背上 于是连忙跳了下来 程咬金手在冰面上一推 整个人就站了起来 真不愧是程咬金 那么锋利的刀刃 只在他背后留下了两道小划痕 李克望着他的后背那两道微小的划痕 心里默默感叹 三殿下 你这可就不厚道了 俺老程按照你的方法做了 结果直接来了个狗啃兵 肃国公这可就误会我了 谁能想到肃国公还有如此神力 直接把刀刃全插进冰面了 听到李克夸自己 程咬金立马把刚才的事情抛之脑后了 站在那得意地笑起来了 不知者无罪 不知者无罪 看来是俺老程太低调了 李世民对程咬金已经见怪不怪了 索性没有搭理他 克尔能否再演示一遍如何划兵的时候停下来 好的父皇 您看好了 听到李克要演示技巧了 程咬金也不发牢骚了 聚精会神地看着李克等着他绣操作 李克随便划了两下 然后左脚尖一点 在湖面上划出一道很浅的痕迹 然后整个人的速度慢了下来 最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最后李克又秀了个高难度操作 左脚尖一点 然后稍稍用力 360度转了个圈 然后停在了李世民面前 好 连看惯宫廷舞蹈的李世民 都忍不住叫了声吼 嗨嗨 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李世民连忙倾壳两声掩饰自己的尴尬 然后拍了拍李克的肩膀 克尔发明的这溜冰鞋真不错 既能放松还能强健体魄 程耀金听完也点了点头 李克发明的这溜冰 时间长了 确实能强身健体 但更厉害的功效是 他能训练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能力 好比一个大汉空有一身力量 却没办法真正掌控 连个普通人都能戏耍他 父皇若是喜欢 以后尘可以天天陪着父皇来滑冰 听到这话 李世民笑着点了点头 怎么以前就没觉得李克这小子这么顺眼呢 克尔的一片孝心我心灵了 但是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父皇我还有很多奏折没有批阅呢 见李世民下了逐客令 李克也不在这号召了 很自觉地离开了皇宫 今天的好感度已经刷得够多了 结果没走几步 就被程耀金给拦了下来 三殿下别急着走啊 皇上没时间完 俺老程可有的是时间 肃国公莫要着急 欲速则不达 肃国公不如先练练今天学的 滑滑停停的就不错 行 那三殿下明天见了 明天我还来皇宫跟皇上一块学 听完程耀金的话 李克苦笑一声 敢把进皇宫说得这么简单的 估计也只有程耀金了 李克回了琳琅商店 就看见五妹娘拿着溜冰鞋扑了过来 三殿下你可算回来了 你再不回来 百姓们可是要把咱们琳琅商店给掀翻了 什么情况 是制作的溜冰鞋 供不上百姓们的需求了 五妹娘对着李克吐了吐舌头 三殿下想什么呢 咱们的溜冰鞋虽然挺受欢迎的 但还没到那种程度 那发生什么事 李克有些摸不着头脑 除了这个实在想不到什么别的理由了 看着李克猛逼的样子 五妹娘扑斥一笑 想不到三殿下也有犯傻的时候 三殿下笨啊 大家虽然都买了溜冰鞋 但是大家都不会滑冰 不会滑 自然要来找会滑的人叫 所以大家就来琳琅商店 吵着要三殿下叫滑冰了 李克叹了口气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不过确实是自己考虑欠家了 光顾着卖装备去了 忘了给史勇说明书了 行 你先带我去商店门口 先把围着的百姓们劝走 李克还没走出琳琅商店门口 就听见了门口各种各样的叫喊声 琳琅商店骗钱 买溜冰鞋不叫我怎么用 退钱 退钱 李克见状连忙走出来安抚大家 大家不要着急 过段时间 我会安排专人来叫大家滑冰 所有在琳琅商店买过溜冰鞋的人 都可以免费来学 这 很多闹事的人见李克都站出来说话了 也不敢说什么了 别看李克看起来才八岁 可可爱爱的像的瓷娃娃 但百姓们可是听过不少李克在边关的故事 一起当千都不为过 看着琳琅商店门口聚着的百姓都散开了 李克才松了口气 算是先稳住局势了 回头看了看五妹娘 李克心中暗道 看来自己这边得多培养些人手了 第198章 发现眼线 妹娘 准备去招一些人手来吧 现在这样我们根本忙不过来 李克看着妹娘说道 是得招人了 现在随着琳琅商店越来越好 她跟杨乌莲早就忙不过来了 这样吧 你先帮我招八个人 要四男四女 到时候由我把他们教会 再统一教老百姓们就好了 好 我立刻去办 五妹娘的办事效率特别高 第二天就把人带到李克面前 李克先是观察了一下他们 想看看 有没有对家安插进来的眼线 没想到一观察 真发现有一个表现奇怪的人 一般出来 找工作的人都是家里条件差 需要贴补家用 但是这八个人里面 居然有个姑娘 头上带着一个金发钗 虽然看着不大 但也不是穷苦人家 舍得让小姑娘带出门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哪家的小丫鬟被派到她这里 来当卧底了吧 只是不知道是李太派的 还是长孙无忌 小姑娘应该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四处张望未免太过明显了 李克也没有去拆穿 而是笑着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二牛 我叫旺财 我叫小花 一排人轮下去 说出自己的名字 没意会就到了小姑娘 我叫师叔 声音清脆敞亮 倒是在一大堆小声的声音中很亮眼 像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 根本就没有钱可以读书 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 也大多像二牛小花之类的名字 所以 当他们听到一个这么有诗意的名字时 所有人都向他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羡慕的目光 让师叔洋洋得意起来 根本不知道他的卧底身份已经暴露了 李克一直在关注着师叔 看到这里忍不住笑了一下 到底是谁派这么蠢的人来当卧底 他突然有点好奇了 五妹娘就在他旁边 观察到李克一直在看一个小姑娘 心里不免有点不舒服 这个师叔 顶多是小家碧玉的长相 与他相比是远远比不上的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开口去打断李克的注视 三殿下 先给他们赐下名字吧 毕竟是做买卖的地方 就算指示下 名字也不能过于粗笔 名字简单 寓意好即可 不用过于复杂 你们几个名字就叫招财进宝 裁员广进吧 李克随手指了指四个男下人 就给他们起了这个名字 接下来 他看了看四个女下人 想到 既然已经有人叫师叔了 那就直接把琴棋书画凑齐好了 所以 除了师叔外 另外三个婢女的名字分别是 师琴 师琪 师画 李克只是贪图各方便 其他人看来 却是别有深意 五妹娘断定了三殿下对师叔 有着不同寻常的意思在里面 师叔也以为 李克对他有的另眼相待 跟着其他人一起 娇滴滴的向李克到了线 谢三殿下赐名 李克轻轻点头 语气突然严肃了起来 在琳琅工作 你们能拿到比其他店多几倍的工资 那么相对应的 也应该拿出你们的成心来 在琳琅工作 就要一切以琳琅的利益为第一 不许把店里任何秘密透露出去 真的做了什么的话 本殿下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刚刚还与其温和的一个人 突然严肃了起来 就算李克年纪不大 但是却没有人怀疑他话语的真实性 琳琅商店的商品 虽千奇百怪 但大多都有奇妙用 每次一开店便门停弱势 能进来都是他们的福气 谁还会想不开跟李克对着干呢 稍微提点了一下之后 李克就让他们先走了 教他们滑冰这件事情也不能急于一时 做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循序渐进 等他们走了之后 李克才开始询问五妹娘 妹娘 具体说一下溜冰鞋的用户组成吧 我们的溜冰鞋分有五十文 五两 五十两 五百两 一千五百两这五个价位 其中五两五十两是卖的最好的 五百两和一千五百两只有富贵人家才会卖 自从宫中传出 皇上合成大人都在学习溜冰鞋 一千五百两的溜冰鞋就被抢受一空了 这些人为了讨好皇上 可是什么都愿意做 相反最便宜的五十文溜冰鞋 本以为销量会特别好 现实反而让大家失望了 询问了一下才知道 大家都认为五十文的质量 肯定比其他价位的差太多 所以都不敢购买 五妹娘在李克有意无意的教导下 现在对这种特别在意 当李克问出来之后 她也分析得头头是道 李克忍不住点了点头 她果然没有看错 五妹娘是真的很有经商头脑 我打算半个滑冰比赛 李克说 滑冰比赛 那是什么 五妹娘有点奇怪的问 李克没有先回答五妹娘的问题 而是让下人去把杨乌莲找来 等杨乌莲来了 再一起说吧 好的三殿下 没有在讨论事情的屋子异常安静 五妹娘一直在偷偷看着李克 她有点搞不懂 李克为什么会对师叔另眼相待 对方的眼神过于热烈 李克叹了一口气 把送到嘴边的茶杯放了下去 妹娘为何如此奇怪 五妹娘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发现了 不过她也不是藏着掖着的人 直接就问出了口 妹娘只是有点疑问 三殿下为何对师叔那丫头另眼相待 面对五妹娘的质问 李克有点奇怪 本殿下没有 自然有 就刚刚一会时间 三殿下看了她几次 五妹娘如实说道 噗哧 听到这里 李克笑出了声 只能把师叔是眼线这件事情说了出来 知道真正原因之后 五妹娘只觉得窘迫不已 幸好这个时候 杨乌莲到了 李克也收起了笑容 开始谈正事 我想办个滑冰比赛 不同价位有不同的赛场 不同赛场决胜出一个第一名 然后赛场第一名在决胜区比赛第一名 三殿下 这比赛就得有彩头 这个杨乌莲说道 李克早就想好这些了 每一个赛场第一名都可以拿到上一个价位的奖金奖励 五十文可以拿到五两 五两可以拿到五十两 至于一千五百两 就双倍增加吧 比赛冠军可以获得五千两奖金 听完李克的话 五妹娘忍不住惊叹 这么大的奖金福利 所有老百姓都会参加吧 要的就是他们争着参加 李克说 参加比赛 前提可是得有一双六兵鞋啊 第199章 滑冰比赛 第二天 经过琳琅商店的人就发现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 上面印着几个大字 第一届滑冰比赛即将开始 考虑到有很多老百姓不识字 李克让人在门口把告示的内容读了出来 当了解到一个滑冰比赛的奖金居然如此之高 人们便毫不犹豫买了一双六兵鞋 反正也有便宜的 如果拿到了第一名 那可是有五千两的奖金 一时间 店里的六兵鞋被一扫而空 在楼上的五妹娘看着来商店的人络绎不绝 激动的对李克说 三殿下 我立刻让下人抓紧生产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大赚一笔 再生产两百双即可 李克拦住了五妹娘说 为何 现在生产多少都有人买的 不用怕卖不出去 有些东西 太多就不稀奇了 有时候 钱不用赚的太满 要多多一下脑筋 虽然五妹娘不是很懂李克的意思 但还是吩咐下去 只市场两百双 到了第二天 五妹娘便懂了 李克是什么意思了 民间有传闻说 李克办这个比赛 只是为了赚大家的钱 奖金会不会发还不一定呢 在这比赛开始前 李克一定会借着这个比赛很赚一笔 不管是大力生产还是提高价格 赚钱才是他的第一目的 老百姓才不介意 李克是不是为了赚钱 只要比赛真的能拿到奖金就行 怕的是 到时候所有人都去参加比赛 你们能拿到奖的机会 就少之又少了 直到有人说了这一句 老百姓心里便有点不舒服了 如果人手一双溜冰鞋 拿奖金就难上加难了 看到有人被说动了 李太的手下松了一口气 心想终于完成李太的安排下来的任务了 要我说啊 还不如直接拿着溜冰鞋去退钱 至少拿在手里的钱最心安啊 他继续乘胜追击 要是成功劝说他们去退货 他就可以到李太那里去领赏了 别乱说了 琳琅商店不仅没有提高价格 还保证在比赛结束之前不会再生产溜冰鞋 现在店里就剩下几双了 刚刚在他过来散播谣言的时候 有的人便觉得要眼见为实 偷偷溜去了琳琅商店打探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就回来告诉大家 可怜李太的手下没有成功说动他们 反而被认为是想要独吞奖金 在老百姓的骂声中 灰头土脸的离开了 琳琅商店暂不售卖溜冰鞋了 说明对手少了许多 老百姓也感受到 李克是真心实意对他们好 有的人因为早就买了溜冰鞋 洗上没烧 而有的人却因为太晚下手而暗自叹气 要我说 三殿下这是给我们少点竞争对手 真是个大好人啊 我还是收拾一下 赶紧去琳琅商店学滑冰吧 也许奖金就是我的了 要是有提前买就好了 哎 为了这个比赛能够顺利举办 李克最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溜冰场 虽然已经教会了刚招的八个人 但难免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他们解决不了的 有空的时候 他便会观察一下谁有可能获奖 五十文组 五两组大部分人都是老百姓 拼尽十足 倒是有点猜不出是谁能得奖 不过他在心里也有一个名单 没意外 就是名单中的艺人了 五十两组 五百两组都是家里有小钱的官宦子弟 人数没有前面两个组多 一下子看出了谁技术比较好了 至于一千五百两这个组 就不用看了 能花一千五百两 买鞋的人大多家里不缺钱 不过是凑个热闹罢了 一个月的时间 李克看着一个个初学溜冰的人 从一开始一步一跌倒到后面 可以在溜冰场上随意滑动 甚至做出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 心里除了开心之余 也知道比赛的时刻终于到了 在比赛当天 李克邀请了李世民和程耀金来比赛现场观看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比赛 还是一个难得的视觉盛宴 虽然李世民只是个便宜老爹 但表面上的功夫该做还是得做 一个月的练习时间 所有选手都把自己学会的表现出来 他们在溜冰场上旋转跳跃 做出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 每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产生 观看的老百姓都会发出一声声惊叹 你倒是厉害 一个月的时间能把他们交成这个样子 李世民夸奖李克 不敢当 等下还要麻烦父皇帮他们颁奖 没错 李克不仅为获胜者准备了奖金 还制作了奖牌 从他取名第一届滑冰比赛的时候 他就决定要每年都安排一次 等他有空了 会发掘出更多的运动 比赛结果不出李克所料 每个组别突出重围的 都是李克列出名单中的一个 最终大奖被武士文组的人拿走 本来穷苦的一家 瞬间晋升为小富人家 五千两 可是他们赚一辈子就赚不了的呀 没有获奖的人也不要灰心 溜冰比赛每年会举办一下 先去练习一年 明年再继续来拿大奖 看着没有拿到奖的老百姓一脸失望 李克把他的打算说了出来 他的话一出 本来还灰头土脸的老百姓 立刻展开了笑脸 本来用武士文去赚取一次成为富翁的机会 谁都不亏 更何况 这样的机会还每年都有一次 他们该知足了 请三殿下给我们表演一下 不知道是谁开了这个头 底下的老百姓 都想要看李克是溜冰玩的怎么样 老三 你就表演一下吧 这也很想看 李世民也开口劝说 连皇帝老子都这么说了 李克怎么有不上的道理 更何况 他看了这么久的比赛 早就心痒痒了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溜冰场就变成了李克的秀场 只见他时而腾空跃起 时而原地旋转 时而荆棘独立 时而绕场滑行 在这如履薄冰的溜冰场上 对他来说 就像是平地一样 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他上去比赛的话 根本没有人比得过李克 大家看得聚精会神 一时间忘记鼓掌喝彩 等李克停止下来之后 溜冰场上才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俺觉得三殿下真的太厉害了 什么都会 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皇上不立三殿下为太子呢 算了算了 贵人的事 不是我们能去猜测的 看了李克的表演 老百姓直接就在李世民面前讨论了起来 他们自以为很小声 却不知道李世民和李克都听得一清二楚 李世民明显不想谈论这些事情 尴尬地转移了话题 李克冷笑一声 心想 反正他也不着急 他有的是时间跟皇帝老糟 第二百章 波斯大使 滑冰比赛过去之后 李克安静了一阵子 溜冰鞋让他狠赚了一笔 倒是不用那么这急剧想 还要开发什么东西 要是有漫画就好了 李克无奈地想 大唐能玩的东西并不多 就算他想休息 也特别无聊 算了 还是去想一下 能发明什么东西来玩吧 三殿下 皇上宣宁入宫 李克刚打算出门 李世民便让身边的小太监 来找他入宫了 他只能先把其他事情放到一边 随着小太监入了宫 李克进玉书房的时候 李世民面前正放着溜冰鞋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父皇 不知这儿臣来所为何事 李克才没空等李世民反应过来 直接便开口打断他的思索 啊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李世民反应了过来 是这样的 明天波斯国国王要来我朝献礼 说是有一件千年难得一件的宝贝献给我朝 朕想了一下 想要回双汉冰鞋给他们 克尔看是否可以 自然可以 李克毫不犹豫地回答 正在想 一双鞋是否过于清理了 李世民还是有点犹豫 父皇 溜冰鞋不是一双普通的鞋子 而陈花费在这上面的时间是无价的 李克反驳道 是是是 克尔说得对 只是 在波斯国面前夸奖自己的儿子 他暂时还做不到这么大方 李克到现在还有什么不懂的 李世民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陈能制作出溜冰鞋 自然是父皇的功劳 李世民想听什么 他便说什么 让他听 对方听到了他想要听到话 说了几句便打发李克离开 李克在出宫之前 又回头看了看这金币辉煌的皇宫 这么大权力的位置 得让配得上的人做 得不配位的人是走不长久的 为了波斯国来大堂 李世民专门在御花园设宴 作为李世民的儿子之一 李克自然也被邀请参加 宣布斯国使者 小太监的一声令下 李克便看到从对面走来一群人 前面是一个长满胡子的长者 不出意料 这便是波斯国派来的使者 后面是三个身材曼妙的女子 身穿着波斯国的传统服饰 脸上都戴着面纱 面纱薄且清透 三个女子的面容若隐若现 李克不由惊叹一声 真是一个营造范围感的高手 在这种若隐若现的情况下 家中大家都好奇心 气氛的美貌也能衬托出十分来 后面两个女子稍落后于前面的女子 可能是其地位较高 不过她们身后被四个人架着进来的东西 明显更加吸引人的注意 这应该就是波斯国县的理了 李克也十分好奇会是什么 参见陛下 波斯国的人先是向李世民行了跪拜礼 然后便让人把礼物往李世民面前抬了过来 陛下 臣代表波斯国带来了难得一件的宝物 朕早就听说了 快把布掀开让朕看看 李世民有点迫不及待 除了李世民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那红布之上 打算对方打开后一睹为快 李克也不例外 我国为大唐献上千年一遇的琉璃境 波斯国使者边掀开红布边说 可谓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当他们看清了礼物的真面目后 又忍不住惊叹起来 只见是一个等高的镜子 宴会上的人都清清楚楚地印在上面 没有波纹也没有颜色 不知道比铜镜清晰了多少倍 这是什么镜子 竟比铜镜清晰了这么多 我国也有琉璃 但为何没有这么清晰 果真是难得一件的宝物 波斯国有心了 大臣们议论纷纷都被眼前清晰的琉璃境震惊了 李世民同样也被惊住了 心里更多的确是开心 波斯国拿这等宝物献给他 说明他这个皇帝还是让人惧怕的 好好好赏 李世民连说了几句好 毫不掩饰他的喜欢 只有李克的激动于他们并不相同 说是什么千年难得一遇的宝物 不就是普普通通的玻璃境吗 本来他还对发明什么有点纠结 以这些大臣们对玻璃境的反应 这又是一条大转之路 玻璃境的制作工序简单和实用性高 比起铜镜开始好的不是一心半点 李克低头倾笑 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了 皇帝赏赐收下即可 这次的波斯国使者却不按常理出牌 不知道陛下要赏何物给波斯国呢 波斯国直接出口问道 他对刘璃境非常自信 觉得肯定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如果李世民只是赏了金银珠宝给波斯国 只会让他们嗤之以鼻 唐最近发明了一种汉冰鞋 可在平坦的道路上快速行驶 也算得上一件宝物 席下有臣子耐着性子解释了一遍 不过是一双鞋子 算什么宝物 波斯国使者吃笑出声 在座的都是人精 波斯国使者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谁还不懂 县里是假 嘲笑是真 看来是大唐太过和善了 一个小小的波斯国竟敢如此 但是对方是打着县里的旗号 大唐也不能太过强硬 大臣们脸都憋红了 却不敢直接回怼 贵国能送一面镜子 为何我国不能回赠一双鞋子 李世民和大臣们怕 李克可不怕 听到对方的话 他毫不犹豫地顶了回去 波斯国使者看了过来 疑惑询问 隔下是 在下李克 那双鞋子便是我发明的 对方看李克不过是个小孩 自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念你年纪上小 分不清宝物和普通东西 在下不会放在心上 非也非也 本王还是能分清普通镜子和宝物 李克的意思非常清楚 讽刺那不过是一面普通镜子 波斯国使者气急了 脸上一直带着的虚伪笑容也被撕碎了 那三殿下的意思是大唐有琉璃镜吗 这玩意我一做就能做出来 李克回答道 纳臣何时能看到 离开大唐之前 直到波斯使者气鼓鼓地离开皇宫 宴会上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刚刚三殿下 是保证了会做出宝物镜子了吗 这谈何容易 等李世民反应过来 下意识就想怒斥李克 但是想了一下他这么做的原因 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出口气 算了 李克也是为了大唐的国威 看着李克脸上的自信 李世民决定相信他一次